这是在去往民政局路上 左站和许愿说的 许愿听着 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她刚二十五岁 又是许市长权人 坐拥三大上市集团的女才房 慕名连姻多到数不清 还愁嫁 但她还是答应了 因为她爱左站 爱了整整十五年 程匹亮的记者蜂拥而上 许愿不得不抬手遮挡 在车停时 玩着左站一起下了车 人潮拥挤中 左站的手机也响个没完 一踏进走廊 她就接起电话 喂 瑶瑶 这事你先别激动 没有 就是个假结婚 走个过场罢了 知道了 左站一边讲着电话 一边看了许愿一眼 示意让她等着自己 然后拿着电话上了楼 走个过场 若是让那些外人知道 一向心高气傲的许愿 竟然在这坐着冷板凳 等一个男人 绝对会沦为商界的笑谈 等着等着 许愿隐隐地有些瞌睡 迷蒙中仿佛梦到了左站 温顺的桃花眼 微微一笑 扬起了温柔 许愿 你说你总跟我们几个男的混在一起干什么 不怕过两年嫁不出去啊 许愿笑了 眼底深处有丝光亮 因为我喜欢你啊 得 有点恶心啊 能别这么肉麻吗 许愿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醒来时 暗了暗还隐隐有些发疼的心 再抬头 窗外夕阳余晖次暮 而逆光的方向 她看到了那个男人 一米九的身高笔挺 气质轻倦 西装松开 露出挺阔的衬衫 许愿起身走过去 这才注意到左站脸上的暗然 瑶瑶有点闹情绪 许愿无力扯唇 看看外面笼罩的晚霞 眯起眼睛 明正局已经下班了 她绕过男人走了出去 外面大批的记者还在 而后门这边 停着左站的限量超跑 你这又怎么了 左站替她拉开车门 绕过去上车 是因为瑶瑶 女孩子嘛 爱较真任性 你也包容一下 包容两字 更是刺痛许愿的心 李梦瑶和她都是女孩子 为什么她就要包容 哦 差点忘了 在左站的眼中 李梦瑶为至爱 而她却如兄弟 车子驶入左家公馆 临下车时 左站朝她眨了一下眼睛 好看的凤眸像是银河 走上她迷失 等会儿见机行事啊 刚进门就听到里面有声音 都是你平日里太惯着她了 你看她和那个离 左父满脸威严地和妻子抱怨 一抬眸就看见了左站 结婚证呢 拿来我看看 两个红彤彤的小本本 出现在二老近前 领证了就好 左夫人松了口气 左父结果结婚证 许月心里却忽悠了一下 她和左站什么时候领过证了 下一秒 那两个鲜红的小本本 豁地砸向左站白镜的俊颜 这是什么 你拿我和你妈都当傻子了吗 一个批的照片 我们看不出来 敢拿两个假证来糊弄我们 左父火冒三丈 抬手就给左站一巴掌 许月心脏猛然紧缩 假证 爸 妈 就算这证是假的 但许左两家联姻的消息是真的 该我做的已经做到了 你二老就别再跟着操心了 许月大脑轰鸣 心口巨痛 合着左站不仅利用她 还只能用假证敷衍 你 臭小子 你真是要翻了天哪 你 左父气得手捂心脏 面色惨白 忽然身形僵重 叔叔 左父被气得犯了心脏病 家庭医生诊疗后 左站和许月被叫到了踏前 左父还怒火油存 结婚证必须领 这件事由不得你 左站沉默 左父盛怒在即 刚要发作 许月盲固取笑了笑 叔叔 您不能再动气了 这结婚的事 就让我们自己来处理吧 既归既 但若是左父因此气出病来 且不论这婚事会怎样 光许月也是于心不忍的 怨怨呀 你让我们说什么好呢 左父哀叹 左夫人也说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可是许家独生女 来我们左家 已经算是下嫁了 而阿湛 他竟然还想用假证 你就不怪他吗 许月亮起的笑容 有些苦涩 却一时无言以对 该怪他什么 当初一见就钟情 又深爱十五年 一乡情愿 又谈何怪他 左家父母无奈地 双双摇摇头 许月拉着左站 盲认了个错 也算是将这件事 告一段落 房间里 左站随意地 扯开衬衫领口 性感地吼鞋微动 先扯到嘴角的伤口 疼得醋眉 许月打开 庸神送来的医药箱 身边男神 顺势倚靠着桌子 伸手揉了揉他的头 我就知道 你讲究有仗义 每次都能把我 老爸老妈哄好 可不是吗 从小到大 哪次左站惹了父母长辈 不是他跑过来 说情开脱的 也正是因为这 左站是真不把他当女人 不过 要是瑶瑶能学着你点 你就甭费这么多事了 许月心里一紧 所以 她还是想娶李孟瑶的 左站挪身 顺势坐在桌上 轻晃着两条大长腿 别怪我呀 实在是瑶瑶那边闹情绪呢 这么难咱们就真不领了 许月拢了拢思绪 心里却像是真在这 你还是想 拿假证 来糊弄我和你父母 哪是糊弄你啊 就是评评我爸妈 左站倒是说得深明大义 动手拿烟 赵丽又先扔了许月一只 许月拿烟的手都在抖 强忍着克制将烟还给她 转头向外 你又抽什么疯啊 许月脚一顿 扭头瞪她 哼 我戒烟几年了 你不知道吗 还整天发什么烟啊 左站间她真的要走 扶着唇角的伤右挡 不给我伤药了 许月又转身走回来 抄起医药伤里的酒精瓶 拧开 直接对着男人俊颜倒下去 不仅交上她嘴角的伤 还连带着灌了她满口的酒精 左站是呛得又咳又吐 嘴角的伤还疼得到抽冷气 疼 疼就对了 她只是肉疼 而她心疼 出了房间 许月下楼时又遇到坐到客厅的老爷子 孩子你放心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外面那个心里的女人 就永远进不了左家的门 一切爷爷都会安排好的 许月微笑地点了点头 她知道 除去从小和左站一起长大的情分外 在老爷子的心中 李孟瑶毫无价值 而她 前进难换 这还真是要庆幸她这财阀千金的身份了 当晚 许月接到一通来电 是张百晨 许月父亲生前的心腹 去世后还继续留在许月身边担任秘书 忠心耿耿 可谓是万里难挑一 这些涉及到集团老板私生活的偷拍 往往发布之前会先询问 如果买下 那么照片便不会外现 最近 许祖两家联姻 消息不进而走 秘书这才把电话打到她这里 我不买 让他们再去问总是吧 既然还没扯正 他们就不是夫妻 许月不想干涉 此日 许月还在会议室里看PPT 秘书张百晨就走进来 在她耳边低声 许总 左总来了 许月了然地摆下手继续开会 结束后回到办公室 一推开门 就看到沙发上的男人 明明在室内 还戴着墨镜和口罩 见到她时才一一摘下 露出那张完美的俊颜 只是美中不足地 嘴边心伤带着旧伤 又红又肘的 左站推了下茶几上的几份报纸 不讲究了啊 明知道有照片还不拦下来 看着我回家来揍事吧 您不是说了吗 假结婚 许月从包里拿出气垫补妆 对着小净涂口红 我哪有资格操心您的事啊 一个证而已 又不是不理啊 许月突然笑出声 漫不经心的指腹 抹去唇角闪出的口红 歪头道 嗯 假正是吧 左站尴尬地轻哼了声 起身过去拉着她就下楼 这次有了父亲和爷爷的死命令 左站也不敢搏令 就直接载着许月去了民政局 一大群记者在这死守 浩浩荡荡的 声势震满了京东 填表 拍照 不过须余就领到了两个红本本 上车时 左站随手就将红本扔在衣表盘上 许月将一切尽收眼底 左站不谢这场婚姻 就像不谢她一样 回头见了瑶瑶 别提这事 她要是问 就说是假的 许月的心像被什么一把狠握 伸出去拿结婚证的手 再发颤 面上却平静地不见任何波澜 她极快地把证收进包里 我为什么要见她 她使公司的事不够忙的 还是几个上市集团不够打理的 反正见面就别提 我怕她情绪再受刺激 左站单手转着方向盘 俊逸的脸上透出烦躁 动手拿了支烟 放在唇边时 余光又逆向许月 真不抽了 许月没理她 她以前抽烟还不是这个男人教的 十七八岁时 左站飞搂着她 硬将烟往她嘴里地 这一来二去她就学会了 但烟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早就借了 嗡嗡嗡 手机震动 男人接起电话 瑶瑶怎么了 什么 我马上过去 吱的一声 车子机转弯 差点和对面的车子撞上 逆行的车速也飙上极限 突如其来的变动 许月身子一晃 下意识用手折挡 幸好有安全带 不然整个人就冲上挡风玻璃了 意识到疼痛 许月低头 果然手心中出现了一丝鲜红 她忙自按手藏匿 在侧檐看向左站 男人眉宇间的仇聚 让她的心也跟着绷紧 怎么了 医院来的电话 说瑶瑶晕倒了 她一路风驰电掣 一到医院就直奔急诊病房 看着里面依依相拥的两人 许月冷然紧眉 转身向外 走了几步 张柏辰电话就打过来 许总 和您说个事 之前您做的身体检查 几乎已经出来了 但威医生说 要单独和您面谈 她迟一下 考虑着最近的安排 便说 先等等 等婚礼过后再说 挂了电话 她再往外走 迎面又护士匆匆跑来 喊住后方同事 妇产坑那边盯住 二号床里梦瑶怀孕了 把抗生素取消了 知道了 许月脚步默地停下 片刻停照 她还是有些魂不守舍的直奔病房 推开房门的一刻 作战正在为怀里的小女神喝粥 乖 就当是喂了宝宝 再喝一口 宝宝 看来是真的了 李梦瑶一见许月 就下意识地往男人的怀中松了锁 小手亲挽着她的手臂 阿隽 没事 等我会儿 男人安抚地揉揉她的头 起身过来 拉着许月就去了走廊 还顺手带上病房门 左站注意到 许月的脸上有些不对劲 阻了下眉 你这是怎么了 你就没有什么 想对我说的吗 许月威扬头 第二集 就没有什么 想对我说的吗 许月威扬头 左站看着她 稍想了想就笑了 灿然的俊颜绍 那浅浅的笑 能够走生活 正打算和你说呢 难怪瑶瑶这几天情绪不稳 原来是怀孕了 她动手捧起许月的脸 使劲捏了捏 怎么还这副表情 这多大的好事啊 我有孩子 要当爸爸了 你不高兴吗 高兴 许月扶开她笑了 这个男人 可知道自己说的每一个字 都在往他心里扎 一扎一个血枯了 许月笑得越发无力 望着男人的目光里 也染满的悲凉 那 恭喜了 许月强行 压抑着心痛道 看她转身要走 左站也没拦着 只是说了句 婚礼的事就算了 你回头找个理由 敷衍下老爷子 和我爸妈 话音落 她就转身进了病房 不过虚语 里面就传出 她和李梦瑶的温情细语 许月呆滞的脚步停歇 身体隐隐发颤 这个男人为了李梦瑶 擅自取消婚礼 还要让他编算理由 敷衍长辈 他是不愿意 当着至爱的面 承认和他许月有染吗 哪怕是逢场 作戏假装的 都不可以 许月心里 像是被凌迟弯发 不想再逗留 一分一秒 从忙下楼时 竟又审不住咳嗽 紧捂着手心里 东视线 让他出目 习总 正好遇到你了 文医生碰巧路过 一见到许月 就置走旁边几个同事 你上次的检查 我们去办公室谈吧 医生话音明显拉长 许月也感觉到他面熟上的凝重 考虑到婚礼已经被搁置 自己又一次又一次的咳血 便没有犹豫跟着上了楼 文医生在很多领域都是权威 同时也担任着许月的私人医生 办公室里 文医生给许月倒了杯水 坐下后 从抽屉里拿出检查单 递向他 很抱歉 许总 是血癌晚期 许月惊诧的一致 你说什么 医生又从电脑里 调出许月检查时的片子 屏幕转向他 先解释了一下病情大概 最后再说 差不多一年前左右 那件事还记得吗 一年前 你为了救人 不顾我们劝阻 违反常规超级量输写时 就造成了感染 之后身体也没有调养 造成恶化 癌细胞扩散得很快 许月大脑有些轰鸣 那 那我还有多长时间 保守估计七八个月 不过 我们这边会组建团队 经历研究方案的 后面医生在说什么 许月已经听不清了 她满脑子浑浑噩噩 反反复复回荡的 只有那句七八个月的时间 人生还真是充满戏剧性啊 同一天 左站和心肩上的女人 有了孩子 沉浸在即将 出为人夫的喜悦里 而她也被死神眷顾 时事不多 同一所医院 楼上楼下 那个男人 拥着家人憧憬日后 他却拿着病单迎接末路 床外天 阴阴的 好像下雨了 还有八个月才到年底 许月二十五岁的生日 是大年初一 也不知道 能不能撑到了 七个月的时间很快 快到许月还没有准备好 面对这一切 许氏集团 石华办公室里 一阵阵的咳嗽声 充斥着病痛的折磨 一张又一张 燃鞋的纸巾 扔进垃圾桶 许月连忙从抽屉里 拿出药瓶 拿了几片验相 致起身 从抽屉里 拿出几份文件 将股份转让书 和几个项目文件 交给了张百尘 一份遗嘱交给律师 只留下最后一份 只走了人 许月静坐了一会儿 现在 他和李萌瑶的孩子 也应该 八个多月了吧 一想到孩子出生时 就会被挂上 私生子的名头 许愿极快地 翻开桌上的协议书 签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 拿手机拨通组站电话 片刻 男人低沉 磁性的嗓音 在那边响起 难得啊 这才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 许愿 狐狸一笑 什么叫才想起来啊 我倒是想天天打呀 但不是 怕你的那位宝宝吃醋吗 他言语的话里 也染了几分悲凉 左站忽略 只说 少嫔 是有事 自婚礼搁置 老爷子就和左站 大吵一架 而左站就像是 着魔似的 忙着工作 忙着壮大佐世 忙着吞并叙事 许愿知道 她是在等机会 等左侍可以彻底地 超越许事 便可以向老爷子摊牌 风光迎娶 致爱了 既然这已经是 她的计划了 自己不如成全她 还免去她孩子 露个私生子的名头 许愿按着手里的 离婚协议书 晚上回来 说点事 那边 沉默两秒 明白了 晚上等我吧 晚些时 许愿几乎和左站 前后脚到家 俊逸的男人 西装挺拔 披了件黑色大衣 初中的气质 更显沉稳 而眸中 也只剩下 波澜不惊 几乎是 视线相撞的瞬间 许愿停下脚步 男人望向她 时样了笑 我让你等我 是在公司的 死丫头 害我白跑一趟 许愿一笑 马上就转过身 那我现在回去 你再重新接我一趟 左剑忙进不过来拦她 还折腾什么 先进去 她说着 挽起许愿的手 一起进了宅邸 这一栋婚房 几个月里 男生回来的次数 屈指可数 几乎大半的时间 不是在公司 就是在陪李梦瑶 左站几乎脱了大衣 随手交给保姆 静止到沙发露坐 脾脾的姿态像个大爷 还朝许愿勾了勾手 许愿脱了外套 才走过去 左站长臂 自然还住她的肩膀 你说这怀孕吧 是真挺难的 要要吃什么吐什么 刚几个月啊 就瘦了一大圈 哦 许愿态度不冷不淡 还有这情绪 也真是忽好忽坏的 她掠紧着梅 伸手拿了烟 刚抽出一支 就被许愿拿走 左站见她将烟放在唇边 护字一笑 不见了 不见了吗 破见 左站点点头 火鸡啪哒一声点燃烟汁 起身去酒柜 选了一瓶红酒 又拿了两个酒杯 她调酒时 许愿就灭了烟 打开包包 将离婚协议书放到茶几上 正想喊她时 左站却接了个电话 短短数秒 俊颜翻天覆地 你说什么 确定是许愿做的 听到自己的名字 许愿一正 疑惑地看向她时 对方也挂了电话 脸色音响 你派人去撞瑶瑶了 一句话 许愿就明白了大概 许愿皱眉 眼底有着复杂 你哪只眼睛看见了 左站被噎了一下 脸色更难看 仗着自己势力大 就为所欲为是吧 许愿眯起了眼睛 她明白左站不喜欢自己这样 但是 在李梦瑶这件事上 她还真是就要较真了 对啊 她扬扬下巴 左站盛怒全勇走向她 是我疏忽了 你不是我兄弟 你是个女人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容不下瑶瑶 女人 许愿动谋 这才知道她也是女人吗 左站暴怒上前 掀起许愿的手臂 瑶瑶怀了孩子 任何差池 都可能一尸两命 手臂被她估得很疼 许愿咬了咬牙 她死不了的 她敢笃定 李梦瑶不会舍命演这场戏 你他妈闭嘴 左站甩开她 拿了外套大不离去 许愿站在原地 纹丝未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略回过神 自嘲地忍不住苦笑 为了那个女人 她怀疑她 她冲进卫生间 一口口的鲜血 落在盥洗池 无力的身子瘫软在地 强忍着腹腔的疼痛 上楼吃了几片药 许愿刚坐下 没想到老爷子电话 就打了过来 愿愿 赵氏司机我这边抓到了 是李梦瑶那个女人 自己故人状的 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个急性儿 就想找理由做掉 这才嫁祸给你 许愿冷笑 哼 果然是这样 李梦瑶这个女人 太过分了 不过这事 爷爷来处理 你放心吧 老爷子下了保障 许愿知道 爷爷是一直都不喜欢 李梦瑶的 说不是看在她怀孕的份上 怕是早就动手了 估计这次 他们祖孙又要大动干戈了 他闭了闭眼 深吸了口气 爷爷 我想离婚了 老爷子那边猛得一惊 你说什么 你也知道 阿湛他不爱我 如果没有您和爸妈压着 他不会娶我的 而这几个月来 你们的关系 也越来越僵 等离婚后 一切就都会好了 许愿将老爷子 要拦阻的话 等回去 您放心 就算离了婚 也不会影响 两家公司合作的 一切 还会如常 你 老爷子有些语色 哀声长叹 唉 算了 我也老了 你们年轻人之间的事情 就自己解决吧 许愿身体是越来越差 公司这边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除此之外 他也在温医生的劝说下 做了一次透析 整个过程 他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熬下来的 一滴一滴的鲜血 从身体里抽离 经过各种遗弃过滤后 重新输回 他对麻药过敏 全程只能靠咬着这条毛巾硬挺着 而过后 他也并未感觉到好转 甚至还多了昏迷的症状 他推了海外的出差 每天只在家和公司 两脸一线 这天 张柏辰汇报完工作 便说 徐总 晚上的酒会 您出席吗 张柏辰是除去医生外 被医治导她生病的人 许月低头签着文件 下意识就想回绝 余光却瞥见桌上台里 今天的日期上画了一个圈 他恍然揉揉头 去 准备一下 今晚的酒会 是许师筹备 一年一度 纪念许月父亲而设的 他考虑着自己的身体 估计明年的酒会就没他了 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许月又有些咳嗽 拿药吞了几片 酒会是晚上七点左右 许月忙完手边的事 看时间差不多到了 便起身去了更衣室 他身体不适 不宜回家奔波 就提前让张柏辰 准备几套礼服 一身火红的长款礼裙 露肩设计 更显婀娜 画一个精致的妆容 将糟糕的脸色遮掩 张柏辰散敲门进来时 许月正对着镜子通口红 他捞起衣架上的浅色大衣 恭敬地披在许月肩上 好像姑爷也会去的 因为了解他和左站之间的事 所以张柏辰这话是在提醒 许月点了下头 临走时从抽屉里又拿出那份协议 扔进包里 他抵达时 就会刚开始 不少人一见他纷纷过来寒暄 有人称他许总 有人称他许小姐 客气恭维 礼数周到 一直以来 京都都是许家和左家在掌事 而两家又联姻 更是让人望着目击 这些人的巴结和语 也实属正常 许月依依和众人应酬几句 然后望着众人举杯 唯唯勾唇 感谢各位 百忙之中的出席 此番 是悼念我父母 愿他们安息 话落 他端着杯仰头 一饮而尽 众人纷纷配合 大面上的话 谁都会说得很好听 接下来 酒会会继续 薛院视线一扫周遭 并未 并未觅见左站 看时间还早 便初大厅去了漏台 这里很静 适合等人 但他并不知道 还会有其他人 你的那个谁 肚子里怀了个畸形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就那点剂量吧 还栽赃许愿 她还真是高蠢的 是啊 阿湛 别怪哥几个没提醒你 许愿可比那位好太多了 旁侧走廊里 承桓和莫冤的声音传来 寥寥数语 却是震痛了许愿的耳膜 她不是有意偷听 但是 左站早就知道 李孟瑶肚子里的孩子 是畸形 第三集 寥寥数语 却震痛了许愿的耳膜 她不是有意偷听 但是 左站早就知道 李孟瑶肚子里的孩子 是畸形 仔细想想 对呀 左站是何等聪明 又怎能允许 别人在她的眼皮子底下捣鬼 但她从始至终都没有戳穿 甚至还故意和自己吵架 就只是为了纵容和浇灌李孟瑶 这一刻 许愿突然觉得很荒谬 甚至有种想大笑的冲动 但可惜 她实在是笑不出来 她不住发颤的手拿出烟和火机 哒哒哒哒哒 却怎么都打不着火 而声音也引起了走廊上几人的注意 成桓和墨渊 往露台这边一扫 当看见是她时 两人纷纷一笑 拍着左站的肩膀走了 留下来的男人走过来 俯身时也递来了支打火机 许愿的烟钢点着 就被夺走了 男人放在唇边吸了一口 另一只手在许愿头上 胡乱一揉 从小我怎么没发现呢 人不大 还请记仇啊 许愿没看她 也没理她 左站就坐在她身边 还不忘用挺拔的腰身挤了挤她 真生气了 打算一辈子不理我了 她语气轻轻 没提李孟阳那事 也没提其他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许愿的心里 却像是被灼伤 所有的委屈突然间放大 忽然就不想再耗下去了 阿振 我们离婚吧 左站谋色微沉 长臂还住她的肩 怎么提这个 许愿起身时 将包里的协议书递给她 左家这边 我分文不要 再将许氏百分之五的股份给你 以后 许左两家 还继续合作 互不影响 露台窗户开着 东西的威风 凉得沁身心股 左站沉默着 剑梅当即就拧紧了 认识这么久 许愿情绪不对 她能感觉到 只是孩子畸形那事 她是知道的 但故意流产 她也是过后才知道的 她倾先眼皮 灭了手里的烟 两手撑着双膝 抬眸看着眼前的人 离婚 不让我给你赔偿 还送我许氏股份 对 左站撇着文件 凉酒 一丝笑意 在唇边敷衍 真是感谢我没碰你 许愿转过身 那我收回股份 你睡了我吧 点点的哀凉 在她眸底浸染 荧光线的缘故 看得并不清楚 左站扑吃就笑了 坏坏的 少在这扯 你这大好年华的 我是那种 辣手脆花的人吗 她说着就将离婚 写一书撕了 许愿莫得一致 你 纸片如雪 洋洋洒洒 左站起身 走向许愿时 两手插冬 微腐身 这都什么跟什么 你最近很不对劲 还和我闹别扭呢 话刚落 她的手机就响了 许愿有些不适 便从她身边越过 左站逆指 她的背影 促起了眉 留了沾百尘 应付酒会 许愿刚开车出 停车场 就感觉 控制不住的咳嗽 一口吐出的鲜红 是那样的紫眼 而此时 前方突然 竄出一段车 她像一时猛打方向 大闹眩晕的厉害 伴随着一阵 天旋地转 安全气囊 猛然弹出 这一刻 她仿佛看到了 年少时的左站 她望着她 笑得璀璨 好听的嗓音 也似天来 我家丫头 长得是真漂亮 等长大了 嫁进左家 当我老婆呗 她堵垫的连连点头 满心欢喜 好啊 一言为定 喜欢上一个人 没道理 也很简单 车子撞到了 什么停下 许愿脑海里 还有森丝的意识 迷蒙中 仿佛听见 一个声音在耳边 许愿 别吓我 你醒醒 隐隐约约的 她似乎又看到 那张俊逸的脸庞 许愿做了个梦 梦里左站穿着礼服 迎起的像童话中的王子 没清俊老 步入教堂 望着爷爷 还有自己的外公外婆 月月呢 我的新娘子 怎么没见人影啊 她去哪了 许愿 柔柔一笑 她还能在哪啊 明明就在她眼前呀 她伸手去玩 左站时 手指 却透明虚乎 许愿大惊失色 慌乱的一遍遍 喊着左站的名字 而对方却似乎听不见似的 许愿慌了 也惊了 泪水汹涌而出 哭得森心裂肺 而眼前却渐渐变白 满满归湖 她汉蹭蹭地睁开眼睛 才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身上的衣物 还是酒灰上的礼服 衣巾上含有些血 因为是红色礼服 所以分辨不清 而她的床边站着瘟医上 病情恶化的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 徐总 接受化疗吧 不用了 许愿直接拒绝 文医生扶她坐起来 想再说点什么 被许愿拦阻 真的不用了 癌症晚期的痛苦 是远超想象的 而化疗和透析 也只会加重这份痛苦 她不想再那样熬下去了 文医生又劝了几句 实在是执拗不过才离开她 病房里只剩下了她一人 许愿望着窗外溅起的黎明 她又躺下闭上眼睛 梦里的场景重现 左占温柔地称她为新娘 焦急地在找她 说过那不是梦 该有多好 清晨 张柏晨过来时 许愿又拿了份离婚协议给她 离婚的事 你去找她谈吧 好 还有 从今天开始 我就不去公司了 所有事宜都交给你和林副总负责吧 再派人 去国外安排一下 这几天 送外公外婆过去遗养 她又想了想再吩咐 嗯 老人那边 都嘴言点 别乱说 是 我知道了 张柏晨哽咽着 话音里带出了悲凉 许愿又在医院里住了几天 出院时才开手机 有很多信息 公司的 外公外婆的 闺蜜的 却唯独 没有作战的 她揉了揉眉 让张柏晨去左宅收拾自己的东西 之后她开车去看望外公外婆 两位老人年纪大了 突然听说要搬去国外就起了疑 一见许愿更是拉着她的手反复悬问 许愿只能用自己工作太忙作为理由 扯谎敷衍 她是外公外婆带大的 感情很深 而此时自己患病 若是让二老白发送黑发 她又于心何忍 先撒谎送他们出国 等自己离开了再嘱托他人员这个谎吧 担心病情被老神发现 许愿也没敢留宿 当天就回了许家 说大的别墅 此刻也显得空荡荡的 她站在客厅里许久 也没安排佣人就静止上楼 半梦半醒时 身上的剧痛实在是难忍 许愿半夜给张柏晨又打了个电话 上她去温医生那里 取一些止痛类的药物 浑浑顿顿在家里窝了几天 许愿爬起来收拾一番 开车取了教堂 每周一时 这里都会举办弥撒 圣歌缓缓 旋律扰扰 许愿坐在末尾 披着头纱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她并不是什么虔诚的教徒 她只是喜欢教堂的这种氛围 仿佛 仿佛再多的酬绪在这里都能烟消云散 一猜你就在这里 此性的男生低缠地在她耳边晕染 许愿一震 睁眼便看到身边出现的索战 男人望着她一笑 还动手在唇边做了一个晋升的动作 随之闭谋 陪着她继续 待结束了 许愿在奉献箱里放了一张一百万的支票 她不是想积服 只是觉得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也是好的 左站在旁边看着 也同样放了张支票 数何相同 两身缓步走出教堂 左站戴上墨镜 靠着车身动手点了支烟 没抽递向许愿 再看到许愿摇头时就笑了 不抽就对了 以前教你抽烟 是我不好 那个时候他们都小 他也没想那么多 特别来找我的 张秘书把离婚协议书给我送过去了 我也签字了 许愿心里一沉 却脸着情绪 哦 左站谈谈烟灰 落向她的视线隔着墨镜 让人看不清 股份我不要 而你 最近怎么了 不去公司 不问世事 和以前判入两人 没什么 许愿敷衍道 感觉她还要追问 就绕开话题 你和她 什么时候结婚 却不想 男人沉默了 慢慢吐了个烟圈 灭了烟 许愿定定地望着她 许久才听到她说 我欠了她一个名分 许愿一开谋 审笑 婚礼大概什么时候 左站凝着她思量了会儿 年底最后一天 还有两个月 而隔天就是自己的生日 到时候 这个世界上 应该就没有她了吧 许愿强颜欢笑 声音很柔 那提前恭喜了 阿站 左站脸色微沉 一把就挽起她的手臂 语气没了以前的轻松 为什么要给我股份 为什么不去公司 你到底怎么了 真没什么 就是累了 许愿扶开她的手 转身往自己的车走 走了没几步 左站声音就在后方响起 喂 我没收你股份 那你之前说的那句话 还算不算数 许愿脚步顿住了 晚上去我那边 左站说着上了车离开了 直到车影消失不见 许愿却愣愣地止步步前 混沌思绪跌宕 这个男人是什么意思 晚上 虽然许愿没有去左宅 但却接到一通电话 是闺蜜打来的 愿愿 我表弟现在出了点事 我在国外办声音宅 一时没法分身 你帮我去看看 许愿应下 地点是1944 本市最大的富二代聚集地 感觉事情可能会有变 化完装饰 许愿给张白晨打电话 派了几个保镖 他令这人感到时 大厅里吵得不可堪交 一大群人围成一团 中间领头的好像是一个阔绍 以前没怎么见过 很陌生 许愿大致扫了下 有几个负了伤 头上鲜血支流 而不远处 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男孩 差不多就是他要找的人了 具体怎么回事 阔绍冷哼了一声打量着他 你就是这小兔崽子 叫来送钱的吧 你听好吧 他在我这打伤了我们的人 还砸了不少东西 差不多加一加 五十万吧 你出钱 我们放人 否则 今儿就先吸了这小崽子爪子 酷哨巴巴巴地说了一堆 许愿两句话就听懂了 看向那年轻的男孩 你是 简岩的表弟 叫什么 苏伊末 他回了句 同时抬手抹了下嘴角的血子 又道 你是我姐的朋友吧 这事我能处理 不劳烦了 许愿淡笑 这男孩子看样子也就十八十九岁 倒是不怎么胆小怕事 但这事 可不是他这种小孩子能处理好的 许愿腻了眼阔哨 边开口时 边从钱家里拿出几张支票 分文不少 砸向阔哨身前 钱 不少你的 但你也打伤了我的人 又该怎么办呢 许愿语气柔柔却自带气势 此时后方就有人认出了许愿 急忙跑过来和阔哨儿语两句 阔哨顺时脸色大变 尴尬眨眨眼 忙陪笑道 哎 差点没认出来 原来是许总啊 你看看 我是有眼无珠的 废话我不想听 许愿直接抬手打断 你的保镖一眼吩咐 好好教教这位少爷 打人 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以笔之道 还施笔身 使他惯用的方式 阔哨彻底懵了 还想上前求饶 却被两个保镖阻拦 拖拽着向外 留下一路哭嚎的喊叫声 周遭的那些神 也慢慢地轰散了 走不走 许愿看着苏义默 男孩白皙的脸上 诧异未消 复杂地凝向他 是不是 做得过了 许愿不禁扑斥一笑 无奈地轻摇头 酷啊吗 我向来是帮亲不帮理的 你不了解 那你解清楚 她确实是历来如此 商场上的许愿 更是狠力冷决 任何方方面面 丝毫不逊色于任何男人 只可惜 这样沙发果断的女人 竟然在那个人的面前 默默卑微了这么多年 第四季 楼上 差不多目睹了全城的 墨渊和成桓 不禁连连拍手 吹了声口哨 这丫头 还是一点没变 左站大半个身子 起于光线暗处 勾了下唇 看来是她多虑了 许愿还是她认识的 那个许愿 也没什么反常的 许愿想送苏义默回去 再给简言打个电话交差 没想到遇到了墨渊 苏义默用舌头顶了顶脸颊 拿着金擦去嘴角的血 而视线 却是望着许愿上楼的背影 思寸着拿着手机 编辑了一条信息发送 任务我接了 楼上包厢 许愿一进门 就看到单人沙发上的左站 浅色的衬衫袖口微卷 还是那副大爷姿态 皮皮的 倒是有几分帅劲 展哥就交给你了 他有点喝高了 墨渊留了句话 就拉着成桓往外走 许愿看着桌上的 十几个空瓶 这是喝了多少 男人用那双烈焰的桃花眼 嘴蒙蒙地看着许愿 唇边还样着笑 几分邪魅 几分蛊惑 在这诱惑谁呢 许愿当机立断 你这男人桌上的手机 啊 联系你的未婚妻来接你吧 他说完就要转身 而手腕却是被人一把钻住 许愿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等反应过来时 已经被男人孤注了身侧 低唇雌性的嗓音在耳边响起 你跑什么跑啊 我能吃了你啊 他叼着烟仰头靠在插发 摇摇流产的事 我当时不该怀疑你 也不该和你说那些话 抱歉了 许愿一正 左站什么时候主动给人道过歉 看来真是喝多了 但心里多少有些软下来 拉着左站起身 行了 我送你回去吧 左站笑了笑 高大的身形几乎全落向许愿 嘴里的话继续 还有那孩子的事 是有些原因的 至于结婚呢 也是我一早就承诺他的 这么长时间了 也一直欠着他 男人的重量让许愿有些吃不消 量呛的险些要摔倒 你要是还想让我送你回去 就别再提他了 其实 有此意外 他为了救我 几乎抽干了半身血 就为了给我输血 男人的话语很轻 很淡 却直击许愿心脏 这就是他欠李梦瑶的原因 许愿苦笑地闭上眼睛 她的拼礼付出 到头来 竟然也只是给别人做嫁衣 你自己回去吧 剩下一句话 许愿头也没回的就走了 真想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一点都不重要了 因为很多东西早已无法改变 只是许愿没想到 他前脚刚回到许宅 不过几分钟 承桓和莫渊就把最军薰的左站给送来了 他们无视掉他脸上的复杂 直接轻车熟路将男人送去楼上卧房 在下楼时 莫渊说 两口子一泡米恩仇的事 还闹什么闹 还有你啊 好端端的 跟他三头什么地方 阿湛就那镜子 你等他过了新鲜旧就好了 等 他等了十五年还不够 还要继续等 可惜了 老天已经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莫渊和承桓走得很快 快到连许愿一句话还没说完 俩人就消失无踪了 他在楼下努力冷静了一会儿 才倒了杯蜂蜜水上楼 房间里 男人爸站着他的大床 头疼地扯着领带 他将水放下 起来 哦 这 话还没说完 他整个人被男人拖拽着压在床上 暗色中 左站眼神迷离 深沉 又炙热 许愿心脏莫名漏跳了半拍 再想说话 却被稳住了唇 一切都来得太快 许愿根本来不及想什么 等反应过来时 剧烈的疼痛感已经将他包围 疼 连走路几百米都会气喘吁吁 但现在的状况 也不是能够抗拒的 许愿 一会儿就好了 左站估着他 酒精的作用 让他无下其他 也顾不上身下人的虚弱 只能是用最残忍 狂劲的方式 一次又一次 许愿 强忍着咬牙 压抑着痛音 无措地扶着男人的手臂 疼 你慢点 左站也没听 也没理会 直到快要输解时 踩到耳边 呢喃含糊了一句 臣乖 瑶瑶 一瞬间 许愿整颗心都石化了 手机震动 有电话打进来 是一个陌生号码 许愿艰难地撑起身 接起后 那边传来李梦瑶的声音 许愿 你太不要脸了 你把左站带哪儿去了 我为什么联系不上他 质问的话 理直气壮 真以为会关着他 许愿冷然地 逆了眼身侧的男人 回了句 他在我身边 已经睡着了 这是事实 明显 那边沉默了几秒 接踵而来的 竟然是初一的哭脚 许愿 别碰我的阿湛 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别强迫他 就当我求求你了 这哭哭啼啼的小声音 楚楚可怜 一口一个他的阿湛 好像许愿才是那个 棒打鸳鸯的坏人似的 少在我面前装可怜 他吃你这套 我可不吃 许愿直接灌了电话 并顺手拉黑号码 转身看着睡着的男人 叹息地用手推他 起来 你的女神在找你呢 别在我床上躺着 左站慵懒地发了声 却没睁眼 反而在转身时 用一把将他扯过来 滴滴的嗓音 忍出酒精的蛊惑 还没吃饱啊 那再来一次 许愿是拒绝的 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在被喜欢的人再碰 但男人体力是真好 也似乎不给他 挣扎逃脱的机会 转天 许愿坐在楼下躺椅上 衣衫浅色真丝睡衣 手中拿了本书翻看 听着耳边 男人下楼的脚步声 才开口 餐桌上有蜂蜜水 能缓解宿醉 左站没理会 一官楚楚静止走向他 昨晚我和你睡了 许愿抬眸 男人没得往日的灿染 就连眸底都压抑着凝重 他看向别处 故作轻松 都是成年人了 就当是酒后乱姓吧 嗯 左站硬了声 细微间死松了口气 他拿着昨晚 就自动关机的手机 皱了下眉 昨天 瑶瑶找过我吗 找了 电话也打我这儿了 左站谋色一礼 收了电话 你和他说什么了 许愿拿说的手指顿了顿 男人声陷在楼 都说了 他性子柔 和你不一样 受不了什么刺激的 什么都没说 左站就已经给他判了罪 许愿欣赏顿顿的在头 但笑得却是更加明媚 怕他受刺激 那就先把你自己管好啊 左站被噎 脸色就阴了 但撕损着又低伸 抬起许愿的脸 保险的指腹 轻抚过他的嘴角 看似温柔 实则泛寒 你也老是管住你那张嘴 我们就还是朋友 接着转身 给许愿留的 只是一道清凉的背影 他气得一把将书 砸了出去 身体忍不住地在颤 朋友 谁愿意和他做朋友 激动的情绪引来一阵又一阵的咳嗽 许愿去拿药 却在放入嘴边时犹豫了 思量了几秒 他将那一瓶又一瓶五颜六色的药片 都倒进马桶 血癌 伴随着凝血性障碍 出血和咳血都属常态 当时 左站意外重伤 急需输血时 他不顾一切的活命相救 但结果竟然让别人钻控抢了功劳 不过 说到底身体变成这样 也是自找的 谁让他为了一个男人 这么放递作践自己 所以也怨不得别人 许愿疲惫地闭上眼睛 在醒来时 已经是早上了 他还有些发烧 取泡了个澡 穿上浴袍 给张百尘打了电话 许愿在房间里 稍微收拾了一下 再化了个妆 他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憔悴的模样 任何时候 他都要以最美最好的姿态使人 张百尘过来接他 碰巧苏义默也来了 有事 许愿淡淡地 边穿外套边往外走 苏义默点点头 从双肩包里 拿出张卡递给他 我姐让我过来还钱 许愿接下 转身向里走时 又将钱转给了简言 并发了条信息 当我给你工作室入股了 坐等翻红 许愿知道 简言工作室近两年不景气 这一笔钱肯定也是他筹借的 你要出门 苏义默在后方开口 声音轻缓细腻 许愿敷衍的恩了声 便上了张百尘的车 渐行渐远的护士敬礼 许愿看着苏义默目送群寻 那视线有点会目不清 但他也没多想 已经这样了 他不愿意再多浪费精力 在别人身上 脸眸靠着座椅 去西陵吧 祭拜一下父母 顺便再给自己选块墓地 沿途路过花店 许愿进去选了树花 在出来时 距离车子差不多十几步远 突然后方猛地窜出一辆货车 以极快的速度朝他这边撞来 风驰电车间 许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那样 劳斯莱斯静止被火车撞翻出去 一切太快 等许愿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那辆肇事的车早已无影无踪 而张白晨也满身是血地倒在驾驶位中 医院急诊手术室里红灯刺目 许愿不住地咳嗽 身上满是血 分不清是他的还是张白晨的 他可以笃定 那辆肇事车是蓄意的 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他 而张白晨只是在巧合之下成了牺牲品 阿湛 我不想打针 也不想输液 我怕疼 脚滴滴的女生在走廊上响起 许愿无力顾及 而对方已经注意到他 咦 那是许愿吧 寻着声线 许愿无力地腻了一眼 果然是李梦瑶 还挽着身影鼻挺地作战 李梦瑶来到 瞥见他身上的血迹 像是一只受了惊的小兔子 往左站怀里钻 阿湛 我晕血 也怕血 喂 那就先去闭房等我 男人声音清淡 却投出安抚 李梦瑶迟疑地摇摇头 还故意提高音量 不要嘛 我却要和你在一起 任何时候都在一起 左站紧了下没越过他 实现所向许愿 怎么都是血啊 哪受伤了 许愿心绪复杂 只说了句 没事 这么多血腰没事 检查了吗 伤口在哪 这样的询问 看似关切 实则许愿心里很清楚 不过是按于发小的情谊 朋友的关系罢了 可即便如此 李梦瑶还是听不下去 晃着胳膊 阿湛 我头好晕 好难受啊 左站没再停留 只深深地溺了许愿一眼 留下一句 有事喊我 便搂着李梦瑶 移步病房 许愿无力地 闭了会儿眼睛 手机就响了 一个是助理打来的 一个是警方负责事故 调查打来的 谈及的内容 如出一辙的相似 故凶杀人 他就是目标 神思片刻 他又给助理回拨过去 一个小时之内 给我查清楚 凶手身份 电话一收 手术室里的医生也出来 下了病危通知 张柏辰的妻儿都赶过来 颜面痛哭 那声音 撕心裂肺 仿佛一瞬间 就将许愿思绪 拉到了十三年前 父母意外 顽固时的场景 失去亲人的那种痛 许愿连想都不敢想 这么多年了 张柏辰的大半辈子 都奉献在许家 忠心耿耿 辅佐着自己一步又一步 此时敬畏着他 许愿心里 愈发不识滋味 尽可能地安慰了下属 处理电话就打过来 许总 查清楚了 是李梦瑶做的 他的目标就是你 至于到底因为什么 还不太清楚 许愿清楚 就是因为他和左站的那一夜 他强忍下咳嗽 交代了一句 把查到的证据 交给警方时 再给我一份 然后 硬撑着身体去了病房 第五集 病房里 左站正在为李梦瑶喝东西 从许愿的门望进去 动作极其温缓 许愿正要推门 而李梦瑶却是眼尖地 发现了他 极快地伸手环住左站的补颈 阿湛 我爱你 你爱我吗 突然替这个做什么 先喝汤 李梦瑶 补医补饶 还在男人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快说嘛 我想听啊 你都明白 又问什么 一句话 胡遗就是爱了 许愿心里冷哼一声 压不住的怒意 让他一脚将房门揣开 巨大的声响 让李梦瑶再度受惊似的 躲到左站怀中 还嗲嗲的 阿湛 左站放开汤腕 起身看向许愿 进来不敲门 怎么还踹门呢 许愿没理会他 竟直让去床边 未开口 却先笑了 那笑声很老 冷到像是蜡月的寒冰 情寒送料 李小姐 请问 是谁给你的胆子 连我都敢招惹 又是谁给你的勇气 连我的人都敢动 什么呀 李梦瑶装作无辜的能力 任何人都是望尘莫及 那慢慢泛红的大眼睛 可怜巴巴的 阿湛 他说什么呢 我怎么都听不懂呢 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惹了许愿不高兴 那我改可以吗 别冲我发火 左站急忙将他抱住怀中轻轰 没事啊 等我和他问清楚了 要是他误会你了 我让他给你道歉 说完 他急快地拉着许愿向外走 他力气太大 步伐如风 等许愿反应过来 人已经被他 按在走廊墙壁上 男人清淡的嗓音中 染出了一丝不耐 又要闹什么 许愿心里一正 闹 是不是在他左站眼里 无论何时 李梦瑶做了什么都是对的 他永远都只是 果乱闹事的 许愿深吸了口气 浅淡的绩效中透出嘲讽 哼 对 我就是要闹了 不过 刚刚左少不是说 要让我道歉吗 怎么道歉 显得诚恳啊 我进去给他磕一个 还是给你磕一个 左站凛然促眉 侧身放开他 你刚刚那话什么意思 许愿心里发凉 笑容也泛了 李梦瑶敢做出这种事 无疑仗的就是左站罢了 字面上的意思 具体的 你等稍后警方来抓人时 就清楚了 许愿自音平缓 转身时右眼 哦对了 进去告诉他一声 最好祈求张秘书平安无事 否则 他没继续说下去 微微垂下的眼眸黯然 语气更柔也更淡 阿湛 你是了解我性子的 就真别怪我了 左站见不过去拦住他 先说清楚点 张秘书怎么了 许愿不想再多说 默然地避开他 走向手术室 警方过来抓人时 许愿被被医生 调去办公室 等做了几项检查 再出来时 听说又上演了一场惨剧 许愿大概了解到 张柏辰的儿子 听闻凶手是李孟瑶 一时冲动跑进去捅伤了他 已经被警方带走了 张柏辰的妻子 哭着跪在许愿的脚边 求他救救他儿子 许愿痛苦的心脏发颤 尽力安抚下 在绕到病房区时 左站靠在医疗室门外 洁白衬衫上染了血 应该是李孟瑶的 他脸色沉得害人 就连看向许愿时 也没了平常的温和 别开口求情 他伤了瑶瑶 就等老底座穿吧 许愿的头莫名很疼 强撑着 可张秘书的儿子刚十七岁 还是个孩子 左家势力盖天 丝毫不逊色于许事 这件事情只要左站坚持 那张柏辰的儿子 这一生就都毁了 而且 如果不是李孟瑶雇兄 张秘书就不会替我受伤 他儿子也不会行凶 这一切的因果 都在李孟瑶一个人身上 你能不能弄清楚 左站冷峻的脸 仰起笑 声音薄凉 好啊 弄清楚 是瑶瑶做错了 但也是因为你和我 许愿一正 原来 他都知道了 那还无条件地 在默默纵容着李孟瑶 他是一时激动 但也没闹出人命 你就要关他进监狱 现在你秘书的儿子 刺伤了他 我关他 不对吗 平淡地聊聊术语 却残忍地刺痛着许愿的心 他慢慢冷静下来 那就让这两件事情底下 不可以吗 不可以 左站给出明确回应 这样觉冷的口吻 还真是史无前例 他以前为了救我 已经流掉了半身的血 这一次 他的血 我不能让他白流 伤也不能白受 许愿 这事你就别再管了 他绕过许愿时 还动手拍了向许愿的肩膀 却再没有了往日的感觉 许愿大脑有些混沌 眼前隐隐发黑 身子意识有些不稳 输的一道力气 还上他的腰 将他扶住的同时 声音轻轻 徐总 你已经怀孕了 就更要多注意 左站的脚步 当即就停下了 许愿也没太听清什么 只是隐约昏倒时 有人说了 什么怀孕的 他醒来是在几个小时后 鼻息里都是病房里 消毒水的味道 而床边 左站其常的身影 就靠坐在椅子上 许愿动了动 却被他一把又按回到床上 医生说你是劳累过度 先别乱动 许愿知道 问医生不会泄露他的病情 肯定是编的理由搪塞 我没事 他还是支起了身 左站拿了靠枕替他垫着 医生还说 你怀孕了 许愿没得正主了 怀孕了 就在那一次 而且还是前不久 医生说你血检查出来的 好端端的 做什么血检 男人挑起剑眉 有点发烧 就想着 详细检查一下 男人问什么他答什么 仿佛之前的争执不复存在 两久 左站才再度将问题绕回关键 怀孕了 那这孩子 有什么打算 他问的是怎么办 而不是好好生下来 而清凉的语气淡得像水 了无温度 许愿的心像是被什么握住 就连呼吸都缓了 如果 只是说如果 我不让你生的话 你会惯我吗 许愿慢慢转眸看向他 轻摇了摇头 不怪 但也不会原谅 挨沉默大于心思 作战凤眸深秘地望着他 两脚俯身在他额头上落下一板 总感觉这样 太亏信你了 不过 门后补偿吧 许愿闭上眼睛 隐隐地扶着被子的手 都是抖的 迎着男人向外的身影 他再次开口 能做个交换吗 门口脚步停了 用着孩子 换张秘书儿子的平安 至于李梦瑶孤兄的事 我也不追究了 许愿已经没有心力 再去追究计较了 左站的态度 像是一道又一道的打键牌 应声地给了他最明确的回应 而如果因为这件事 左许两家闹开了 那更是他不愿意见到的 左站思绪沉了沉 回眸时指言 再说 先好好养着 我去看看瑶瑶 听着房门闭合的声音 许愿整个人都虚脱了 他从未想过 自己有一天 竟然会为了一个人 卑微到这样 既然无法相扶一生 那就只能陌生了 病房门在被推开时 走进来一位医生 许愿抬眸就愣住了 竟然是苏义默 他看着他略微倡议的目光 微微一笑 如果告诉你 我是温医生的学生 还是你之后的负责医生 会不会更惊奇 许愿记得检验说过 表弟是医科大高材生 也听温医生提过一个学生 年纪不大 但是天赋异禀 能力极强 想不到竟然是同一个人 这算巧合 还是圈子太小了 苏义默过来测量下他的体温 一边填病例 一边说 你的病情我都了解过了 怀孕我也知道 但话音一转 他又附带了一句 带着孩子 保不住的 许愿惊诧地如遭雷击 你 你是什么 苏义默放下手中病例 一字一顿 你一直拒绝化疗和透析 药好像最近也没怎么吃 血癌晚期患者 还有宁血障碍 不治疗不吃药 能撑多久 所以 他顿了下 为了你自己着想 接受化疗吧 至于孩子呢 等骨髓移植时 一并做流产手术 但许愿的血型实在是特殊 相匹配的骨髓很难找到 所以希望几乎是没有 许愿大脑嗡嗡坐下 心口发颤 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竟然在这个时候 他要眼睁睁地看着孩子 陪着他一起赴王权 情绪的波动引起咳嗽 胃里也跟着搅动 许愿急不冲进卫生间 吐得昏天黑地 苏义默默默地在不远处注视着 手机振动时拿起 一条消息肉末 老板已经放话了 按计划行事 许愿坚持出院这天 下了雪 很老 而在这一天 张柏辰去世了 他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 唯一的儿子也被关进少管所 李孟瑶却是相安无事 还因为左站 支出两亿元的赔偿 免去一切责罚 许愿站在 人来人往的街道旁 飞雪落满双肩 脑中一幕又一幕 心也是麻木的 再无丝毫的感觉 我老公一辈子 都在你们许家 拼死卖命 最后都是替你死的呀 两亿 你前夫就拿了两亿 买我老公一条命 和我儿子的一生 许总 我不要钱 你倒是说句话 替我做做主啊 身前撕心裂肺的女人 揪着许愿的一惊 哭到昏厥 许愿面色煞白的相纸 颤动着身体摇摇欲坠 作战 到底是把一切都作绝了 上车时 助理换她 那一声许总 让许愿一瞬间 就想到了张柏辰 眼眶就犯了潮 她压下心里的窒息 通知 律师申诉 再想办法 把张命述的儿子弄出来 已经牵扯到人命 那就真的别怪她了 助理点头应下 发车时 又将一路文件 交到许愿手中 近一周内 合作纷纷被毁约 股价持续下跌 许总 再正让下去 不用半月 DIA股价就会跌停了 DIA是许市下最大的分公司 也是许愿一手创建的独立控股 如果DIA出事 那么许市也必受殃及 看着那一份又一份的文件 钻尽手指 这是有人在恶意竞争 先从DIA下手 一点一点 颠覆摧毁许市 只是幕后有能力 操纵这一切的人 许愿努力压下思许 对助理吩咐几句 车子很快驶回许斋 庭院里 有神仙他一步 左站下车时 随手拿了车门上的伞 走到许愿身旁 陈凯替他周取了漫天大雪 许愿之走助理 男人也秉退了秘书 但是我搭的庭院内 只剩下两人时 许愿率先开口 说过试问孩子的事 就不劳烦了 我自己会解决的 还是怨我了 行吧 愿总比恨好点 左站略显无奈地 轻轻摇了摇头 胡黑的短发随风浮动 配着只露雪缤纷 帅气地像是漫画图景 他伸手 轻抚开许愿脸颊上的发丝 孩子你想生就生 只是别让瑶瑶知道就行了 许愿默然地脸眸 从他身边越过走向别墅 D.I.A.最近发生的事 是你做的吗 左站没有急着回话 反而跟他一起进了别墅 再脱掉大衣 随手扔到一旁的沙发上再说 D.I.A.发生的事 我已经听说了 但如果我说 不是我做的 你信吗 许愿肩默 绕过他上楼 男人凝着他的背影 抬手捏捏鼻梁 好像不管他承不承认 自那一夜之后 他和许愿之间的关系就变了 他在看着许愿时 没有了从前那种 看待兄弟妹妹的感觉 左站深吸了口气 看着已经走上二楼的许愿 我都说了 真不是我做的 许愿脚步没停 只是回了句 知道了 第六集 许愿知道 左是有做这一切的能力 但这么做也等于是 欲识俱焚 左站何等聪慧 他就算是不念及着 从小到大的情意 也不会轻易拿走 适当儿戏的 可如果不是他 那这种伤敌 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 又会是谁呢 许愿很累 暂时理不清头绪 正想进卧房 楼下传来门铃声 左站还没走 自然地过去开门 苏义默看着他一愣 却自然地绕过他 将手中提着几袋东西 直接送去厨房 在出来时 抬眸看到站在二楼的许愿 我姐让我多抽点时间过来 照顾下你 我买了点水果和蔬菜 有什么想吃的 我去做 左站狭长的副眸 当即就沉了 森森地落向他 你是谁 你姐又是谁 苏义默指回了局 我姐叫简言 我是她的表弟 苏义默 左站谋色深了深 还不能说什么 手机又响了 她这边接电话时 那边苏义默也进了厨房 不光是左站接了个电话 许愿的手机也差不多同时响了 是左夫人打来的 院员啊 能过来一趟吗 我们有些话想跟你谈谈 就现在和阿站一起过来吧 左夫人一句话 许愿差不多就猜到要谈的是什么 稍微迟疑了两秒 便以身体不适婉拒了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不管长辈们再说什么 事情也不会改变 多见也无意 而楼下 左站也接了个电话 你说瑶瑶怎么了 这种病 片刻间 男人极快地走出去 许愿疑惑地眨眨眼 刚听说 好像李孟瑶得病了 但事不关己 她也没想太多 回房就躺下 再醒来时 已经是晚上了 下楼倒水喝时 竟让许愿出乎意料 餐厅的桌上 摆了几样精致的小炒 还有一碗早已经凉掉的小米粥 起来了 后方传来手缓的男生 淡淡 饿了吧 粥已经凉了 我去热一下 苏义木和尚手中的书 走过来收拾餐桌 走进厨房 没一会儿 就将热好的饭菜 重新端过来 在许愿面前一一摆好 许愿望着她 曝光中有着几分讶异 坐下时才思量着开口 阿炎 是不是已经知道 我病的事了 苏义木在她旁侧的餐椅上落座 摇了摇头 遵从医患守则 我姐并不知道 她只以为 你离婚后心情不好 哦 哦 难怪许愿醒来时 看到手机中 简言发出来的各种安慰消息 她松了口气 拿着餐勺喝粥 可能是怀孕的缘故 胃口多少 要比之前好了一些 苏义木给她加了些菜 要不要考虑一下 先接受化疗 许愿手中的筷子微断 但没停 直到勉强将一碗粥 东喝下 拿餐巾时才到 那样 就能挺到孩子 顺利出生吗 如果能让这孩子 平安顺利降生 不管是化疗还是透心 许愿都甘愿一事 这个我保证不了 但在医治手术前 我能尽可能地 保证这个孩子不流产 许愿现在就算是治疗 也是错过最佳的时机 只能是拖一天算一天 拖到骨髓匹配的人出现 那就不用了 她想赌一把 在不治疗不吃药的情况下 能否将这个孩子 平安地带到人室 如果不能 那么黄泉路上 有孩子为伴 也不算太孤单 宝宝 妈妈对不起你 但还是希望你能坚强 你已经是妈妈 现在唯一的希望了 许愿在心里呢喃 努力维持微笑 谢谢你做的这顿饭 也谢谢你 和我说了这些 回去吧 不顾自己生死 拼力想为孩子博弈吧 莫名地就让苏伊莫的 心上一紧 日子往复 东东转转又是几天 苏伊莫常来做点饭菜 为许愿检查了一下身体 确定无误后才会离开 这天门铃又响了 许愿以为还是苏伊莫 但是推开门看到的 却是两位西装革履的 中年男人 是左家的人 许小姐 老先生 让我请您过去一趟 可能担心许愿会拒绝 对方又马上补充道 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谈 许愿上楼换了身衣服 重新补了下妆 涂了正红色口红 才跟他们上了车 到祖宅后 许愿往里一走 就听到刺耳的瓷器碎裂声 还有老爷子震怒的咆哮 混小子 你这几天跑哪里去了 公司放着不管 又跑出去私换是吧 你真是翅膀硬了 长能耐了 许愿在玄关思量着 是往里面走 还是在等等 而老爷子这边就见到她 态度缓和几个度不止 愿远来了 快 过来坐 祖夫人也忙走过来 伸手扶着她 你这孩子呀 怀孕这么大的喜事 帮这臭小子买什么呢 快来 妈扶你呀 先坐下 随着她的到来 老爷子这边怒火 也演了不少 只有左站 阴得像是染了寒霜 冷冽的目光 一瞬不瞬地盯着许愿 一定又是在怀疑 是她捅出怀孕的事的 许愿不耐地皱了下眉 却微笑地望着周围几个人 客气地换了声 爸妈和爷爷才问 怀孕这是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之前金秘书去医院给我取钥匙 看到你了 就问了下温医生 许愿自然地又扫着眼左站 看吧 不是她多嘴说的 左夫人挽起她的手 怀孕是好事啊 我和你爸 还有爷爷 盼这天不知道盼了多久呢 一定要好好养着 至于 没等她说下去 老爷子顿时打断 至于那个李孟瑶 永远不可能进左家的大门 左站你就掂量吧 话一落 左站优胜的目光看向爷爷 不过许愿也听出来了 长辈们这是希望她和左站能继续的意思 她忙轻轻一笑 爷爷 我和阿湛 是真的不可能了 怎么就不可能了 你堂堂许氏的总裁 怎么能让你受这委屈 何况 你一嫁过来 只为这混小子 现在他又有什么资格 舍了你娶别人 他的心思 老人们早就看出来了 若是放在以前 许愿会淡然地一笑了之 而现在心里有种挣扎的痛 也不想忍什么 起身时说 爷爷 可能我和阿湛的缘分 已经尽了 您就别再说了 这巧扭的瓜他不甜 我和他 也真的不 我不管巧扭的瓜甜不甜 我只想管我这未出世的虫孙子 而且怨怨 这么多年了 你真以为 爷爷什么都不知道吗 许愿非正 担心爷爷在说什么 忙堂塞地找借口离开 刚到外面 他就有些咳嗽 强忍着鼻息 又是一阵火辣 果然流血了 而一辆黑色麦巴赫 也听到他身边 作战没下车 只是按开副驾驶车门 嘴边叼着烟 上车 送你回去 许愿藏了 染血的手帕 没拒绝 俯身上车 一路上 没有什么话 回到许宅时 左站镜子 脱去大衣 在客厅的沙发上 坐下来 见他并没有 要走的迹象 许愿便给他 倒杯水 身体还是很不适 便想上楼 却听他说 瑶瑶病了 许愿危症 哦 甘衰竭 必须马上找到 合适的甘原医治 男人语气低沉 从许愿的角度看过去 俊逸的侧颜上 染满了忧虑 许愿的心口 就有些沉浪 慢慢猜到 应该能找到的 别担心 左站抬手符合 冷峻的面容上 敷衍着 从未有过的心境 他本来身子就弱 这次还得了这种病 我是真怕他 出什么事 当初 李梦瑶救过他一命 这就像是 一笔巨大的人情罩 死死地 拢在他心上 形成了一种 无形的压力和束缚 但是落在旁人的眸中 看到的 就是满满的爱 深深的情 许愿的心 默得有些不适 不想过多停留 只说了句 能治好的 没事 就慌忙上楼回房 他是真怕再多逗留一秒 就会掌控不住 心下那丝 隐隐跳动的情绪 那是嫉妒 也是贪恋 许愿扶着自己平坦的小腹 努力长虚的口气 如果 只是说如果 左站知道了他的病 也会像这样一样 有一丝的悲伤难过吗 这一宿 许愿睡得很不好 临近清晨才睡下 又被门铃声吵醒 许愿下楼时 头还有些沉 可能是失眠闹的 也可能是有点发烧 但多少也有些烧习惯了 没怎么在意 推开玄关门 是过世的张秘书妻子 许总啊 他一开口就跪下来 泪水纵横 我知道你是好人 还派了律师过来 但李梦瑶那个女人 背后又左哨撑腰 我实在是抗衡不过呀 许愿连了下眉 忙扶着女人起来 她不是给你两个亿吗 既然你想要的是公道 而非钱 那把钱花在官司上 不就能事半功倍些吗 女人顿时恍然 但稍稍想了想 可是 凭钱的话 那些钱 怕是不够啊 记住 你的身后 还有许家 一句话 让女人彻底明白了 感恩戴德的鞠躬作医 才在亲属的陪同下 告辞离开 目送他们走远的身影 许愿的视线里 也注意到 不知何时过来的松一墨 极长的身影 简单的羽绒服 迎着后方的沉溪 灿然的笑容 似一道的清风 许总 怎么评价你呢 够坏的呀 拿她的钱 收拾她的女人 许愿一笑 以欺人之道 还着欺人之身而已 何况 这么大的事 又搭上一条人命 她只是想替自己的秘书 讨回公道 不应该吗 左许两家 不依明面上较量 但以荣克刚又有何不可 她练了下谋 你怎么来了 温老师把你交给我了 我就得负妻 主持医生的责任呀 苏义墨跟她一起往里走 开放式厨房 许愿习惯性地 打开冰箱拿水 砰的一声 苏义墨先她一步 关上冰箱门 升线熟合 别喝凉的 稍等一下 我去烧水 她麻利地脱掉羽绒服 卷起衬衫袖子 就开始忙活 顺带手地 还淘米准备熬点粥 许愿静默地 溢在一旁 目光轻轻落在她身上 实习期 就能带患者的吗 我能力出众 许愿微笑 这人倒是不谦虚 此时感觉到她的想法 苏义墨回过身又说 是真的 我已经准备考博了 你大学毕业了 虽然听闻医生说过 苏义墨的智商 超越普通人 但毕竟是刚十九岁 多少听起来 还是有点 讶异的成分呢 苏义墨的谋色 样大笑意 如果不是因为太年轻 很难让人信服的话 她早就想在几年前 就结业大学 考几个博士学位了 许愿惊叹 看来苏医生 以后必能成为 医界新锐了 有点佩服啊 那么 以后可以放心 让我做你的 主治医生了吗 其实 苏义墨已经看出来 许愿一再拒绝治疗 甚至连药都停用 无外乎就是想 保住父中孩子 拼命一搏罢了 不知是该赞许 她这份为母的执着呢 还是 苏义墨有些说不清楚 又担心她多想 忙在眼 你不想治疗 我不会比你的 她多少能在 许愿发病的折磨的时候 以医生的角度 结合出合理的方式 帮她缓解 虽然不知道这样的状态 到底能够挺多久 许愿头痛地 揉了揉太阳穴 便点头同意了 苏义墨轻松了口气 还想说的话 被许愿的手机铃声打断 第七集 许愿一步向外 接起电话 有事 我有些想不通 在张秘书这件事上 你为什么非要跟着脚活 左站的嗓音很沉 还煽动家属跟律师 你这不是果乱吗 脚活 果乱 这两个形容词让许愿不悦 但她一出口的声音 也是很轻柔的 讨回公道 合理合法 如果你非这么理解 那我也无话可说 好 你无话可说是吧 给我等着 那边直接收了线 许愿无力地 瞥了眼挂乱的手机 也没多想就被苏义墨叫去吃饭了 一天飞转 夜幕滑灯 许愿又有些失眠 望着落地窗外的霓虹 习惯性地轻抚着平潭小腹 心里森子 她能撑倒将这个孩子带到人世间吗 手机震了声 拿起来一看是左站发来的信息 关于孩子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明晚八点 遇见园 不过两秒 又补了条信息 就你和我两个人 转天晚上 遇见园 许愿开车过来时 刚临近八点 停车时 远处一辆黑色的宾利 隐约有点眼熟 她也没多做留意 别墅门没关 虚眼着 房内空旷 只有些许家具 空气中 还弥漫着一股 有些刺鼻 疑似消毒水混合的味道 客厅里 娇俏的女人 抵身浅色的毛泥小短裙 其肩短发及耳 还算是婀娜的轮廓 粉带清丽 红唇一张一息 见到是我 意外吗 刹那间 许愿就明白了 应该是李孟瑶 假借所占名义 发的那两条信息 意外谈不上 许愿莫然 只是吧 你想约我见面 还真不够格 一句话落地 许愿忽略掉 李孟瑶 冷珠的脸 转身往外走 你不是怀孕了吗 阿震让我来解决 这件事的 李孟瑶忽然在开口 许愿脚步 微致下来 蜜长的睫毛 眼下谋底 不该有的情绪 怀孕 是我和她之间的事 还轮不到旁人干预 你觉得我是旁人 但在阿湛心里 我可是她的爱人呀 李孟瑶冷笑地 朝着某个方向 递了一眼 继而 后方突然窜出 自个人高马大 一丝保镖的人 不由分说 上千控制住许愿 李孟瑶 你想干什么 李孟瑶不满她那副 永远高高在上的模样 越想越气 不是我想干什么 而是阿湛想让我干什么 许愿脸色暗下 李孟瑶是摆明了 想依仗着左站 才敢这样的死无忌惮 而她竟然真的相信了 那信息里的话 指一个人来 许愿冷然 刚想甩开保镖的桎梏 却换了对方精准的一拳 直击小缚 本来就虚瘦的身体 根本就承受不住 疼得倒在地上 和尚渗出冷汗 她咬牙撑起下爬起来 却是又被 刺风的保镖狠 踹一脚 再次倒在地上 李孟瑶在她身旁蹲下 其实呢 阿湛根本就不爱你 不过是酒醉一时糊涂 稍微犯下了一点小糊涂 她那个人呢 追求完美 又怎么会留下 这种恶心的乌痕呢 所以呀 李孟瑶故意拉长声音 看向保镖买 动手 先处理掉她肚子里的麻烦 对了 左手还交代了 不用手下留情 许愿来不及反应 四个保镖就上前 朝着她的小腹狠听 一脚又一脚 像霹雳啪啦 坠落的雨点 踹在她鲜瘦 又柔弱的身上 痛 痛到极限 但和心上被火开的疼痛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 自己心心念念 守候爱了十五年的男人 竟然会对她的狠心道受辞 就连腹中这个无辜的孩子 也不放过 可真的一切 如果不是作战受益的 那李孟瑶一个普普通通 毫无背景全世的女人 又怎敢如此 事实已经太过鲜明 只有她还迟迟地不愿接受 许愿根本抗衡不过这几个人 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量拳着身子 但剧烈的腹痛 和身下鼓鼓甚处的温热 已然让这些人达成所愿 旋即 两个保镖直接拽起许愿 李孟瑶拿了根金属制成的棒球杆 微笑地望着近乎虚脱的许愿 猛地抡起球杆 朝着她下腹惊吓 她本就是处处不如许愿 好不容易才争取了这未婚妻的身份 又怎能放任许愿怀孕生子 再夺回左太太位置 不可能 哎呀 下手可能中了点 但也别怪我呀 若是阿湛让我这么做的呢 李孟瑶用球杆抵着许愿的脸颊 笑得是郁家的灿烂 也郁家的毒辣 李孟瑶扔掉手中的球杆 还擦了擦手里染的血 再看着气息奄奄的许愿 中起梅 流了这么多的血 也受了重伤 明明是已经狼狈到了极点 但是那双眼眸 淫厉又冷蔽 像是折居的猎物 骨子里的气势浑然味觉 还真不愧是金融财团的第一许氏女财阀 光靠眼神就让李孟瑶的心里产生惬意 你杀了我的孩子 李孟瑶 这辈子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都会让你 生不如死 低雅的声音 自自从许愿强撑的牙缝中挤出 痛惜孩子的心情 已经像是一把烈焰 彻底淹没她的思绪和理智 李孟瑶眼神微闪 冷气了声 哼 威胁谁呢 既然敢做这一切 又还会给许愿留活路吗 先看看谁让谁生不如死吧 许愿 晚上还有一场好戏呢 你可要拭目以待哦 阿湛 阿湛 你快来救我 他们要杀了我呀 阿湛 李孟瑶拿着手机 隔空自导自演一出大戏 临挂电话时 还不忘气喘吁吁补了一句 阿湛 我爱你 救我 然后他摔了手机 扔出树米远 在挥身时 朝着身后的保镖吩咐 待会儿坐得干净点 什么都别留下 是 轩腾热闹的酒包卡座 你那小白脸 又出什么事了 莫冤细看 这都多少次了 承还也复合了句 左掌起身 捞起外套 静止扔下一句 一个个的 嘴边这么贱 他先给秘书拨了电话 定位李孟瑶位置 收到是在预警员时 目光泛深 也没顾得上助理电话 就先发车上路 一桶汽油 披头盖脸 嚼在许愿身上 汽油的味道 和血腥的味道混合 呛得让他 止不住地咳嗽 过度的湿血和重伤 他能够感受到 身上的气力 仿佛随着 这孩子的离开 再一点点地冲离 想挪下身的力气 都没有了 房内灭着灯 保镖们在周围 四处交洒汽油 李孟瑶靠在他身边 好像说了些什么 但许愿大脑 跌宕不动 一个字都没听见 他知道 自己要挺不住了 就像是这腹中的孩子 他那么拼死地 想保下来 但终究 只是他不懂 明明李孟瑶的愿望 都已经达成了 为什么还迟迟不肯离去 他口中所说的好戏 指的又是什么 一时越发模糊 许愿濒临眼袭间 耳畔又巨响传来 砰的一声 许愿强撑着睁开眼 那些保镖不知何时 已经撤离 些许的火光 和燃烧的烟气呛人 而李孟瑶竟然是 被绑上手脚 坐在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 有人吗 混乱中 有低沉男生传来 雌性又沙哑 熟悉得令许愿压意 而在换出口的名字 也终意让他呼吸凝脂 瑶瑶 左站王李走 率先注意到周遭已经起火 迎着滚滚浓烟 又道了一句 瑶瑶 你在里面吗 是左站来了 她 是为别人而来的 许愿无力地扯唇笑了 到底还在期望着什么呢 她都觉得不可思议 事到如今 她竟然还对她抱有着一丝的幻想 瑶瑶 左站踹开横在近前的几把椅子 剑步朝着火光中人影冲来 一把将李梦瑶抱住 这都怎么回事 你说上 许愿 她话没说下去 余光就是注意到 一侧摊在地上的许愿 这都是怎么回事 许愿和李梦瑶 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里 还有着满地的血 救我 阿湛 救救我 是许愿约我来的 她让那些人侮辱我 还打我 李梦瑶 楚楚可怜的泪眼婆娑 颠倒黑白的能力 倒真是让人望尘莫及 左站身 猛猛的意见 李梦瑶 从她眸中读出异样 剧烈喘息着 好像濒临死亡的挣扎 阿湛 阿湛 我的肝衰竭 我快 我快不行了 阿湛 赶衰竭三个字 向魔咒 瞬间挡敌在左站的大脑 她不再顾虑 长臂还住李梦瑶 起身拾望着许愿 别急 等我 我马上回来 离开的时候 许愿看到李梦瑶 得逞的冷笑 仿佛再说 看吧 她心里只有我 根本就不会管你的死活 她整颗心 坠入了万丈深渊 早已苍白的脸上 更是惨淡到 完全绝望 也是时候 该死心了 望着阵阵浓烟中 左站 急步向外的身影 许愿 直吃地笑了 却是笑到泪流满面 再见了 阿站 再见了 十五年的止爱 悲住的气息不受支撑 左站的选择 更是像是抽走许愿 生息前最后的一击外力 顺时间 就像是通空的木偶 偏然地闭上了眼睛 左站将李梦瑶 放置在远处的路边 解开她手上的捆腹 救护生马上就到 等着 话一落 她转身要把回 而长腿却是被李梦瑶 一把抓住 阿站 别 别扔下我 左站看着地上 匍匐的女人 她状态很糟 不知道是哪里受了伤 浑身都是血 呼吸引很急促 左站迟疑了两秒 你先等着 等我吧 没等说下去 就被轰天震响的巨响打断 砰砰的爆炸声 连带着巨大的大火 煞时间将整栋别墅 直接吞没 巨大的冲击波 也将左站整个人弹冲 撞到车身才停下 阿站 阿站 左站的身形 就像是被定住了一样 耳畔任何的呼唤声 都不起作用 她呆呆地看着那栋 爆炸完被大火吞噬的房子 扑面的浓烟 呛得她几乎昏厥 而脑中 一个意识也愈加地清浪 许愿 许愿 李梦瑶挣扎着起身拦住她 阿站 你别进去 那么大的火 你万一 让开 左站阴质的眼眸 额上抱起的青筋 吓得李梦瑶一颤 下一秒就被男人一把推开 她大步冲了进去 大火还在闪 浓烟阵阵 呛得左站有些睁不开眼 消防车已经抵达 消防员剑步拦阻 左站高大的身形 也是摇摇欲坠 艰难地指道了一句 就他 火势越来越善 又因为是冬季 整场大火持续了 将近三个多钟头 才被扑面 收拾参局时 消防员在爆炸的残骸中 勉强拼凑许久 才凑起了一具 残破不堪的尸体 许愿死了 但是那个未出事的孩子 死在了这场蓄意放火 人为制造的事故之中 这一场大火 震惊了整个地度 没有人想到 这个年纪轻轻 就坐拥才逝的女人 竟然会遭此恶怨 具体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警方已经接受调查 当事人李梦瑶 也被传唤作笔录 而左站当晚 是被救护车拉走的 他极力冲进火场 吸入过多浓烟 导致凶壳 送进医院进行抢救 他醒过来 已经是第二天 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旁边坐着的老爷子 许院呢 老爷子动了动唇 到底还是沉默 刹那间 左站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不 不可能的 他摇了摇头 拔掉手背上的书页针 先被起身 爷爷你不懂 许院那丫头 从小就胆大 甭管杉杉打猎 还是标试射击 她总跟着我 怎么可能会 别开玩笑了 左站顾不上拿外套 急步冲出病房 第八集 秘书瑞臣不放心 一度相随 但没走几步 就有人叫住了左站 左先生 左站危证时 有人让回到他面前 先是出示篱下工作证 然后道 我们是负责预警员 火灾爆炸事故调查的刑警 事故现场找到一具女尸 有极大的可能 就是许院小姐 因她执席亲属 只有外公外婆 有个养兄还在国外 暂时无法回来 查询户籍时 发现凝视她的前夫 也是现场的目击 没让对方说下去 左站顿时打断 不管你想说什么 但那具女尸 都不可能是许院 为什么 你有证据吗 对方眯起眼睛 左站仿佛听到天大的笑话 冷痴而笑 明明和颜悦色 而谋底却像是 先前那场熊熊烈火 听清楚了 我就是最好的证据 对方迟疑几秒 注意到她略显苍白的脸色 还有手背上 因为擅自拔掉针头 而溢出的烟红 皱了皱眉 片刻才说 我们能谅解您现在的心情 但案件还在调查阶段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许霄 解字都还没等说出口 对方就感觉到 左站那音质 近乎到痴人的目光 急忙改了口 他在帝都没什么清楚了 请先跟我们去认下尸吧 我去 左站想都没想 两个字一扔出 转身踏出医院 他虽然是有意抗拒和排斥 但到认尸时 水晨还是受老爷子嘱托 找借口带他去了警局 法医这边 常常走廊里 七八道身影 早已气力等待 左站是来得最晚的 莫渊和陈桓 还有其他几位 都是他们的发小朋友 因顾虑许愿在本市 再无亲眷 便都被警方叫过来 冰冷的停尸台上 白布一掀开 七八个人的脸色都沉了 每一位都是 钟鸣鼎时的附家少爷 看着这黑乎乎 一块又焦一块 散发着腐臭的尸块时 没有不适的吼吐 却已纷纷地红着眼眶 左站是最后才走进来的 瞥了眼台上根本无法辨认的残块 莫名松的口气 随之大步走出 再不顾任何人的阻拦 指言 不是他 绝对不是他 事发之前 许小姐已经怀有身孕 这和尸检结果一致 左站脚步停下 法医依着门框再到 许小姐生前幼年时 左腿骨折 植入过钢钉 这也是相同的 左腿骨折 还是因为当年她的缘故 左站挺拔的身形 莫名一晃 眼前一阵阵的隐约发黑 怎么都站立不住 左站还是不敢接受 也绝不认识 甚至连DNA的核对样本 都拒绝提供 一踏出警局 她就直接对着 瑞臣吩咐了一句 从现在开始 派人把许宅重新打扫 绝对不能留下 任何毛发指纹 她不接受 也不相信那具损毁成 那样的尸体就是许愿 瑞臣愁述了一下 但还是点点头 好 算了 左站又改口 还是我自己去吧 瑞臣没说什么 从后方从玻璃门踏出的 莫渊和陈寰等人 去喊住她 左站 莫渊和左站 年纪相同 几乎是从两三岁时 就凑在一起玩耍 情意更深 而这么多年 莫渊只会细看地 喊她站哥或者阿站 像这样直呼姓名的 几乎从未有过 许圈怀孕了 莫渊见不过来 往事平静的目光里 夹杂着星火 左站没有言语 莫渊咬牙 手指钻地嘎嘎走向 一把钻起她的衣领 她怀了你的孩子 为什么不救她 事发当时 你就在现场 为什么要先救别人 她从小就围着你转 你说什么 永远都是什么 你做什么 她都不会搏力 八年前 你差点出车祸 居然不顾一切地 跑过去推开你 自己的腿伤成那样 却一个腾子 都没和你说 你如果只是拿她当朋友 那你他妈 又为什么要娶她 为什么还要碰她 难道你看不出来 这么多年 她喜欢你 她爱你啊 莫渊说不下去 过分炸开的情绪 让她理智全虎 也毫不控制 狠狠一拳就抡了过去 左站亮枪的 眉朵眉闪 直接被打得 栽倒在地上 后方 承桓和其他人 静默地看着这一切 纷纷默然 从她身边越过 驾车而去 睡沉胡措的眨眨眼 刚想过来 搀扶左站 却被她大手一把推开 她亮枪地 坐在雪地上 舌头抵着底塞帮 吐了扣血水 慢慢地 静笑了 那笑很凉 也很复杂 那一定不是她 她不会有事的 不会 一定不是她 她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的 她像着魔一样 就重复着这一句话 深夜 保姆庸神 胆战心惊地 垂首位立两旁 看着左站一个人 在楼上楼下徘徊 先生 您是要找什么吗 管家没忍住 到底问了 左站来来回回 找了七八遍 几乎每个角落 都一无所获 最后才看向管家 她的东西呢 徐苑曾经在这里 住过七八个月的 他们曾经结过婚 但现在这里竟然 连她的一根发丝 都找不到 管家意识到 左站口中的她 指的是谁后 就跌下了头 先生 太太在和宁签署 离婚协议书后 就派人过来 收走了所有东西 之后又打扫过 所以 左站没再多说 转身急步出了宅邸 走得太快 连外套都没拿 她开车去了许宅 说大的宅邸 空旷地消脱 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是她的 左站深吸了口气 大步上楼 主卧和客房 逐渐寻找 觉得哪里不对 离婚后 许愿就在这里生活 但怎么好像是 被人提前打扫过的样子 干净 整洁到出乎想象 她身形轻亮了下 抬手复合 怎么忘了呢 许愿本来就爱干净 还有点洁癖 是容不下任何灰尘的 左站苦笑着 推门进了主卧 推开更衣室 衣柜里的衣服 一排又一排 都是按季节划分 她随手从衣架上 拿了一些 分批两包去卧房 再转身 整理着浴室里 一些的洗漱用品和化妆品 全部都堆到 主卧地板上 高高的像是一座小山 她看着那座小山 自嘲地呢喃 生我气了吧 所以才跑的 对不对 男神慢慢闭上眼睛 奇长的深情慢慢坐下 依靠着后方的小山 视线却是触及到谋充 她挪身过去 从桌下摸出一个大箱子 是紫檀木箱 很精致 打开的那一瞬 她的手都颤了 一件又一件 一份又一份 都是从小到大 她送许愿的 一些小玩偶 小首饰 还有近几年 李梦窈窕剩下后 她随手给她的 首饰老套 玩偶过时 口红色号不对 许愿又怎么会 看不出她的随意 但即便是这样 她还是要悉数地珍藏 左站大脑风风作响 整个人摇晃地 摊坐到地上 耳畔 像是被什么冲刷 有声音在回荡 爷爷 你要生气就打我吧 别打阿湛 阿湛胃不好 这杯我替她 阿湛为什么不吃鱼 嫌弃鱼刺 那我帮你挑掉好了 能 现在好了 吃吧 阿湛 无数的过往声音凝聚 淹没攻陷着左站的思绪 她颤动的手指 再也无法控制 眼眶就像是泛了雾 慢慢挣疼 凝城大雨 侧身抱着那座小山的衣物 对不起 我现在就带你回家了 市区 精致的小公寓 房内漆黑 李孟瑶满心复杂地 全坐在沙发一角 她已经几天几夜 没有睡过了 稍一闭上眼 火灾爆炸的一幕 就不断浮现 她很紧张 也很胶着 更害怕 各种情绪的交汇下 不开她 李孟瑶这才反应过来 阿湛 你喝酒 还没等话说完 脸颊就被男神 熟铁的手牵住 石火那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和警方说的 毫胡半分情绪的话语一旁出 就像是在里面 左站固着她 一步一步前一 最终将她逼入角落 因为你救过我一命 还有孩子的事 是我左家这边 让你受了委屈 所以你偶尔任性胡闹 我都不理会 还尽量护着你 但这并不等于 你可以打着我的旗号 为非作歹 有些东西 只要冷静下来 就会全部明白的 比如 事发当时 许愿怎么会和李孟瑶 同时在护肠 还有那满地的血 李孟瑶并未受什么伤 那就是 最重要的一点 许愿出行时 身边永远有着助理秘书 保镖 只有在见到她时 才会是一个人 这会是巧合 去他妈的巧合 左沾冷知的寒毛 蹦出火光 大手收紧 仿佛要将李孟瑶的下巴 给捏碎 说话 李孟瑶真的是被吓蒙了 全身血液倒流 红楼发紧 我 我 他编造的那些话 偏偏外扔还行 说我想骗左站的话 怕是 我 我也不是 李孟瑶 磕磕巴巴的 于公却撇到了远处 吧台 眸色一闪 猛眼 我 我说还不行吗 阿湛 你先 放 放开我 左站很力地一把甩开他 李孟瑶扶着墙 稳住身形 双腿还有些发颤 却努力往吧台那边 考 边走边说 别急 我先给你倒杯水 你醒醒酒 其实吧 这事挺蹊跷的呢 左站冷冷地看着这个女人 想听听大到底想要解释什么 李孟瑶 李孟瑶慌乱地拿着杯子 倒水时 故意侧下身 从抽屉里拿了一个小瓶倒入水里 端给左站的是一杯蜂蜜水 一瞬间 左站想起 以前许愿也是这样让她醒酒的 她闭了 她闭了闭眼睛 端起水被一饮而进 一见她真的喝了 李孟瑶转身就往卧室跑 有个东西 你看了就明白了 我去找 一进果房 李孟瑶就反锁了 两年了 她和左站从认识到现在 从未见过她如此 那很厉的目光 那终身的力气 仿佛下一秒就要将她给活寡了 她只能下药 那是托人买来的 能让人记忆混乱 更能催情 之前 左站重伤输血后 她就用过一次 这次是加强吧 但药小发挥了 一切都好办了 就像是当年 她能够记错救命恩人 那么这次 也一定能够模糊地 放弃自己的嫌疑 李孟瑶微松了一口气 目光凌乱 吞吞吐吐拖延时间 却忘了左站本来就醉了 药小会更快地发挥 左站莫名感觉躁热 难耐得像是有什么直冲下腹 直觉告诉她不对劲 她剑步走到货房门前 出来 你竟然给我下药了 李孟瑶吓得一战 纵然地用身体死死抵着房门 嘴里含糊颤 阿湛 我 我问你师伙当天发生了什么 你竟然给我下药 李孟瑶 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做 李孟瑶不敢挪开半步 又急又怕 眼泪也溢了出来 我 是我那天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我 你真是误会我了 是不是误会 我一定会查清 李孟瑶 如果让我知道 你和这件事有关 那你的好日子 你就到头了 敲门声 突然停止了 李孟瑶惊诈威证 阿 阿湛 待他鼓足勇气 偷偷开了点门缝 玄关大门也敞开着 早已空无一人 阿湛 李孟瑶哀怨地看着那扇门 这个男人就算是这样了 也不肯碰他 第九集 左站下楼时 步履不稳 每一走一步都恍若踩在棉花上 水尘的声音 也似乎从另个世界传来一般 他无力地挥挥手 似是支走了水尘 亮亮呛呛顺着街道走着 脑中一幕又一幕 营造的都是许愿的轮廓 他不由自主地呢喃 许愿 许愿 一袭反黑的眼前 又浮现出许愿的轮廓 死中都是大火 烈焰殆尽 而这一切慢慢像是化成了泡影 有什么东西在脑海中冲撞 极快地冲离着 淹没了所有的一切 似乎 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在被遗忘 左总昏倒了 快点来人 快 医院 紧急抢救室 李梦瑶寻医赶来 慌忙地拉住水尘 阿湛怎么了 他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会晕倒的 水尘一言没发 医生推门出来 酒精中毒和严重的微穿孔 需要马上手术 家属签下字 李梦瑶一直紧绷的心 这才放下了 幸好没有尝出他服用了那药 否则 他来不及想 忙拿过手术单 我是他未婚妻 我签字 水尘在旁边看着 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 老板从公寓出来时 状态有点反常 手术开始后 李梦瑶坐在椅子上 就开始抽烟 哭哭唧唧的声音不大不小 水尘静默地冷眼旁观 他只是一个秘书 老板的女人需要安抚 但与他何关 李梦瑶一直在哭 就连老爷子和左妇左夫人过来时 他还在哭 眼泪就没断过 我孙子还没死呢 你就在这里哭丧 老爷子震怒 去 把这个扫把心的女人 给我拖出去 没有左站在旁边 保镖自然不会顾虑 拽扯着李梦瑶就走了 手术过后 左站渡过危险期 便被送回VIP病房 但持续的昏迷 连续15天 都没有转型的迹象 医生是来了一查又一查 就差把整个国内 顶尖专家的云集过来 他们感觉 可能是某种药物引起的 但又没有十足的证据 最后 医生也只能说 这不是外伤引起的 应该是心理缘故 大脑承受太大刺激 为了保护自身 而选择逃避现实 一派狐言 老爷子直接拂袖离开 病房里 老爷子看着床榻上的孙子 又气又恨 昏小子 你是真昏啊 当初我不是提醒过你 别后悔 早知今日 又何必当初啊 唉 那丫头对你的心意 我们都看出来了 你就看不到吗 她哪里不好 你非要选别人 现在她走了 你又闹这出 这是想让我老头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你不多为我着想 多少也要想想你爸妈呀 左站昏迷了有将近三十多天 在醒来时 只觉得入目 一切都感觉很飘渺 左总 您可算醒了 睡沉的声音传来 她缓了一会儿 脑中混沌 只有一件事情 越发的清晰 刚想坐起身 却感觉到身体疲惫 动一下都很艰难 左站中了没 我怎么在这里 她看着手臂上 扎的吊针 直接拔掉 睡沉无措时 又听她问了句 现在几点了 左站扫了眼外面的夜幕 脸色一沉 拿过手机找到号码 就拨了过去 反复几次 都是对方已经关机的提示音 左站按此 近乎自言自语 许愿怎么还关机了 估计是埋怨我回得晚了 睡沉压意一浪 瑞沉 去备车 左站说着 挪身要下床 睡沉眼睛手快一把扶住 您昏迷了很久 先别乱动 不过左总 您说被车 是要去那里吗 回左站 徐愿之前打电话 说晚上找我有事的 左站也证了一下 转而问 你刚说我昏迷很久 什么意思 水沉隐隐感觉到 有些不对劲 具体解释了一下 他入院昏迷后的事 左站却亚议 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了 先别管这些 下来排车 我要回左宅 不能再让许愿等急了 短暂金额过后 水沉终于明白哪里不对了 许愿一个月前就已经 还有 许愿让左站回家商量事 不是在三个月前发生的吗 水沉越发觉得异样 勉强安抚左站两句 便把这事汇报给了老爷子 等老爷子和左父夫人 一同过来的时候 医生已经为左站检查完身体 几人移步办公室 现在看来 是选择性记忆障碍 左总最后的记忆 停留在三个月之前 左站忘记了这三个月内 所有的事情 包括许愿怀孕 火灾爆炸 也包括自己酗酒住院等等 老爷子和其他人都挣住了 门外 水沉听到里面的谈话 思虑再三 还是将手中检验化验灯 给藏好了 从办公室里出来 老爷子也是思前想后便说 湛儿的状态 你们也看到了 虽然对不起许家那边 但是我们得为了活人着想 不是吗 这三个月内发生的事情 以后谁都不许说出去 如果湛儿问起许愿的话 就说 就说她出国了吧 能满意识试一试吧 老爷子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为了守住左家这唯一的血脉 也只能处自下策 但愿她能快点走出来吧 彻底忘了许愿吧 国外 寂静的病房里 床榻上的神 手指慢慢动了动 沉睡许久的眼皮 也终于有睁开的迹象 先别动 你刚做完手术 还没过排斥期 低沉的男生郁染 去叫医生 一阵阵脚步声临近 刺目的电筒照射着瞳孔 美量的检测仪划过肌肤 感觉很真实 但又很梦幻 声音仿佛从另个世界传来 让人大脑放尘 许愿再度闭上眼睛 各项体征都是正常的 她外伤太严重啊 又刚做完医治手术 昏睡是正常的 三爷 请勿担心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许愿再有微于意识的时候 那缓缓徐来的歌声 愈发的清晰 耳术 仿佛被什么人握着 紧紧的 你终于醒了 男人的声音再度传来 许愿缓了很久 看着树木的一片雪白 隐隐诧异 这是哪里 她不是死了吗 这里是国外 你还活着 还做完了医治手术 耳术有男人的声音 许愿看向身色 和男人幽深的身谋相撞的一瞬 她不禁脱口 记 嗓音哑到极限 就像是拉扯的破损琴弦 微弱的气力 也在能发出半个子音 别怕 之前你一直用呼吸机 咽喉会有肿痛 慢慢就会恢复的 看着紧在咫尺的男人 许愿还是忍不住疑惑 她为什么会在国外 还有 寄放又怎么会在这里 寄放是她父亲生前收养的义子 多年来在海外帮衬着达理许氏产业 两人算起来 已经是十年未见面 平时里都是靠着视频和电话沟通的 许愿的疑问太多 几方替她爷爷被子 再度坐在一旁 就重新握住她的手 知道吗 你差一点就被活活烧死了 她轻叹了口气 目光深得深不见底 你到底是有多信任她 竟然一个助理都不带 就跑过去 让那种小人算计 我是该说你傻的 还是该说你糊涂 这不是责备 也不是质问 是关切到极限的一种表达 许愿闭上眼睛 过往一幕幕闪现 泪水巧呼声息 鼓鼓而下 寄放手足胡措地为她擦拭 自己犯傻 还有脸哭什么 许愿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落泪 只是感觉到 心上的某处 像是还停留在那场熊熊大火中 被烈焰生生地吞噬焚 李梦瑶找的那几个手下 提她打她 金鼠棒一次又一次 猛击她的小腹 鲜血顺着裤管 涓涓而讨 却抵不过那一句 左哨交代了 不用手下留情来得痛 她是有多少 才那样信她 被这样舍近 她是有多爱她 才那样盲目 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夺去 别哭了 你现在得养着 还没过排斥期呢 寄放又焦又急 却还要控制着情绪 尽量温声细语 既然看清楚了她的为人 往后别犯傻就行了 喂 真别哭了啊 寄放唐息地抱着她 着实不敢想 说不是她一早就安排人盯着她 自己又及时回国 那事发当天她就真 修长的手指紧拳 骨节上情经隐隐爆跳 信索的 这笔照 我先记下了 数天后 许愿身体略微好转 能在护士的搀扶下慢慢走路 继放在走廊上 一看到她 剑步跑过来将她重新保回病房 都说了 你还在恢复期 光一个流产最少要养一个月 还有一支手术呢 排斥期也要稳定半年 许愿还着她的脖颈 被轻轻放在床上 我感觉还好 想早点做附件 这么不听话 早点附件做什么 想回国 寄放伸手扶过她耳边的长发 轻扣着她的后脑按了按 你心里想的事 我知道 我会提你 寄放永远不会放弃 在爆炸前夕的一刻 她冲进火场 看着满身世纪昏迷不行的许愿 那一刻 又想毁灭全世界的冲动 说不是这阵子 要盯着她手术 无暇顾及其他 她早就将那个姓李的给活寡了 许愿摇了摇头 不用 等过会儿我自己处理 信不过我 几方质疑 转而好看的眉眼染上愁思 该不会还在顾虑那个人吧 许愿 都已经这样了 你要再犯傻的话 我 她脾气不好 许愿也没让她说下去 给予了笃定的目光 方哥 她和那个女人 合伙杀了我的孩子 还差点要了我的命 这种血丑 我怎么可能再犯傻 她为的那个人 已经痴痴傻傻傻了十五年 被一次又一次戳穿的千疮百苦 破烂不堪 事到如今 如果她再执迷不悟 别说是对不起自己 也对不起那个未出事的孩子呀 那你这是 这是我和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 你不了解她 还是让我自己办吧 继放不耐烦地沉了口气 虽然有些不悦 思存后妥协 行吧 不过排斥期半年 往后再休养几个月 等身体好一些了 再说这些 嗯 就先让他们逍遥一段时间 等她身体再好些 这笔血账 连本带利一起讨回来 十个月后 飞机缓缓下降 出了海关 徐渊远远地就看到了寄放 米粒挺拔 样样出众 身后跟了几个助理和秘书 大步流星朝这边走来 方哥这是怕我走丢了吗 他淡笑威仪 寄放无奈地苦笑一声 走丢倒不担心 就怕哪个不长眼的 把我家宝贝给叼走了 许愿笑容不减 走过去迎上她的拥抱 机缓一把将她抱起 稍微颠了颠 好像比我两个月前走时 又瘦了一些 都说了许氏暂时没什么事 你就安心在国外多痒痒 非着急回来 你呀 什么时候才能听话点 刚下飞机 许愿心情不错 顺带手挽起男人的手 我不是也挺听话的吗 你看看 这几个月 许氏那边 我都没管呢 反正我说不过你 寄放轻弹 从小在嘴架这方面 他就没赢过许愿 上了车 缓缓驶出机场 而后方 一辆劳斯莱斯 也正巧合他们的车 并肩骑行 车后窗内 俊逸的男人 轻按着眉心 另一只手 将叼在纯颜的烟点燃 些许微风拂过他的短发 也将鸟鸟的烟气吹散 许愿轻咳了两声 寄放急忙关上车窗 同时将许愿搂了过来 轻微的举动 正好是促顾 旁侧后车窗内 飘来的视线 左总 您在看什么呢 耳畔的声音 让男人回了神 他揉了揉眉 感觉刚刚好像看到了 但也可能是看错了 第十集 一路上 许愿的森许都有些沉 既放揉了揉他紧促的眉 都回来了 就高兴点 公司那些事慢慢来 别想那么多 许愿前但一笑 也像谋底的乱连入了心 他实在是想不通 明明已经将他逼入绝境 还残忍地夺走他的孩子 又为什么还要再为难许氏 近半年来 左侍不仅单方面解除 和许氏合作 还处处针对 恶意竞争 就连他一手创下的DIA 也被左侍侵吞 这个男人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先去吃点东西 然后带你去看新宅子 乖乖的 好好休息 几方看着他 总有些担忧 手术虽然成功了 但是这病并未彻底地根除 不过是从死神的手里 延缓了一些时日 具体的 他还要再想想办法 都听你的 这一句话 就像是一缕小风 直吹进几方心里 两个多小时后 车子在御锦院内停下 不光寄放有些不解 许愿为什么不住许氏 好宅 非要够新宅 地点还偏偏要选择御锦园 这里和十个月前 没有多少出书 唯一的不同是 在许愿的吩咐下 整个御锦园 全部被收入许氏囊中 重新整改 俨然直接入围 国内最奢华的 顶级住宅榜首 但失火的那栋别墅 却是原封不动 刚进别墅庭院 远远地就看到 玄关边靠了一个人 男人个子很高 轻瘦又不显单薄 配了一身浅色休闲装 再望向许愿的那一瞬 就露出两拍 洁白的牙齿 笑了 一月不见 还是这么漂亮 苏毅默开了口 许愿回之一笑 当初 寄放从大火里 救出她时 已经没有呼吸 是苏毅默 一次一次地 心脏复苏 这才救了她一命 当晚寄放安排人 直升机 接他们直飞S室时 苏毅默也一路跟随 治疗期间 她更是不辞辛苦 陪伴左右 直到一个月前 因学校这边有事 不得才回来 一行人进了别墅 许愿脱掉风衣外套 阿莫 我记得你上次说考试 怎么样了 已经考完了 等通知呢 她笑笑 先去厨房 看看佣人们准备的饭菜 尝了尝味道 提醒少放盐 再出来时 如果我考上了 有礼物吗 当然有了 寄放是越看苏毅默 越不顺眼了 她都后悔 当初为什么要雇佣 这个小医生 让她劝许愿治疗 结果无济于事 好像还闹出点别的什么 去那边坐着去 寄放直接扶开苏毅默 拉了许愿换了个位置 苏毅默微笑依旧 看到佣人那边 准备得差不多了 就喊他们来吃饭 一顿饭非常融洽 过后许愿也有些累 就上楼休息了 等一觉醒来 朔大的房间黑漆漆的 手机一闪一闪 提示有多条未读消息 她没看手机 起身披了件外套 就去了阳台 一闲置下来 万千的思绪 就像是破茧的小虫 零七八落堪式往外用 可不可 后方有温缓的声音传来 继而一杯温热的奶茶 遍地到她的身旁 许愿握着掌中水杯暖暖的 你怎么没走 苏毅默单手 撑着阳台的围栏 担心你一个人时 总胡思乱想 想着陪陪你 等哄你睡了 我再走 许愿没忍住笑了 过往这几个月 每晚都是苏毅默 或者季芳陪在她床边 确定她真的睡下了 才会离开 她叹了口气 看来 你还真是一位 认真称职的好医生 不过怎么办呢 我今晚不困 也不想睡了 苏毅默轻动了下眉 随之便又听她说 要不要陪我去个地方 请你看场好戏 苏毅默没犹豫 挽起她的手 荣幸之志 许愿换了身衣服 化了个淡妆 在车库里 选了台火红的超跑 便领着苏毅默驾车而出 夜晚的路上 车水马龙 许愿车技惊战 行云流水般地 在车海中穿梭 甩过一辆又一辆 速度是越来越快 苏毅默以前是有领教过的 但还是不由自主 握紧了安全带 一直等车子停下 苏毅默还有些缓不过来 她望着先移不下车的女子 心里苦叹 还真是个疯丫头呢 这里是地下停车场 苏毅默刚想下车 却被许愿拦住 她眨了下眼睛 手指放在唇边 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苏毅默了然 等了一两分钟 电梯那边就有声音传来 李总 这些都是DIA以前 和济世合作的 现在济世单方面毁约 虽然对我们貌似 没什么影响 但以后怕失 怕什么怕 没有了济世 不是还有左侍吗 难道左侍实力不够 李孟瑶趾高气瑶 一股不知道从哪来的自信 永远那么蛮横 许愿扯唇冷静一笑 转身朝一辆蓝色畅袍走过去 李孟瑶身后跟了两个神 簇拥之下也往这边走 短暂的视线相交 李孟瑶就愣住了 半上才在后方助理的提示下 反应过来 却生就难抵脸上的惊叉 你 你 是人是鬼 不可能 许愿明明已经死了 他亲眼看见的 死在了那场大火和爆炸中 尸体都四分五裂的 怎么 坏事做多了 很怕见到鬼 许愿淡淡的 甚至脸上还带着一丝浅笑 李孟瑶还是难以置信 看着许愿往自己这边走 下意识想后退 但已经晚了 因为许愿根本没有给他避开的机会 直接抬手赏他一巴掌 后方 小助理不明究竟 上前还想替李孟瑶出起 但是刚凑到近前 就被许愿另一巴掌闪开 还附带一句 滚一边去 随之 许愿冷烈的目光 看向了另一边的助理 不想挨打 你也快滚 李孟瑶捂着被打的半边脸 发懵又发慌 急忙想跑 却被许愿一把擒住手腕 重新拖拽过来 哼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吧 李孟瑶 你和我的这比仗 是时候该算算了 华音落下时 他手一摇 干净利落 又扇了李孟瑶一巴掌 杀了我的孩子 还想杀了我 是吧 再一巴掌落下 许愿面不改色 但是没想到啊 我还没死 李孟瑶 我是不是说过 别惹我 李孟瑶被打得晕头转向 除了疼 更夺的是恨 目光愿毒的像是毒蝎 咬牙且吃 是 话还没说出口 许愿的巴掌再度落下 哼 现在 还来夺走了我的D.I.A 谁给你的胆子 哦 你又要说这些 都是那谁帮你的了 你以为事到如今 他还能再保你多久 许愿终于放开李孟瑶 准确来说是衰开的 李孟瑶狼狈地趴到地上 长发凌乱 脸颊红肿 哦 这只是一个小前奏 血债 得用血来掌 但死太简单了 我要让你 生不如死 哼 好好等着吧 许愿居高临下地 逼逆着李孟瑶 留下一抹嘲弄的冷笑吼 潇洒转身 上车 按倒车时 单手拍了下苏一抹的肩膀 挑眉 稀好看吗 苏一抹哧就笑了 很精彩 很好看 那陪我喝酒去吧 车子松的一声 驶出停车场 直奔一九四四 躁动的舞池 喧嚣的音乐 精致的卡座里 一排又一排的俊男靓女 占了两排 许愿端着一杯鸡尾酒 情歪了下头 随意抬手一挥 对领头妈妈桑道 都要了 妈妈桑大喜 忙嘱托这些人好好招待着 苏一墨 俊脸都沉了 看着扑过来的男男女女 整个人都不好了 起料下一秒 许愿扣着她的衣领 将她扯过来 为罪的气息紊乱 好好玩 别闹 然后 她又拨开苏一墨 对服务生说了句话 服务生连拘了几宫就出去 苏一墨还想问 而楼下敌决先一步 还取配着话筒音量极大 今晚全场消费 都有苏公子买单 苏一墨叹了口气 得了 这一个月的兼职费 算是全交代了 而许愿扯开包包 将一张卡随意地扔给她 有我呢 怕什么 看着手里的那张卡 苏一墨拨开旁边 凑过来的女人 更是无语了 有些关于她的秘密 已经是不知道 该怎么跟许愿说了 楼上特定包厢 陈寰脸色糟糕地 偏着妈妈糟 什么叫人都被挑走了 谁挑的 这 还有 谁他妈给前程买单了 苏公子又是谁 莫渊也莫名地来了火 今儿明明是她生日 领人过来消遣的 怎么就风头上 别人抢走了 行了 说不定从哪冒出来的爆发户呢 一侧的左站 低沉的声音传来 莫渊却是怒意未消 冷然瞥了眼后方秘书 去啥 秘书领命出去了 他妈的 莫渊一脚踹开了近旁的茶几 不慎碰到旁侧的左站 男人夹着燕的手指微动 目光落下他 至于他 你他妈闭嘴 现在看见你就烦 莫渊扔了一句话 拿了外套就往外走 左站俊烟也有点太不好看 自从许愿那件事后 这些兄弟也是受左家老爷子嘱托 不当左站的面提任何关于许愿的事情 但莫渊却是耿耿于怀 每次见到左站 不是借题发挥 就是指桑骂怀 然后不欢而散 楼下的桌上 一盘盘的美酒香槟 许愿动手轻轻一推 逆着周遭的这些人 都喝了 有红包 终为人疯巧 他也顺手拿了杯 刚戳一口就被苏义墨夺走 身体要紧啊 你给我少喝点 许愿偏憋嘴 而余光正巧腻倒路过的一个人 侧眼有些熟悉 他眨眨眼睛 莫渊 莫渊听到有人这样直呼姓名 脚步不禁一顿 扫了下四周 视线慢慢落乡这边的卡座 许愿 倒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自己都愣住了 莫渊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后 还是讶异失声叫了句 卧槽 而此时 许愿早已越过卡座 走到他身前 一双熟痰的眼眸 带着酒精的微醺 望着他长了长 怎么 莫渊难抵心下疑惑 上前扶住他 剩下左右前前后后一番检查 你这是干什么呢 阿渊 莫渊确定没有整容的痕迹后 才松了口气 展臂使劲抱着许愿转了一圈 你没死啊 真的太好了 许愿笑了下 拔了开他后 有些不受酒力身子摇晃 莫渊又扶住了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爆炸失火时 你不是 是季凤 酒力还是有些上头 许愿没说完 但是一个名字 莫渊也就瞬间了然了 有小三爷出马 也难怪了 小三爷是季凤在外时 众人对他的称呼 莫渊还想跟他再聊几句 只可惜卡座这边却传来了声音 不约不约 小姐 你别太热情 真不行 苏义墨被周边这几个小姐姐的狂热给弄蒙了 无措的连连比开 而声色的反应和俊俏的模样 俨然成了这里最抢手的一块小鲜肉 设身垂涎 许愿不禁也笑了 忙对莫渊说 我哪儿还有事 改天再聊吧 说着让回到卡座 耳朵都聋了 没听见他说不约吗 许愿一把就将苏义墨从万花丛中拉拽出来 转身把黑卡伸给酒保结账 捞着外套便和苏义墨下楼 苏义墨担心他摔倒 索性就将他给背了起来 我们都喝酒了 就别开车了 许愿趴在宽大的背上 眼皮有些打架 含糊道 把小红扔这儿多可怜 我乖喜欢的呢 苏义墨知道 他口中的小红指的就是那台火红的窗袍 刚想再说话 雨光却看到从1944走出的几道身影 而其中的义墨挺担 还是放手 不是吗 这话一语双关 许愿莫名的心脏一致 无力强笑 那随便好了 苏义墨背着他 沿路走了差不多几十步 轰闪许愿为了一阵不适 他挣扎了一下含糊道 等苏义墨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 但幸好紧要关头 许愿避开境界难忍 喷涌而出的污浊 本应该落在旁侧地上 但偏偏 一辆麦巴赫从旁驶过 外加一阵击风鼓动 全树喷洒在麦巴赫挡风玻璃上 车子前行万里时 急刹车 苏义墨无奈地叹了口气 急忙走过去亲扣车窗 抱歉 话还没说完 随着车窗滑下 苏义墨看清了车内男人 朗俊邪似的轮廓 稷儿愣住了 后方又传来刹车声 一辆兰博基尼 紧贴着麦巴和车尾停下 莫冤推门下来 没问什么 但看到左站的那一刻 她眼眸一沉 便对苏义墨抬了抬下吧 没事了 你走吧 之后 又附加了一句无声的唇语 照顾好她 苏义墨低着低头 背着许愿往前走 只轻轻错间一过 挂在男人背上的那抹身影 不经意地就落入左站眸中 她黑眸当机一顿 极快地推门下来 往他妈哪看呢 莫冤故意用身形遮挡 左站不耐一把推开她 但很可惜 苏义墨已经背着人转了班 怎么 你将那瑶瑶满足不了你了 该成男女不济了 莫冤冷嘲调侃 我记得我好像没得罪你吧 左站冷然 脸色染了雾暗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莫冤缴获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自然懒得和她斗嘴 一脸无味地走了 一夜无梦 今早 许愿洗漱好下楼时 就看到苏义墨正在接电话 谈的是幻公寓的事情 只早点时 许愿便说 公寓就别另外找了 搬过来住吧 拼请你当私人医生 如何 苏义墨尴尬几秒 她只是想换一个大点的公寓 才退租的 但搬过来住的话 不仅能多照顾下许愿的身体 还能多相处一下 貌似也不坏 便没解释 只应下了 吃过饭 许愿就出了门 寄放给她新委派了秘书 消罪 一位无论从外貌 还是气质上 都绝对硬汉的男人 也坚持保镖 这次缓缓驶入商业区 许愿移开手边 移落文件 抬眸放向车外 那件事 开始办吧 是 消罪应言 连续拨了几个电话 吩咐安排后 又余光落回她 那您现在不去商贸吗 那边人都已经到了她 两件事同时进行 并不耽误 好 虚余后 纯黑的宾利抵达商贸 助理俯身开门 银色高跟鞋落地 许愿一身华贵的俯身 漫步下车 小嘴绕过来 将长款封衣 擒在她肩上 后方秘书助理 各为许氏高管 西装革履 在浩浩荡荡 十几人的错拥之下 静止踏入大楼 大厅里 另一行人也刚下电梯 左站依旧英气 挺拔的身影 在后方数人的陪同下 重心捧月般往外走 一出一进 一边浩浩荡荡 一边气势威严 不同的方向 交汇得一顺 是一臣率先注意到 那边为首的许愿 下意识地愣了愣 随之就看下老板 左站却正在交代 副总工作 像是什么都没看到一样 水尘张了张嘴 但到底还是没说什么 两拨人很快遇过 许愿面色平静地上了电梯 随着梯门闭合 远处那若遗若现的身影 逐渐消失 她拳着手指 莫名地还是捡了几番 果然 胡法一生 就只能陌生 他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细想想也挺好 最起码能免去不少麻烦和顾虑 不是吗 许愿领着众人进了竞标现场 说只是为了几个项目竞标 她是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的 今天如此 就是想高调通知圈内所有人 许氏总裁还健在 让这几个月内对许氏虎视眈眈的人趁早收心 威慑效果不错 除了引起媒体的哗然同时 也顺带拿下几个项目 买了两块地 处理完这些 再下楼 许愿一般听着林副总的汇报 一边嘱托着下属做事 等出了大厦 萧醉才把旁边提醒了一句 许总 许愿寻着她的视线 看到不远处路边 斜身倚靠在劳斯莱斯的男人 还是刚才照面时的西装 可能是有些热了 脱去了外套 只穿着白衬衫 钻石绣扣 在光线下和那张俊颜一样耀眼 几乎是视线相撞的瞬间 许愿停下脚步 交代两句支走后方这些人 望着她 许愿脑海里就回荡着那句 左少还交代了 不用手下留情 隐隐地手指全紧 谋敌的恨意已随之欲冲 什么时候回来的 左站大步过来 一道劲前 单手端起她的脸颊 还有 刚刚是不是故意假装没看到我 许愿冷冷一把扶开她 面容默然 你不也假装没看到我吗 左站 微正 触及到她眸中的凉薄 拧了下眉 还以为看错了 那天晚上你找我 我没过去 你就出国了 怎么都联系不上你 还以为你得等许氏彻底破产了 才能再见面呢 他叹了口气 仔细想来 这几个月来 故意和许氏恶意竞争 也算有了成效 最起码 这不是把她给逼回来了吗 但这一句话刺动了许愿的神经 她的视线也音质起来 所以说 左站 许氏这近半年来 合作屡屡被解约 客户被抢 DIA被人轻吞 股价大跌 这些都是你做的了 这些问出来 许愿的呼吸都在颤抖 她想起十月前她的绝情 想起大火使她的离去 一时间有种想杀了她的冲动 曾经放在心肩上 不惜豁出命也想去爱的人 和现在痛恨入骨 恨不得错骨扬灰的 竟是同一人 左站倒是面镜如水 淡淡的 嗯 都是我做的 许愿激紧瞠目欲裂 为什么 许氏有什么地方对不住左侍了 让你要这么赶尽杀局 左站对她的激动一正 和公诉无关 是因为你 什么 许愿讶弥意 因为你不告而别一足了之 还不让任何人联系 许愿愣住了 这都是什么荒谬的说辞 她当初不是走 而应该是死在她的面前了 这个男人 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 你 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直冲上头 话没再说下去 她就仰起左手 朝男人甩了过去 但巴掌没落下 手腕被左站一把扣住 怎么还动手啊 许愿咬了咬牙 继而一脚朝着她长腿踹了下去 左站没防备 还正好踢到她的右膝 疼得撕了声 你怎么可以这样 在毁了她的一切后 又妄图四溢毁了她的公司 连艺术创办起来的DIA也不放过 左站谋刺一按 刚想说话 许愿又踢了她一脚 左站 你真是太过分了 这一脚正好直击某冲 左站脸色猛的一变 其肠身形略弓下身 往哪踹呢徐愿 你疯了吗 左站 你给我听好了 我已经回来了 左站拿了我许试多少 就给我还回了多少 就算吃进去了 也得给我乖乖吐出来 还有 从今以后 我不会放过你的 话落 许愿顺着男神倾向的身形 抓着她一肩 屈膝朝着她小腹补了一下 甩开她 转身走向自己的车 徒留下的左站 脸色阴得能低出没 许氏集团 许愿坐在办公椅上 仰头浮合 还以为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心早就已经死了 没想到还会痛 阻振啊阻振 到底要把我毁成什么样 你才能彻底甘心 外面 寂放透过玻璃窗 撇着里面的人 深眸疑惑地咪了咪 小醉耳语几句 这才了然 她推门走进来 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放在许愿面前的桌上 打开里面 是一颗颗精致的手工巧克力 机放拿了一颗 包开递给她 和那种人生什么气 许氏又不会垮 来 先吃个 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 许愿没好气的一台谋 神情很老 不会垮 所以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左侍那边 轻吞许事 也无动于衷 甚至还隔岸观火 袖手旁观 寂放无奈的 没说错 但我这么做 不就是想让你看清楚左侧的为人吗 别傻了 玄玄 她根本不值得 就为了这个 她就能眼睁睁地 看着许氏被人坑 被人吞 我看你和她 也是一样的人 出去 许愿气不顺 把她赶出去 萧嘴是隔了很久才进来的 许愿情绪平稳了很多 抬眸 那件事 办得怎么样了 很顺利 已经办完了 她点了点头 平复下心境 不管左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也不管李梦瑶淑和 她不仅不会让他们如愿 还要这对男女 付出代价 办公桌上所有东西都被一扫再定 李总 别这样 委任书只是延后了而已 要不 你再和左侧说说 让那几个股东 别再难为了 小助理慌忙劝着 手里还拿着毛巾裹的冰袋 不断地往李梦瑶红肿的脸颊上敷 李梦瑶一把扶开助理的手 起得大脑缺氧 不行 这事不能让她知道 不禁董事会的委任延后刁难 就连之前许愿打她的事 李梦瑶都只能咬碎牙往肚子里咽 为什么 如果让左侧知道了 他必定会详细彻查 那三个月发生的事 又怎么再掩藏 他只是丢了点记忆 并不是丢了纸伤 他不能让左侧知道 绝对不能 李梦瑶努力让自己冷静 不过就是许愿在丛中作梗而已 对付这个 她还是有些办法的 转天清晨 许愿准备去公司 萧醉远远就下车走过来 许愿走了几步 似想到什么 好 你先去帮阿末搬家收拾东西 过后再来找我吧 萧醉挣了下右手 许愿谋色一沉 但到底还是一言没法上了车 驾驶位上坐了个人 她以为是司机 也没多注意 随着车子的发动驶出宅邸 许愿翻看笔记本电脑 半赏开口道 我桌上那盒巧克力 今天让人抄空 给左上送过去 前方驾驶室内有人出声 许愿是真的没多在意 继续看着电脑屏幕 她生日就当礼物了 前方的神扶着方向盘的手揮紧 年年我生日 你不都是亲手画幅画吗 今年怎么换巧克力了 许愿正主了 这熟悉的声线 底沉雌性的扫音 不是左站又是谁 她令山抬眸 往驾驶位上看了看 还真是她 你 你怎么在这 第十二集 左站深吸了口气 昨天打够了吗 公司的事 我知道给你们许事 造成了负担 但是全部损失我会赔偿 DIA你不是也要拿回去了吗 这事就死打住 行吗 左站知道 贸然对许事做这些 确实有些意气用事 很不明智 但如果不这样 许愿能回来吗 左站现在都不理解 她当初为什么要走 还不联系 许愿深吸着口气 公司这么大的事 左站就这一句话 轻飘掠过 且不论这实不实际 那她之前所受的屈辱和伤害 还有那个未出世的孩子 这笔血债又如何清算 许愿不想打破自己的计划 话题绕了回去 你怎么会在这里 请你去生日趴 我公司还有事 不去 许愿继续翻看面前的电脑 左站单手拿了直言点燃 三十岁生日 而立之年 我亲自请你也不去 许愿低头继续忙碌 你三十一了吧 她不吃一笑 去年你没陪我过 不算 许愿冷哼一声 她记得去年好像是李梦瑶在孕期 左站整天围着转 自己说不过生日了的 不去就算了 不过你出去这么久 想我了吗 左站侧过身 单手扶着座椅 漂亮的桃花眼 微微一眨 养出的笑 是真有俘获人心的魔力 许愿放在键盘上的手一顿 左站完全不顾 还在行驶中 长臂过来 在她头顶上扶了扶 先别看见脑了 就真没想我 许愿抬起头 清冷的目光迎上她 停滞几秒 不知想到了什么 就一开谋改口 生日趁我去 开车过去吧 左站觉得她眼神有点奇怪 从昨天重逢后 许愿很多地方都不对劲 但一时也分辨不出是哪里 可能是分开十个月 彼此有点收礼的缘故吧 她一笑 大手在许愿盒头上弹了弹 转身架势 巧克力就别送了 还是话不话吧 抽空我过去去 许愿看着窗外 眼底深许不明 看情况 生日趴是很早之前就筹备的 地点在温尔特大酒店 左侍名下的 提前清了场 聚在一起的 也都是这些发小兄弟们 两人到时 其他人早就来了 气氛很好 热闹又喧嚣 因为都是熟面孔 也无需介绍 而人群中 许愿远远地 就瞥见那边的李梦瑶 一身唇白的长裙急怀 走路时 倾踢裙脚 时不时和旁边的侍者 交代着什么 眼然一派女主人的 架势和风范 左侦拉着许愿 目光里些许杂乱 一闪而逝 指抬手 指得指远处的钢琴 弹手曲子吧 好久没听你弹了 许愿皱眉 没兴趣 男人仗着身高优势 一扰身 俯下俊颜 凑在他耳边 哦 那我给你弹一首 想听什么 不用了 许愿语气淡淡地 比开他 端了杯香槟 去了另一边 消罪差不多 就是这时来的 自从十个月前 那个事件后 他被寄放受命 尽可能寸步不离地 守着许愿 严讽再出任何事 许愿让消罪别拘谨 去吃点东西 自己则和莫渊 承还等人聊了会儿 哎 发现没 阿湛有地方不太对劲 莫渊说着话 视线却是望着 泳池那边 和几个人聊天的左站 许愿一愣 是吗 还是吗 你又想替他打掩护啊 和你说 那件事之后 他 有女神尖叫声 淹没默月的声音 很多人闻声聚了过去 李梦瑶纠扯着一个 一米八戟的男人 抬手就伤了男人一巴掌 臭流氓 你敢非离我 透过跌落的人影 许愿在看清楚 那个男人的面容时 脸色瞬间有了变化 被打的是消罪 许愿看清的一瞬 就走了过去 墨渊和陈寰梅兰 其他人也都自动靠边 给他上了条路 这个圈子里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帮亲不帮理 更何况打狗还要看主人 消罪是许愿带来的 公然打他的人 和打他的脸又有什么区别 你算个什么东西 知道我是谁吗 你还敢大白天 就对我动手动脚 你还真 李梦瑶恼羞成怒的 还没骂完 就被人劈头盖脸 打了一巴掌 顿时懵了 许愿下手干脆利落 打完了再看看 捂着脸的李梦瑶 补了句 为什么打我的人 我 你 你 一股庞大的怒火 在李梦瑶的心里 横冲直撞 他脸上之前被打的 红肿刚消 现在又被打 气得身体都在抖 是他非理我 许愿默然地 扫了眼他的穿着 好好的连衣裙 翩翩领口悬堤的 要到小腹了 就连里面穿的内衣 都一清二楚 他冷笑 你活该 怎么了 左站的身形从远处过来 李梦瑶瞬间仿佛见到了旧星 一个剑步就扑向了他 阿湛 你看看呀 许愿他打我 那可怜兮兮的撒娇模样 还有梨花带雨的小脸蛋 谁见都有脸 左站朝许愿地的一眼 你为什么打瑶瑶 是 李梦瑶抢先 心里却很紧张 他怎么好意思说 自己是故意往小嘴身上贴 只为了颠倒是非 给许愿找不通款 是 是那个男人非理我 许愿也不听我解释 就动手了 左站皱着眉 又拍拍李梦瑶的手 没事了 我让他们道歉 好吗 李梦瑶 洋装委屈的脸点头 我听你的 阿湛 这一副乖巧小兔子模样 让许愿忍不住心里不信 他看着萧罪 你先出去等我 好的 许总 小岁这一走 左站刚给的台阶就彻底被踢了 脸色刷的就沉下来 压低声音 许愿 左上 萧命术是我的人 为人秉性 我很是了解的 许愿留下澄清 视线也看向周遭 主委 我可以以人格担保 这种光天化日非礼之事 我秘书 他做不出来 玄机 旁边墨烟也震出来 好了 一点小事 都散了吧 陈桓也在帮乔 红散了其他人 李梦瑶还泱泱的 故作声明大意 阿湛 别因为我和许愿闹矛盾 就受点委屈而已 我为了你 是可以忍的 他这话就等于是在拱火了 一次的墨烟和陈桓 都不悦地促进眉 左少的生日礼物 过后我派人送过来 就先走了 这场小打小闹 打破了他的预想 再留下也没必要 就转身向外 左站长腿上前 钻住他手腕的同时 也拦住了他的去路 先向瑶瑶道歉 低雅的几字 启示而然 许愿手腕被他估得有些疼 抬头迎上他 引起怒意的心谋 听他诱导 别再让我重复 许愿眯了瞎眼睛 余光瞥见这边李孟瑶 犹如胜利者的凝笑 心上莫名有些烦 但仍就努力控制着 以字以尘 OK 少了左哨的声耳啪 对不起了 嘴上说着对不起 而脸上却没有 半分致歉的痕迹 左站怒意更善 扣着他手腕力道也更大 许愿试图挣脱时 却不是崴了脚 眼看他整个人摔下去 左站想再取拉 就被莫渊一把拨开抢先 他轻扶着许愿 伤着了 许愿强撑着摇摇头 没事 谢了 莫渊送他出去 酒店外面 其实 当初那件事过后 他 刚想提左站 丢失三个月记忆的事 后方就传来了声音 许愿 莫渊再一次被人打断 脸色不太好看 回眸冷冷地看向 走出来的左站 你不搂着你那小心肝 出来干什么 左站推开莫渊 我和他说几句话 你少掺和 他越过莫渊 拉着许愿去了别处 到路旁的树林 左站才放开许愿 男人携身 请倚着身旁的围栏 点了枝烟 忧伸的眼眸 扫了扫他的腿 真歪脚了 许愿深吸的口气 就是刚才不胜高跟鞋 歪了一下 并不严重 见他不语 他又问 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 今天这事不大 你让秘书道个歉就行了 你何必动手打人 都知道瑶瑶是我的人 平白就受辱又被打的 你让我面子往哪放 许愿心理发了 在他左站眼里 任何事情都可以这样简单 只要他让一步退一些 别计较 别在意 一切都能揭大欢喜 但他忘了 他凭什么 就因为喜欢他 真是天下最荒谬 又滑稽的借口 许愿想了想 既然左少这么想留住颜面 那就请回去好好叮嘱您的未婚妻 让他谨言慎行 别无中生有 也别无理取闹 说完 他又想走 又一次被左站拦下了 听这话 你这是在吃瑶瑶的醋吗 他想了想 重新俯身逆向他 还是因为之前离婚的事吗 但那不是你擅自提出 甚至都没问我就离了的吗 你说什么 许愿仿佛听到了奇谈怪论 当初离婚 他不是和他说过吗 也是左站同一口亲自签字的 或许这么久了 还耿耿于怀 左站俊颜上样起了坏笑 手指端起他的下巴 许愿呼吸制住 乖一点不好吗 左站捏着他的脸颊 瘦瘦的 没有什么肉 也没有什么手感 不禁皱了下眉 嘴里的话继续 离婚是你和我的事 瑶瑶也从来没做过什么 这次也一样 没必要和他怂起的 云淡风轻 还负担着曾经的温缓的笑颜 但一言一行 一字一句 都再无往日的温馨 有的只像一颗颗钢钉 狠狠抽进许愿的心 一片一片 血肉模糊 他用力扶开他 我并不是在吃醋 左站 我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 就算这次事情不发生 以后 我也不可能放过黎梦瑶 就光十月前 涂害他父内孩子一事 李梦瑶就已经欠了他一笔血债 想让许愿就此心事凝人 怎么可能 如果你想护着他 那就尽你所能护着吧 但考虑到你之前 对许氏做的那些 许左两家开战 也算正常了 自阴落地 许愿也迈步 从他身边错过 左站先愣了一下 争松后 再想回身找他 却是被萧醉高达的身影阻断 他没在上前 只是望着萧醉照顾着许愿上车 车子发动 渐行渐远的同时 他冷峻的脸色 也豁得全沉下来 回公司路上 萧醉心事悠悠 在许愿进入办公室后 纯手站在桌前 对不起 许总 我给您少麻烦了 许愿微正 喝了口助理刚送进来的咖啡 再次打量起萧醉 平时里严谨微慎的面贪脸 一看就是 寄放一手调教出来的人 他轻松地淡然一笑 麻烦倒不至于 阿末加班得怎么样了 苏先生都处理好了 我只是过去当了把手 似又想到什么 他又言 不过 苏先生貌似有收藏的爱好 东西很多 他似乎想提醒点什么 但也不好直接说出口 你给管家打个电话 在家里多腾出几个房间来 许愿随口吩咐 哦 还有 昨天让律师起草的那份诉讼 给那边送过去 小子一浪 您知道这么做 左上 是不会坐视不理的 去坐吧 许愿随口吩咐 许愿挥的挥手 仰头靠在皮椅 闭上眼睛 莫名又想起左阵的容颜 不禁头就有些疼了 第十三集 生日趴在许愿离开后就结束了 李梦瑶还有些纳闷 脚嗲嗲地缠着左站 阿湛 这么多兄弟哥们的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再玩会儿呗 左站毫不掩饰地冷吃一声 这么多兄弟哥们 自从十个月之前 他为了李梦瑶和许愿离婚 在和老姨子大闹一场后 就成了这个圈子里最大的笑柄了 就连莫渊和成桓这几个发小 都拿他当傻逼了 看左站脸色不好 还又要走 李梦瑶慌忙又追了过去 别走啊 你都多久没去我那儿了 阿湛 我还给你准备礼物了 和我回家好不好啊 没时间 他淡淡地很敷衍 李梦瑶撒娇地 再晃着他的胳膊 那你去忙 我在旁边陪着你嘛 我都想你了 左站不动声色扶开他的手 奇长的身影 静止向外 阿湛 阿湛 李梦瑶又追出去换了好几遍 但留给他的也不过是男人不住电梯的背影而已 他愤懑地咬了咬牙 自从那件事以后 也不知道左站到底是怎么了 明明因为药效副作用的缘故 已经忘了那段记忆呀 但还对他不冷不热的 不行 他得再想想办法才行 左站在去公司的路上 李梦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阿湛 你帮帮我 许师那边律师突然给我送来的诉讼书 好像很严重 他没心意紧 我让瑞辰查一下 这边挂了电话 瑞辰坐在前方副驾驶位置上 也马上拨两个电话 过后用平板打开油箱 调出个页面地向左站 左站大致扫了一眼 是一份电子文道 白夜黑字 许是以破坏市场运营 恶意竞争等罪名 起诉李梦瑶 男人思绪凝滞 渐渐冷沉 看来 他之前说过 不会放过李梦瑶那话 是真的了 但为什么呢 他们之前若有矛盾 无外乎就是他了 左站紧闭的眼眸微动 将微乱思绪压下 再睁开凤眸 又是一派清远 看向瑞辰吩咐 查一下他的位置 去他那 瑞辰一愣 是李小姐吗 许愿 左站一谋 看向了窗外 再把之前让你准备那些 都给我 好 中午 许愿在公司忙完 就回了御锦园 她身体确实还没有 彻底地恢复过来 偶尔太累了 就会觉得乏 回家歇歇 刚回来 就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拿着厚厚遗落文件 正和苏义默交代着什么 苏先生 刚刚交代您打理徐总的衣物 和洗壶化妆用品之类的 您记住了吗 我奉三爷的嘱托 现在和您说一下徐总的日常生活 三爷交代 徐总生活必须要稳定有序 这样 他才能有更多的精力 放在工作上 这里 是我整理的有关饮食 饮品方面的注意事项 请您详细阅读 捞记啊 厚厚的一大楼文件 装定在软皮套里 递给苏义默时 他整个人都懵了 虽然对方严谨客套 可是他却觉得 仿佛在狂山他无数个耳光 这是拿他当包养的小男宠了 所以要尽知尽责地服侍好 这都是什么 许愿的声音 从客厅玄关这边传来 中年男人一照 看到他刚要看守行礼 许愿抬守示意免了 一把拿过苏义默手里的后本子 摔给了男人 回去告诉你们三爷 我的生活他别管 我让谁住过来 他也别操心 是啊 男人毕恭毕敬 又行礼后才走了 许愿挑眉 看脸客厅里堆的大大小小的行礼 吩咐庸人们帮收拾 然后看下苏义默 激方是针对我 和你无关 别想太多 这么多年了 他还不了解激方吗 这哪里是想羞辱苏义默 分明就是想提醒他 注意身份罢了 那个人呢 永远喜欢拐弯木脚 捅人也是软刀子 苏义默笑笑 按医生和患者的身份 照顾你 也是我该做的 只是这种仗阵和方式 有点让人不舒服罢了 别想了 许愿一笑 又扫了眼远处 堆得像高山的东西 一个个的透明盒子 里面不是手办 就是球鞋 你还真有收藏的爱好啊 有点吧 不过你喜欢吗 给你看看手办 苏义默年计小 和普通的大男孩兴趣无异 许愿那些小公仔 感觉也挺有趣 小姐 有客人 管家的声音传来 许愿轻言回眸 就望到从玄关这边走来的左站 有事 他起身时 注意到男神手里的一路文件 左站视线一扫 弱大的客厅 看着奏装那些 一箱又一箱的行李 皱起眉 这里怎么这么乱 刚搬过来 许愿没等说话 他脚边不慎碰到一个纸箱 里面好像有瓷器 哗啦传出碎像 用人忙过来整理 左站看下许愿 换个地方 说点事 两人一步楼上书房 左站随手关了门 同时也将那一路文件塞给他 高档的身形下青 形成威压之势 我把DIA还给你 许诗这几个月的亏损 也一并补给你 许愿 别再为难要要了 许愿没看那些文件 也没接 就直接推还给他 他绕过左站 夺步去了落地窗旁 烧缠了沉思绪 在开口的话题绕回了之前 你说过做这些 都是因为我 具体指的是什么 具体的 左站飞拉长声线 好看的凤眸迎着许愿的身影 有几分杂乱和心许的忧伸 短暂间又化为的乌有沉淀 你很想知道 嗯 许愿转过身 顺势坐在飘窗台上 鲜长双腿交叠 长裙飞影 左站在房内夺步 随手将那摞文件扔在桌上 高大身形 半坐在朱颜 动手点了支烟 记不太心了 可能是不习惯吧 什么不习惯 男神缓缓吐了口烟 透过烟壶 眸光很暗 惊抬了下下巴 你说呢 许愿看着他 那眼睛里满是他自己都都不懂的深寒 许愿以前真的是很了解面前这个男人的 但自大火那件事后就彻底不懂他了 包括此时看着眼前的这个人 除了恨意与陌生 再无其他 他感觉有些新来 皱了下眉 随便吧 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好了 不过 公司上的事儿 也不是你说还就能还的 我会自己处理的 我做这些 没经过左市董事会 股东们也不会跟着参谎 原计划就是你回来之后再还的 收着吧 许愿冷然一笑 他这俨然是把公司的事儿当成了儿戏 不过 也难怪 左站独立控股 向来都是只手遮天 就算为所欲为 也没有人敢有威严的 他还是摇里摇头 你了解我的 我想要的 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到 无需别人给予 我和别人能一样 左站直接灭了烟 秦深就到雪院进前 双手捧起他脸颊 你看着我 听好了 我不是想攻击许氏 也不是对许氏有意见 我只是想让你回来 想见到你 懂吗 你想我了 许愿归纳的严谨一概 左站愣了下 也没避讳点了下头 当然了 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发小的情分 所以就算是莫冤 成桓这样离开数月 他也会想念的 许愿不想过度误会 他这话的深意 咬了下眉再眼 所以呢 所以这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 你要是有任何不满 不管是起诉 还是其他怎么样 都冲着我来 别动摇摇 可以吗 这才是谈话的重点 和问题的关键 你只说对了一部分 这不仅 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 还要再加上李梦瑶 这是你 我 他 三个人之间的恩怨 许愿每发出一个字 都恍若心脏在堂血 密密麻麻 痛恕拱碎 他要替自己当初 胜过的屈辱和遭过的罪 以及那个 被已成行径夭折的孩子 讨回一个公道 李梦瑶 作战 他都不会放过 作战不耐地沉了口气 许愿 你非要这么迁怒于人吗 瑶瑶她什么都没做过 你就非要把她牵扯进来 这算怎么回事 许愿凑起了眉 她什么都没做 她蹊跷地冷笑 像烈士的强光 刺得作战有些不喜 俊颜也伸下来 好 你从小就这样 喜欢一意故行 随你吧 但瑶瑶是我的人 我不能让她出事 所以 彼此都好自为之吧 许愿补了句 左站有种被掖的感觉 脸色顿时更沉 行 那就这样吧 她脾气不太好 直接就走了 而许愿随之就接到老爷子打来的电话 愿远啊 方便过来一趟吗 爷爷好久没见你了 乖想的 她想了想 盲言 我也想您的 爷爷 但现在我有事 实在是走不开 过几天吧 我抽时间过去拜访您 老爷子是看着她长大的 又是长辈 她不想因和左站的恩怨 而牵怒及老人 挂了电话 许愿又在书房坐了会儿 将脑中混乱的思绪都演戏 正想着下楼 却看到了管家 小姐 左夫人来了 许愿一落 旋即就看到 在庸人的领路下 一身庸容的左夫人 数月不见 又突然到访 多少有些讶异的 她和左夫人 一步去了书房 亲自蒸了一杯茶后 许愿客气地望着她 道了句 阿姨 听着这个称呼 左夫人当即 没掩饰的遗症 接连垂下了毛 左夫人是明白人 许愿这一改口 她便什么都懂了 叹心 唉 你和阿湛 这是真的没有半点可能了吗 许愿沈笑点了点头 十五年的痴情和丹恋 早随着那场蓄意的大火 烧得灰飞烟灭 又怎还再有可能 左夫人眼底划过一丝无奈 唉 都是阿湛犯魂呢 不过那件事后 她认为你和孩子 愧疚又自责 不问世事 整日酗酒 喝到未出血 送进医院抢救 手术过后昏迷了一个月 在醒来后 就遗忘了三个月的记忆 许愿畅然 什么 她当初不是不想要那孩子 又何必愧疚和自责 但如果她没有兽医那么做 那就是 李梦瑶 是真的 医生都做过检查的 阿湛患上了记忆障碍 缺失了那三个月内的全部记忆 她不记得那场大火 也不记得你们的孩子 许愿亮主了 所以在此见面时 她才会说那句 我不就是那晚回去的晚了点吗 至于你赌气跑到国外去了 原来 她是忘记了 对不起啊 怨怨 我们知道这样太对不起你了 但阿湛那时候的状态太吓人了 医生也嘱咐 不要再刺激他 不然真可能永久性昏迷 再也醒不过来了 所以老爷子就嘱托了所有人 闭口不提那三个月内发生的一切 左夫人拉着她的手反复解释 许愿慢慢也恢复了思绪 努力地强言一笑 没什么对不起的 阿姨 你别说这话 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呢 不过是忘了她接触过的一些记忆 忘了她被李梦瑶设计伤害 忘了她在火场中伤 忘了她放弃自己救了别人 忘记了 左站解脱了 而她呢 第十四集 送走了左夫人 许愿靠坐在沙发内 闭了闭眼睛 思绪跌荡起风 手机却响了 她没注意 管家正巧路过 偏见她手机崩崩小 是个陌生号就递了过去 刚接起来 那边就传来李梦瑶的声音 现在有时间吗 你不是想解决 你我之间的恩怨吗 那见一面吧 我记得我说过吧 你想约我的话 不够格 许愿一瞬间就听出 是李梦瑶的声音 虽不知她又要搞什么把戏 但她没兴趣 直接挂了电话 还顺带将号码拉黑 只是没想到 刚放下电话 就又响了 这一次是季方打来的 风哥 有事 她接了电话 那边传了一声低响 看样子心情不错 今儿太忙了 没收时间过去 想听听你声音 想你了 那边又笑了笑 继而画风一转 不动你了 那个姓苏的 你还真要留在身边住 我给单找个公寓行吗 许愿皱了下眉 余光看向远处别厅里 正在看书的大男孩 脑海中想起的 都是这几个月来 她的陪伴和照顾 所以 对于留苏义默过来住这事 她是真没多想 只将她当弟弟 毕竟苏义默是她最好闺蜜的表弟 仅此而已 让她在这住吧 等过段时间 简言回来了 到时候再说 许愿这么一说 季芳还能说什么 只是还有些不耐地叹了口气 又叮嘱 那你可离那小子远点 我总觉得她看你的眼神不对 还有 季芳的声音沉了 那个姓李的女人 你再不动手 我就处理了 十个月前 她就想让这个女人 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 许愿正直的身形 拿着手机往楼上走 这事儿 我自己处理 交给我不放心 她哭笑 既放在外面 那可是公认的季三郎啊 生意上 狠力冷决 私下里更是铁面眼网 谁敢耍上她 就和坠入地狱 没什么区别了 不过 这些处事风格和方法 也都是继承了她父亲 许愿没再想下去 指言 这是我和她 还有作战三人之间的事 方哥 是真的 你别插手了 不知道这话哪个字 又触到了季芳的哪根筋 对方直接冷哼一声 就结束了通话 许愿也没多在意 进房间泡了个澡 躺下就睡了 转天去公司的时候 没想到又遇到了李孟瑶 和她带来的两个小助理 准确来说 李孟瑶是特别过来等她的 所以远远地 一见许愿下车就迎了过去 想见许总一面 看来还真不容易 许愿看都没看她一眼 跟着秘书助理 进织房里面走 喂 许愿 是阿湛让我来找你的 李孟瑶以为这句话 会让许愿停下 但实际上 许愿充耳不闻 根本没理她 再度吃了瓶 李孟瑶心里的火 就藏不住了 努力强压着 极快地又追了出去 我们都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但他爱我 不爱你 你就各种针对报复我 许愿 后面的话没说完 李孟瑶就迎上 小最冷冽的目光 只一眼 那种不怒自威的灵脸 让他下得不忧一症 脚步也停下了 有消最保家护航 李孟瑶只能眼睁睁 看着许愿上了电梯 他又有些不甘心 咬了咬牙 你外公外婆 还在国外吧 这句话起了作用 眼看笔合的电梯门 被许愿拦下 目光也落了下来 李孟瑶乘上追击 或许你觉得我没本事 动你外公外婆 但别忘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这是搬出他 外公外婆来要挟了 许愿忍不住 轻扯了下唇 考虑到 李孟瑶之前顾兄 害死了张秘书一事 威胁的重量 也就多了几分 片刻后 许愿和他去了 附近的咖啡厅 早上几乎没有什么客人 店里很安静 小嘴留在门外 随时待命 两人在里面 谈了不到五分钟 就结束了 许愿出来时 里面还能传出 李孟瑶的哭声 以及那两个小助理 扑过去询问的声音 许总 萧最谨慎地望着他 许愿轻摇摇头 领着他就回了公司 明星中午 左站还在开会 睡沉忽然慌张地 拿着手机闯进来 俯身而语两句 就见男人 拿着钢笔的手指 忙得一紧 蒙色阴冷下去 正在汇报工作的人 也不敢再说下去 其他人 都纷纷低谋 看着面前的文件 会先开到这儿 散了 左站率先起身 大步踏出会议室 他一边听着电话 一边走向电梯 而盼 小助理的声音 都带着哭叫 昨十号 李小姐和许总见面了 许总说话 太刺激伤人了 李小姐起不过 才自杀的 左站脸色更沉了几番 没说什么 就结束了通话 他赶到医院时 李梦瑶躺在病床上 手腕缠着纱布 湿血过多的脸色 苍白的鸡窝和床单 融为一体 一见左站过来 他忙想挺身坐起来 却被男人重新按回了床上 左站捞过他受伤的手腕 脸色有些阴 话音也有些沉 割腕自杀 字阴不轻不咒 质腕却像是石子 全砸向了他 李梦瑶哽咬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 你平日里小做小闹的 我也就不计较了 但拿命当儿戏 瑶瑶 你胆子还真是越来越大了 左站不耐烦地 扯开了衬衫衣领 他最烦女人 一哭二闹三上吊这处 没想到 李梦瑶到底还是闹出来了 李梦瑶被他的脸色吓得不轻 眼泪巴达巴达掉的也更凶了 委屈得小声道 我 我也不想的 可是 可是 许愿说我当初怪了一个畸形野种 就不配还活着 应该陪孩子一起下地狱 什么 左站眼瞳抹的意见 李梦瑶又重复了一遍 刻意加重畸形和野种几个字的音量 左站闭了闭眼睛 握着他的手重新放回被子里 好好养着 别乱想 说完便起身冲击 阿站 你别找他 他也是一时生气 是我受刺激想不开 不怪他 左站没停留 出了病房 就将一直跟在李梦瑶身边的两个小助理 调去了远处 离开住院区这边 他点了支烟 冷然地看着两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 李小姐和徐总见面时 你们在旁边吗 两个助理纷纷摇头 没有 我们在外面的 那你们听见他们谈话的内容了吗 一个助理说 李小姐有肝衰竭 我们担心他犯病 看他情绪不对时就跑了进去 听到他们好像提到了 畸形野种之类的话 我也听到了 左站点了下头 行 你们走吧 待两个助理离开 左站站在原地把烟抽完 睡沉也走过来 左总 咖啡厅内只有监控 录不得声音 查不到他们具体谈了什么 左站没言语 转身继续向外 睡沉后面跟着 左总 要去找徐总吗 左站没言语 直接回了病房 往后的几天 他也没再提过这件事 如此 李梦瑶就慌了 他看着手腕上的伤口 心里就像是逼了一小座火山 想喷发 他却不敢 撑出再三 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阿湛 能别生气了吗 我以后再也不会拿生命开玩笑了 只是当时 你知道的 之前那个孩子是畸形 又是因为那样才怀上的 我 我真的很自责 所以 别说了 左站及时打断 本想扶开他的手 力气还了很多 你现在不宜情绪化 好好休息 一见他要走 李梦瑶又忙扑过去抱住他 贪恋地就着他身上清淡的芬芳 再让我生一个孩子好不好 生一个你的 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 我保证 左站莫名身体一僵 眼底环过一抹忧身 我们迟迟没办法结婚 但如果有了孩子 说不定 爷爷和爸妈那边 就会松口了呀 这样你们既能搞好关系 又有了宝宝 我在家也不寂寞 至于公司什么的 我都不要了 好不好呀 左站清呼了口气 一点一点拨开了怀中的女人 姚姚 我们不是说过 不谈这个话题了吗 不给李梦瑶再开口的机会 左站逆向保姆 杨阿姨 明天去宠物市场 给小姐买只宠物 狗或者猫都乘 你要是寂寞 就多养点小动物 至于公司 DI从一开始就是个幌子 这事也算是我亏欠你 过后我让瑞晨再给你转两个点 你随便开始玩 说完 左站便捞起西装外套走了出去 李梦瑶木讷地站在原地 被抽光了所有力气 久久无法回山 办公室里 瑞晨汇报着工作 听着老板时不时的恩义声 就感觉到了他的心不在焉 思量下 瑞晨适当性地换了句 左总 几秒间隙 左站朝着他倾斜了下眼皮 守在桌上无规律地轻敲 右眼 咖啡厅那边都问过了吗 问了 但服务生没什么具体印象 只听到了一句畸形 具体谁说的不太确定 这话说完 瑞晨又补了句 您真的 不去当面问问许总 左站沉了下谋 他倒是有点想听他的解释 只是对方 他没在想 有时候磨愣两可也未尝不可 回手并推瑞晨 左站拿了私人电话 拨了个号 妈 嗯 我没事 明晚我回去吧 凌晨一点半 夜深人静的蹒跚公路上 一红一蓝的超跑 如两道飓风 狂卷肆虐 而后方 一胎深蓝色的阿斯顿马丁 以急稳的频率 忽然发起冲锋 不过须云 就将一红一蓝的超跑甩开 四行不再给反超的机会 阿斯顿就消失在夜幕中 停止线设在随道末端 随着阿斯顿的抵达 不过须云 一蓝一红的超跑 也驶过来 吃的两声相继停稳后 沐渊和成桓纷纷下了车 这边阿斯顿也推开车门 许愿俯身下来时 耳边就有口哨声传来 可以啊 承让了 许愿摇门显笑 附近不少掌声和口哨声 络绎不绝 这类飙车戏码 在这个圈内时常举行 大体上都是一些 年小的富二代们聚在一起 他们几人 只在忙碌闲暇无聊时 偶尔凑个热闹 莫渊扔了许愿和成桓 一人一瓶水 而后自己拧开 灌了半瓶 阿赞怎么没来 成桓问了句 莫渊白瞪他一眼 提他干什么 现在这个点 他不听搂着谁正睡着呢 砰的一脚从后方袭来 正好踢中莫渊的长腿 莫渊被踢得一裂切 刚想发火就看到 后方的左站 你那嘴不犯剑能死是吧 左站狼狼扫了他一眼 视线就落下了许愿 大晚上不睡觉 你一个女孩子 又跑出来跟他们玩什么 许愿没说话 这边莫渊就不满地还了他一拳 力道也不重 弯车还不行吗 何况 夜远那些车戒 还不都是你教的 左站一笑推开他 长臂就捞过了许愿 仗着身高的优势 也不管他的反应 扯着他就塞上了自己的车 透过车窗 朝着后方成桓和莫渊辉的挥手 驾车走了 车子慢慢往市区石入 红绿灯时 左站才看向许愿 抬手揉了揉他的头 不困吗 都几点了 我在家歇着 以后我没找你 别他们跟他们乱跑出来 第十五集 车子慢慢往市区石入 红绿灯时 左站才看向许愿 抬手揉了揉他的头 不困吗 都几点了 不在家歇着 以后我没找你 别他们跟他们乱跑出来 许愿没理睬 避开他的长臂胜负 一谋看向车外 说真的 自从知道了孩子一事 非左站意愿后 许愿心里多少松了一些 对他的抗拒和敌意 也少了很多 恶吗 左站注意到 他总是往饭店牌子上飘 许愿摇了摇头 如果他没猜错 上次李孟瑶找他 肯定是有预谋的 所以这一次 左站应该是来行事问罪的 你找我是想说什么吧 前方跳转绿灯 左站发动车子继续前行 边转动着方向盘边沿 你去国外 为什么不联系我 没想到他会再提这场 许愿皱了下眉 但想到左夫人说过的 他缺失了三个月记忆 以为他不是死了 而是去了国外 身体不好 谁也没联系 许愿也不想解释那么多 左夫人能告诉他这些 无外乎就是想提醒他 别提这茬 别刺激着左站 毕竟这是左市唯一的独生子 真出什么事 是谁也不愿意想见到的 二 也是过去都过去了 虽然在他这儿没翻篇 但不代表着他还愿意 重新复述 给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听 左站看向他 身体怎么了 没事 累的 他点了点头 那以后还走吗 许愿有点被问蒙了 感觉这个男人今晚有点怪 问的也是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 摸不着头脑 左站驾车驶进了条街道 转了个弯就到了御锦园 路灯光亮 事业极佳 路旁那栋烧毁破烂的别墅残疾 永违醒目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图经过这里 左站总是会不自然地几下眉 总觉得那片乱七八糟的很碍眼 好像是一根无形的刺 在隐隐刺痛着什么似的 说这个波动 他情绪也有点影响 随手点了支烟 将车停在了许愿的别墅院里 也没下车致使滑下车窗 以后出了出差 还会这样一走几个月 不联系不露面吗 看情况吧 左站沉默了 片刻从储物箱里 拿了份文件扔给他 在许愿翻开时 他谈了谈烟灰 离这里最近的一座临海岛 环境不错 送你了 许愿一愣 送我个岛 以后想休息 就过去吧 左站灭了烟 则身替他解开安全带时 也推开了副驾驶车门 和国外的庄园别墅差不多 很适合休养度假 也不给许愿再说什么的机会 他推着他就赶下了车 挥手告别 车子临转弯时 四才响起来 俊颜透过车窗再补了俊 明晚去我家老宅一趟 具体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许愿看着手中强塞的那份转绕书 思绪沉沉 为什么要送他一个岛呢 无事献殷勤 难道像以前一样 一个巴掌一个田枣 只是这一次先把田枣放前面 而这一巴掌 转天 许愿因为昨晚贪玩熬夜 起晚了 昨星是周末 不用去公司 他又懒床了一会儿 直到卧房门传来敲门声 进 午后的阳光 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 熙熙叔叔洒满仪式 和走进来的高大身影相容 将他那一身浅色的家居服 和白润的轮廓 衬得晚受之欲 苏一沫刚在楼上冲过澡 脖颈上还挂着毛巾 一走过一间 淡淡的沐浴芬芳 扑面亲人 他拿着毛巾 还在搓着褐色短发 令知手里拿了个电话 走过来递给他 我姐找你 边说着 他边走去落地窗旁 一把拉开窗门 许愿依靠在床头 闲光线刺眼 不得不抬手遮了下 拿过电话放在耳边 阿言 简言是他最好的朋友 前两年自己创业 建了一个工作室 为了发展去了国外 这一走就将近两年 两人聊了几句 挂断后许愿又有些卷 手机还给苏一沫 转身又缩回被窝 打了个哈欠 阿言说 下个月回来 到时候我们去接他 好呀 苏一沫俯身望着他 你是不是也该起床了 让别人知道 堂堂许总竟然也赖床 不好吧 许愿翻了个身 你不说出去 就没人知道 很少见到他这样 苏一沫胡奈地笑笑 到底还只是二十六岁 苏一沫审不住伸手 揉了揉他的头 早饭都没吃 一定饿了吧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 稍等啊 不要 许愿风声望气的 又拳子身子 在被子里翻了翻 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我不饿 你去忙你的 让我再睡会儿 趁着麻烦没来之前 他得多养精蓄锐一些 苏一沫中眉 不行 休息可以 但得吃东西 我去拿了 他刚要走 余光瞥见许愿 放在桌上的手机 静晕的缘故没声 但有电话进来 你有电话 是左夫人的 接吗 看吧 麻烦来了 隔了五秒左右 锁在被子里的人动了动 探出个小脑袋 神出了手 苏一沫一笑 将手机递给他 喂 阿姨 许愿依旧没睁眼 全靠着本能寻电话 今晚吗 嗯 我没事 好 我过去 收线后 他便再无睡意 沐浴 洗漱 化妆 换衣服 下楼时 萧醉一见他 忙起身汗手 许总 他作为私人保镖 要二十四小时 全天守在他身边 自然也住在这里 随常见到他 也属正常 许愿静止走向餐厅 接了佣神帝过来的 一杯深茶 清敏门口 这钱让您准备的 怎么样了 已经准备好了 您要看看吗 许愿摇了下头 手指轻转着茶杯 视线却望向了远处 有些沉 也有些深 两酒 才用一抹浅笑了过 晚上六点左右 到了左家的老宅 许愿给萧醉 放了两个小时假 让他开车转转 顺便吃点东西 进了别墅 左夫人一贯和蔼 拉着他的手往里走 阿姨 我给您带了礼物 许愿微微一笑 将带来的礼品盒打开 是一心一旧 两盏黑胶唱片 左夫人为人婉约 守书香门地寻陶 有着大家族 女性的温良舒德 唯一的喜好 就是歌剧 当看到唱片上 某位大师的亲笔 露款时 左夫人整个眼睛都亮了 这应该是 绝版了吧 是啊 绝版 担心年代久远 我找人又重新课了一份 阿姨 现在要听听吗 许愿寻问着 左夫人连连点头 许愿拿出那张新唱片 安放在流声机内 不过薰宇 就有柔美的歌剧女声传出 这份礼物送的 正和左夫人心意 她忙拉过许愿 愿愿啊 一直以来 从小到大啊 你才是妈 阿姨心里最理想 合适的儿媳妇啊 妈 怎么说这些啊 左站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身边还玩了李梦瑶 估计左夫人也没想到 她会带李梦瑶来 顿时脸色就阴下去 谁让你带她来的 老爷子正好从楼上下来 身边有左夫搀扶着 一眼瞥见这边的不足之渴 就震怒了 混小子 你还要犯混 把这个女人给我轰出去 爷爷 左站开了口 李梦瑶也被老爷子的气势 威慑 紧张地往他身后坐 阿站 要不 要不 我先走吧 去哪里 听话 有我呢 左站轻声安抚一句 在抬毛时 漂亮的桃花眼 微微一样 明明还在笑着 但眼底却又安逸巧然 爷爷 爸 妈 瑶瑶跟我也有几年了 带她来见见你们 也是正常的吧 好了 今儿咱们全家男的聚在一起 先吃饭吧 全家聚在一起 听着这话 许愿倒是成了多余的外染 她心里不禁犯了 难道这就是左站 昨晚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的寒意 只是为了让她看清楚 自己只不过是个外染 还真是为了这个李梦瑶 她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不过 如果这是她此番的目的 倒也算是省了她的一些事 许愿压下心底的烦躁 起身 阿姨 我今天就是来给您送礼物的 已经送到了 我就先走了 别走 老爷子开口阻拦 该走的不是你 是别人 管家 送李小姐出去 左站挺拔的身影 自然就将李梦瑶捂在身后 由此 管家尴尬地站在一旁左右为难 还真是一场闹剧 许愿深吸着口气 她最不愿意掺和这种家庭闹剧 再度想离开 却被左站拦下 她看向了父母和老爷子 爷爷 爸妈 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是怎么想的 但是 怕是你们心目中这位最合适的儿媳妇 也并不合适吧 花落刹那 左站单手逆转 直接扣住李梦瑶的左手 紧拉衣袖 露出还缠着纱布的手腕 瑶瑶前几天死杀 是谁造成的 你们想知道吗 可以说 在左站开口的那一瞬间 许愿就震住了 她知道李梦瑶之前找她 肯定是蓄谋要做着什么 无外乎 自导自言苦舟气之类的 但她做梦也没想到 左站没有找她对质 也没有什么兴师问罪 而是在这样的场合 当着她父母爷爷的面拿出来说 老爷子有些诧异 左夫人和左父也有点疑惑 什么 李梦瑶感觉不妙 洋装羞涩地轻拨了拨左站的手压低声 阿站 别这样 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不提这件事了 许愿肯定不是故意的呀 许愿 什么意思 老爷子问了 左站松开李梦瑶也伤缓了口气 前些天许愿当面提起瑶瑶之前怀孕 是畸形儿和野种 瑶瑶心性小 回去就险些自杀了 她没多做解释 只是刻意提了几个字呀 刹那 老爷子和左先生的脸色猛地就僵住了 畸形倒不为重 而这个野种两个字 可谓就像是一个禁忌 毕竟 李梦瑶当初肚子里那孩子确实补光彩 左夫人看出微样 迟一下就看向许愿 愿愿 真的是你说的 之后其他人也齐刷刷的视线都落向她 也包括了李梦瑶 那一双丹凤眼 看似还泪眼汪汪 实则眼底的击窍 比夷中带出阴险 这已经不是询问 而是质问了 因为触动了左家的禁忌 因为冒犯了左少的心肩虫 更因为在这几个人心中 罪名已经失垂地扣在了她的头上 心上密密麻麻像刀子在削 而面上许愿还要维持降好的淡笑 就连语气都要云淡风轻 指言 想必左少在说出这些之前 就已经实察过了 阿姨 您又何必再问呢 第十六集 心上密密麻麻像刀子在削 而面上许愿还要维持较好的淡笑 就连语气都要云淡风轻 指言 想必左少在说出这些之前 就已经实察过了 阿姨 您又何必再问呢 左夫人长叹口气 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老爷子脸色还是不好看 但看向许愿时多少有压制的迹象 愿愿啊 你曾进过这家的门 有些事呢 是真不该瞒你的 只是 这话吧 有的时候 是真不能乱说的 虽然李梦瑶那金型的孩子没出生 但那孩子的来历 是真见不得光 尤其还是左家这样的豪门 老爷子当然要顾虑脸面了 许愿兼末 低谋看着腕表上的时间 老爷子深吸了口气 行了 这件事也不大 就这样 先吃饭吧 左先生和左夫人 忙搀扶老爷子要往餐厅一步 而左站却纹丝不动 紧紧地挽着身侧的李梦瑶 虽一言不发 但那冷峻独定的神色 早已昭然辱见 老爷子扶着手杖的手紧了紧 咬牙 带他过来吧 这就算老爷子松口了 李梦瑶面上一喜 心悦地和左站身指相扣 他等了三年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 欢愉的心情都洋溢在脸上 阿湛 爷爷喊我们去吃饭呢 左站没多少反应 冷缠的双眸漆黑 静静地逆着许愿 他轻低着头 根本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一个巴掌 一个甜枣 许愿终于明白 他之前送那个岛的深意了 该说他城府深的 还是该说他 许愿什么也不想说 万千的话语也抵不过他今天的所作所为 难言的情绪和痛心 都像风暴 全数有数心脏 压得他呼吸都发疼 知道我之前怀的那个孩子 是怎么来的吗 收话熟悉的女生 熟得响彻 上客厅内众人纷纷愣住了 寻声根源 竟然是那台一直播放的歌剧的流声机 是左家老爷子和左先生 想拆散我和阿湛 派人来玷污了我 没想到啊 我怀了身孕 而阿湛呢 有重情重义 当然舍不得抛弃我呢 本来呢 我也想生下来的 虽然和左家没有血缘关系 但外人知道吗 母凭子贵 我照样可以嫁进左家的 只是可惜啊 偏偏是个畸形 要是真的生了 多闹笑话呀 唉 那个野种啊 也不争气呀 你说够了吗 没说够 就对着空气说去吧 对话声戛然 流声机又转了转 最终随着播放结束停下来 树药大的客厅也在这一刻彻底安静了 整个咖啡厅内的对话全数成现 除了最后一句是许月说的 其他的都是出自李梦瑶一人之嘴 爷爷 叔叔 阿姨 都听见了吧 本来呢 我感觉这样可能太冒失了 也没有这个必要 但现在看来 当时聊天录音也是好的 不过 还是扰了你们的家宴 改日登门谢罪 我今天先走了 许月面上和煦 客气地望着长辈汉手 转身 陌生地从左阵身边越过 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混蛋玩意儿 你不搞清楚是非 就替这个女人撑腰 你这不光丢你自己的人 连我这老头子的脸 也全让你丢尽了 左阵 你怎么能办出这种事 后方传来老爷子和左夫震怒的声音 明明每字每句都不是属于她的 但为什么许月却感觉 每一步都如走在刀尖上 一步一步都自动心扉呢 许月 许月 左夫人追了出来 许月没停留 也没说任何 她已经没有心情再说任何了 快速地出了别墅 小嘴开车载着她就出了宅院 一路上 她只觉得自己好像没了力气 太多的情绪压抑得太重 像要将她整个人都偷入深渊 良久 她重新拢了拢思绪 看向驾驶位上的消罪 张秘书家属 现在怎么样了 当初 张柏辰是因为她才重伤身亡的 年幼的儿子为替父报仇 误伤李梦瑶被抓了几句 这事虽后有平息 但也让她心里不舒服 三爷给张秘书的儿子办了留学 她妻子也跟着移民过去了 明相给安排投资了些股份 光分红 就能后半辈子无忧的 许月多少安心一些 但李梦瑶这个罪魁祸首 这次竟弄出一个什么自杀 真是不能再放人下去了 小秘书 三爷带出来的人 你觉得怎么样 她壮丝无意地问了句 小子一落 这个问题答案几乎是无庸置疑的 季方当年是许月父亲 一手栽培出来的 就连名号都承袭下来 无论是性格还是形式 那都不是一个狠字 可以彻底形容的 个人感觉 三爷带出来的人 嘴言是最大的特点 这是小子揣摩的 也是许月此时最需要的 言犹在耳 许月笑了 能是时刻刻摸清老板内心的下属 才是个好下属 不愧是寄放送过来的人 那就去帮我办件事吧 许月看着窗外 谋色微深地看不出喜悲 不急 往后推几天再办 明白了 许总 往后的一周 平平淡淡 而许月却很忙 公司各种事宜 外加DIA那边重新收回旗下 但毕竟在他人手中数月 很多骨干流失 上下人心不齐 整肃起来有些费心 但也不算什么大事 都在他掌握之中 下午 小嘴送来一些要处理的项目文件 等他审月完 又递送上两份 许月轻轻翻开 几乎没怎么看 就推给了萧罪 并吩咐 去交给林副总处理 告诉他 那块地继续开发 但许事 要独立控股 好 萧罪忍不住心里差人 要知道那块地 可是左市投资 李孟瑶亲自负责 耗时四个多月 研讨开发的 现在前期铺垫都做完了 眼看筹剑时 许月这边拿出 艺术书和换地权艺书 还要求独立控股 这等于将他人踢出局 还坐下渔翁之地 让李孟瑶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虽说商场熟战场 但这样的方式 萧罪也不敢评价 最近放歌 忙什么呢 许月移开 手边刚签完的文件 轻身靠在皮椅里 熟了熟有些发酸的脖颈 萧嘴垂谋 三爷好久没回国 一回来就选了几个不错的位置 开了几个娱乐会所 还说开夜时 要请您过去捧捧场呢 放歌都放话了 能不去捧场吗 许月浅笑 既放擅长做生意 但爱好却是娱乐项目 所以几乎他走到哪儿 这类会所就会开到哪儿 两人正说着 被外面的嘈杂声打断 哎呀 放我进去 我认识你家许总 没事 我们都是亲戚 哎呀 放我进去 中年女神的声音 吵吵吵吵吵 年轻的小助力 根本拦不住 交集中 中年女神 已经趁机 推开办公室的门 小姐目光一脸 刚要过去阻拦 中年女神却眼睛地 先瞥见了许月 哎呀 许月呢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梦瑶的妈妈 你郭阿姨呀 李梦瑶的母亲 郭凤兰 许月一听声 就紧起了眉 脑中一些零星的记忆 渐渐涌现 许月 多少按照备份算 我还算是你的小妈呢 你不认我也就算了 但当不认识 可不行吧 小嘴听得讶异 狐疑地看向老板 许月无奈地朝他挥了挥手 只做了小嘴 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 才开口 郭阿姨 好久不见 确实好久不见 记得上次见面 还是十多年前 父母意外去世的丧礼后 郭凤兰领着大许月 两岁的李梦瑶 说是他父亲在外的孙生女 他同父异母的姐姐 那年许月刚十二岁 父亲已经顽固 根本无法对证 许是家大业的 最不缺的应该就是钱了 所以多咬两口神并不成问题 但偏偏在当时 郭凤兰趾高气扬地指着他母亲的墓碑 骂事小三 破坏别人的感情 还说按照年纪来说 许月才应该是私生女 多滑稽 多荒谬 不管父母感情婚姻究竟如何 用这样的话语侮辱死者 还诋毁许氏名誉 许月又怎么可能容忍 他直接将他们驱逐出许家 当时记忆最深刻的 十四岁的李梦瑶咬牙切齿说的那句 但渣 我一定会报复的 但过后 这对母女也算安生 本以为相安无事 直到三年前 发小门聚会 作战第一次 拥着李梦瑶介绍给大家 学院看着李梦瑶眼眸中 那抹敌对 两朝的青校时 才恍然 原来 这就是李梦瑶的报复 他和李梦瑶之间 是否真有血缘 一直未证实 但这所谓的报复 却一直延续至今 郭凤兰反复 打量着奢华的办公室 眼底露出一丝贪色 闪笑着 咱们呢 也算是亲切 可到话就不说了 许月呢 阿姨呢 是有事求你 能不能 借我一点钱呢 哦 许月面无表情 顾凤兰挫得万宫桌袍 卑躬屈膝 阿姨欠了一点外债 而梦瑶 而梦瑶那边 最近也很紧 许月呢 看在我给你爸 生了个女儿的庙上 借给我吧 啊 许月眼眸微动了动 手指轻敲着扶手 郭凤兰 郭凤兰有适度毛病 欠债的不稀奇 只是这么多年了 竟能找到他来借钱 多少 郭凤兰低头 气息卑微 五 五千多万 许月文言就笑了 有些东西 他似乎也明白了 阿姨 借钱可以啊 但 你拿什么还我呢 这个 郭凤兰眼珠子 来回转悠 我和你爸那关系 别提我爸 许月压低了声 提他 我一分不会见 郭凤兰为难了 说过不是最近 李梦瑶那边 贫出状况 根本没有资金周转 他又守备 债主反复逼债 他怎么能拉下脸 来找许月 许月凝着他 目光像是深谈 浓郁甚人 阿姨 我是生意人 没有保障的事 我是不会做的 您想借钱可以啊 但总得有一些 抵押之类的吧 郭凤兰恍然 我有房子 车 还有商场 就国贸那个 巫衣大商场 都是梦瑶名下的 但 我能把各种证件 弄出来 你看行吗 还真是到了 士堵成性 成魔的地步呢 连青少女儿 都这么坑 嗯 许月深吸的口气 将小嘴叫进来吩咐 带郭阿姨过去 你一份计划合同 等证件手续 弄好后再说 就知道许月 最通情达理了 阿姨以前呢 没看错你 听着郭凤兰 一通激昂的送赞声 许月只觉得 有些头疼 待办公室安静了 他手机也响了 还满意吗 激放低沉的嗓音 传入耳畔 许月冷然 他之前还好奇 郭凤兰是赌半辈子 怎么会欠下 这么高的赌债 听着激放这一句话 全明白了 不都说了 我会处理吗 你还做这些 他淡淡的 只觉得有些 多辞一举 毕竟啊 这是他和李梦瑶之间的个人恩怨 掺杂进郭凤兰 不等于殃及无辜吗 反正我也是顺带手的事 何况 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早处理了早利索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你最近忙的 我都找不到你人了 许月应下就挂断电话 灵机下班时 他整理桌上文件 无意中一份滑落 正好是之前 左站送他的小岛转战书 许月拿起来 扔给消罪 把这个岛转让出去 所得的钱 以左站的名义捐献 他留着也没用 如果这是左站 想弥补许氏 近几个月的损失 也休想 所有的损失 他会一点一点 慢慢逃回的 晚上计划和机方的晚餐 因S室那边分公司 出了点问题 而临时取消 许月当晚直接飞了过去 留置了几天 再回来 刚一落地就接到了个电话 许月 你这个贱人 李梦瑶咆哮般的声音 透过听筒 真的是耳末生疼 如果我妈出任何事 许月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嗯 我等着 许月冷然挂断电话 看来 以后陌生号码 不能随便接 防止风柔乱咬人 他稍微想想 路上 他还使编辑了条信息 发给计方 郭阿姨的事 别做得太过 点到为止 也别伤他 不过两秒 便收到对方回复 知道 他松了口气 虽过凤兰一次又一次 撕下礼屋主他王母 但也就成个口舌之快而已 真没必要伤及无辜 回到玉锦园时 已经是晚上了 家里厨师请假 保姆正准备做饭 碰巧苏义墨也刚回来 他便说 别在家吃了 出去吃怎么样 带你吃个特色点的东西 哦 特色 许月有点好奇 便吩咐保姆别做了 自己上楼先洗树下 又换了身衣服 去车库里选了台车 载着松义墨出门 一路上 苏义墨指路 许月开车 七转八转地 最后到了地方 许月看着路边萧条的 紧乎破败的小饭店 频频送媒 别看外表 真的很好吃的 苏义墨拉她下车 许月有些无语 这已经不是好吃的问题了 而是 是否卫生啊 生生被她拉拽着坐下 苏义墨轻车熟路 点了几样张牌菜 但上来后 许月迟迟不肯动快 虽菜色尚可 但 尝尝 苏义墨倒也是干脆 直接夹了块热手 味进她嘴里 有些东西吧 不能光看外表 尤其是食物一类的 小苏受漱口极化 口感绝佳 许月不禁连连点头 嗯 挺好吃的 不过 你以前常来吗 苏义墨用手指了 指向男的方向 那边我学校 苏义偶尔的 一顿饭 两人边吃边聊 难得的不用聊 工作投资以来 光谈兴趣爱好的 对许月来说 倒也觉得轻松 苏义墨各种照顾她用餐 一样一样的夹菜 直到不清间 她的手机响了 第一次响时 苏义墨挂断了 第二次再响时 她还照旧 但对方明显很坚强 一次又一次不停博大 苏义墨实在是没辙了 但似明显不想接听 直到看到手机中的一条消息 脸色瞬息万变 才起身出去接听 短短不过几分钟 再回来时 她脸色微扬 还是有些不太好 许月看着她皱了下眉 或许我不该问 但如果遇到什么不好处理 或者感觉棘手的事 你可以和我说 没什么 苏义墨还是浅笑着 小事我能解决的 白袭的俊颜虽然在笑着 但那笑未及眼底 有多强称 许月一目了然 这次晃了许月的手机阵了 一接起来 墨渊的声音传来 你和左站吵架了 许月一愣 什么 之前那件事情 算是吵架吗 或许吧 反正她现在 真是不想离左站 也不想提这个名字 墨渊那边音乐缓缓 又为悦耳 没什么 有空吗 有空来Secret这 川子刚从沿海那边回来 出来拒绝 许月有些累 真想婉拒 但这个名字 她脑海中 马上就想到 S式的青疤 所以这应该是 季芳在本市 开的连锁了 新开业 她怎么都得过去 碰碰场 又碰巧 白锦川回来 那就正好了 收线 两人也吃完了饭 她便带着苏义墨 一块过去了 路上让萧嘴 回了套老宅 在画室里挑幅画 当开业礼物 一并带了过去 这个青疤 确实是季放开的 今天也是第一天 试营业 她一进门 就看到吧台这边 和经理谈话的季放 一身西装线条工整 清俊的身影 永远那么鼻挺 气质夺人 凤哥 开业大集啊 许愿过去 说了句场面话 是一小嘴 把礼物送过去 季放已经是 她亲笔画的 不禁就笑了 难得呀 这么识得 毕竟你开业呀 她笑了笑 可见心情不错 只是季放一抬眸 就撇到 松一墨那张冰块里 不禁见眉一拧 她成你跟班了 怎么你走哪都带着她 凑巧而已 她一句略过 事宜让季放先忙 自己便和松一墨 一步楼上 季放一双幽深的眸子 看着松一墨的背影 杨迪生应对身侧的 必数道 查清楚了吗 查清了一些 还不太确定 三爷 有知会许总吗 季放摇了下头 先不用 安排人盯紧点就行 她倒要看看 这个乳秀未干的 毛头小子 在她身边 藏着这么多秘密 到底是将耍什么花招 楼上 不知道为什么 学院总觉得 松一墨的深情 有些不同往事 是那通神秘电话闹的 还是 她的错觉 包厢外 她停下脚步 阿墨 如果不适应 就去旁边的包厢 先坐一会儿 我和几个朋友 聊几句再去找你 好吗 我没事的 不过 苏义墨愁愁了下 也行 许愿一笑 忽略了男人 谋底的那丝忧深 推开包厢门 她刚一进来 房内就一片口哨欢呼 而叫得最欢的 就莫属白锦川 白小爷了 她是白石集团 老董事长的独子 也是老来子 上面四个姐姐 独虫着一根独苗 严寂和左站 墨渊等人差不多 因几家 市交和生意合作等 也一早就熟识了 许总惊乱大驾呀 想见你一面 可真不容易 白锦川嘴上恭维 而走过来就热情地一把 将许愿抱入怀中 许愿笑了笑 小白爷过欲了 还客气上了 白锦川似还没抱够 只松了一点力气 就打横将人抱紧 转了两圈 前几次我回来都没见到你 还以为是躲起来 不想见我呢 她性子顽固 从小专横跋扈 长大后更是闯祸不断 白老董事长 就将她扔进部队 转业后去S市沿海经商 这几年都不怎么在帝都 哪儿的话 我之前在国外忙的 许愿随口解释 被她这样抱得有些尴尬 有心试着正了正 放开 一道低冷的声音响起 白锦川微乐 旁边那些喝酒的哥们 也正了下 不过须语 事先就齐刷刷 扫向这边 单人沙发上的左站 高大的身姿 折在其中 姿态匹酷的宛若大爷 你过来的寒谋光束交织 听不见 我让你放给她 你这是 在和我说话 白锦川目光朝向左站 冷吃着 手上立即一沉 就将许愿搂得更紧了 你们不是离了吗 后一句 她是和许愿说的 但音量不低 所有人都能听清 是吧 白锦川扫了眼众人 依旧笑着 你们继续喝 别等我 我和许愿单独聊两句 这里多少有些吵 她搂着许愿向外 却彻底忽略 左站那张 彻底全音响的俊颜 莫远感觉到 这边冷空气的压境 不禁中雷 刚想打原场 但已经晚了 左站豁得起身 将许愿一把扯入自己怀中 我让你放开她 小白爷 难道普通话都听不懂吗 她动作太快 也没控制力气 这一把扯拽 许愿是真感觉疼了 白锦川冷笑 左上 是我听不懂普通话呢 还是你认不清楚现状呢 她的视线 悠悠地在左站和许愿之间中选 看着她抱着许愿 笑容就更浓了 难道左少这是想 恢复关系 旧情复燃 我有点好奇 你们之间 有旧情吗 白锦川 性格不羁 又狂妄 外加和这些富二代们不同 他除了是白石集团的小太子爷 更有一位帝都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位高权重的爷爷 白德山 让他骨子里这份招摇 更是发挥到淋漓尽致 而能和白德山齐名 号称帝都泰山北斗级人物的 也只有左家老爷子了 所以别人都是捧着供着的白小爷 在左站眼里 什么都不是 加上俩人自来不对付 关系一直都很差 有没有旧情 这是我和许愿的事 与你有关吗 左站搂着许愿的长臂不松 反而更紧 听清楚了 他除了是我发小 好朋友之外 更是我前妻 不是你小白爷能随便搂搂抱抱的 旋即 左站冷谋逆向水晨 吩咐 需要安排点人 陪陪小白爷 一瞬间 白锦川颜面 彻底被他扫了个一干二净 那脸色难看的同时 怒火也蹭的就往上涌 哑低声 左站 怎么 小白爷不满意啊 左站阴森的俊颜 燃起一笑 有数恶魔 那要不要我知会下老白爷 正好最近没空出来 正想着去拜访他老人家呢 白锦川在外 素来天不怕地不怕 就算是他亲爹白斗市长 也奈他无和 唯独惧怕白德山 这点和左站极尽相同 那也行啊 我也想空个时间去看看左家老爷子呢 白锦川毫无巨色的眼底泛出金光 要不 左手和我一挤 两家老爷子也挺长时间没拒绝了吧 火要为顿时浓烈 挑劲的劲拔弩张 貌似打扰到两位叙旧了 许月忍不下去了 补得不开口 小白爷 改天我亲自给您补个接风宴 今天我就先走了 他说完就离开了 左站也紧跟着向外 白锦川望着这一前一后的两道身影 一双好看的眼眸动了动 旁边墨原走过来 给他理了根烟 并顺势火机点燃 白锦川抽了口烟 轻抬下巴指着指门口方向 他们怎么回事 是真离了吧 离是真离了 但具体的谁知道呢 哦 白锦川点点头 叼着烟 伸手还着墨原的肩膀 夺步重回沙发 但那双漂亮的眼眸沉沉 满肚子的浣水 开始往上涌 走廊上 许月祖竹包厢不到五步 整个人被拖拽着进了隔壁包厢 这里没客人 许月还没反应过来 左站已经甩手将他摔到沙发上 不耐烦 抬手松了松顶带 白锦川什么德行 你不知道吗 和他拉拉扯扯的干什么 还有 这几点了 莫原一个电话你就过来 随教随道啊 以前怎么没见你们关系这么好的 披头盖脸 一通言辞 谈不上指责或者训职 但语气不佳 也达不到心平气和 关键是 许月被这一席话弄得给愣住了 他慢慢冷静了一些 左站 我们已经离婚了 而且 刚刚也没有过分出格 你这是做什么 说的 左站沉默了 是啊 他这是在做什么呢 为什么看到许月和异性接触时 就会控制不住胸腔那股 毫无原因的火焰 他极快地压了脑中的混乱 沉声挤出几个字 少和白锦川接触 对 这才是他情绪的当火索 就是这个白锦川 总是处处和他作对 以前就喜欢过许月 还高调是爱追了他将近两年 许月皱紧了眉 他和白锦川明明清清白白 为了避嫌 这几年都没和白氏有过合作往来 他不想在左站有脾气时 还和他理论任何 因为没有必要 左站也转身向外 刚走了两步 停下 回身 还有莫渊成桓这些人 你一个女孩子 别谁给你一个电话 就跑出来 尤其是晚上 第十八集 左站一想到 许月前不久还和莫渊他们 大晚上飙车 今儿又被叫出来喝酒 那股火就 他长叙了口气 走出去时 包厢门还被咣当一声拴上 许月被震得心神一脸 有些无语地头疼 缓了一分钟情绪 再走出去 然后就看到 左站站在一侧 正在接听电话 确定是许月吗 你去查监控 嗯 尽快 听到自己的名字 再次从他口中一冲 许月下意识地眉心 燃起愁讯 脚步没停 只想尽快越过他 偏偏 左身的一瞬 左站挂上电话 再次扣住他的手臂 不但阻拦他前行 还将他扯回了近前 一米九的身形 在许月面前犹如高山 往日好看的桃花眼 此刻却阴云浓浓 瑶瑶被人绑架了 听说和你有关 是你做的吗 请问 你是听谁说的 许月拨开她的束缚 抬眸迎上她如潭的黑眸 许月 她攥着许月手臂的力气 慢慢收紧 一出口的字音 低沉得染满威压 我不管你和瑶瑶之间 到底有什么误会 但随便绑架伤人这种事 如果查出来真的是你做的 那就别怪我翻脸了 字字清淡如水 却聚聚如钢针 生生出着她的心顿痛 许月眨眨眼睛 浓密鲜长的睫毛 极好地遮下眼底的情绪 望着男人时 还明媚地染出一笑 好啊 我等着左少查明了 她说完就想走 但左站没让 许月正脱无果 不耐到 还有事吗 左站很清楚 这件事只要是许月做的 就绝对留不下任何证据 谋碟也迸射出音质的寒光 出口的声音一字一顿 为什么 为什么要和瑶瑶过不去 她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样 她了解许月 从小一起长大 十多年了 她不会仗着全是 就随便玩弄别人 所以 从她第一次当面提出 和李孟瑶没完时 左站就很疑惑 私下里却查无所获 再联系她最近做的这些 一次又一次针对李孟瑶公司 包括郭凤兰欠的高额赌债等等 已经不是蹊跷可以解释的了 许月沉下眼眸 无力地扯唇苦笑 这个男人 已经忘了十个月前发生的种种 而他却忽时忽刻不立立在目 那场蓄意的熊熊大火 那个腰折的孩子 以及自己所受的屈辱 应该告诉她吗 不 绝不 不是别的 而是怕整件事说明的那一刻 左站还是会选择李孟瑶 就像大火爆炸的前夕 她抱着李孟瑶离开时那样 那种心碎 那种绝望 经历一次就已经让人心神覆灭 如果再经历 所以许月觉得现在挺好 她忘了就彻底忘了吧 见她没说什么 左站见眉不禁宁起 深吸了口气 难道因为她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吗 这是迄今为止 她能想到唯一还算合理的解释了 而露入许月耳中只觉得荒谬 她不加思索地摇头 正开她的束缚 左站 你放心 我向来敢作敢当 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我不会藏着掖着 也不会费心地想办法 湮灭什么证据 你去查吧 说完便直接走了 许月又去办公室和继放聊了会儿 眼看快十一点了 有些困倦才准备离开 继放和她一起 加上苏义墨 三人嗨车回了玉己院 许月是真累了 一到家就想上楼冲早休息 去被继放叫住 我下周回S时 这一走 差不多得一两个月才能回来 她也没多想 直点头表示知道了 继放轻叹了口气 两手扶着她的脸颊 照顾好自己 别再犯傻了 你别让我担心 OK 望着她上楼的身影 继放连连蹙眉 满满的复杂像浓雾 难解难散 片刻 她视线一转 落向远处倚着出台 正在喝水的年轻男人 继放冷然地唇派一扬 死笑非笑 苏先生 听到声音 苏义墨危症 有事吗 季三爷 继放勾了勾唇脚 影致她的视线 不偏不离 少有意韵的 好像称呼错了吧 我应该称呼你一声 廖小公子吧 酥的 一切都尽了 跑到 水冰落在出台上 苏义墨还是看着她 白皙的轮廓上 慢慢占起璀璨的笑 就知道瞒不住三爷 但能帮我保密吗 堂堂S氏首富 廖氏家族小公子 竟然隐姓埋名 做个普通学生 还受人雇佣 做个私人医生 这其中缘由 是什么 苏义墨的真实身份 季放早就查清楚了 但问题就出在 她偏偏是廖家的孩子 而廖家和许氏之间 因此一来 季放就不得不重视 这个问题了 苏义墨显然 对她的学问不在意 只是默然一笑 三爷 我知道您在怀疑什么 关于这个 我不想解释 只是想提醒您一句 廖家是个什么背景 您清楚吧 廖家的背景 季放吃笑着 而眼底却泛出了寒光 廖公子这是在威胁我了 在他面前替我保密 苏义墨青排下巴 往楼上的许愿 卧房示意了下 我们廖家 从不威胁人 只会 言出必行 说到做到 话语还算分合 但言外的威慑 有增无减 但季放也不是被吓打的 他笑了 面上透出了一丝欣慰 本以为 这位隐姓埋名的廖小公子 只是理清盘道的孩子 现在看来 倒有那么一丝不简单 孩子 你在廖家的时候 廖都没提醒过你 最不该惹的人是谁吗 季放不屑地摇摇头 一边整理着西装 一边转身向外 季放上车时 对助理吩咐了句 盯住这小兔崽子 下周让他跟我一起回S市 许掉两家的事 耽搁这些年 这次不处理明白了 季放从此跟他醒 苏义墨不耐地揉着眉心 叫他孩子 他都二十岁了 就比季放小了十二岁 还孩子 不过他又看下楼上卧房 这么一来 他就更难和许愿再解释了 而城市的另一边 隐秘的私人宅底里 随着某扇房门的一开一关 里面刺儿的惨叫声 也被隔绝 水晨低头 一边处理着手上破皮伤口 一边走向客厅 望着沙发上 周身金贵的男人汗手 左总 该用的办法都用了 这几个人交代的都差不多 是李小姐雇用他们绑架自己的 确定吗 左站仰头靠着沙发 那双好看的桃花也轻蔽着 似水飞水 水晨点头 这几个就剩半条命了 不敢撒谎的 可以确定 收拾惩治他人这方面 左站堪称是行家 而瑞辰又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又怎可给那几个人 狡辩撒谎的可能呢 左站轻动了下唇 耳转瞬 只听咔的一声 他手里的高脚杯碎了 烟红的液体一滴又一滴 蜿蜒而下 分不清是红酒还是鲜血 瑞辰想上前 却被他抬手阻拦 只做所有人 左站一个人静坐了一会儿 光洁的灯线刺目 以至于他睁开眼 还有些不适的咪了咪 脑海中有些东西闪过 阿湛 阿湛 你千万不能有事 再撑着点 医生 他有轻作的血友病假 阿湛去黄金血型 和我的血型相同 不够 我给他输血 他过敏病时有 泥蒙中 女神的声音在耳畔缭绕 握着他的那只手 紧到生怕稍一松开他 他就会跑掉一样 那差不多是两年前吧 他那样奋不顾身地 为他一次又一次 大计量输血 丝毫不顾自己的死活 而现在 他自导自言 苦肉计贫出 还让他怎么相信 这竟是同一个人 李梦瑶啊李梦瑶 太少得失望了 日子一转即逝 就到了周末 虽是放假 但许愿的生物中很准 也不习惯赖床 用过早餐和海外高管 开了个视频会议 便去健身房 做两个小时 有氧运动 冲完早 换了身衣服 在下楼时 就注意到苏义墨 在和管家说着什么 旁侧的桌上 还摆着一些东西 一个又一个 小小的透明袋子 里面都是药丸 他走过去摆弄了下 这什么 你往后两个月内 服用的药 苏义墨回答 并整理了下 都交给了管家 以后管家 会盯住你服药的 要按时服用 一天一次就行 这些药大体上 都是辅助 稳固许愿病情的 他的病 并未安全康复 只是延缓压制住了 还要随时 控制胺细胞扩散 许愿似是从 他话语中 听出了隐情 你不是医生吗 为什么要管家 提醒我服药啊 你要辞职 苏义墨一笑 说过可以的话 他倒是愿意 做他一辈子的 私人医生 但昨晚寄放 那几句话 他感觉 辞什么职呀 只是过段时间 我在学校有些忙 许愿没怎么在意 只说 以学业为重 好好学 哦对了 上次说你考好了 送你一份礼物 你还没说 想要什么呢 这个 苏义墨望着眼前 这张轻力的容颜 视线流连着他的珠唇 目光深了继续 要不你 小姐 来客人了 保姆不合时宜的打断 苏义墨便忙说 你先忙 我正好要去学校一趟 他这边刚走 许愿一回到客厅 就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左站 下意识就想到 那天在酒吧的事 顿时眸色沉了沉 保姆送上热茶 许愿抿了口茶 再看向他 左少 是拿到账去 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吗 一提这个 左站好看的俊颜 煞食毅力 眉心都跟着紧了 这事就先别提了 我来谈公事的 关于离金湾那个项目 许愿轻微侧身 单手继着沙发扶手 轻卷着柔顺的发丝 思量般沉吟了几秒 嗯 那是个好项目 许氏正在运筹开发 左市有意义 离青湾 是许愿在国外时 就看好的项目 归国这段时间 直接垄断买下开发权 并独自够了六千轻 接下来就是仇伟招商 毕竟这项目太大了 许氏不会冒险一方独揽的 左站看着他 凤某染出笑意 确实有意义 他笑了 不行 干脆的拒绝后 又给出了个理由 我们都是商议人 接触涉足这个圈子 也不是一年两年的新人了 最简单的公司分明这点上 不用我说 左上也应该能懂 所以 互相多理解一些吧 从十二岁父母亡顾 十四岁正式兼任许氏 许愿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十来年 唯一的信条就是 公司不可混谈 这是禁忌 也是底线 感情上他可以吃 也可以赏 更可以默默不计任何 哪怕是一次又一次 撞得同泼血流 这都是个人的事情 他认了 但工作上 即使当初离婚了 他也承诺 并践行着许左两家 继续合作 来往正常 打破这个平衡的是左站 使他以某些借口 毁掉所有合作 肆意竞争 情吞许事 这就好比一个信任链条 已经失衡了 就很难再去修复 往后再也不合作了 左站靠着沙发 一双深眸 悠悠自弹 深不见底 许愿沉默了 用一种欣赏的角度 看着男人这张 好看到近乎完美的俊颜 这张让他一度沉迷多年的轮廓 再无曾经的睿智 有的只是这个年龄段 男人的成熟 和难以掩饰的魅力 与浑然的气质 从迷茫到清朗 最终眼底还是一片笃定 许愿摇了摇头 嗯 往后的诗 说不好 但暂时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小姐 又有客人 保姆想跑进来 第十九集 许愿动了下谋 还未做出什么反应 玄关这边就传来了声音 诶 许愿呐 我是你姑阿姨 我来看你啦 姑凤兰直接照顾保姆 静止到了沙发这边 一见许愿 就露出一脸恭维的善笑 余光瞥见左站时 不经一正 道了嘴边的话 不自然地蹲住了 而左站的手机 也在此时响了 他对许愿递了下谋光 便起身一步接听电话 不知道那边说了什么 只见他身形默得一顿 生陷冷练 燃气好端端的 怎么会泄露 还爆炸了 让他在医院住着 说我没时间 挂了电话 顾凤兰一脸焦急的 就蹭了过去 是不是孟瑶出事了 他怎么样了 左站收起电话 单手顺势插进苦兜 银纸的眯眯眼睛 阿姨 您只是碰巧听了个电话 怎么就知道 瑶瑶可能出事了呢 啊 郭凤兰一惊 说不出话了 他不掩饰地冷静一笑 看来我让瑶瑶经商 真是去财了 应该投资送他进演艺圈才对 这一句讽刺的 郭凤兰煞时 脸色全白了 最近李梦瑶三番五次的 先是自杀 然后绑架 这一次又来了个公寓失火爆炸 一次又一次狼来了的把戏 已经彻底将左站心底 最后一次耐性给耗尽了 他越发看不清楚 李梦瑶这个人了 眼底的混乱一脸而静 左站又是一拍泰然 转身看了眼许愿 但道 我那边还有事 过后再聊 郭凤兰一见他要走 心中幽禁女儿 急忙也跟了过去 哎呀 左站 你去看看孟瑶吧 他就是太想你了 最近他那边也发生了不少的事 公司岌岌可危 还被起诉 他是真的一时糊涂 不然不会这样的 你去陪陪他 他最听你的了 阿姨 左站脚步微断 脸色素寒音响 他虽不喜欢郭凤兰 常年势赌的恶习 但顾虑着毕竟是老人 多有控制 直朗道 我没这个时间 那嗓音好像动了冰 将四周的空气冻得泛出森寒 令人头皮发麻 郭凤兰也被吓得后退两步 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玄关 郭凤兰好扮上财政脱恍惚 反应过来 自己是有事找许愿的 许愿 你看阿姨上次说借钱的事 你秘书只给我放款一部分 我那欠债也不够还呢 所以 郭凤兰满脸愁愁地凑了过来 这个曾经不屑一事 趾高气昂的女人 十来年的光景之下 竟然也被胡斗米折腰 甘心俯首 如此卑微 往事在许愿脑海一闪而逝 她紧着眉淡言 阿姨 萧秘书之所以给您放款一部分 是您拿来的抵押房产 只够这些的 说还想要借钱 还是老规矩 抵押 签合同 才能再放款 这个 郭凤兰更为难了 喉咙隐隐发迹 孟瑶名下其他的不动产 都拿去银行 办贷款抵押了 我只找到了两个房子的房产账 许愿眼底划过复杂 她知道 李孟瑶现在被逼得举步为奸 但缺钱竟然没去找左站 而是去贷款 这倒是有点新鲜 她一句略过 该说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 话落便让管家送客 郭凤兰又急又焦 三两步又重新让回到她身边 哎呀许愿 这不管怎么说 咱们也是亲戚嘛 我也算是你的小妈呢 虽然我以前 哎呀 以前 不管怎么样 过去就过去了嘛 现在 你真不能帮帮我吗 哎呀 就当阿姨求你了 那些讨债的如果再拿不到钱 他们就要剁了我呀 你要眼睁睁地看着阿姨去死吗 啊 许愿深心的口气 这是你的事 与我并无关系 您还是请回吧 她看了管家一眼 管家会议拉着郭凤兰送她出去 玄关这边还有郭凤兰哀求的声音传来 许愿越听越觉得头疼 死来想后 她还是有些不忍心 叫来消嘴吩咐了去 去查一下她的债主 都是些什么人 如果是三爷那边的 让她马上收手 小嘴迟疑了想 她怎么敢告诉许愿 都不用查 郭凤兰幕后真正债主 就是激方本人呢 就说是我说的 三爷要是有意见 让她来找我 许愿又扔了句 她不是很不下这个心 而是感觉没必要 坐在李梦瑶 而不是她母亲 虽然郭凤兰试读 这次利用她欠债 能逼得李梦瑶交头烂额 但点到为止就行了 小嘴领命出去打电话 前脚刚走 林副总就到了 是许愿一早约她过来的 她带林副总去了书房 支走庸人 亲自蒸了两杯热茶 坐下来闲聊几句 便让回正题上 林副总 下周要出差去S室吧 林副总连连点头 对的 那劳烦林副总 带我见一个人 谁呀 洗眼 林副总顿时目光深了 这个名字 乃至这个人 林副总是多少有过了解的 他是华裔硅谷商人 资深审计师 名下有独立的事务所 同时也是几个上市集团 争相聘用的高管 青年才俊 只手可涉 但是 徐总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人近几年投资项目 和料室有周多关系 什么东西一旦牵扯上料室 尤其是再和许氏有关 那么意义就变样了 也难怪林副总会有所顾虑 许愿神情不变 只容容一笑 没关系 只要是人才就行 麻烦林副总代劳了 如此一说 林副总就懂了 许总这是有意想吸纳神才 必用名下正开发的几个项目 将洗眼引荐过来 争取为许氏所用 他点了点头 既然徐总已经有意 那我明白了 一定尽全力 宋佐林副总 许愿就接到白锦川打来的电话 小白眼 许总 快别这么客气 就我名字就行 有空吗 一起吃个饭 白锦川好听的声音 在听筒里萦绕 许愿皱眉 有心想拒绝 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便应下了 晚些时 白锦川亲自去车来街 选了个西餐厅 白锦川 别看平时里嚣张跋扈 但西装革履时 也尽显如雅 尤其是在对待女性时 更是风度偏偏 一派绅士 全程 他都在照顾着许愿用餐 并闲聊着 大多都是他这几年 在沿海那边的新鲜趣事 差不多用餐临近末尾 许愿饮了口红酒 放下高脚杯 小白眼 你今天应该 不是光为了请我吃饭的吧 白锦川勾成一笑 一猜就瞒不住你 那我就直说了 你手里有个离京湾的项目 我挺感兴趣的 想入股参与 不知许总 意向如何 他轻身时隔着桌面 单手就握住了许愿 目光也沉了几番 还是说 你还想拒绝 和白氏合作 自几年前 他高调追求许愿 反复被拒后 许愿为的避嫌 便终止和白氏的合作 自此也有几年了 两家各自发展 互乎关系 可是我听说 你已经拒绝了 和左氏的合作 那么 白锦川 故意没说下去 只是指负 轻轻揉搓着许愿的掌心 许愿很想浮开 但他力道 着实不清 无法躲 他壮肆无意 小白爷的消息 还是这么灵通 在帝都这个界面上 放眼望去 富豪比比皆是 所以也形成了 这一个又一个的 二代太子爷们 但在这其中 最强大鼎盛的 非许左白三家莫属 左白两家因为背景 而向两块巨大磐石 上身望尘 也无法撼动 而许氏 财力就是他最强大的背景 如果三家能稳固发展 正常合作 就是互惠互利 否则花开凋零 最先末路的 只能是许氏 有关你的消息 在我这里 永远都排在首位 白锦川抑郁不减 就像是等待 狩猎在即的猎人 这眼神 令许愿很不喜 他适时地拍了拍 白锦川的手 示意他先放开 并道 难得小白爷都开口了 我还能说什么 合作 当然是好的 有钱大家一起赚 白锦川放开塔 转儿端起酒杯 那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许愿和他碰杯 合作愉快 其实 拒绝了和左侍的合作 许氏这边确实有些力不从心 他也正想再扩展几个 有实力的合作商 而白氏此时有益 又何乐而不为呢 毕竟没人和钱过不去 许愿是生意人 再商言商 至于其他的 往后走一步再算一步 总参听出来 白锦川长臂轻浮着他的腰肢 照顾着他上车 而不远处 咔嚓相机拍摄的细小声音响起 不专业的闪光灯黄了下 白锦川余光注意到 冷然朝着那个方向劈去 吓得小鹿之人一颤 连连后退数步 缓了好久 那人才仗着胆子往前挪了几步 探头再看向路边 法拉利没走 还停在那里 而透过挡风波里 白锦川高大的身形 朝着副驾驶位附了下去 从他人的角度上来看 就好像是在 美人如获至宝 慌忙拿出手机 又连拍了几张 一路上 白锦川都在找着各种话题 许愿就顺顺绕绕到工作上 谈了一些离京湾项目的事情 半少 随着路口红绿灯暂停车 白锦川望向他 我这次回来 就不走了 许愿微正 身侧男人担手覆过来 把他的碎发拢去而后 这一举动和刚刚替他系安全带一样 都略微有些暧昧 正许愿不得不有心回避 男人却继续侧着身 所以 我想重新追你 许愿差然 却神色不减 小白爷好像有些醉了 我没醉 是认真的 白锦川打断他 余光扫到红灯变绿 重新发动车子 我们家是对等 条件相当 而我呢 有自诩条件还算不错 最关键的 是我喜欢你 许愿缓了缓 情醋梅 小白爷 你应该知道 我答应和白氏合作 现在 还只是一个口头协议 另外 工作就是工作 是不能混淆的吧 这已经拒绝得很明显了 白锦川的确很出众 相貌堂堂 背景优渥 堪称绝对的神中龙凤 但这并不能成为 许愿则偶的标准 而且 他也真的无心这方面 我当然知道公司不可混谈了 但喜欢就是喜欢 当年我对你就是一敬钟情 说通俗点 我看到你 就想把你睡了 这么多年了 这个念想 就一直没断 现在重新追求 这和工作没多大关系 许愿有点胡语 但还是很镇定 多谢小白爷的台爱 但真的不行 车子转了个弯 慢慢驶入御锦园 停在别墅门口时 许愿刚想挤安全带 就被身侧男人一把拦住 并顺势扣住他的手腕 将人拽至自己身前 我哪里比不上左站 有什么是他能给你 而我给不了的 不管是联姻 还是正常恋爱 你只要说出来一点 我照做就行了 许愿 我脾气是不好 但这么多年了 我什么时候 冲你发过一次火 哪怕当年 他费心几个月 精挑细绚筹备的表白大点 被许愿无情地直接拒绝 他也强忍下所有情绪 对他微微一笑 是我先考虑了 抱歉 多少阴阴艳艳 取之若雾扑向他 哪个不是被他玩完就伤 或稍有不顺 直接甩了 就算是父母介绍的豪门名媛 不也被他伤得体护完肤 他何时对一个人 能委屈求全到这种地步 只有许愿 只有这个女人 她是真舍不得伤 第二十集 白锦川注意到许愿谋中的暗淡 就知道自己又说话中了 无措的一把放开他 转而拿烟 火鸡连续打火数次都没起火 偏偏这个时候 一个打火鸡都跟着击他 白锦川愤懑地刚下声了 竟被许愿拦下 并从他手中拿过火鸡 轻轻一按 盯得生起火 给他点了烟 白锦川愣了愿 刚想说话 被许愿抢先 你条件和各方面 是真的很好 但我们不合适 对不起 他的心 早已经遍体 鳞伤 千疮百口 又怎么可能 在场开心扉 接受他人 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也是对他人的不公平 何况 他是真的不想再谈感情 最起码 这几年是不想了 什么就对不起 我喜欢你 你喜欢别人 这不用道歉 白锦川沉了口气 就当我这些话没说 别多想 回去早点休息 晕晓白爷早日找到所属 开车注意安全 晚安 许愿客气地一笑 推门下车 白锦川一直目送着他 进了别墅 冷宁的眸光 慢慢下沉 许久 浓郁的浅笑 在他俊逸的唇边 一闪而过 晚上 十点多 左站在一群高管的簇拥下 缓步从佐石大厦走出 瑞臣去举车 左站边往路边走 边和身侧的副总 交代事宜 说了几句 忽然就停住了 副总纳闷 寻着老板的目光一回头 就看到 从大厦旁 测试坛里走出的小女人 冷冽寒冬 又是晚上 两风松松 也不知道具体等了多久 只是那单薄的小身影 不住色色 脸也冻得苍白 毫无血色 李梦瑶怯生生地 隔了很远的距离望着他 大眼睛阴晕的 楚楚可怜 左站当即眉心一拧 三两句 直走身边的高管和副总 朝着他招了招手 过来吧 李梦瑶向使得到许可 冻得发麻的双腿不太好使 却急不往他这边跑 临近时 脚下磕半 险些要摔时 被左站一把扶住了 他脱下身上大衣 笼在李梦瑶身上 感觉他身上冻得跟冰块似的 又摘下了围巾 一圈圈给他围住 你不在医院 来这里做什么 我想见你 他声音很低 不知道是心虚还是害怕 左站叹了口气 锐晨驱车过来 左站便拉着他先上了车 车内很暖 却怎么都化解不开 李梦瑶身上的寒 一路无话 眼看着 车子就要驶到公寓楼下 沉默了一路的左站 才开了口 锐晨 下去等我 是 锐晨一走 李梦瑶就感觉不妙 黄芒刺骨身 微凉的小手 直接往上左站的手臂 阿站 你相信我好不好 不管是绑架还是爆炸 都不是我做的 真的 你是觉得我不调查 就会随便冤枉你吗 左站不动声色 李梦瑶连连摇头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 他真不是我安排的 我没有那么任性 阿站 我是想你 想让你多陪陪我 但我不会做这种 幼稚的事啊 是 是许愿 是他命人绑架我的 也是他收买我的保姆 故意制造 燃气泄漏 爆炸的 左站不耐烦的 闭了闭眼 抬手扶开了他 证据呢 动机呢 这些东西 他查过几十遍布置 现在听李梦瑶 还这样的狡辩 心底压制的烈焰 猛的窜声 你口口声声说 是许愿做的 那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 李梦瑶喉咙发紧了 别再说是因为我 如果真是因为我的话 那他之前就不会 一走十多个月不回来 或许 因为我和他结婚又离婚 让他有点意见 但这根本就不会成为 他处处与你敌对的理由 你涉嫌恶意竞争 是谁受益的 我给你公司 给你商场 是让你好好经营 不是让你处心积虑 敌对许事的 这么算下来 你趁许愿不在 背后攻击许事 他回来起诉你 敌对你 貌似也说得通了 这是迄今为止 作战唯一能想到的理由 至于什么情啊 爱呀 他不是没考虑 而是感觉不切实际 如果许愿真的爱他 那又怎么会离婚 为什么会远走十个月 难道是旧生情的道理 许愿他会不懂 一想到这里 他就更是欲解满怀 无可控制的脸色 阴沉到了一定程度 还带着车内逼着的空气 森冷无动 说话 除了这些 你们之间到底还有什么 是你一直藏着瞒着 还不敢让我知道的 蒙的一声 李梦瑶大脑一片空白 咬着下唇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他终于明白了 许愿这首玩的真是高啊 让他明知被栽赃 却白孔莫辩 现在除了强人认栽外 还不能让左站有任何怀疑 否则他万一详细调查 那十个月前 他命人重伤 许愿弄掉孩子 和蓄谋大火杀人一事 又怎么再隐瞒 短暂的时间里 李梦瑶的脑海里白转千回 无措的鼻子一酸 就扑进左站怀中 阿湛 我错了 真错了 我以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重视我一些 我实在太爱你了 对不起 这等于是承认了 但左站莫名的心头 还是觉得有些躲 好像有什么东西 遮在他眼前 每每即将触及 却又被人抹开 这种感觉 让他很不舒服 公司的事 我是想帮你分忧啊 你已经将许氏 纳为目标了 我想帮你才那样的呀 他气除的声音哽咽 左站冷然 动手拉开他 我对许氏做什么 是我个人的事情 与你无关 瑶瑶 你胆子太大了 这几个月里 他确实对许氏做了很多 最严重的 就是将DIA吞并了 而令他晚晚没想到的 李孟瑶竟用他 转过去的公司 商场等恶意 敌对许氏 甚至过分地 是在瞒着他 北加这段时间 他又自杀 又绑架的 一次次自导自演的苦受计 彻底触动他的底线 李孟瑶下意识 打了个寒战 我 我知道 也是顾及你们 从小长大的情分 但你们发小 又不光他一个 他都已经和 小白爷好上了 许白两家联姻 敌对左侍的话 那你不是 父被受敌吗 所以我 什么 左站 似乎是听到什么重要的信息 李孟瑶微颤的手拿出手机 将之前闺蜜发给他的照片点开 是偷拍的 本想留着以后再用 现在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左站一扫屏幕中的照片 白锦川搂着许愿上车 下一张 是他们两人在车里 从拍摄角度上看 好像白锦川 正在 亲他 幽深的眼瞳猛的意见 左站只觉得无措的咽喉 好像被什么制住 伤得一时竟没反应 你看是吧 其实 他就是拿你们从小 一起长大的情分 当游戏 这边和你结婚 再离婚 那边和小白爷 再顾忌重施 我妈说 当初他妈在世时 也是这样的 赵三姆斯 闭嘴 没说完的话 被左站顿时两个字给读住 李梦瑶正冷了 他们认识三年多 这还是他第一次说重话 左站点支烟 闷闷地抽了几口 你公司的事 还有起诉这些 我来处理 你抽空再去挑几套房子 车 还有店铺之类的 看好了让瑞晨给你办手续 等案子结束了 你就带着阿姨移民出国吧 一席话语 李梦瑶大道 又翁翁坐下 他这是 阿湛 别这样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 别 他还想过来挽他 抱他 却都被左站避开了 他灭了手里的烟 冷沉的脸色 着实不佳 还记得你刚遇到我时 我答应过你什么吗 李梦瑶呆呆地 木讷地动了动唇 却发不出声音 你曾救过我一命 左家也曾让你受过委屈 所以当初那件事 承诺一直有效 我会帮你达成 但你和我之间 已经结束了 他面无表情地 轻抚了下李梦瑶的脸颊 轻声过来 打开他这边的车门 示意外面的瑞辰 照顾他下车 从始至终 李梦瑶解不清 自己是怎样下来的 又是怎样被瑞辰 搀扶着进了公寓 他只是呆愣地 瘫在玄关门口 看着那辆绝寸而去的车影 脑海里只剩一个声音 你和我之间 已经结束了 许愿 都是这个女士害他 李梦瑶愤懑地 瞠目欲裂 他不会放过许愿的 更不会让阿湛离开他 绝不 舒适的周末 一晃而过 周一上班时 许愿办公室里 忙了一个上午 小姐送来午餐时 还带着金律师 金律师 是许师法务组的人 一直尽职尽责 能力也非常卓越 最近 举愿将起诉 李梦瑶的事都交由他负责 案件拖了一段时间 估计也快开庭了 金律师和他详细 汇报了一下 末了说 恶意竞争和破坏市场等 这些证据不是很充足 左侍那边也出面了 一直在私下里调解 开庭时 唯一能起逐的作用 将李梦瑶定罪的 就是十月前的顾兄 害死张百尘一事了 许总 而关于张百尘死亡 一案的关键性证人 就是您了 所以 下周一开庭时 您务必要出庭 许愿了神地点的下头 好 送走了金律师 许愿也没有多少胃口吃饭 夺步举着落地窗袍 门心自问 这么多年了 他虽然从未公开承认过 李梦瑶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 但十来年了 生活上 物质上 他从未苛刻过这对母女 郭凤兰逝度 年年都要挥霍个一两千万 李梦瑶在没攀附上左站前 更是花销无动 毫不节制 除了许家千金的名犯 许愿已经将能给的 尽可能地都给李梦瑶 但她竟然用那样的方式 残忍地夺走她的孩子 但以暴制暴 许愿做不到的 就用正常的法律手段 送李梦瑶进监狱吧 一想到那个未出事 就被暴力夭折的孩子 许愿心里就一阵痛楚 让助理把午餐端走 自己进了休息室 本想睡会儿午觉 但没睡成 李梦瑶那边分公司 弄的一个项目 出了问题 她交代下手边事宜 便让萧嘴送自己去机场 其实这种问题 她可以无需亲自出面 但李梦瑶那边有个项目 是她最近考虑到的 利用这次机会实地考察一下 也算是一举多得 置身头等舱的沙发里 许愿脑海里又过了一遍 第一次那边射击的情况 以及她看好的项目 想着想着 有些困意洗衣卷 也就睡了 不知不觉的 在睁开眼睛时 飞机早就起飞了 她动了动身 刚将招呼空姐送咖啡 余光就被旁测的身影吸引 不是左站又是谁 她正在看着手上的一份文件 对旁曾一来的视线 只若罔闻 许愿扫了眼四周 这个机舱就他们两位乘客 她也没想太多 只挪身换了个 收复点的姿势并言 好巧 不算巧 我是特别来找你的 她说着 一看手里的文件 摘下鼻梁上的眼镜 一双沁了寒霜的睡眸 冷冷地落下她 先解释一下 你和白锦川是什么关系 她和白锦川能有什么关系 还用得着几事 许愿皱了下眉 有些摸不清头绪 指言 普通朋友啊 怎么了 普通朋友 简单的四个字 却换来左站冷静一笑 侧身从坐塌上而起 一步跨近 俯身时 两手撑着许愿坐椅俯首 有冷地目光凝着她 普通朋友会搂搂抱抱 普通朋友会那么亲热 她以前就喜欢你 你不知道吗 薛燕迎着近在咫尺的俊颜 鼻息间充斥着她的气息 那是以前 而且 也不能因此就耽误工作吧 公事私事 我能分得清 左站 你怎么了 许愿动手想扶开男人 毕竟 这样的姿势 压得她很不舒服 左站深谋轻动 复杂的冷笑 在眼底暂聚 是啊 她这是怎么了 和李梦瑶分手没感觉 反而这几天脑海里挥之不去的 都是手机里看到的那两张偷拍照片 一想到 她竟然和白锦川 难买得就好像 有什么东西 在心里凶得被点燃了 左站 冷冷地捏住许愿的下巴 迫使她抬眸看向自己 白锦川是你的下一任 许愿不耐烦地拨开她的手 却无法撼动 争了两下 心底也有了情绪 左站 你和白锦川不合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别把我扯上 这一句话 像拨乱的突破口 给左站所有无处安放的情绪 一个合理的理由 正宗的间隙 许愿直接扶开她 用手指向旁侧 过去坐 左站微缠了口气 但高弹的身形并未移开 成就是居高临下的姿态 虽然离了婚 但你也还是我前妻 离那个白锦川远一点 绝对不能和她有任何瓜葛 这话听起来多少些不是滋味 而转瞬 更不是滋味的话用来了 还有 也少在我眼皮底下动手脚 不管你和瑶瑶之间有什么过节 我都不会让你伤害到她 懂吗 就算翻手了 李梦瑶也是她的救命恩人 就冲着这一点 左站就必须护好这个女人 这无关感情 只是责任 但她忘了 她所谓的责任 衍生出的话语 就像是一把很利的刀子 一字一句 都在弯着许愿的心 许愿心里不舒服 而脸上却是强称笑的明媚 你保护你想保护的人 我做我该做的事 左上 懂吗 这话 有点怪 左站住眉 看到她脸色不算好 也没想过分地为难她 移生重回了座椅 左侍之前投了几个项目 有两个前景不错 也是独立控股 我让瑞晨这几天 拧下股份转让给你 就当是不之前几个月 许事亏损了 不用 这事已经定了 她毋庸置疑 数秒后 多少缓了下语气 再拒绝就没意思了 许愿心里发冷 对于她这种 一巴掌一个甜枣的举动 死空见惯 但很难受 只觉得这个宽大的机舱 压抑得神喘不过气 只想尽快逃离 出了机场 已经是晚上了 许愿直接避开左站 专人接机 送她到达酒店 刚踏入大厅 迎面就撞上一道熟悉的面孔 许愿 白锦川微笑得俊颜洋溢 身后跟了几个西装革履的人 像是刚应酬完 脸上还带着一丝酒厚的微红 许愿望着她走了过去 没想到小白爷也在第一室 是出差 不全是 看上这边一块地 过来考察一下的 白锦川说着 看了秘书一眼 秘书会议 将身边几位西装革履的客人送走 白锦川常必自然地搭在许愿间上 可能是有些醉酒的缘故 另一只手不断地搓揉着眉心 我看上的那块地啊 说不定你也会看上 要不明天带你去看看 是吗 许愿皱眉 很想将肩上的这条胳膊推开 但我明天有事啊 等空出时间再说吧 你现在不是没事吗 我们现在过去 白锦川低谋望着他 眼底有什么东西在隐隐作祟 许愿轻扶开他的手 太晚了 我又刚下飞机 小白眼 还是改天吧 嗯 也行 白锦川露出迷人的笑容 招来服务生送许愿上楼 顶层套房 忙碌了一天 许愿很累 喜数一番就睡下了 转天 先去了趟分公司 许愿给他们开了个会 之后又和林副总电话联系 让他再派两个审计师过来 下午 本想去考察一下项目 但是却接到拍卖会的邀请函 这次拍卖会规模不小 会出售几宗土地和一些资产包 其中有一些都很对许愿的心意 便临时改了行程 在虽然定制装柜 临时选了套礼服 化了个妆 许愿便去了拍卖会 现场很热闹 也有不少数面孔 他一到就有不少人过来寒暄 终选了一番 他感觉脸都要笑僵了 而余光也看到有人朝着自己招手 白锦川坐在不远处没起身 许愿走了过去 小白爷 快别这么叫了 都说叫我名字就行 锦川或者白锦川 他起身 绅士地拉开旁侧的椅子 做了个请的手势 许愿客气地点头 刚提裙摆要落座 书的腰上被一道立起辅尚 下一秒 整个神就被领人的气息包围 纳入怀中 他一正 看着近旁的左站 不禁诧异 这人又是什么时候来的 左上 这是什么意思 白锦川幽冷的双眸 盯着左站 抚在许愿腰上的那只手 像激光般拙练 左站没理睬他 只是拉着许愿 坐在了旁边的座椅 然后才回身看向白锦川 我让你离他远点的意思 听懂了吗 白锦川脸色沉浪 碍于中唯东是人 只能压低声音 左上 这是我和许愿之间的事 与你并无关系 左站还想说话 但拍卖会已经开始了 会上西灯 他们两个也不好这样僵持 便纷纷入座 数个小时拍卖会 许愿中途就离席了 至于原因 那就是他一个都没拍下 几乎全场也没人拍下什么 因为所有东西 都被左站和白锦川抢走了 两人争相竞价 很普通的一块地 都炒出了天价 那种灰金豪祸 剑拔弩张的气势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许愿可不像引火烧身 及时就走了 外面等车时 手腕被人从后方拉住 这么早就走 生气了 许愿一正 回身就看到一脸 灿燃的白锦川 他是实在搞不懂 做出轰抬禁价 便宜第三方正巨款这种事 白锦川竟还能笑得出来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小白也误会了 许愿想拨开他的手 但怎么都挣不开 白锦川笑容依旧 还顺势将他往怀里 搂得更紧了一些 附在他身旁呢喃 我把刚拍下的资产 包成给你 要不要 不要 许愿与其淡漠 挪身越过他 拉开点距离 已经是近乎天价了 许是不做这种买卖 白锦川像是有几分失落 白宋也不要 嗯 不要 他没有白收别人礼物的习惯 尤其还是这么贵重的 他又笑了 行吧 那陪我去喝杯酒吧 看在我刚刚一掷千金的份上 小白眼 这好像与我 并无多大关系吧 是他和左站不对付 喜欢较劲 才演的这一场金钱游戏 白锦川上前 端起他的脸 那还不是为了 让你看他吃鞭 谁让他以前 总欺负你呢 许愿愣住了 你瞒得了所有人 包括你自己 但你瞒不住我 白锦川 重新直起他的手 指负轻轻搓着他的手指 你喜欢他 喜欢到连命都可以豁出去 而他又为你做过什么呢 傻 真傻 他叹息着 其实他更傻 都爱上了不会爱自己的人 所以感情啊 走吧 喝酒去 白锦川拉着他就走 许愿是有些没回过神 那一句 喜欢到连命都可以豁出去 是白锦川知道了些什么吗 不会吧 当初白锦川意外重伤 不在国内 真正知晓的应该没有几个 许愿思绪混乱 等反应过来时 人已经被白锦川 按在了吧台的高脚椅上 他扫了眼四周 简单精致的小青巴 距离拍卖场不远 白锦川点了两杯酒 刚喝一口 手机就响了 出去接电话时 遇到妖娆的年轻女人 一见白锦川就勾住他的脖颈 哎哟 这不是小白爷吗 最近可不见你来了呀 我都想你了 白锦川脑海里一阵翻阅 最终才想起来 眼前这个女人是谁 便敷衍了句 别闹 爷这还有事呢 我等你啊 今晚 都没让女人说下去 白锦川就捂住他的嘴 余光朝着吧台这边扫了扫 确定许愿没注意 才松了口气 哑声 今晚什么今晚 等会我给你包个红包 拿凉快去哪待着去 女人有些泱泱 看着白锦川刚刚那紧张架时 再扫了眼吧台 以身优雅 面容等墨的许愿 了上了什么 小白爷这是有心欢了 不过看这位的感觉 应该还没成吧 要不我帮你 滚 白锦川夺步去接听电话 许愿坐在八椅上 有些无所事事 看着近前的那杯鸡尾酒 刚要端起 竟然是被人抢先端走了 她一照 迎上了那个年轻女神 听她说 你是小白爷的朋友吧 这杯不好喝 我再给你调一杯 你想喝什么 许愿紧眉 真没多想 随便倒了个酒名 女神似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调酒手法也很熟练 只是在不经意间 将某瓶东西混入其中 在端给许愿时 是一杯精美漂亮的鸡尾酒 白锦川寄完电话进来时 许愿这一杯酒也正好饮完 她走过来 有什么想吃的吗 这边有几个特色风味 带你去尝尝 抱歉 许愿单手符合 阴阴感觉有些不适 我想早点回酒店了 改天吧 她说着就想起身 但莫名身体有些软 高跟鞋刚一落地就要摔倒 白锦川一把扶住她 有些讶异 你怎么了 许愿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只是感觉很不正常 白锦川冷然地扫了眼 吧台上的酒杯 在录像里面忙着调酒的女人 你他妈 女人急忙给白锦川挤眉弄眼 然后又很低很低地声说 我这不也是为了帮小白耶宁吗 帮她 这就是帮她 白锦川正是恨不得现在冲进去 捏死这个小贱货 竟然把那套下三滥 用到许愿身上 她都后悔 就这么把她带来这酒吧 她冷冽的目光 透出要杀人的狠力 狠狠地瞪了女人一眼 拦腰一把将许愿抱起 简步向外 女人吓得心脏一颤 尴尬地眨了眨眼睛 难道她做错了 可是以前小白爷不也是经常这样吗 还是说这次这女人有些特别 许愿感觉全身好像被什么点燃 以偿难受 身体绵软无力 眼睁睁地看着白锦川抱着她上车 却无能为力 哇 她差不多也猜出来了 自己应该是被人下药了 白锦川一边开车去酒店 一边无奈地扯了扯领带 没事啊 真没事 等会我叫医生过来 别怕 不知道那女人到底给许愿下了多少量 但看这反应 好像也是个机会 先生米煮成熟饭 再给她取了 看许愿还能跑到哪去 这个念想一起 白锦川顿时豁山开朗 驾车速度也提升了一些 一口气 直接将车驶进了酒店停车场 抱着许愿上电梯 感受着怀中的柔软 还有那逐渐高涨的体温 红扑扑的面颊 白锦川忍不住红结轻动 慢慢俯下身 电梯不合时宜地抵达顶层 梯门打开 出气不意迎面飞来一脚 不禁打断了小白爷 一亲方泽的美梦 也精准地踹在他腹部上 整个人身体向后衰去 白锦川跌倒的一瞬 左站剑步月少 一把从他怀中将许愿抢了过来 许愿 左站换了他一声 第二十二集 许愿能听到有声喊自己 但他一时涣散 加上药物的攒动 使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缥缈 左站冷眸音质地紧了紧 转身抱着许愿进了房间 将他放在床上 在走出来时 白锦川也扶着疼痛的小腹爬了起来 走廊上白锦川看着他 左站 你他妈有病吧 你们离婚了 他和你没关系了 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滚 左站一把擒着他的手臂 往身后一拧 疼得白锦川直接抱村口 谁他妈给你的胆子 敢给他下药 白锦川才不会说他也不是故意的 已经到了这一步 又怒火攻心 脾气也上来了 对 老子就他妈给他下药怎么了 睡烦了 又他妈不是不负责 关你什么事啊 骨骼托就声 白锦川刺耳的叫声响撤走了 左站森然地怒火被吸 单手撤起白锦川的衣领 迫使他看向自己 竖起耳朵听清楚了 再他们很惦记许愿 白锦川 我直接废了你 不信就试试 左站再回到房间 刚推开我房门就愣住了 许愿难受地在床上翻了好几圈 衣衫被他扯得乱七八糟 白润的脸颊 泛着难以想象的潮红 本就是气质魅力俱佳的女人 此时更是妩媚到了一定程度 两人四目相对的刹那 左站只觉得大脑轰鸣 好像有什么东西 啪的一声断裂了 他情难紫禁地 猴急上下滚动 奴隶地深吸了口气 背对许愿拿着手机 拨了两个电话 挂断后 左站复杂地看着他 能认识我是谁吗 许愿当然认识 他只是被下药了 还没有彻底地丧失意识 只是他没力气 就连开口一出的嗓音 都微弱地支离破碎 娇 娇 娇哥 医生过了 要 要 女 女医生 外面传来距离的杂门声 左站起身 一把扯过薄背 将许愿包裹得严严实实 还觉得不妥 又抱着他换了个地方 等着我 说完便走了出去 房门刚打开 外面十几个人蜂拥冲进来 都是身材魁梧的标形大汉 而走在最后的 就是白锦川 他捂着左肩 不断地轻柔着 但明显脱臼的关节 已经正位了 视线群寻意到 里侧内道紧闭的房门 约目估计着 许愿应该在里面 白锦川转回身 一脸冷然 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只要个你把他还给我 你和我动手那事 就两清了 做梦 左站毫无惧色 白锦川 耻笑出声 满意地轻点了点头 当着左站的面 拿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 几秒的忙音后 电话接起 白锦川直到 爷爷 这么晚了 没惊动您吧 记得您之前 和我爸妈都催我 早点谈个恋爱结婚 好给咱们老白家 传宗接待 现在呢 我有喜欢的女人了 白德山这边 多少有些云里雾里的感觉 但还是凭着本能反应 那是好事呀 是好事呀 但偏偏那个姓左的孙子 非要和我抢 爷爷 这样个药不废了他 我他妈就不姓白 过后您见到左爷爷 就说我对不住他老人家了 也不等白德山在说什么 白锦川就挂了电话 手机刚往旁边一声 这边左站一脚早已踹来 白锦川又一次没防备 被直接踹到地上 叫他妈谁孙子呢 左站居高连下 周身力气倾现 这一个眼神就把周围那些魁梧的保镖 下得一阵 硬生是没感动 白锦川刚要爬起来 被左站扯起一脸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听不懂人话 可就别怪我 他话一落 刚要抡起的拳头 竟被白锦川一把拦住 那强大的气力 着实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毕竟两人世家对等 从小熟到泰拳的练习 这打起架来 哪个能是吃醋的 这话正是我想说的 左站 接下来就看看 谁能走出这个门 白锦川向来守此 今天下药虽然并非他本意 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他也不能便宜地别人 两人没彻底动手 房门又被人从外面撞开 浩浩荡荡的 少说也有二三十人 只闯进来的十几个 都是青衣色的保镖 一进来都纷纷朝着左站俯身 左上 白锦川明白了 这一小子是有准备的 他冷冽一笑 真不会是左站呢 他们都太清楚彼此的性子了 所以刚刚左站一进来 就先打电话 让助理安排人手 坐以待毙不是他的性子 白锦川 这是我的地盘 跑来这里撒野 你配吗 左市在地市的生意往来 仅次于帝都 这也是为什么他飞来这边 许愿航不过分的原因 左站懒得再和白锦川废话 实现一地 这边的二三十人 和那边的十多人打了起来 酒店经理和服务生们 也跑了过来 焦急地看着这两拨人 等警方一来 更是将这场混乱 推到了至高点 一切凌乱中 白锦川拨开众人 直奔我方 推开门 空空如也 他愣住了 再回眸 就前混乱的人群中 一个高大的身影抱着个人 大不留心 静置而去 那一刻 白锦川只觉得 一股血气涌上了咽喉 当被警方人员 按在原地 他更加奇迹 为什么不找姓左的 他刚跑了 左先生是举报者 也是受害者 你涉嫌对他妻子下药 还聚重闹事 先跟我们回去 接受调查 白锦川气得都要骂娘了 作战这个混蛋 这个时候 又说是他妻子 真好意思 别墅 闻心的火房 温度狂升 从将许愿带来 探数房门的那一刻起 左战心底像是被什么燎原了 某种欲望 重浦思绪 幻化而来的 只有最原始的悸动 他抱着许愿 扯开他身上的束缚 将他按在墙上索稳 许愿一心能辨认 但药物的控制 浑身软软的 根本无法反抗 极度彻底淹没了 左战的理智 他脑海里 只有一个念想 白锦川 竟然敢觊觎许愿 还想动他 凭什么 这个想法 在左战的脑海中 来回跌倒 其他一切的一切 都被抛之云外 一把将许愿扔到床上 从艰难抗拒 到寒暢淋漓 左战慢慢找回思绪 他弹手扶了下河 注意着从始至终 一生没坑的许愿 肘眉 抚身时 捏起他的下巴 这药 是你自己愿意喝的 还是 身下的人还没有回 就被他粗暴的动作吞噬 许愿是什么样的人 他再清楚不过 从小就在这个圈子里长大 什么声色场所没见过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没听说过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会更加刻意小心 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女孩子 但是 他竟然被吓药了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他放松了警惕 只是因为那个人是白锦川 一想到这里 左战心里那团无处安放的烈焰 再度燃烧 他冷笑 反正都是要背上 谁上不一样呢 是吧 许愿 你还真是颠覆我对你的认知啊 许愿是 接近中午 左战率先醒过来 先动了动 感觉怀中有什么暖暖的 稍微沉思了下 昨晚的一切 全部涌现在眼前 他眸色微动 情先开被子 果然 许愿蜷缩着身子 被他紧搂在怀里 左战深吸的口气 第一次 自己床上多了个人 他动了动 被压马的胳膊 稍微回忆了下 昨晚是有些冲动 但 为什么会有一种 熟悉的感觉呢 可能是 想多了 他挪身轻拍了拍 怀里的人 是 话还没说完 左战就感觉到不对劲 许愿身上 温度很高 明显是在发烧 左战皱了皱眉 先是洗漱换了身衣服 又找出了一套 自己的睡衣 给他换上 刚联系助理 叫个医生 助理的电话 就先打来了 左上 对不起 小白爷一早带人 就跑来找我 我死活都没肯交代 您的地址 但 但我第二脑 被他拿走了 也就是说 这边地址 肯定暴露了 左战抬手 揉着眉心 雨官看了看 昏迷中的许愿 拿着电话吩咐 安排最近的航班 对 最近的 他带着许愿 开车直奔机场 碰巧有一个航班 直飞帝都 左战抱着许愿 过于安检时 后方就传来 白锦穿咆哮的怒吼 左战 从昨晚到刚刚 白锦穿 只是咽不下 被打了这口气 更不能让左战 诚心如意 就好像回到了曾经 左战擅长格斗 他也必须要学泰拳 一定不能输给他 叫个劲而已 但现在 白锦穿 带人赶来 远远地就看到 左战怀中抱着的女人 那一瞬间 初衷就全变了 他无法接受 左战对学院做了什么 那是他一直 视若珍宝的女人 是神圣的 是不容任何人 亵渎的 白锦穿一想到这里 那怒火就像是 被焚烧了似的 沉慕欲练 左战 你个混蛋 你对他做了什么 他为什么还不行 你 他一边质问 一边就往这边冲 安检人员的拦阻 都奈何不了 最后几个保安跑来 才勉强控制住白锦穿 白锦穿盯着 左战走远的背影 姓左的 你他妈真碰了他 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这辈子都不会 左战 冲耳不闻 抱着许愿登机 许愿一直在昏迷 温度越来越高 两个多小时的航班 已落地 睡晨已经待人等待了 上车时 左战给墨渊 打了个电话 阿渊 帮我处理一下白锦穿 什么 墨渊正在公司办公 听着这话 就感觉出了不妙 这么多年了 左战和白锦穿关系不合 这是众人皆知的 但是一直都没有过分的撕破脸 除了两家有大家族称着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墨渊 墨渊分别是这两位最好的兄弟 二十多年的交情 就和和氏老式的 总是能够想办法缓解平息 稳住两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穿子有时候就像个疯子似的 你知道他干什么呀 左战低谋 看着枕在自己腿上的容颜 简而言之 总之先别问那么多 当我亲你个人请 过后再说 说完挂了电话 他思量下 让司机改道回左宅 同时对瑞辰说 司校领安排谢人 把白锦穿这几年 在沿海那边的公司 大的小的都算上 全部查一遍 先让墨渊拖点时间 再好好收拾下那条疯狗 豪宅 家里没佣人 只有保姆定期来打扫 因为左战不喜欢外人 经常出入自己家 他将许愿放在主卧 瑞辰找来女私人医生 给他做了检查 出来时连连摇头 行医这么多年 这纵欲的过后是什么 医生最清楚不过了 只是这位是左少啊 他有所顾忌 只能说 只是感冒发烧 但是最好半个月内 不要再兴防 左战感觉到脸颊一阵微热 没什么好脸色的 给医生开了张支票 让他离开 晚上九点多 许愿高烧退了一些 人也慢慢地醒了过来 第一感觉就是不舒服 身体哪哪都不舒服 头疼得要裂开 嗓子也很干 短暂的几秒 许愿视线慢慢清朗 有关昨天的一幕幕呈现 他好像是和左站坐了 不对 准确来说是左站强行 但不管是怎么解释 那下药的人是白锦川 一想到这个名字 许愿当即怒火攻心 直接要起身 却被手臂扎着的吊针束缚 而转瞬间 过防门被推开 男人长腿大步 临近时长臂按着他的肩膀 先躺着 第二十三集 左站将许愿放平躺好 替他整理了下吊针 目光透过眼睛片 有些沉也有些深 想喝水吗 端水递给他 看他喝了半杯 左站再将水杯挪走 还有些烧 再睡会儿 楼下有吃的 我去拿 不过虚余 男人在回来时 手里端了个托盘 有米中和两样小菜 你先自己吃 我还有点没冒完 左站在床上 支了个小桌 放下饭菜 许愿没什么反应 左站并不是近视 只是在办公室 偶尔才戴眼镜 刚才没摘 就看出 他确实是在忙 药在桌上 吃完饭记得吃 她的嗓音一贯清淡 听不出任何的异样 但许愿就总觉得 有哪里不太对 迎着她的背影 到底还是开了口 那个 昨晚 我和你 左站脚步顿竹 转过身的目光悠尘 坐了 怎么了 许愿愿愿了 从她冷峻的面容上 似是读出一丝什么 但又有些不太确定 随之 她用补了剧 证实了许愿的 这份疑惑 难道不正常吗 她心里咯噔一下 什么正常 怎么 和我做不正常 难道在你意识里 和白锦川做了 才算正常 左站冷笑着 伸手摘下鼻梁上的眼镜 扔在桌上 信步走向他 居高临下的眸光浅密 拒绝和左氏合作 转而跑去跟白氏合作 明知白锦川对你不安好心 还和他去喝酒 还是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被下药一说 只是你和他在玩情调啊 许愿感觉到身体的每一处 都在不受控制的颤 他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无法想象 他竟说这种话 说话 左站伸手端起他的下巴 只一瞬 他的手就被许愿一把扶开 你让我说什么 左站 昨天那种情况 不管是你 还是白锦川 你们对我做任何事 都是不正常的吧 他本想认为 这个人是左站 做了就做了吧 但没想到 他竟然能够歪曲 说到这些话来生自己 做这种事 是两人有感情 你情我愿的前提下进行的 别人下药 不等于是你随意妄为的理由 随意妄为 左站 左站重复着四耳的字音 重新扶着他的脸颊 顺凭他不愿 也匆符地将他扯到近处 逼迫性让他看向自己 所以 你想说 昨晚是我强上了你 是吗 最起码 昨晚他不是心甘情愿的 左站只觉得 许愿的目光刺眼 手上力气更紧 对 我就是强上了 又能怎样 别忘了 我是你前夫 你和我发生这种事 也是天经地义的 许愿绳就不可思议 前夫 不是丈夫 是过去事 不是信任 有什么关系呢 左站放开他 好看的俊颜 样起一抹笑 坏坏的 也贫贫的 难道说 你和我之间 从未发生关系 这种话 别人会信吗 而且 好歹你我还是前夫前妻 换成白锦川哪 你算他什么 情人 床伴 还是一夜 他没说下去 因为许愿脸色 已经不对了 但许愿大脑 实在是浑恶 身体也不佳 出事没精力和他争执 便强忍着情绪 左站 我不想和你撑 先到此为止 我要回家了 回家让你那个年轻的小医生 照顾你吗 左站高档的身形拦在床边 根本不让他有机会离开 许愿一抬眸 就又迎上他漆黑的寒眸 我现在才发现 你是身边一天离了男人 就受不了了 他以前怎么就忽略了呢 是从什么时候起 许愿身边一个又一个的男人 层出不穷 许愿狐立地闭上眼睛 随便你说什么吧 我现在要回家了 他扯开手臂上的吊针 刚想起身 就被推回床堂 左站身体前倾 单膝屈膝撑着床檐 想走 也得等烧退了再走 他可不会对生病的人至之不理 尤其这个人 还已经是他的女人了 左站扯过薄被盖住许愿的身子 看着她的动作许愿满心黯然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就当酒后乱性那样 不计较这件事了 不行吗 他了解左站的性子 也是真的不想再因此 在他与李梦瑶之间 滋生是非 但令许愿没想到的 左站默得一顿 都成年人了 就当是酒后乱性 这句话为什么有点熟悉 她令人的眼神急速紧缩 抬眸看向许愿 目光幽暗 复杂 许愿以为她又会说什么 但事实上 左站只是正愣了住几秒 便一言没发地出了房间 她有一个错觉 还不太好解释 左站回书房坐了会儿 到底还是没忍住拨通了水晨的电话 白锦川那边 查得怎么样了 左总 我已经安排好人了 正在查呢 这几年 白锦川一直在沿海各市做生意 负责的项目太多了 彻底查起来 没那么容易 左站也明白 只让尽快 然后断了下右眼 再查一下那个叫苏伊莫的 还有 许愿身边那个秘书叫什么来着 左站见过两次 每次都觉得那个人 有点碍眼 她想了几秒 消遂 查一下这两个人 电话那边 瑞琛迟一下 感觉老板有奇怪 但也不禁说 左总 有关苏伊莫 不用查了 我现在就能告诉你 她 二楼主卧 许愿没什么心情在吃东西 喝了半杯水 费劲地找到自己的包包 拿出手机 里面有很多未接电话和信息 有林副总的 消罪和助理的 还有寄放的 信息是苏伊莫发来的 说家里有点事 要回去一段时间 之后就是一些 关心叮嘱的话语了 许愿也没多想 逐一回电话 到林副总时 听她说 许总 上次您让我找西眼 您还记得吧 她确实对离京湾 相不感兴趣 下周来帝都 托我和您约个时间 您看 西眼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具体还要多清楚一下 许愿想了想 下周二吧 挂了林副总的电话 几方的电话正好打进来 你去地市怎么没带消罪啊 之前为什么没接我电话 远远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和我说 她苦涩一笑 看来以后出门 还真是得带着消罪了 不然总发生特殊情况 也不太好啊 没事 就是有点着凉 多睡了会儿 几方那边明显有点不屑 沉默片刻才说 我回S室了 这边我要处理一些事情 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远远 听话 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消罪 有任何特别情况 马上联系我 还有 苏伊莫我带走了 你那边再安排个医生吧 要按时吃药 照顾好自己 许愿一愣 你为什么要带苏伊莫走 还有 她觉得这次寄放回了S室 好像不是因为那边公司 寄放能猜出她的疑惑 也不想再隐瞒了 你知道苏伊莫的真实身份吗 什么 许愿呼吸猛的一致 握着手机的手轻微作颤 当年父母的网骨 就像是他心头的一块禁忌 反正我这次回S室 就是处理这件事的 放心交给我 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让廖下 血债血倉 寄放笃定 一通电话 就让许愿如坠将 所有的思绪 都被拉回到十四年前 那个飘雪的一天 遍布的鲜红 这时她压抑在心底 最深的阴影 没有人知道 她有多迫切 希望替父母昭雪 将仇人绳之以法 但沉寂了十几年 没有证据 唯一的目击证人 当年因为年幼而无法上庭 正眼也被抹去 她怎么都无法相信 那个温润如玉 眉清目秀的苏继墨 竟然是当年那个孩子 她为什么要更鸣接近自己 又为什么十个月前 那样费心地救她 好多疑问 一时涌入脑海 迫切地想要弄清楚答案 着急地猛地起身 大脑一阵晕血 而浑身的酸痛 更是让她举步威艰 她不得不又走了下来 拿手机给萧最发信息 让她来接自己 之后又给简言打了个电话 电话一遍没接 隔了一会儿 简言又打了过来 我刚开会着 怎么了 许愿深吸了口气 阿爷 有件事情我要问你 不管真相如何 我都希望 你能跟我说实话 有关苏绿墨 她 真的是你的表弟吗 简言那边停了几秒 随后才说 是亲的呀 她是我小姨的孩子 怎么说呢 我小姨离婚了 她们母子相依为命 后来小姨得病去世了 我妈就把她接过来抚养 我记得 她十岁以前是随父姓的 但具体叫什么 我给忘了 她不怎么提 我也没问过 怎么了 许愿扶着额头 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 她可以相信 简言应该是没有骗她的 稍微想想 简言确实有个表弟 好多年前聊天的时候 就说过几次 而简言母姓那边 也确实姓松 所以 这一切是巧合 还是偶然 又或者 到底怎么了 是我表弟做了什么吗 那你别帮瞒着 我马上就回国了 我来收拾她 许愿随便敷衍两句 便接受通话 现在看来 问题基本上都在苏伊莫身上了 她注意到手机上有消息 点开是消罪发来的 许总 您在哪里 许愿一时被问蒙了 她这才反应过来 换顾整个房间 格局不止 好像不是左宅 也不是左家老宅 那 这是哪里 她编了条信息 你定位手机后吧 还没等发出 我房门就被推开 左站从外面走进来 俊言忧沉 一言不发 一过来就拿走她的手机 东部等许愿开口 便顺势她的体温 还有一些烧 她扫了眼那边 异口未冻的饭菜 眉心收紧 扯过她的输液管 将手中的注射器 缓缓推入 许愿许愿意 这什么药 退烧的 先睡觉 许愿抿着唇 深呼吸 我已经让秘书来接我了 左站没反应 只是拿起她的手机 很容易就给密码解锁了 给萧醉回了句 不用接了 闪口关机 全城都在许愿的注射下进行 而她 有心阻拦 但身体爆样 也不知道 左站注射了什么样 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 没多久就睡了 左站将她放平 掖了下被子 将输液瓶 换了带营养剂 调慢了一些 再回到书房时 她手机正好嗡嗡坐下 看着屏幕上的显示 左站唇盘围攻 接了 左站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脑子有问题吧 你喜欢许愿吗 你从来不喜欢她 还和我抢什么 白锦川愤懵的声音 隔空席卷 她联系不上许愿 又找不到人 都急坏了 我知道 你是喜欢和我对着干事吧 但许愿她是人 不是一个物品 远不能 别把咱们俩的这些 破识巧合进来 你到底把她藏哪了 把她交出来 然后你想要什么 直说 封关奖项 我都给你 行了吧 左站冷笑着 眼底慢慢泛出细血的深寒 你这是向我服软了 第二十四集 左站冷笑着 眼底慢慢泛出细血的深寒 你这是向我服软了 白锦川那边憋得差不多 要问候她祖宗十八代了 但是她现在更迫切地想要知道血缘的下落 担心左站这疯子真会伤到她 所以强压着脾气 字音从牙缝里挤出 对 那你这是服软的态度吗 白锦川真的要骂人了 但她还是忍着 你想怎么样 如果这是当面的话 我真想看看小白爷下跪 是个什么画面 白锦川咬牙 姓左的 别太过分了 你很清楚 挖我们一起了 大不了于事区分 我捞不到好 你也同样 那你就试试吧 左站挂了电话 她没想到 白锦川对许愿竟然能这么上心 但这份执着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她貌似觉得有点意思 许愿一直反反复复地发烧 退烧 到最后 好不容易清醒了一些 许愿松了口气 努力废致地拿过手机 一开机她就愣住了 因为已经是周一了 信号是早上六点多 周一有庭审 她又作为证人出席 辅足李梦瑶 绝对会在左市律师的 巧设如簧下 成功脱罪 她慌忙得不敢再耽误 也顾不上换什么衣服 就着这身睡衣裹上大衣 拿着包包静直向外 但卧房都没等踏出 就迎来了左站 许愿后退两步 皱眉 我该回去了 她量了量许愿体分 确定真的退烧了才到 等会我送你 她松了口气 但偏偏这时 左站的手机响了 那边传了熟悉的女声 阿湛 我的那个案子 今天就要开庭了 左站下意识地看了许愿一眼 对电话说 嗯 你说下去 律师已经尽力了 这段时间你也帮了我很多 但是 有一件事和我根本没什么关系 但许愿非要再赃给我 你也知道 我们姐妹俩关系意志不合 律师说 只要她不作为证人出席 就没多大问题了 所以 李梦瑶不能开口提张百尘一事 幸好左站已经忘记的那段事 不然就真棘手了 左站稍微想想 好像律师之前和她提过一句 你的意思是 因为你们姐妹不合 她才这么做的 对啊 如果真是我做的 那正人又怎么只有她一个呢 是吧 貌色也能解释得通 左站了然 好 我不会让她上庭 你让律师安心 一句话就像一道晴天霹雳 猛地劈在许愿心上 左站挂了电话 再落向许愿的目光 漆黑如墨 似凝着千丝万绪 抱歉 我不能让你走了 许愿笑了 苦涩 精俏 茫然 也讽刺 莫名的 她只觉得眼前这人 前所未有的陌生 都不需要询问 或者调查一下案件缘由 李梦瑶只是一个电话 一句 我们姐妹素来不合 就成了她果断的理由 她该赞叹 她的情深义重呢 还是嘲讽许愿 吃傻瞎眼这么多年 许愿越小 也觉得可笑 左站 我看你不是丢了一点技 你是丢了整个脑子 许愿的谋中 内思哀疗 让左站心底不禁颤了下 但 省就深吸了口气 具体原因 过后我会想查 但是今天 你真的不能上庭 不可能 她直言回绝 你想怎么样 监禁我 左站 你太小瞧我了 她平时对左站隐忍 让她真以为 她是没脾气 好欺负了 左站面这唇 轻而易举地拦住她的挣扎 挪身时 打开充体 从中拿出了什么 许愿是反抗的 但无论从身高 还是力气 都比不过这个男人 她刚想在做什么 疏打脖颈上 像是被什么刺重 一疼一凉 好像有什么药 也注入了体内 她都没来得及 做出反应 之前还僵硬借位的身体 顺时 绵软柔柔 你 昏迷时 她看到的 还是左站面无表情的侧验 许愿醒来时 已经是晚上了 她慢慢只起身 确定身上睡衣完整 也没有什么 其他不舒服的感觉 余光再扫了眼窗外的夜幕 煞时 心凉地结成了冰 左站还在卧房里 坐在沙发上 怀中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身侧堆了几份文件 见到床上这边有动静 就抬起头 在许愿昏睡的这一天时间里 她反复看了李孟瑶涉嫌的案件资料 注意到了十月前的 顾凶骇人 以及死亡者张柏辰 所以 她此时看向许愿的目光 很沉也很深 许愿早就注意到她 但无暇理会 静止起身 穿上大衣 张柏辰 你那个秘书 是司机最佳肇事导致的 和顾凶伤人 几乎扯不上什么关系 许愿目光一沉 穿衣服的动作却不听 她可以很明确地告诉这个男人 司机改口 证人换词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她左侍的功劳 这也是为什么 律师一再强调 注意停审时 她必须要以证人的身份 道庭的原因 但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她一个失去几个月的记忆 又是对李孟瑶偏听偏信的人 许愿现在连看都不想再看到她 你确定这不是你对她有意见 才这么做的 左站右眼 同时已开腿上的电脑 许愿仍就不言语 拿了包包就向外 左站也起了身 许愿 好好谈谈 可以吗 许愿停下脚步 慢慢转过身 脸色漠然 猝不及防地朝她踢了一脚 以前为了左站多接触 左站练柔道 练琴拿的时候 她也常跟着 虽不是很精通 但多少也是会的 就算此时体力没有彻底恢复 但这一脚也足够她受的 一瞬 左站疼得脸色一白 下意识地攻身 这是你对我用药 耽误我上庭的惩罚 许愿没什么表情 朝着她攻下的身形 又狠力地补了一脚 同时趁其不畏 两手扯过她肩膀 一个过肩摔 这是你不禁允许 强迫我的代价 左站 你好自为之吧 话落 许愿没再看她一眼 轻拍了拍手 脉步向外 别说外 萧嘴一见许愿出来 就急忙从 劳斯莱斯的车内下来 快不过去 许总 其实她早就来了 但寄放不在本市 她实在是不敢贸然 得罪作战 也只能是在这里等着 一路上 许愿的心情都很差 简直是糟糕到了极点 一开手机 张柏晨妻子的电话 就打了过来 许总啊 我和儿子的嫌妆 还算是可以的 这都要多谢您 但关于柏晨的那个案子呀 李梦瑶背后有左家 今天庭审结果 您也看到了 这件事 就算了吧 不能再让您为了我们 和左家起冲突了 真的 算了 那边 中年女神哽咽的声音 听得许愿心里 像是针扎似的 别提多难受了 挂了电话 她马上拨给律师 准备材料 神速 一审不行 那就二审 这已经不是张柏晨一条人命的事了 李梦瑶还害死了他的孩子 这两笔血债 不让他血肠 又怎么可能 回到家时 郑乔管家和他请假 他准许的同时 也算是把其他保姆打发了 家里人来人往的 他不适应 之前要不善于寄放 他才不会留这么多保姆佣人的 许愿上楼先泡了个澡 然后去书房处理工作 一忙就忙到后半夜 也没什么睡意 就起了瓶红酒 端着高脚杯 在走廊里随意漫步 走着走着 突然楼上传来哒哒的高跟鞋声 许愿一惊 戒备地扔下酒杯 随手抽了根高尔夫球杆 循着声音 一步一步上楼 三楼阳光房 房门大唱 落地窗打开 冷空气溢满了房间 吹风的人忍不住直打冷战 而房内占了个人 因为没开灯 只能是借着黎明的天际 依稀能辨认是个女人 许愿往里走了几步 随着女神转过身 她才认清 竟是李梦瑶 一时间 许愿就扔掉了手中的球杆 冷然地中美 你怎么进来的 李梦瑶一笑 阿战以前和我说过 你常用的几个密码 许愿心声不耐 却又听她说 许愿 我知道 阿战能保护我一时 不能保护我一辈子 我也知道 方方面面 我都斗不过你 我还知道 你现在容忍我 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左战 以及我与你同父异母的这个关系 李梦瑶从第一次见许愿那时起 就明白了 她永远都比不过这个女神 不管是能力 事业 还是感情 所以呢 许愿紧没 所以啊 李梦瑶 许愿不向后退了退 我想彻底打败你 只有牺牲自己了 别怪我 谁让我们都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呢 许愿冷闪 还想反驳的话都没等说出口 就眼睁睁地看着李梦瑶 在她的视线里 翻身跃出了窗户 身体撞击地面的声音 一切发生得太快 许愿不仅没有反应的时间 也没有拦阻的可能 她脑海里只剩下李梦瑶的那一句 我想彻底打败你 只有心生自己了 哦 原来是这样 许愿回过神来 是淡漠的 甚至整颗心毫无波澜 对于李梦瑶 她掏钱掏力养了十四年 而得到的不是包含感激的亲情 换来的只是处心积虑 颠倒黑白 乃至不断地坑她 害她 甚至夺走她骨肉 这样万恩负义的白眼狼 别说是现在自愿跳楼 就算是再做出什么其他的 许愿都不会动手 毕竟又不是她让的 从三楼坠下 楼下都是水泥地面 李梦瑶倒在地上时 还没有彻底地失去意识 剧烈的疼痛和周遭慢慢渗出的鲜红 死房正在向她逼近 在她痛苦地生不熟此时 许愿万条斯里下楼回了房间 先是冲了澡 吹干长发 从衣柜里选了套衣服 穿戴整齐后 一边化妆 一边使播四个电话 第一个是救护车 第二个是报警 第三个是律师 第四个是致电公关部经理 随时准备出动危机公关 之后 随着外面警笛的轰鸣声 许愿披着长款大衣 提着包包 漫步踏出别墅 李梦瑶被送进医院 抢救手术时 许愿去了警局 负责此案的是值班的刑警 毕竟可能涉及到人命 警方很重视 但负责的人员 可以说接触过无数嫌疑人犯罪者 但从未像今晚这样震惊 他完完全全被许愿的气势 震住了 对方优雅 冷静 高贵又出遍不惊 静默地坐在审讯室内 全程是淡然的 但面对所有询问也只回了一句 我律师没到之前 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请尽量 医院 左战士接到电话后才赶到他 他到时 李梦瑶早已经被推进手术室 而郭凤兰哭得像个泪人 整个走廊都回荡着他轻力的哭声 左上 左上 这都是许愿害的 梦瑶不可能轻生 也不可能有自杀的念头 他今年刚刚二十八岁啊 他还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怎么可能会选择死呢 都是许愿 你要把梦瑶 逃回宫道啊 让许愿偿命啊 左上 当年梦瑶可是救过你啊 他不惜自己给你输了那么多的血 如果没有他 你走就死了 你可不能不管啊 郭凤兰哭得哽咽 死命抓住左战不放 甚至扑通一笑跪在了地上 左战当即眉心一拧 下意识地将郭凤兰拽起来 同时也注意到他脸上的亲子 阿姨 你脸上的伤 是怎么回事 这个 郭凤兰有些知乎 努力地控制着情绪 又说 是我欠了仗 他们打的 但是我今天才知道 是季芳给我下的套 季芳是许愿家的人 肯定是许愿在背后指使的 这个恶毒的女人呢 现在 郭凤兰恨死了许愿 恨不得现在就冲到她面前 手刃钉吃蟹饭 第25集 左战 很成功 但病人因大量失血 和脑部供养不足 可能 左战 谋先一礼 可能什么 可能很难再醒过来了 也就是说 李孟瑶将成为职务人 刹那间 郭凤兰过于激动 直接昏厥了过去 左战 长臂扶助她 在教育医生和护士 她又交代院长 让给予最好的医疗照顾 转而示意瑞辰 跟自己来 两人 一前一后 静止下楼 出了医院 比开人群 左战 书的脚步一顿 转身时 长臂一把精准地 扣上瑞辰的衣领 将人狠立地 直抵进墙角 压抑已久地字音 砸着愤懑的情愫 你和我说实话 我忘记的那三个月里 到底发生过什么 她总觉得有蹊跷 这是从她十月前 那次昏迷后 就有感觉的 不管是面对李孟瑶 还是面对爷爷 以及父母 乃至莫冤 承还那些兄弟们 她都觉得不对劲 这些人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隐瞒她一样 但具体是什么 不管她怎么上 睡尘调查 都一无所获 猜疑这个东西 就像是一个种子 一旦直竖心底 时间催化 很快就能生根发芽 所以 她不顾董事会的劝阻 不顾兄弟们的反对 甚至不顾爷爷和父母的怨言 执意和许氏毁约 商业竞争 情吞许氏 终于 许悦回来了 而她心底的遗团 不仅没有解开 反而还越演越烈 包括现在 她愤怀想要弄清楚 到底是什么 能让许悦和李孟瑶之间 恶化成这样 睡尘的眼底惊诧 一善而逝 取而代之的泰然 吐出多年的职业送养 请退退避凉伤的眼镜 左总 我和您说过很多次了 那三个月 您一个月是在昏迷中 另外两个月 是和李孟瑶在度假的 这是李孟瑶当初编造的谎言 睡尘不能触破 这件事太大 左家老爷自早已经一再叮嘱 他不能违背 外家 现在李孟瑶已经成了植物人 就算他揭穿 也无法对证 左总 我跟您十来年了 您应该相信我 睡尘再度重申 左站闭了闭眼睛 不耐的一把手里放开了他 睡尘快速整理了下西装 愁愁下右手 不过 我能以人格做担保 许总 他不是坏人 睡尘不是一个忘本的人 当初他大学毕业 能获子工作 就是许愿力鉴的 这份恩 他一直记得 左站到西的口冷气 脸色仍旧不好看 去查 所有的都给我查清楚 越快越好 是 警局这边 律师是早就赶过来的 坐下了解案情 各种交涉用了很长时间 中途学喝了两杯咖啡 也用手机处理了一些工作 接近中午时 他实在是倦了 旁边这两方的言谈 他也听密了 才缓了缓情绪 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 递了过去 这是我宅里的监控 我是否有杀人嫌疑 你们一看便知 他的别墅 除了主卧之外 任何地方 都有24小时全天监控 所以李梦瑶 牺牲自我的栽赃 在他这里 根本无效 东西放下 许愿便起了身 整理一下衣服 拿着包包 在众人金额复杂的目光中 潇洒而去 出来时 一抬眸 就看到有人在等他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阳光熟和地 打在男人的身上 仿佛那张英起的轮廓 一一闪着光 帅得让人挪不开谋 许愿紧了下眉 是一消嘴先走 好歹说句话呀 白锦川迫不及待 许愿无力扯船 走过去时 自然是绕到了副驾驶 白锦川连忙开车门 照顾他上车 车子慢慢驶入了主干道 白锦川还时不时地看向他 细致观察着他的神色 心情不好 不会吧 那点小案子 不幸能难倒你 他是打死都不会怀疑 许愿能谋害别人的 就算真的是他做的 他也能不惜一切 保他平安 笑一个呗 你笑起来时 可好看了呢 他继续说着 见许愿也不理睬 便又说 那饿了吧 已经中午了 想吃什么 他叨叨了好半天 许愿也慢慢有了开口的意愿 只是说话前 先从包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递给他 白锦川 另一只手拿过 好奇地翻开 他一证 这是白氏刚竞争下来的项目 但竞标的资料内容 居然外泄了 如果这份文件上交 那白氏刚竞争下的那个大项目 会被彻查 变成废标 再度竞标时 白氏将会丧失资格 还有白氏的骨架 以及他往里头的钱 白锦川俊颜瞬息万变 拿着那份文件的手指 也不由地收紧 许愿 你这是 现在 纠缠我一个指令 和一些运作了 白锦川思绪轰的震动 下一秒 急上车声响起 滑浮天静 是因为下药那事吗 学院抬手拢了下长发 看都没看白锦川一眼 一手拿过文件 当着他的面 将文件撕了 扔在一侧 这次 算是一个警告 白锦川 你是莫渊的好哥们 也多少和许氏有点合作 所以 我尊敬你 撑你一声小白眼 同事朋友 就是你和我之间的关系 把你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用到我身上 我会让整个白氏 来替你荒谬的行为 付出代价 许愿冷着脸推开车门 下车时 又不忘补了剧 哦 到时候 就算是你爷爷亲自出面 也保不了你了 白锦川 胡措的深吸口气 毫不犹豫地追下车 可我喜欢你 下药那件事 对不起 我道歉 但我喜欢你 我不想和你做什么同事 朋友 我要你做我的女人 许愿里没礼 静默地往前走 小醉驾车一直跟着他们 见状 自然地下车绕过他 打开后车门 白锦川快步挽住许愿的手 看到许愿见朗的目光时 急忙放手 喜欢你追求你 这是没错的 你不能拒绝我 我又 又没做太过分的事 是吧 他越说 声越想 但是认真的 当年追她 是一十年有冲动 可时隔几年 她还是忘不了许愿 听说她离婚了 激动了几天 听说许愿回国了 她恨不得 马上飞回来找她 实话实说 我不喜欢你 许愿知道 这句话有点伤人 所以又补了句 我现在情绪也不好 先走了 小白爷 白锦川心里 有点不识滋味 但还是没敢再拦她 只是望着她 上车的身影又道 我哪里不好吗 为什么不喜欢我 左站有的 我都有 而且我对你 还能更好 更温柔 最后看着 绝尘而去的车影 白锦川咬牙 狠踢了自己两脚 他就不信了 自己这辈子 就真心真意这一次 还追不到她了 回到玉锦园 一进客厅 许愿就嗅到空气中 浓烈的烟草味 随之看到沙发上 坐着的左站 那张棱角分明的俊颜 此刻阴得漆黑 听到脚步声排起谋 眼底的栗色一目了然 许愿先醋眉 沉了口气 在男人出生之前 从包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 和U盘 一并扔到面前的茶几上 顾凤兰 一共欠了五千多万的赌债 后又欠了一千万左右 其中 只有三千万 是和季芳有点关系的 当她找我借钱时 我秘书 连钱带后 已经给了她三千万了 我也私下里告诉过季芳 让她别做得太过 言外之意 郭凤兰的幕后寨主 并非只有季芳一人 她现在不管是被逼债 还是被打被骂 乃至可能出现 一系列的恶劣情况 都不是季芳所为 也不是许愿受益的 这是许愿一早 就命人调查清楚的 还有 季芳这段时间不在这里 她和这件事无关 你别找她麻烦 许愿声色拒定 幽盘里是我这栋宅子 所有监控备份 李梦瑶的事 也和我无关 话落 她则身指着门口 现在 你 出去 桌上的这些东西 左上连看都没看 浓眸望着她 冷烈的唇颜死笑非笑 她挑了下眉 准备得很充分啊 许愿此刻最不想 最不愿的 就是听到她说任何话 因为不管哪一句 哪个字 对她而言就像一把刀 出心又扎肺 这些调查 日辰早已经和她说过了 左上并不好奇 她轻身靠着沙发 手指无意地轻敲着扶手 但是事发时 你是什么时候联系救护车的 小小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 是错过了第一抢救时间 这是谁造成的 左上眉起眼睛 是你 许愿 是你间接一手 把她害成了这样 许愿只觉得眼前发黑 一阵阵员与内心的剧透 搅得她胸腔鲜血淋漓 却还是要用极大的毅力 强挺着维持面容 那左上就报警吧 看看警方能否给我定个罪名 再判个几年 左站猛然站起 高大的身形 威压的笼罩过来时 低朗的声线也一字一顿 许愿 许愿神色没变 甚至轻挑了下眉 那眼神 那唇边的浅笑 仿佛挑衅 刺得左站 思绪忙得俱然 你 他紧握得单手抡起 许愿没躲没闪 连眼皮都没动一下 左站全头擦着他的脸颊 掠骨发丝 重重击在他侧方的墙壁上 沉闷的声响 夹出皮肉破裂的烟红 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到底都是你的姐姐啊 低沉的声音 质问的吭敲 许愿笑了 那样冷 那样苦 也那样无力 在左少的眼里 我应该怎么样 李梦瑶擅闯别墅 选择坠楼 以此栽造 难道他还要傻傻地跑去拦阻 再焦急担忧地根据音乐慰问 当初 李梦瑶残忍地夺走他的孩子 还要指他于死地时 怎么没有报警叫救护呢 许愿 许愿 认识这么多年 看来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的心 既能带动 他后面的话没说下去 就被突如前来的一道男生打断 左站 玄关门没关 沐渊及时闯进来 一扫眼前之势 当即就感觉自己这一套来对了 他上前一把还住左站的肩膀 将人硬生生地拉拽到一旁 左站 我告诉你 今天不管你要说什么 做什么 都到此为止啊 不然以后 有你后悔的 他们虽然是好兄弟 但毕竟是涉及到私人感情 莫渊是不想也不会掺和的 但这次不同 第一 许愿也是他发小 第二 他清楚知道 那三个月大概发生了什么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他虽然不能戳破那些 但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左站犯魂 左站思绪一致 刚动唇 话没道口 又被声音强些 姓左大 你他妈是个精神病 白锦川暴怒的堤吼 游远极近 一将踹开玄关门 冲进来 静止扯住左站衣领 轮起就是一拳 你他妈背后调查我 快从几年前的破项目找尸 干背后堤吻我 莫冤懵了 听这话 左站做了什么 你想玩是吧 好 老子奉陪到底 这么多年做生意 你他妈走时就能干净 白锦川奋动当逃 杨拳又朝着左站砸了下去 左站一个翻身 就将白锦川推开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白锦川气得肺都要爆炸了 但是真没想到 左站竟然背后给他来这一手 火猫三掌地扑过去 三两下 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第二十七集 莫冤忙过去拦着 却被无辜地打了几拳 他没辙了 转头一脸求助地看向许愿 而许愿 全程看都没看这两人 只冲莫冤客气地点下头 提着包包转身而出 这里太闹心 他一刻一秒都不想再多待 庭院内 他上车时 警车已及时抵达 白锦川因为沿海那边的旧项目 涉嫌集资等被依法带走 临离开时 愤懒地吐了几口血水 狠狠地瞪了眼左站 姓左达 你他妈给小爷等着 这事要这么晚了 以后我他妈跟你姓 警车离开时 许愿也开车走了 左站一身凌冽工整的西装 此刻也皱巴巴的 冉写的单手拿了烟 按火机的手有些颤 莫怨胡奈地吸口气 拿过火机给他点了烟 顺便自己也点了纸 左站啊 你是不是真疯了 不管怎样 也不能这么整白锦川呀 谁人不知 帝都三打名门 左白雪 前两家背景超级雄厚 最后一家才是盖天 用这样的方式 只能置白锦川一时 而过后 白雪反击 左室又岂能逃脱干系 左站一言不发 眼底酝酿风暴 闷闷地叼着烟 莫怨也知道 问不出什么来了 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 又道 你和川子的事 你们自己解决 但说句实话 李梦瑶真不是什么 手游的灯 少师不管具体如何 都不能怪许愿 话点到了 莫怨也就不管了 你自己好好掂量下吧 说完 他就开车走了 左站在原地站了很久 有尘的视线 在某个方向一扫而过 音质的眼底 见此沉淀 医院 家户病房 各种检测仪器运作 左站全身消毒后 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静默地看着 病床上的李梦瑶 此刻的他 在无往日刁蛮任性 也没有撒娇的柔弱 有的只是冗长的昏迷 左站眉心紧促 事实地伸出手 却在触碰到他的一瞬 又停止住了 瑶瑶 不管这件事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答应过你的 也一定会办到 快点醒来吧 看着他离开 郭凤兰不眠心里比移他的凉薄 好歹自己的女儿跟了他一场 到头来就这么一句话 算怎么回事 他暂停手中的录音 本想着他能说出什么山盟海事 想着循环播放给女儿听 唉 相同的时间 许氏私人飞机 直飞抵S式 下机时 已经是一日的清晨了 许愿先去了酒店 顾不上休息 换了身衣服就出去了 刚下楼 大厅内 十几位西装革履的身 早已公后 北手的人一见他 就俯身汗手 恭敬地换了身 许总 三爷让我们来接您的 这人是寄放这边公司的副手 许愿步伐不停 上车后才演 只会三爷一声 我要见苏毅墨 奢昂精致的鼻术 许愿没有见到苏毅墨 只是见到等他多时的寄放 他风尘扑扑 像是刚从某处赶回来 先将遗落文件地给他 但许愿过目的间隙 他才到处空喝了几口茶 苏毅墨你见不见 已经不重要了 他失忆了 许愿坐下后 修长的双腿焦点 准确来说 是失去了十岁以前 所有记忆 许愿一愣 看着手中各种化验检查单 这些都是十多年的旧病例 纸业发黄泛咒 上面白纸黑字 内容和许愿说得竭尽相同 干爹和干妈出事时 他刚八岁 作为廖东兴的小儿子 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一直不被重视 出了这时候 又不知怎么被洗血了记忆 这才放任他离开廖家的 可是 许愿质疑 失忆了的话 苏毅墨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他身边 难道是巧合 偶然 记忆猜到他的心事 忙到 我用了些手段 也测试过他 都没有什么破绽 但我还是觉得可疑 而这件事 廖家那边还不知道呢 所以 我想用他 做点文章 许愿沉默 父母遇害已经过去十四年了 他无数次出钱出力 派人寻找当年唯一的证人 但怎么也没想到 他竟然会更名感性 还就在自己身边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都很诡异 蹊跷 光做文章还不够 廖家那边迟早会折腾 苏毅墨在你手上 与其放任他们发掘 不如我们先发之人 放手去做吧 许愿深吸着口气又补充 但别太过分了 你懂吧 就是别闹出人命 别见血 就算让廖东兴血这血肠 也要用合法的手段 寄放灿然的一笑 放心交给我吧 许愿点了下头 但多少还是有些忧心 不过 S室是寄放的主场 和廖家公开为敌 即使出面 许氏为支撑和辅助 是最好的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许愿昼夜奔波 多少些累了 寄放催着她上楼休息又说 既然都来了 过两天我陪你去医院 再检查一下吧 许愿身形明显一顿 但也没表现出什么 只N了一声就上了楼 半梦半醒时 许愿被电话惊扰 一看是林副总打来的 这才想起今天是周二 她让林副总约洗眼见面的 险些将这事给忘了 许愿匆忙和林副总解释了一下 让任代位转达歉意 并将见面时间改期 她难得来了一趟S室 好好休息了两天 四处转了转 回地东时 还是被寄放软磨硬泡的 拉去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当天就出来了 许愿去换了病号符 去办公室时 隔着门玻璃 看到寄放脸上的阴沉和凝重 十几个医生站在一旁 神情也不太好看 她进来后 寄放尽可能地脸着情绪 化解氛围 医生们也在寄放的目光示意下 只说了一些大面的话 许愿听了很久 看着窗外的夕阳 眯起了眼睛 我就问一个问题 希望你们能 如实回答 我还需要 再做几次手术 她自己病情究竟如何 从每日服用的药物上 就能心有体会 这是瞒不住她的 有着显赫盛名的医生 一时是真不敢说 但在许愿威延的目光注视下 只能硬着通平 具体次数 我们也说不好 只能说您现在的病情还算稳定 但癌细胞也有扩散迹象 所以 二次手术也是必须的 许愿中眉 那是不是我往后余生 就要这样一次又一次 反反复复地 接受手术 药物 以及化疗 医生虽不愿如此直言患者 但事实就是事实 但许总 你也别灰心 只要好好治疗 还是有希望的 最长的心力 也已经活了四十五年了 但许愿身体特殊 患有先天宁血障碍 外加之前就已经确诊为晚期 一旦癌细胞扩散 许愿明白了 了斩地点了下头 起身便离出了办公室 激发慌忙地拉起外套追了出去 许愿 真的还有希望 便 他打断笑了笑 方哥 上我一个人待会儿 许愿下楼 一个人驾车漫无目的地在街区行驶穿梭 过完年底的生日 他才满二十六岁 这不长不短的人生里 他一直是父母长辈眼中的好孩子 公司员工心理的好老板 大众事业内的成功企业家 可谓方方面面 他都吻心无愧 包括对待李梦瑶一事上 或许 左站质问的也对 他确实是叫救护之间延后了 但 他是真的不甘心的 那个他拼死也想保住的孩子 凭什么被李梦瑶那样残忍地剥夺 他没有想过让李梦瑶血债血肠 只是想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难道这也错了吗 或许真错了 所以老天才和他开了这么大的玩笑 手术或许能成功 就像之前那一次 但排斥期呢 稍微一次出现排斥 那他就注定无法踏出ICU 手术台也将变成了停尸台 曾经苦熬打拼的工作 无穷无尽的金钱 全是地位 又都有什么用 他思绪混乱 才知道开了多久的车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直到听到后面的警笛声 感觉是在追他 才靠边停了车 好像是在连夜闯红灯闹的 处理罚单时 季芬芬的车也到了 许愿 她走过来抱住了许愿 没事啊 我来处理 你先上车 季芬留下处理 许愿坐在车里 歪头 倚着车窗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等季芬处理完上了车时 她还是心不在焉 直到坐在太室餐厅 季芬包开一块块咖喱屑 放在她碗中时 才稍稍地回过身 许愿换来服务生 要了瓶酒 先喝了两杯 第三杯时 就被季芬拦下了 她却柔然一笑 没事的 不开季芬的手 又饮了半杯红酒 许愿放下杯子 轻叹了口气 方哥 别担心 我想开了 既然余生已不长 又何必再拘泥 明天和死亡 她不知道哪个会先来 就直接眼前 好好活一把 去看看美景 去享受下美食 再去找一个人 好好的谈场恋爱 及时行动 急放动唇 还想说的话 被许愿的手机铃声打断 是简言打来的 两人聊到了什么 许愿欣然就硬了下来 挂断电话 她说 阿盐回国前 打算度个假 我和她一起 地都那边暂时没事 这边 方哥 就全交给你了 行 好好放松 休息一下吧 急放硬着 但看着她忧臣的目光 还是有些不放心 七上八下的 总好像有什么事情 发生似的 两天后 许愿转机到了指定的海港 和简言相聚 两人一年都没见 便有说不完的话要聊 度假地点 选在了一个小岛上 这里距离地都近 环境也很美 许愿在这里玩了十多天 每天都和简言在四处逛逛 自得其乐 坐在堂椅内 享受着阳光的沐浴 许愿盖着遮阳帽 困倦来袭时 被简言叫醒 想潜水吗 许愿思量着 推开了遮阳帽 视线一扫热闹的海滩 便说 你去潜水吧 我要去冲浪 也行 这话说完 简言就迟疑了 等一下 你要冲浪 万一出意外呢 简言知道 许愿患有先天性 凝血障碍 所以从小到大 不仅要谨小慎微 就连出行时 随身必备凝血眉 她可是许氏独苗 金贵着呢 绝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许愿被她眼中的 担忧动笑了 揉了揉简言的脸颊 我注意点就好了 她支走简言 慢悠悠地揉了揉脖颈 起身时一时没注意 身上盖着的丝纸披肩滑落 将婀娜的曲线 和久制的身材尽现 配着白色的比基尼 性感到超乎想象 她的身材是极好的 常年健身和饮食的控制 没有丝毫坠肉 就连小腹上 也有着女性向往的马甲线 一瓶移动间 就引来不少人的关注 也有男性上来搭讪 但许愿都微微一笑 礼貌地拒绝 却忽略了远处露台内 一道视线 循着她如影随形 钟浪玩得很好 几个小时里 许愿都沉浸其中 直到实在是累了 碰巧简言在岸边喊她 这才进行而归 晚饭后 两人去了酒店附近的小酒吧 酒宝也算是熟食了 设情的招呼后就端上两杯鸡尾酒 简言和她碰下了杯 小戳着 说真的 你这次怎么了 以前我千呼万唤 你都放不下日理万计的工作 现在是你良心发现了 还是 许愿都要被她逗笑了 拿了个坚果放到嘴里 就当是我良心发现吧 以后多陪陪你 真的 简言惊喜 两人正聊着 忽然注意到有人来 定睛一看 是一个很帅气的男人 高大气长的身材 搭配着一身休闲T恤 五官立体 鼻挺 有些许的欧美噱头 方便请小姐喝一杯酒吧 男人开了口 慈性的嗓音更透蛊惑 第二十七集 方便请小姐喝一杯酒吧 男人开了口 慈性的嗓音更透蛊惑 许愿没反应过来 简言却替她作答 嗯 她方便的 说完又冲许愿挤了下眼睛 牙逼声 这趟旅行 要是能有这样的艳遇 也算没白来 好好珍惜 然后简言就端着自己的鸡尾酒 急忙闪人了 许愿一时无措 但男人身世优雅 轻车熟路地 让酒宝调了杯酒 递给许愿 有幸认识 小姐 很漂亮 她大方地对男人 柔然一笑 谢谢 方便认识像吗 我很喜欢你 男人直言 这 许愿拉轻了声音 看向酒宝 选了瓶昂贵的酒 推倒男人进前 有点抱歉了 但谢谢你的酒 划落 赶紧将之前的那杯酒 一饮而尽 男人某地划过失落 但也没有多流浓 只是礼貌的一笑 愿小姐 有个美好的假期 晚安 晚安 许愿从她身旁撤离 拉着远处还在观望的简言 静止出了酒吧 拒绝了 拒绝了 不会吧 多帅啊 这气质 这身材 这容貌 拿点笔 没让简言说下去 许愿就捂住了她的嘴 我没兴趣 准确说来 是没兴趣 用这样的方式 开启一段恋情 虽然 她倒是有点憧憬 能有一份爱情的 但 简言冲她撇撇嘴 懒得和你说 反正明天我们就走了 你呀 就继续守着那棵歪脖子树 等着吊死吧 两人夺不回酒店 远远的 就发现出事故了 煮糟都是死散逃避的身裙 而酒店大楼 从顶层开始失火 汹涌的伙势 迅猛到超乎想象 场面混淆 乱成了一锅粥 许愿在人群中穿梭 想找人询问下 这一栋酒店是许氏名下的 若出事 她子无旁诞 但人群涌动中 她竟然遇到了瑞臣 许总 您怎么在这里 瑞臣见她也吃了一惊 但明显 现状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她又忙说道 事实生机突然坠毁 但左总在里面 许愿诧然一正 你说什么 左总今天晚上才到这里 要来实地考察个项目的 但突然接个电话 说 水尘吞吐了一下 声音放低 说李小姐那边好像情况有变 左总着急走 这个时间了 根本没有船了 她就亲自驾驶直升机 但不知道怎么弄的 突然出了事故 许愿听明白了 左站这是为了李孟瑶 连命都不要了 等救援吧 她当机立断 此时 也有酒店的负责人和经理 在人群中找到了许愿 慌忙跑过来 许总 酒店内的客人 基本已经撤离了 小岛上的救援队 就几个人 也不是专业的 要等地都的救援队 最少 也要半个小时才能抵达 水晨看了看 顶层的火势情况 从经理手中接过平板 一番操作后 射杆检测 只有零星几个人影 像是正在往外逃离 而往上滑动 顶层附近 层次叠加之中 有一个热感应 左总还在直升机里 水晨焦急 直升机就是最大的火源 如果不马上救出左总 怕是 胡须她是因为说甚何话 许愿已经拿手机 补了林副总电话 直接吩咐 出动许氏所有直升机 配合救援队 以最短的时间内 送他们过来 挂了电话 许愿慌忙在一兜里 翻找着什么 简言似是识破她的举动 一把拦住 许愿 你是疯了吗 没听懂吗 左战是为了李孟瑶才这样的 死不死都是她 自作自受 你凭什么救她 何况你是救援队吗 你又没受过训练 你只是一个女人 你 许愿嘶吼不听 也没让简言再说下去 掌握到宁血眉 就放弃了 拨开锦旁起身 边向大搂走边说 谁也别跟着我 望着疏散群众 尽量减少人员伤亡 简言冲过去蓝塔 却被许愿推开 阿言 我虽不是救援队 但我了解她的身体情况 而且 她不能让左战就这么死了 她舍不得 许愿冷沉的脸上 没有一丝的慌乱 但只有她心里知道 自己有多害怕 小时候被绑架 几乎几天几夜 关在黑房子里 被歹徒打得 皮开肉战时 公司经营 面临几十亿漏洞时 就连自己 踏上手术台时 她都没有这样害怕过 她知道 难关是可以扛过去的 前提只要还活着 她完全不敢想象 如果左战真出事了 她会怎么办 余生已经不长 她不想在自己 还活着的时候 眼睁睁看着她入黄泉 只因那个人是左战 是她一直以来 心心念念最爱的人 大楼不算高 但火势迅猛 浓烟滚滚 电梯无法运行 许愿只能爬楼梯 弥漫的浓烟 抢得她激进昏厥 依稀寻见了 坠损的直升机 机身旁然 而一出的机油 随着大火的骤燃 味道出奇的刺鼻 许愿神色里然 这种情况下 直升机爆炸是迟早的 左战 她顾不上任何 冲去了驾驶舱 直升机内 明显有两个人 但都受了伤 昏迷不醒 隔着舱门 许愿四处找了找 许愿快不大步小石头 猛烈撞击机窗 巨大的响声 将驾驶机舱内的驾驶员唤醒 稍微缓了缓 驾驶员先解开安全带 用最大的力气撞开舱门 许愿搀扶着她下来 你 这里 可能要爆炸了 你快走 下楼 有救援队 驾驶员受了伤 身体摇摇不稳 但生命攸关 此刻也顾不上那么多 听从地往楼梯方向挪动 许愿挤身机舱 看着后座内昏迷不醒的男人 来不及检查她的伤情 使劲摇了摇 左站 左站 见她没什么反应 许愿挪身去后座 舱门思被什么卡住 她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撞不开 只能先解开左站的安全带 然后扯着她的衣领 努力往外拖 建筑物发出破裂的声音 还有那浓烈的机油味道 仿佛都像是死神的宣告 更令许愿心乱数码 建筑一发时 身体强劲的爆发力 往往是出乎想象 她硬生生将左站拖拽出数米 这边喷人暴战 强打了冲击波 将她整个人撞到了墙面 喷的一声 天旋地转 已经不是一个藤子可以形容的了 许愿只觉得大脑晕眩 浑浑噩噩中还试图挣扎起身 但体力是真的支撑不住 再次醒来时 是在医院了 许愿动了动身 剧烈地疼头上她止息 而剑烈也急忙拦着她 不让她乱动 我的祖宗 姑奶奶 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你身上刮伤特别多 还有点脑震荡 现在感觉怎么样 恶心吗 难受吗 剑烈的眼里 又掩饰不住的交集 许愿摇摇头 还好 还好 剑烈真不想说 要不是救援队及时抵达 她此时就已经抱着那棵歪薄树 双双被烧成焦炭了 还有 她此刻的脸色 明显失血过多 惨白的别提有多糟糕了 剑烈无奈 端水过来为她喝了半杯 就听许愿问 她呢 她怎么样了 没死 剑烈冷冷的 还不忘心疼地瞪她一眼 有你这位活菩萨在 她能怎么样 许愿一直高悬的心 终于放下 闭上眼睛 你本来就是稀有血行 还有宁血障碍 你知道送你过来时 医生怎么抢救的吗 结果你牺牲这么大 那个傅星还一醒来 不问问是谁救的他 第一时间联系 询问李孟瑶的情况 什么东西啊 许愿抿着苍白的唇 剑烈还在数落着 喋喋不休 她性子就是这样 见不得许愿吃亏受苦 特别护短 此时不是碎嘴 就是过于心疼罢了 啊 阿爷 我们 我们走吧 许愿开了口 剑烈愣愣了下 回帝都 许愿伤得不算太重 只是本身无法凝血 所以有点麻烦 当天搭乘着许氏的私人飞机 回了帝都 他还有伤 不适合一个人住 而简烟刚回国 还在休假阶段 便扛起了照顾他的责战 直接拉着许愿 进了自己家 简烟父母搬回老家定居 他在这边有套公寓 不算大 但很精致 经过他打扫 也很温馨 许愿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 每天 小嘴把文件合同送过来 他在家办公 简烟尽职尽责 将他照顾的别提多好了 而这期间 左站一个电话 一条信息都没有 冷淡得比陌生人还陌生 简烟不止一次的嗤之以鼻 什么东西啊 你说说什么玩意儿 就算你就一只小猫小狗 还知道摇尾报恩呢 连点人情味都没有 很多难听字眼 都从简烟嘴里一股脑的道出 许愿都听习惯了 完全充而不问 但不管表面上做得再充足 内心里怎么可能一点不痛 不过 疼痛这种东西 适应了也就习惯了 许愿身上的刮伤 好的都差不多了 接到电话 外公外婆要回来了 她盲目的放下手边事仪 亲自去了机场 抵达时就遇到了左站 舒适不见 她帅气依旧 只是冷峻的轮廓上 眼底有些清黑 像是宿醉未行 或是休息不好 左臂打着石膏和固定 来接人的 她开了口 淡淡的话音 也染不出什么温度 许愿点点头 嗯 外公外婆来了 你呢 来接诗奇 她点点头 验诗奇是左站小姨子的孩子 她的小表弟 四世也没什么客套话要讲 空气都变得有些尴尬 幸好外公外婆航班很准时 远远的随着人群 许愿就看到了二老 愿愿 外婆唤出声 慈爱的脸上晾满了笑 许愿忙走过去 和外公外婆分别拥抱 就别重逢 有很多话要说 聊了一会儿 在下外时 她没在注意左站 也没多想 继续陪着二老出去 萧嘴将行李一一放进后备箱 照顾着两位老人上车 一行人就驶离了机场 一路上 许愿陪着老人们聊天 车内气氛极好 也就忽略了萧嘴凝重和焦虑的脸色 直到她开口 许总 车失控了 萧嘴边说边踩刹车 但不管怎样都无济于事 许愿只能使当机立断马上报警 同时尽可能地安抚外公外婆 车门已被锁死 无法撼动 而车速越来越快 急速便到 闯过红灯 直奔着盘上公路方向 那边路段车辆较少 而路况险耀 事故高发 说按照这个持续飙升的车速 那必定车毁人亡 许愿际的大脑思绪错乱 此时 她的手机也响了 她无心打电话 但手机响个没完 更加恼心 她本想挂断 但慌乱中竟然按了接听 许愿姐 你司机怎么开车那么快 刚都闯红灯了 电话是艳师奇打来的 许愿焦急地咬着下唇 我这边出点事 先不 外公 她声音急速逆转 眼睁睁看到外公 突然身子一歪 脸色煞白 外公患有心脏病 这样超高的车速 她根本承受不了 外公 外公 许愿慌乱如麻 忙扔掉手机 在外公身上寻找 外婆 药呢 药 外婆也慌了 找了半天 终于从外公衣兜里拿出药 许愿倒出几粒 就着消自递过来的矿泉水 给外公喂了下去 但 水洒了大半 也不知道 药到底咽没咽下去 突然 有车子驶来 许愿惊诧地 透过车窗 就见一辆汉马 从后方以超高的速度驶来 与此同时 汉马后方的还有一辆大机 第28集 汉马与许愿的车并肩起驱时 尽可能用车身管送过来 将许愿这台车 避向路边围栏 而大机在后方辅佐 紧贴着车尾 三台车的速度都极快 想要逼停 根本做不到 眼看前方就是转弯路 汉马加快车速 一跃前行 猛然一进击转弯 精准的车技 将车稳稳正对着 许愿这台车 有着后方车子的配合 两台车一迁一后 前后夹击 许愿这一台车 直接车翻了出去 车窗被砸碎 左站就着座位上的石膏 胡乱地将破碎的玻璃扫干净 外公 怎么了 他敏锐的一眼就发现 外公脸色不对劲 忙伸手搀扶 将外公从车内拖出 同时 萧醉也砸碎了 这根车窗 先将外婆送出去 再扶着许愿出去 自己最后勉强爬出 救护车还未抵达 左站二话不说 直接围起外公 静止上了那辆汉马 我先送外公去医院 许愿 你照顾外婆 他扔下一句话 开车就走了 许愿确定外婆没受伤后 就直奔那辆 已经翻车的大金 车门已经被 艳势齐一脚踹开 许愿过去搭手 拉他出来 医院 许愿赶过来时 脉宫已经被送进了 抢救室 左站一脸疲惫地 依着墙壁 明显刚刚一路而来 此刻还有些气息不稳 脉婆激动得 早已泪如雨下 许愿安抚了一路都无用 此刻更是担心 她老人家身体 先送去病房 上护士做检查了 萧嘴和艳势齐都受了些伤 纷纷也都去处理伤口了 硕大的走廊里 此刻只剩下他们两人 许愿很累 也惊魂未定 紊乱的脸上 一片苍白 左站绕到他近旁 请拍拍他的肩膀 外公不会有事的 我已经让瑞辰 联系心脏权威过来了 等等看情况 做全面会诊 谢谢 许愿有些哽咽 此时此刻 除了谢谢两个字 她真是不知道 在说些什么了 危险来临那一刻 她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但车上还有外公和外婆 这是她世上 唯一最在乎的人 她是真的害怕 在那千军一放 她最焦急 最绝望 最需要的是 这个男人的出现 救了他们四个人 这么多年 唯有这一次 左站深深地 给予她内心 最强烈的震撼 左站服过她脸上的泪水 惊叹了口气 谢什么 你之前不也救了我吗 左站浓谋深沉 好像忍了很多情愫 但许愿此时沉浸在她 带来的震撼和激动中 无暇其他 只是努力吸了吸鼻子 那也要谢谢你 而这 真的 谢谢 她无力地扯了下唇 有意想斩臂抱我许愿 但莫名的 双臂就像是被施了魔法 抬不起来 外公经过抢救已经无恙 但还是要住院观察 外婆听闻此消息 就放了心 许愿要送她回去休息 但外婆去坚持留下 如此 许愿就在旁边陪着 中途警方过来寻问 她配合着做了笔录 事故蹊跷 已经立案调查 小嘴私下里也命人调查了一番 将得到的结果向许愿汇报 车子操作系统被入侵 确定是神违的 但能做到这种事 还能将她行踪如此掌握精细的 许愿心里已经有了嫌疑对象 小嘴看着她的脸色也说 几乎可以肯定 就是廖家那边做的 您看 许愿没说什么 只是领着小嘴回离一趟御警员 书房的隔间里 许愿亲自解锁高端保险箱 从中拿出一份大安袋 和一个特制的精密小仪器 你今天飞一趟S时 把这些东西亲自交给激方 他会知道该怎么做的 萧最谨慎地点点头 这些东西是许愿苦心收集的数年 足以能将廖家二儿子拉下水 并且送进监狱的有力证据 本意就留作不实之需 但现在看来已经到时候了 先给廖家一点颜色 如果他们再不知好歹 那么 心仇旧恨 可就要一并清算了 出力完这些 许愿又回了医院 已经是后半夜了 脉宫还没醒 他轻手轻脚地 给外婆夜了夜被子 出了病房 这是许氏投资的私人医院 整一层都是特高级病房 设施堪比五星级酒店 走廊空气 安静地真落可搬 他走了几步 忽然就疲惫地扶着墙 这一天发生的太多 让他太乏 也太累 仿佛只要这样站着 就能睡着 忽然有脚步声传来 许愿定神 直起身 看到走过来的夜诗琪 脸上有擦伤 额上贴着纱布 右臂还带着固定器 怎么没休息啊 他看着年轻的大男孩 伤怎么样了 还疼吗 夜诗琪望着他一笑 露出两排整齐的背齿 晃了晃右臂 都是小张 一点鼓励 不碍事 许愿欣慰 记得上次见夜诗琪时 刚十来岁 印象中就是一个孩子 现在见面 却已经长大成人了 白皙的轮廓温顺 帅气得分外扬眼 谢谢 他由衷地道谢 不敢当 这次的功劳 应该算我哥的 下集出来时 我哥看到有车跟着你们 就感觉不对劲 我给你打电话时 更确定了这一点 我哥当时想都没想 就直接 看到许愿眼底的深邃 想到他们之前离婚 担心自己那句又错了 急忙敞开 不过 许愿姐 我当时很帅吧 许愿点头 嗯 帅 特别帅 我都后悔 当时没人给拍下来了 还能发个朋友圈 炫炫呢 你不休息 又跑出来做什么 左站的声音 有远极近 却染满了厚重感 燕士奇一见他过来 还不等再说什么 就被左站按着后警 推回病房 关门时还叮嘱了一句 休息 睡觉 走廊里 再次只剩下了 他们两个人 左站转过身 拧着他脸上的倦态 二话没说 拉着他 就去了戈壁的病房 说是病房 其实 也是许愿专属的 僧人套房 冲我早就休息吧 外公这次是突发情况 而且这些年 你只保养得挺好 应该能恢复过来 别太担心了 许愿闭了闭眼睛 外公看着 平日里 身体挺硬朗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都忘了 他的心脏 他越说 声音越小 再联想到自己的身体 心底的哀凉 就像瞬间泛滥 幻化得像是一片汪洋 左站微紧了下眉 老人毕竟年纪大了 这次是意外 没事 会好的 许愿慢慢侧过身 紧静地看着她 她是有些看不懂 这个男人的 从小一起长大的是她 狠心绝情的也是她 一心守着别人 伤害她的也是她 而今天 从天而降 拼尽全力挽救自己的 还是她 如果说 在此之前 许愿还对她有所怨恨 那么 在这一天内 这一切的一切 都随着这起春火 烟消云散了 原来 深爱一个人久了 她稍微做出点神望 便会甘之如银 更何况 这还是救命之恩 左站望着她 一股从未有过的悸动 直击下腹 声声克制住 想要凑过去 闻许愿的冲动 而谋中满是讳目 好战 今天 谢谢你 休息吧 一句话后 左站忙静止而出 许愿让头靠上沙发 闭上眼睛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只是从这一世上 她愿意相信 当初孩子一世 绝非作战兽医 一个能猫着生命危险 救她的人 就绝非擅自谋害他人 转天 外公醒了 许愿和外婆喜出望外 简言也闻讯急忙赶来 陪着他们坐了很久 中途 即放打来的电话 询问整件事 许愿大概解释了一遍 又重申 让她不要一起用事 过后 她又收到了白锦川发来的消息 基本都是需很温暖的 她惯例还是没有回复 就当没看见 白锦川彻底被左站摆了一道 这段时间 前前后后两次被警方带走 数次被传唤 好像就是几年前 沿海经商时的一个旧项目 引发的问题 本来是不大 但有左侍在其中 行风作浪 加上白侍要顾及生育 所以 整件事私下里闹得很大 只是令许愿没想到的 白锦川下午进来了 风尘仆仆的 惯例的西装革履外 穿着长款大衣 黑色高领羊绒衫 将那整张白锡的轮廓 沉如之欲 而眼里的青色 也看出他这段时间 休息不好 他先探望了一下外公外婆 命神将他带来的 一箱箱稀有的心脏保健品送上 之后才拉着许愿去了走廊 这段时间我那边出事 也没顾得上你 有没有想我 他握着许愿的手 温热的掌心 扫去许愿手中的微凉 许愿想挪开 却被他估得更紧 别想又拒绝我 你跑出去度假 我就也想过去找你 但 一想到他现在被限制了出行 白锦川就一肚子的火 想直接就把左站弄死算了 刚想到这个人 这个人还就来了 左站从电梯这边移下来 就远远地看着这两个人 落向他们紧握的手时 视线犯出了音质 白锦川 你教训没吃够是吗 他一把将许愿扯过来 毫不控制力道 着实令许愿疼得直错美 左站 白锦川抡起拳头 就摔向左站 但没等落下 就被左站单手紧扣住 想动手可以 但是换个地方 滚他妈的 你算个什么东西 白锦川真是烦透他了 说说以前他们两人只是不对付 关系不合 那么这一次就等于彻底撕破脸了 白锦川稍一使劲就甩开他 左站左臂骨折 没彻底恢复 多少有些不灵火 被他这一推 高大的身形量腔下 许愿下意识 反手扶住他 视线露向白锦川 除了动手 还会什么 你这是 在帮他说话 白锦川讶意 眼底划过受伤一般的错恶 那神情 着实和霸道不羁的小白爷 形象不符 许愿心下凛然 不自然地急忙放开左站 你们慢慢谈吧 说完就进了病房 那天许愿也不清楚 左站和白锦川到底谈了什么 反正他晚些出来时 没见到这两个人 而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天里 他没有再见过左站 至于白锦川 官司缠身 继续反复地被警方扣押 白氏下属也有几家企业被扯查 事情闹得很大 沸沸扬扬的 白氏股价也跟着来回动荡 左氏这边也是受了不少牵连 虽没有太大损失 但圈内的人都清楚 这只是暴风雨袭来的前兆 白左两家 这回算是正面为敌了 事态频发之下 老爷子也亲自打来电话 我不管你到底抽得什么疯 但我和你白爷爷 几十年交情了 不能因为你就毁了 你亲自去白家解释吧 左站一言没发就挂断电话 再一次手机震动 扰乱左站的思讯 接过电话 他开车直奔医院 到五层时 踢门开合 毫无预兆的 许愿的身影闯入眼帘 他似也没想到会遇到左站 先是微震了下 后步入电梯 轻然一笑 左上 左站眉心拧紧 他注意到 许愿有些苍白的脸色 就连往事烟红的珠唇 此刻也白白的 毫无逊色 你怎么了 他开口时 就看到许愿不自然地 一直扶着左臂 胳膊怎么了 许愿明显一惊 下意识地放开 还晃了晃手臂 没事啊 就是这两天 有点着凉 刚下楼打了一针 真没事 他下楼不是打针 而是拆线 之前 只生机事故 救他时刮伤左臂 伤口愈合缓慢 左站探了下 他额头温度 确定不怎么热 才展开霉 外公差不多可以出院了 嗯 明天出院 没再说什么 细分似是有点尴 但幸好电梯运 但幸好电梯运行到指定楼层 许愿便适时地离开了 左站望着他的背影 眸光深了 第二十九集 电梯很快到了十七楼 特别是监控病房外 左站看到迎过来的郭凤兰 他怎么样了 之前 郭凤兰打电话说 李梦瑶情况有变 他这才赶来的 郭凤兰脸色一顿 喉咙就有些发紧 但还是说 梦瑶 心里都是你 左站 你多抽点时间来陪陪他 和他说说话 说不定 他就能快点醒来呢 是吧 所以 他什么情况都没有 对吗 左站听出了话外音 郭凤兰沉默了 也有些尴尬 他只是想 女儿快点醒来 平安无事 不得已才使得点手段 这次事 上次直升机事件时也是 左站脸色煞食就沉了 郭阿姨 我最后再说一遍 瑶瑶是自愿跳楼的 出事变成这样 与任何人无关 而我和他 也早就分手了 言外之意 现在左站能出钱出力 并安排最好的医生和护士 全天护理李孟瑶 只是出于朋友的身份和立场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郭凤兰震惊 看他要走 急忙追过去 你怎么能这样啊 孟瑶做这些 都是因为爱你呀 也是被许愿给逼的呀 左站 你不是答应过他 我答应他的 是别的事 不是感情 那是看在李孟瑶曾书写 救过他一命的份上 还有 这件事早就查清楚了 和许愿无关 如果再说类似的话 可就真别怪我不客气了 李孟瑶救过他一次 许愿上次也救过他一次 这都是事实 左站无法熟视无睹 郭凤兰只觉得一股寒气 遍布通体 周身发寒 以至于连话都说不出来 是他高估了左站 对李孟瑶的感情 一日 外公出院了 许愿推开守边宫时 全心全意地 陪着外公外婆 在老宅住了一周 确定外公真的是身体康复无恙了 才稍稍安心 而多时不来公司 累计的工作一大堆 他忙着处理同时 还有DIA这边的服装新品发布会 要提前弄一个晚宴 为发布会预设 当晚 许愿一手材质特制晚礼服 妆容精致 美到令人心惨 宾客云云 无不过来和他攀谈 借尽应酬 许愿周旋了几圈 有些心类 来不及休息 就又有神赢过来 是一位最近超火的大明星 长得极帅 粉丝无数 许愿的DIA 最近搞饮食投资 算是碰巧捧了他一把 许总 大明星用那张俊逸的面容 样出阳光般的笑容 许愿礼貌的微笑 和他碰杯饮了口酒 大明星情为俯身 在他耳边 低声辞性到天籁 许总哥方面条件都这么好 如果转行做艺人的话 不知道会有多火呢 说笑了 许愿还是很客气 敷衍着小绕开 一抬眸视线不偏不离 和作战冷沉如沫的黑眸 正面相撞 大明星寻着目光 瞥见左站 便忙时去地躲开了 许愿也是极快地缓和情绪 重新拿起酒杯走了过去 左绍 左站纹丝未动 一双邪魅漂亮的桃花眼里 此刻酝酿着风暴 沉沉地逆着他 两久 他唇叛息动 除了左绍 你还会叫别的吗 许愿嗅到他身上的酒味 皱眉 左总 感谢 没说完 手腕就被左站扣住 他挪走许愿的那杯酒 拉着他静止穿过身裙 一步去了外面 再嫌有神来往的走廊一脚 左站停下脚步 转瞬 许愿的后脑勺就被按住 男神汹涌地稳 劈头盖脸席卷 辗转之间 霸道又肆虐 像要将他就这样拆裹束缚 四周灯火通明 偶尔有神来往 隔壁大厅内喧嚣 就在这一遍嘲嚷间 男人所取得毫无章法 左 左站 你喝醉了 左站动作不停 鼓指他依旧 许愿不耐 很像是一把将他推开 再甩上一句 是不是李梦瑶现在无法满足他了 但这话 就像是娇黏在嗓子里 脑海中一幕幕都是 机场车祸时 他冒死相救 挽回了外公的生命 这个念想只要一滋生 就连手上挣扎的气力 都瞬间也吸了 所幸 左站此时也放开了他 而那沉淀的目光 忧深的 又和他刚刚的行径 截然不服 你真喝醉了 左站冷笑 他是喝了酒 但绝对达不到醉的地步 端起许愿的脸颊 左站脑中回荡着这一晚 许愿穿着这条 洁净透明式的礼服 在一群又一群男人中周转 手上气力莫名紧的紧 嘴角的笑意凉薄 去你那儿 还是我那儿 他一愣 什么 男人俯身凑在他耳边 声显压低 做我们该做的事 昨晚的一切荒唐 许愿强撑着酸痛的身体 靠在按摩浴缸里 脑中不堪回首的一幕又一幕 让他忍不住捧着鲜水 一便便拍在脸上 他可以确定 左站并没有喝醉 所以昨晚 他闭着眼睛 再强大的意志力 也无法淹没在脑中的混乱 抛去了一身的倦意 在更衣室换身衣服下楼时 已经是中午了 家里空空的 左站几点走的 他都没有注意过 一边接过消罪的电话 吩咐公司事宜 一边夺不去厨房 本想招点东西吃 却是注意到养生糊里温热的牛奶 家里没有安排佣人 只有保姆定期过来打扫和准备食材 所以这牛奶是 左沾设的 他估摸猜着 倒了一杯端取书房 心里失太多 他没打算去公司 开了电脑慢慢办公 但总是心虚不宁 越想越觉得别扭 他和左站 这算怎么回事 以前喝醉和他那次被下药 都可以理解 而且对方还是左站 发生了也就发生了 可这一次不同 他们都是清醒的 许愿很清楚 自己余生已经不长 所以才更想要真心眼下 享受生活 想要谈一场恋爱 享受一下被爱呵护的那种感觉 可以和心爱的人朝夕暮处 但这些 左站都不会给他的 他不爱他 也不喜欢他 这是用15年 他用鲜血验证出的事实 所以 不行 绝对不行 得马上及时止损 许愿手了手头 打定这个主意后 心里却没有松快多少 反而还像是 有什么东西在压覆着 沉得让他喘不过气 偏偏 这时手机响了 消嘴的声音传来 许总 左室那边派人送来了 两份相不转让书 需要您签字 我给您送过去吗 许愿飞正 想起之前 左站在飞机上提过的 要将两个 独立控股的项目 转给他 作为弥补前几个月 对许氏造成的损失 不用送了 许愿支着手 熟了熟眉心 你下午给祖氏送回去吧 公是公 私是私 于公 左站擅子大动作 侵吞许氏 确实造成了损失 但以项目弥补 未免太过简单了 拿许氏当什么了 于斯 抛开感情不谈 他们也算是发小 他不讲情意在先 凭什么让他再 落人口识之事 许愿向来恩怨分明 这点事 再拿不清 他就真的白指掌 许氏这么多年了 转天 DIA新品发布会 许愿忙了一整天 周末在家休息 周一再去公司 消罪就拿了几份文件进来 许总 这两份还是左市的项目转让 我过去送时 没见到左总 其他人也不敢收 好像是 左总那边有吩咐 许愿倾诉下眉 将文件推开 让林副总去送吧 好歹 许氏副总裁 又是商场内的老人 多少左仗该给面子了吧 他没想到 林副总当天就碰了一鼻子灰 许愿胡乃得倒吸冷气 下午忙完手边市 亲自驱车去了左市集团 一进总裁室 就见到了一脸倒霉相的燕诗奇 许愿姐 别走 你帮我说说话呗 我和他又发火了 燕诗奇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白皙俊逸的脸上 无辜的大眼睛诚恳 清楚的模样里 还透着几分撒娇的成分 许愿没辙的沈笑 还不能说话 左站已经走了过来 抄起茶几桌上 一若没装定的文件 直接朝着燕诗奇砸了过去 透出一副 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就你那个脑子 还做生意呢 继续回家啃老去吧 哥 燕诗奇 泱泱的 腹身一张一张的圈捡起来 递给许愿 你帮我看看 是不是一本万里的好项目 关键成本还低 我哥看都不看 就骂我 许愿疑惑 翻着看了看 将文件还了回去 诗奇啊 这个项目确实不错 但里面小问题特别多 尤其产权 还有点问题 你做的话 确实太勉强了 啊 燕诗奇惊诈 荒芒也低头翻了翻文件 恍然 哦 这样啊 左站用一种看待弱智的眼神瞪了他一眼 抽走他手里的文件 这个项目 左是可以做 但你不行 燕诗奇哑然 为什么呀 因为你没脑子 左站航部留情 他可不想一次又一次的白搭钱给这小子祸祸 燕诗奇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却耍赖式的扑向左站 哥 哥 我妈还让我跟着你 在公司实习呢 哥 项目不行 实习我也不要你 门在那边 出去吧 左站冷言 他还不了解这小子的性子 哪里是想实习 分明是想找个借口糊弄他小姨 继续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生活 燕诗奇被一再拒绝后 就眼巴巴的看向了许愿 姐 你帮我说两句呗 小时候就你和我哥最疼我了 姐姐 许愿都笑了 诗奇 如果你真想实习学点东西 以后好监管家业的话 那就去我那边吧 我可以找人带带你 燕诗奇二世出头 还是个孩子 而且小时候几次见面 像个小尾巴似的黏在他身后 许诗产业那么多 多个实习的也没什么不妥 左站明显谋色一沉 也不等他说话 燕诗奇就抢先赞买了许愿一番 快傻人了 诗奇不学无术 又没个正经 你不用看面子帮他 许愿一笑 没事的 左站轻紧着没看向他 你不会是来送那两个项目的吧 许愿点下头 正要从包里拿出文件 就听他说 别拿了 都说送你了 你不要就转手吧 只是款项在捐时 别再用左氏名了 上次送他个道 他就让人卖了 贷款以左氏名义捐了出去 许愿闽纯 可是 我许是也不缺这两个项目 左左 真的没有必要 有没有必要 不用你考虑 左站一步绕回办公桌 落座时 随手戴上薄矿眼镜 余光注意到许愿起身说 先别走 等我把这点处理完 和你一起 许愿一正 目光泛起质疑 左站低谋忙着 有一搭没一搭的 晚上想吃什么 许愿煎默了几秒 思来想后 感觉有必要 说清楚一些东西 便盲眼 左左 吃饭就不必了 你要是有事 就现在说吧 他说话时 还是将那两份项目书 留在了茶几桌上 也在话落时 左站手中 奥罗拉比一顿 笔身上的钻石 和窗外的夕阳交织 折射的光芒 隐晦了男人谋底的暗 是有事 但不是说的 他起了身 走向许愿 居高而下 而是坐的 许愿有些发焦 感觉耳边炸开的声响 红热雷鸣 他刚说了什么 左站齐长的身形 倾引着办公桌 一双好看的桃花凤膜 望着他一笑 先换个地方吧 他说着 关了电脑 捞过西装外套 拉着许愿的手 就走了出去 第三十集 左站驾车 带许愿去了海港 启用名下私人游艇 载着他环游帝都的夜景 甲板上的餐桌上 放着各式各样的家妖刺身 耳边是缓缓流淌的小踢琴曲 渐行渐远的两岸 是帝都和帝市的全景风貌 久易微醺 月色辽然 大海上一夜偏中 万家灯火 扑朔迷离 隔岸遥望 忽然就有种 一世而独立的特有风华 左站拿了条毯子 裹在许愿身上 单手扶着他细致的腰身 沿着那婀娜的曲线 慢慢地 慢慢地 青岛浓时 花正好 氛围的烘托和舒缓的音乐交融 让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而然 轻柔的曲调淹没了彼此的喘息 做完了 两人就这样盖着毛毯 静静地躺在靠椅里 仿佛远处那喧嚣的东西 都与他们横不相干 而此刻 他们只有彼此 谁也没说话 许愿感觉 酒精在体内 慢慢地挥发张疼 飘飘然的 大脑也不是很清醒 望着身侧男人 朗俊的侧颜 一时又觉得横不真切 难道 这就是 爱情的样子 他没有谈过恋爱 但此时此刻 他却感觉很舒服 很美妙 很常乎想象 如果这就是爱情 那也不错呀 冷吗 左站在他耳边轻男 许愿摇了摇头 却有些疲倦的 没什么精神 左站起身抱着他 回了内藏 又做了一次 最后 许愿精疲力剑 就连何时睡下的 都不知道 一时醒来时 他已经躺在 御锦园宽大的卧房里了 稍微动一动 酸痛到出乎想象 他勉强缓了十多分钟 才撑着一身的疲惫 爬起来 冲早时 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他一边接着电话 一边去更衣室换衣服 挂断了林副总的电话 化了个妆 下楼时竟然看到了左站 和昨晚截然不同 此刻的他早已经是 一身西装衣冠楚楚 坐在餐厨旁 翻看着报纸 余光见他过来 将热好的参汤推给他 刚送来的 趁热喝 许愿确实有些饿了 坐下喝了几口 脑中都是昨晚的事 有些走神 蠢蠢的小说话 竟然被他抢了些 我想过了 许愿一正 你指的什么 左站放下手中的报纸 借过他手中的汤匙 盛了些汤味到他嘴边 你啊 许愿愣愣的 几乎是硬生生的 由他喂了一口浓汤 以前呢 我确实只拿你当朋友 忽略了你也是个女人 所以 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瑶瑶的问题上 对你 话说的有点重 别往心里缺 他淡然的俊颜上 养出能让万户复苏的笑容 而眼底却仍是一片忧深 深不见底 左站又喂了他几口 直到许愿回过神来 从他手中接过汤匙 玫瑰绿地 一下又一下搅拌着汤碗 思绪不宁 只是 这样 差不多 男人端着杯喝了口咖啡 目光颇深 莫名的 许愿觉得心里有些多 左站终于能正视 他也是个女人 但 这也不是他最想要的 这两天 我要去趟地势 我们过后再聊 男人起身时 大手在他头顶上一揉 把汤趁热喝了 直到玄关传来关门声 许愿整颗心 还处于游离状态 久久互发回归 直觉告诉他不对劲 不管是左站的话语 还是态度 乃至发生的这几次 都不正常 但是事实上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心 已经鬼使神差地 随着左站的牵引 不受控制了 叶士奇来到他公司报到时 许愿将他拆遣去跑资产 但他似是不怎么有兴趣 一脸衰败地继续缠着他 姐 许愿姐 我 我想接受项目 想做点成绩 不然我爸 总说我赖泥福不上墙 我也想让隔光目相看 我 姐姐 姐姐 叶士奇虽顽固 但又没定性 但是在撒娇这方面 可谓是得心应手 他从小到大 就靠着这一手的本事 灵活地穿梭在他父母 和左站之间 此时更是粘上了许愿 这一句句解叫的 许愿心都乱了 无奈 你别在这儿乱叫 这是公司 叶士奇委屈地眨了眨眼睛 那许总 许总 让我做项目呗 许愿神兮了口气 你好歹也是堂堂燕家的独苗 外面一口一句燕小少爷的叫着 能不能有点男人样 整天这么撒娇放赖的 你 他都说不下去了 关键 深受不打笑脸人 掩饰其年纪小 还挂着左站表弟的关系 许愿看着他这副喜笑 颜开的俊颜 都后悔叫他来许氏实习 叶士奇不管这些 缠了许愿将近一天 许愿是真烦了 但许氏一个个项目 都是他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万一真让他弄出点事 那就得不偿失了 他突然想到 左侍送来的那两个项目 灵光一闪 就交给他去负责了 打发走了叶士奇 许愿也总算善儿 都能清静几天 直到简颜约他出去吃饭 两人边吃边聊 说着说着 简颜忽然说 哎 不考虑下你的终身大事 我感觉那位小白爷 就挺不错的 有钱有势 还长得帅 最关键的 你们两家门当户对啊 许愿沉默了 简颜和他有十多年的交情 俩人从同学到闺蜜 从第三方角度来看 许愿都是万里难挑一的 绝佳优秀的女人 所以能配得上她的 也应该是男人中 最好最优秀的 左侦就别考虑了 都成前夫了 换个人吧 许愿皱眉 可是 阿言 你口中的那位小白爷 可是花名在外啊 简颜怅然一惊 我的天啊 真的吗 我看这报纸新闻上 白锦川挺正常的呀 许愿苦笑 虽说他和白锦川交集不大 但是都在这个圈子里 这点是能瞒得住 所以 白锦川的追求 他也是直接可以无视的 简颜盲摇头否决 忘了我刚说的话 不行 这个不行 快 咱们换 两人吃完饭 时间还早 结伴去了一九四四 坐在八椅上 许愿随口点了瓶酒 酒名竟然和旁边 一人一口同声 一瞬间 两人都有些症 纷纷对视的长纳 庞侧男人 默然愣住 继而在俊逸的面容上 仰气且笑 这算是缘分吗 是之前度假小岛酒吧里 遇到的那位先生 许愿是记性很好 但同时 也是这位男人长得 实在是太出众了 无论何时何地 都无法让人降低 对他的存在感 又见面了 先生 许愿简笑 礼貌又客气 男人俊逸的轮廓上 笑容一荡 既然这么有缘 不如我们介绍一下彼此 我 这不是许总吗 好巧呀 有声音穿插进来 打断男人的话 是好巧 白锦川朝着他身边的男人 轻轻抬下巴 他谁呀 许愿意识有些不知 该怎么解释 白锦川的眼底 划过一丝韵色 长臂还住许愿的肩膀 动作过分轻易 他已经有主了 别惦记了 滚蛋 他最看不上这种仗势着 有几分颜值 就随便搭讪的男人了 本白锦川 脾气就不好 对旁人时更是不会收敛 先生 说话请注意 基本礼貌 男人紫音低 却满满的雌性 白锦川择了声 还要收的话 却被许愿打断 小白眼 就不打扰您喝酒了 我和朋友先走了 许愿说完 就拨开他的手 挽起了简言 并望着男人汗手一笑 转身向外 外面 夜风微寒 许愿紧了紧身上的外套 等着简言开车过来 后方 白锦川的俊言 又再次跃入眼帘 许愿 不管你怎么拒绝 我都会坚持到底的 因为我是真的喜欢你 喜欢 总的一个 他最不相信 也最没有抱期望的人身上 听到这两个字 许愿心里 还真是五味杂陈 你可能也听说过不少 关于我的风言风语 白锦川凝着他 谋嘴加深 但 怎么说呢 我这个人吧 从小到大身边 太多人喜欢我了 他们图我的钱 图我的权 图我的容貌 图这图那的 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喜欢 或者也有 但我从来没有等过这 也从来不懂什么 是真正的喜欢 直到遇到了你 白锦川是发自肺腑的 这段时间 他时常被警方带走 除了核实各种账目问题外 其他闲来无事 他就仔细地想了很多 遇到我 就真的懂了吗 许愿反问 迎着路边的霓虹 眯起了眼睛 小白爷 说句不好听的 当年你追我时 是因为你和左站不对付 而我 又是他身边 众多兄弟中 唯一的异性 我说对了吗 许愿的话语 柔柔软软 却像是晴空的霹雳 直击着白锦川的心脏 他也算是情场 游走这么多年了 这种好像被人 一把攥住心脏的感觉 生平第一次 一时间 像是丧失语言能力 一个步子 竟生生卡在了喉咙 道不出口 而现在呢 你回来了 看到我和左站离婚了 我披上了一个 他前妻的名头 又让你感觉很刺激 很新鲜 所以 你抱着差不多相同的心境 打着喜欢的旗号 做着追求的戏码 演绎着 和当初一样的游戏 许愿重新看向眼前 这个眉眼俊老的男人 笑了 小白眼 打败一个人的方法有很多 不一定 非要在女人身上 找存在感 如果这些话 让你心里不舒服了 我道歉 希望 不会影响到 许白两家日后的合作 已经很晚了 您早点休息 晚安 许愿再度回归一派泰然 客气后 这边检言也开车到了路边 他走过去上车 白锦川错厄的浑身僵硬 在原地呆愣了几秒 直到车子发动 才后知后觉的回过神 追了几步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以前是我不懂 但现在我懂了 真不是这样的 真不是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像重复的魔咒 也像祷告的梦魇 仿佛只要这样 许愿就能懂 能明白 但事实上 她又不得不承认 刚才许愿说的一大部分 都是对的 白锦川仰头苦笑 酒吧门口 有人目睹着这一幕 好看的唇言不约持续上扬 转天 许氏立会 结束后 林副总单独找了许愿 许总 DIA那边合作的事务所 马上就要到期了 您看是许愿呢 还是 许愿翻阅着 DIA那边财务递送过来的报表 思虑了两分钟 换一家合作 之前 DIA股价受重创 面临崩盘时 被左侍强行收购 转手又交给李梦瑶 虽然被他收回已有段时间 但明显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行 我筛选一下 再和您汇报 林副总说完 死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 您还记得之前 让我联系的席言席总吗 许愿盲眼 记得 怎么了 他今天正好有事过来了 您要见下他吗 好 请他去会客室吧 许愿抽出空 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 便和林副总出了办公室 远远的 隔着会客室的玻璃 他就看到沙发上一道清俊的身影 气质非凡 待他入房内和沙发上男人正面相见的一瞬 他愣住了 这个男人竟然就是酒吧偶遇的那一位 喜眼在看到他时 也愣了下 这是他第一次见许愿穿正装 没有了海边冲浪的稚嫩可爱 也没有酒吧买醉时的虎媚妖娆 举手同族间 尽显霸道女总的风范 这样一个堪称千变万化的女子 还真是不得不令神着迷 您副总试探道 许总和习总 莫非认识 算是吧 但正式介绍下 吉言 男人伸出如玉白镜的单手 许愿和他握了握手 第31集 几人纷纷坐下 先谈了离经湾项目 许是在招商 而喜眼很有兴趣想入股投资 所以两方谈得都很融洽 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 民副总有事先走了 剩下两人时 喜眼一双满含魅力的眼眸 凝着许愿 这么看来 我们确实有点缘分 许总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请你吃个饭吗 许愿看下时间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 加上也到了饭点 便欣然一笑 可以啊 不过 还是让我尽尽地主之仪 活作动吧 那就喜听尽便了 两人选了个法餐料理店 等菜的时间里 喜眼看着许愿 目光温和又清雅 聊了几句和工作无关的 半赏她才到 猫妹地问一句 许总 有男朋友吗 许愿谋色微致了下 正想开口 手机偏偏不合时宜地响了 她一看 竟是左站打来的 手机在响 许愿却在思量 自从归国后 左站几乎不联系她的 莫非是有事 但许左两家早已不合作了 应该不是公事 脑中思绪刚起 她就及时连住 竟为了一个电话 而瞻前顾后的 她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爱顾虑了 她接起了电话 左上 在干什么呢 吃饭 您是有事吗 手机里能够听到 这边餐厅悠扬的钢琴曲 左站打 你在和谁吃饭 和朋友 男的还是女的 许愿迟疑 听这问话怪怪的 弄得好像情侣长岗似的 她不耐 你到底有什么事 那边安静了几秒 时期在你那儿 有没有给你贴什么麻烦 麻烦谈不上 现在来看还算可以 接着就是继续沉默 许愿想问还有事没 那边就收了线 这一通电话有点莫名其妙 喜眼几乎全程都听见了 此时目光有些复杂 抑郁不明地看着她的 男朋友 许愿证了下 算不上 她也弄不懂 自己跟左站之间的关系了 因为可能是之前 梁子酒吧偶遇 所以一下午 抛出谈工作之外 喜眼看许愿的目光 一直都是不通寻常的 这么多年了 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孰果连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 有意思的眼神都看不出来 许愿也是白活了 所以她极快地补充 是前夫 恰到好处地表达了 自己复杂的感情 也算委婉地在表达拒绝 喜眼灿然一笑 那许总现在是单身吗 她修长的单手 请把玩着高脚背 动作不紧不慢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是否还有机会 这个 请恕我唐突 喜眼抢先了话头 所谓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许总 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人 值得享有他人的追求 从始至终 喜眼温和的俊言上 都带着笑 熟和又不失礼仪 这样的男人 任何举动与话语 都让人无法生厌 但许总也不用困惑 我们先用餐吧 喜眼落落大方 这一番说辞 竟让许愿知晓她的心意 又不让她有负担 而随着使者送菜上来 两人也开始吃饭 听说许总的公司 想换个事务所合作 不知我能否有自荐的机会呢 许愿抬谋 喜总 是有意和许氏合作 喜眼轻微汉手 默认 喜总的事务所 在业内可是名声显赫 若许氏真能与之合作 那是我求之不得的 这样 明天我让林副总 将资料准备好 给您送过去吧 喜眼举杯 言中了 两人继续用餐 但话题几乎都是 围绕工作而谈的 而喜眼的目光 一直寻着许愿 以犹未尽 说说海岛第一次邂逅时 喜眼是抱着 世事艳遇的想法 酒吧巧遇 是感觉新奇 而这次谋面 一切都变了 她见过许愿海中冲浪 脱颖而出的一面 见过她在酒吧门口 拒绝求爱示好的 冷艳高冷一面 而这次 上檀桌上 见到了她气欲非凡 口若喧和 餐桌上又温婉可神 恍若随时化为绕纸柔 可以说 这样的女人 切切实实满足了 任意男人的憧憬和向往 所以啊 喜眼是越来越 对她有兴趣了 转天 林副总将所需要的资料 发给喜眼 当天下午 她就给许愿打了电话谈合作 并命人送来一项书 许愿确认一番后 就交给下面人去草拟合同 毕竟 喜眼的事物很有能力 而许愿也抱了一丝丝心 那就是想吸纳喜眼这样的人才 为自己所用 至于其他的 她是真没考虑 而城市的另一边 啪的一本书朝着沙发方向飞了过去 正好积在夜市起身上 让她沉浸的美梦彻底绞碎 整个人泱泱地睁开眼睛 正好迎上本宫桌这边 作战银行的冷冒 心下猛得一激烈 睡意彻底野心 要睡回家睡去 没睡跑到办公室来午睡 那这当什么地方了 掩饰其无力地揉揉薄颈 哥 我这几天光给许愿姐跑项目了 都要累死了 你不心疼我呀 请我吃好吃的呗 左侦眉心拧了起来 他知道这小子不务实 也不是个做生意的料 但架不住他小姨苦口婆心 非差遣过来 我卡和车都被我爸扣下了 现在几乎身无分文了 你就心疼心疼我吧 哥 燕士奇最擅长的一手撒娇又来了 见左侦一直冷着脸不说话 他索性起身 那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直接绕过去扑到左侦身上 还讨好事地给他捏捏肩 哥 哥 从小你就最疼我了 给我开张支票呗 哥 左侦脸色越来越暗 连呼吸都沉了 你爸扣你东西 就是我的主意 你以为我还会给你开支票 还有 左侦拉长生时 也一把拨开后方燕士奇的手 严厉的目光一寸一寸搁着他的肌肤 先给我站好了 燕家小太子爷 就连他老子都不怕 却偏偏惧怕左侦这个表哥 马溜的腰背挺直了 你平日里吃喝玩乐 还打着我的旗号 圈里四处狐假虎威 这些我都可以不和你计较 谁长他就这么一个不成妻的表弟呢 还是亲的 但是 这次你去了许氏 如果敢把那两个项目做赔了 或者出事了 燕士奇 我绝饶不了你 左侦怎么都没想到 许愿竟然把他送的两个几十亿的项目 随便就交给了燕士奇负责 那可是他赔偿许氏的 万一做亏了 他的脸面还往哪放 燕士奇愣愣的 我 我认真点还不行吗 我还指望这次做点成绩 让我把光幕相看呢 我肯定全力以赴 两立而行 左侦冷声 他却摇头 不不不 我要拼尽全力 现在出去 哥 我饿了 吃饭 我说出去 听不懂人话了 昨阵事务缠身 还要抽空帮小姨夫妻带孩子 戏能不心烦 燕士奇撇撇嘴 死又想到什么 哥 你和许愿姐最近还好吗 我看你都和小白爷公开为敌了 是不是为了他呀 我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过温暖 出去 昨阵没什么好脸色 声线也冷立下来 燕士奇被三番五次的驱逐 多少有点不耐了 本想着将遇到个姓习的 帅得简直人神共分的男人 要和许愿去蓝海度假的事说了 但现在 他还是快走 别自逃没去了 事实上 许愿和喜眼要飞蓝海是真的 不是去度假 但也算不上公差 之前 许愿在电视界除了唐主管的工作 而他交接工作里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就是负责蓝海那边的度假酒店 偏偏 他利用自己掌握一手资源的便利 将许事踢出去 以个人名义抢占这个项目 这件事上 是许事这边的人考虑欠家 所以许愿就派人飞蓝海和唐主管面谈 愿意给出更高的价格 将这个项目股权买回来 价格方面给的优惑 但唐主管不仅不同意 还命人将谈判的人打成重伤送进医院 那可是在许事工作十来年的老人 许愿又怎能不动怒 而为什么此行要和洗眼同行呢 因为蓝海那个度假酒店项目 洗眼本人就是大股东 除此之外 他近期一直帮着许愿 查低十分公司账目问题 在更换事务做前 要把一些禁年烂账处理干净 有了这几个原因 也就有了两人直飞蓝海一事 当晚到了蓝海 许愿在酒店休息了一夜 转天这边负责人安排下 和唐主管见面 主要洽谈的是 度假酒店这个项目问题 而洗眼也见到了 许愿在谈判桌上的卓运能力 全程她都在打乒乓 不管唐主管那边说的天花乱坠 她也不动摇 坚持市场价收购股份 唐主管那张脸 可谓五彩分成 最后越笑越僵 而这场谈判也无疾而终 她走了以后 洗眼才开口 许总是想把她手里的股份 买回来 再起诉她 但这样的话 她就算侥幸逃脱了制裁 也在圈内混不下去了 唐伟中这个人 在我许氏工作了三年 暗地里 拉帮结派 暗箱操作 还真以为自己可以做仗 与木混珠 如果我这次放过了她 那日后 就还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所以 习总 你觉得我会放过她吗 虽然做法绝了点 但是 我赞同 两人相视一笑 一起吃了个饭 下午各忙各的 晚上 洗眼在约许愿晚餐时 见她换了身运动服 身边还带着消醉 不似平日里的冷艳 情心素雅 就像林家小妹妹 而且张显活力 上神耳目一新 就连洗眼都不禁感叹 你不化妆 或者化淡妆时 显得特别小 像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许愿耸耸肩 可是 显得太小 不好管人呢 不然 她还真是不愿意 每天化妆 穿西装高跟鞋 还不是人在其位 不得不身不由己 洗眼驱车 选了一个 靠近街边的餐馆 下车的一瞬 许愿视线 朝着某个方向 轻眯了下 对消醉递了 一记谨慎的目光 消醉了然 三人进了里面用餐 临近结束时 有几个人从旁边路过 趁机顺走了她的包 消醉起身追了出去 许愿结账 洗眼出来 停车场这边 暗沉沉的 冷不敌人 就有一伙人影 窜了出来 洗眼自然将 许愿护在身后 你们是谁 姓喜的是吧 我们今儿不找你 也不想为难你 快滚 顶头地站出来 邀五贺六 但你身后那位 就是大名鼎鼎的 许总啊 看着好年轻啊 拖大了 来 哥几个带你好好玩玩 说话间 这边的几个人就围了过来 许愿谋底 泛起寒光 洗眼上前 拦住了过来的男人 想玩 我来陪你们玩 哎呦喂 拿我们哥几个当什么了 虽然说你长得 挺带劲吧 但哥几个他们也不是走后门的呀 这些人俨然就是一群混混 连讽刺带起哄的 放声大笑 洗眼面不改色 但眼底也晾起了寒 还没等说话 许愿就拍拍她的手臂 习总 这件事还是让我来处理吧 看到没 人家小美女都发话了 一个老小子 滚一边去 顶头那位直接拨开了洗眼 伸手就扣住许愿的戏袜 哎呀 都说许总是位大美女 会得可多了 今儿就让我们见识见识啊 许愿冷笑笑 输的 出其不意地反手握住男人的手腕 电光火石间 加大力气一个亲麻 将对方单臂横拧向身后 第32集 许愿冷笑笑 输的 出其不意地反手握住男人手腕 电光火石间 加大气力 一个亲拿 将对方单臂横拧向身后 男人最少也是一米八的个子 瞬间疼得脸色苍白 两天前 许愿抬腿朝着男人后膝一踢 在她跪倒在地上时 许愿按着男人的胳膊 单腿往下一踩 只听咔嚓一声 整个过程发生得太快 让人猝不及防 而许愿全程面无表情 对于男人惨绝人寰的叫声 熟视无睹 收力时又补了男人一脚 看向其他面面相去的几人 还玩吗 喜眼视线复杂了 这样的许愿又是她从未见到过的 这个女人 似乎处处都能够让人称呼想象 旁边几个人 纷纷拿出兜里的家伙事 但也都被吓傻了 姿态发僵 还有点胆气 许愿不屑地扬了下唇 哼 不玩了是吧 那我现在问你们一点事 老实说 我就放你们走 不然的话 她没说下去 却俯身拽起了地上男人的 另一条胳膊 一记擒拿反拧 疼得男人又嗷嗷大叫 您说吧 谁让你们来的 其他人都懵了 几个人喉咙发紧 只捂了好半天 有人说 是 是唐 是唐总 许愿早就料到了 而此时 萧醉也从另一个方向跑了回来 手中拿到了之前 许愿被窃的包包 她让你们过来干什么的 让我们吓唬吓唬您 让您别再 别再拿她股份的主意 如她所料 但这一招 用得也太下三烂了 她甩手扔开地上的男人 对萧醉留下去 嗯 教你处理了 萧醉硬下 许愿也拉着喜眼上了车 而后方向 撤得砰砰砰砰的皮肉击打声 和绵延哀嚎的惨叫声 撕起彼伏 两人回了酒店 今晚惊扰到了习总 抱歉 许愿再次致歉 喜眼笑容忍出无奈 真不碍事的 只是想不到 许总身手如此了得 让我有点意外 哪有什么伸手啊 听她夸了一路 许愿是真不好意思了 是这些人 都不是专业水准的 让喜总监笑了 你太自浅了 我可是听闻过 你是三爷的女儿 所谓虎父无犬子 我现在是真性了 听着别人称赞自己的父亲 许愿心里多上一些感慨 父亲年幼时就继承家业 凭一己之力 不仅壮大了许氏集团 还吻跨多个领域 在这个圈内 谁人都要恭敬地 称他一生三爷 而许愿自己的这点能力 还不敌父亲 在世时的万分之一呢 忙了一天 现在时间也不算晚 要不要去喝杯酒 喜燕提议 嗯 可以啊 刚抬眸 许愿就瞥见旋转门这边 紧了一道挺拔的身影 远远的 一身西装革履 披着长款深色大衣的男人 阴沉着俊颜走向两人 喜燕寻知他的目光 听许愿道 左总 你怎么来了 左站在距离两人 数步时停下 朝许愿招手 过来 许愿皱了下眉 是来这边出差的 左站对此充耳不闻 景色上前 手刚要触碰到许愿的手腕时 却被行眼先发至人 开了口 原来这位 就是许总的贤夫呀 喜燕在听到 左总两个字时 联想到那天 饭桌上许愿的电话 就猜出了身份 这句话 一在确认 二在避免许愿尴尬 但露出左站耳中 是满满的挑衅 喜燕客气地伸出手 左总你好 我是许总的合作伙伴 喜燕 左站凤蒙咪了咪 没理睬他 只说 喜燕 喜先生是吧 好像有点耳闻 是廖氏集团的股东吧 一提廖氏 喜燕脸色顿时就沉了 圈内谁人不知 许氏和廖氏水火不熟 这不等于是当面接人老底儿 给个下马威吗 许愿忙拉开喜燕的手 并插开话题 左总 挺巧的 你也住在这里吗 他如果没记错的话 左站的个人房产 遍布国内各大城市 因为他洁癖太严重 不喜欢住酒店 左站眼底泛出不渝 两声 我找你有事 许愿只能和喜燕说 喜总 抱歉 只能改天再约你喝酒了 喜燕幽冷的目光 一直没从左站身上移开 但还是没拨许愿的面子 只是 离开前 俯身在他近前 如果有事 随时联系我 他这一走 左站也践步上前 大手钳起了许愿的脸颊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披头盖脸的质腕 让许愿目的遗争 下意识地就要拨开 他的手 却怎么都撼动不过 刚才你不是听到了吗 合作伙伴 你放手 许愿又推了推 酒店大厅 周围偶尔有人路过 他不想弄得太尴尬 合作伙伴 会连你我之间的关系都知道吧 左站冷哼着 合作之前都不调查背景吗 他一直和廖家不信不说 你会不知道 还是说 为了点破生意 你连父母怎么死的 都不管不顾了 这话说得有点过了 父母的过世 是许愿心底的禁忌 左站 许愿促起眉 使劲一把扶开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不想被人提起 就别做出调价 又让人不齿的行为 左站脸上寒霜遍布 再次附上许愿的手腕 扯拽着带他向外 跟我走 去哪里啊 许愿正偷不过 只能被他这样拉拽着 他出酒店时 正好遇到归来的萧罪 他先打招呼 左总 许总 这是 今晚你们许总跟我在一起 不用跟着了 回去 左站带着许愿 去了这边的个人宅邸 是一栋奢华的公寓 宅子里没人 但定期会有保姆 过来清洁打扫 左站一进门 就轻车熟路地 脱掉外套和西装 挽起衬衫袖子 走向吧台 取酒 调酒 一气呵成 倒下两杯酒时 视线也落下了许愿 不是要喝酒吗 来 我陪你喝 许愿复杂地看着他 没有犹豫 脱掉外套走了过去 左站联合两杯 请把玩着手里的酒杯 包纯 请先挤凉薄的弧度 你需要换事务所合作 我可以给你推荐 至于度假酒店 和离京湾项目 你不想和左侍合作 那就再选其他合作伙伴 这对你而言都不难 许愿放下杯子 言外之意 你是想让我和喜衍 撇清关系了 左站勾纯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想要理由 我也可以给你 既放在S市那边 和廖家周旋 你这边总不能帮到忙吧 许愿无力地叹了口气 左总的消息 是真灵通啊 她一笑 抬起许愿的下巴 因为都是关于你的呀 这暧昧的话语 微蕊的目光 却没有一丝一毫 浅浅的温柔 许愿拨开她的手 平静地看向她 但这貌似都是我个人的事情 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一句话正积许愿欣赏 一直以来压在心底的质问 再不受任何思绪的质顾 权术永鲁 我倒好奇啊 我和你的关系 无非就是前妻和前夫 但如果只是这样 那已经离了婚了 为什么还要和我发生关系啊 莫非 说句难听了 是因为李梦瑶 受伤昏迷了 所以 她出事之前我们就分手了 左站极快的语速 碾压她的话语 许愿哑然 左站又倒了杯酒慢饮着 放下时点了枝烟 男人和女人 你说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她语气轻慢 北音一出时 精致的唇盼还演出了淡笑 许愿嗓音晦涩 床瓣 这几个字 倒出时 许愿一顺不顺地注视着她 多希望 能在这张憧憬了十多年的俊颜上 找到一丝质疑和错合 哪怕只是一闪而逝 也能将她被掏空挖干的心 填上丝心 但 她什么都没看到 左站有的 只是面无表情 这时 默认了 许愿心脏已经不是那么疼那么简单了 是麻木 是僵硬 更是跌入深渊的无措 她早该认清的 那天在游艇上 不过是这个男人解决生理需求的一种方式 她竟然还傻傻地憧憬着 那是什么爱情 太可笑了 许愿一时间觉得自己好傻 比那场大火爆炸时 还痴寒傻 亲手将心反复送上 供她来回见她 这么想 就随你了 左站轻然一笑 将她摟入怀中 不过 你和我都是有洁癖的人 是不是也该恪守一下本分呢 学院推开她的手都有些发颤 左站 你太高估自己了吧 你要是有需求 需要床办 就去找别人吧 我不奉陪 许愿转身 捞过外套和包包 紧直向外 但走了十几步停下了 她没转身 灰幕的目光 注视着精致的地板 眼底都是难言的痛楚 左站 你救过我 和外公外婆 但我也救过你 所以 我不觉得还欠了你什么 我们好歹认识一场 都给彼此留点颜面 到此为止 曾公义出来时 许愿不禁仰头苦笑 应该清醒一些了 她想要的 左站从来给不了 那又何必再坚持呢 树冬的夜风很凉 吹在脸上更冰 许愿抬手 何时落得泪都不知道 许愿回酒店休息了两天 期间谁也没见 只电话联系 安排萧醉办点事 第三天 她踏出房间时 萧醉和这边公司律师 在楼下茶餐厅里 向她汇报着 茶账进展 许愿安静地用餐 全程一言没发 直到末了时才开口 继续往前几年茶 同时 把这些整理出来 都交给有关部门 好的 许总 律师应声 萧醉在旁边看着 不禁有些感叹 许愿办事 不光是快整肯 这一手直接打的 唐尾中一个措手不及 想再用股份要挟 都不可能了 处理完这些 许愿又单约 洗眼吃了顿饭 弥补上次发生的事 饭后 两人沿着海边散步 说句不该说的 感觉你这几天状态不太好 是因为我吗 许愿看着 涨潮的海浪 时不时有烂花 蹦溅在裤腿上 凉得沁骨 哦 不是 西总不用多想 洗眼犹豫了下 还是挽起她的手 现在解释的话 可能有些晚了 但感觉这些话 还是由我本人亲口 说出来比较好 我名下的事务所 还有投资几个项目 确实和廖氏那边 都有接触往来 但只现在工作层面上 包括和廖董本人 我和她并没有什么私交 而许廖两家的纠纷 我早有耳闻 但从不想干涉其中 这是以前 而现在 洗眼很想亲口对许愿说 若在许亮两家中选择一方 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许氏 可这话 她不是说不出口 而是时机不对 许愿眼底的那丝惆怅 乃至包括现在 都有些心不在焉的状态 都是因为作战 洗眼也是看得出来的 多谢你能亲口和我说这些 我这个人吧 一向是用人不移的 西总 我相信你 许愿保持礼貌的微笑 轻轻地从她手中避开了 洗眼眼底划骨深邃 那我们私下礼 可以不这么客气吗 第三十三集 许愿正了下 洗眼这个人 给予她的直观感觉 工作上老成干脸 平日理稳重成熟 可能和年纪有关 有种让人倚重的信任感 所以她自然地点点头 嗯 可以啊 年纪上你比我大 私下里叫你大哥呢 还是 打说 她似在讲个冷笑话 而洗眼却欣然地微笑 揉揉她的头顶 大哥吧 嗯 大哥 习大哥 两人笑着继续散步 不知道 是不是当晚散步时间太长 还是在海边吹风的缘故 许愿当晚就有些着凉和发烧 转天掉了一天药 才勉强退烧 她将这边收尾交给了消罪 自己就飞回了帝都 本想回家休息几天 脉盒刚下飞机 就接到公司这边有突发情况 赶去许氏忙了一整天 没下班时 解放的视频电话又打了过来 你多久没去检查了 每天有按时吃药吗 解放的声音微严 连带着脸色都染着黑 许愿当即就中了霉 疲倦地靠向皮影 反正都要做二次手术 少检查几次 又能怎样 听着这近乎自暴自弃的话语 寂放冷然 这话让你说的 算了 医生那些话你也都听腻了 我就不重复了 但有件事 我必须提醒你 你是许家的毒苗 未来继承人的问题 你现在必须开始考虑了 许愿知道寂放是什么意思 以前也和她提过几次 想趁着病情还稳定 二次手术之前 抓紧时间结婚生子 为许氏诞下继承人 但问题是 孩子能是她一个人 说生就生的 之前那次非正常流产 已经让她的身体 许愿真不愿意提起 这个话题 马上绕过 凤哥 最近廖家那边 有什么动向没有 还有阿末 你也别太难为她了 又再转移话题 现在谈的是你婚姻 和孩子的问题 你再不认真 我就联系外公外婆了 许愿不耐地打断 三言两语敷衍 尽快就挂断电话 有些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手机提示音 许愿慢腾腾拿过电话 点开一看 是简言约她吃饭 可能是感冒还没好 许愿整个人 都没什么精神 本想和简言改天再约 但想着和她坐会儿 聊一聊 或许心情能好些 便收拾换衣服出门了 一见许愿 简言就长觉出不对劲 急忙献上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的愿愿这是怎么了 提不起精神的样子 这是谁惹我大宝贝生气了 许愿被她这语气给逗笑了 没什么 就是有点着凉感冒了 简言心疼 一顿饭点了好多屈寒滋补的菜肴 两人吃过了时间还不算晚 她就拉着许愿去对面的青蛙坐坐 只是没想到 两人刚进去坐下不到半个小时 简言就接了助理打来的电话 好像有什么棘手的事 简言忧心 便只能和她致歉心走了 许愿看着桌上的酒 再看看旁边空了的位置 一时心里又被复杂的情绪充填 想也没想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刚放下酒杯 身侧就传来慈性的男生 你这是怎么了 许愿一抬眸 白锦川俊逸的轮廓并映入眼帘 白锦川实现落在许愿身上 忽略了身侧的家人 导致女人好奇地扫量着许愿 白总 我们去喝酒 走嘛 女人嗲嗲地撒着娇 白锦川忙拿出钱包 随手抽入张空白支票 伸给女神把她轰走了 转过身 俊颜尴尬地看向许愿 那个 她是这边一朋友 也没发生什么事 就是 她解释不下去了 就岔开话题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心情不好吗 许愿摇了摇头 哦 没什么 这 少来了 白锦川迫使他正对着自己 一向情绪掌控极好的许总 交二个突然一个人买碎 这绝对是有事啊 让我猜猜 是不是你和左瞻又白了 他刻意加重 又这个字音 许愿轻挑了挑眉 白锦川勾唇 捏了捏他的鼻子 别生闷气了 过段时间 小爷替你报仇 好好收拾一下他 许愿沈孝 左站和白锦川不和 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但现在怎么弄得 好像一切都是因为他似的 小白爷 你和左少之间的矛盾 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情 与我无关 白锦川倒是无谓 换来服务生 重新上了些酒 端着一杯饮尽 目光都在许愿身上 想真的 不考虑一下我 他震过身 还顺势拉起许愿的手 俨然一副语重新长的架势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发誓 只要你答应我 我马上 把外面所有乱七八糟的关系 都断了 从此以后 非你侍从 说到做到 白锦川的眼神 是前所未有的专注 许愿无奈地扯了下船 那请问 你为什么喜欢我 或者说 喜欢我哪一点 白锦川 正了下 不是问题有多难回答 也不是他不知所措 而是许愿此时的神情 一派清了 仿佛是在谈判桌上 如果一个人 能将感情话题 当成谈判 当成工作 这代表了什么 许愿替他回答 你喜欢我是许氏总裁 这个身份 和你们当互对 能让长辈们满意 也适合联姻 全内大家小姐名媛 不计其数 但真正能以女性身份 继承并出任当家人的 寥寥无几 而许愿 自然地脱颖而出 这倒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要是否认 就等于欺骗你了 所以啊 这种喜欢就没有意义 小白爷 你要是真想追我 或者抱着连姻的想法的话 那就再拿出一个 契合实际的理由吧 白锦川尖目了 他是真看出来了 许愿的心里 一点都没他呀 哼 如果小白爷 生平从未被女人拒绝过 而有些气馁的话 那真是抱歉 你面子的问题 不是我要考虑的 许愿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微笑 浅淡疏离 让人难以靠近 白锦川深深地叹了口气 一口气喝了两杯酒后 语出惊人 十八年前 你生日宴上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一群人在舞池里跳舞 你的身影 率先就吸引了我 那一晚上 我目光几乎没有从你身上移开过 白锦川仅没看向别处 他以为自己是没有心的 大千万物 滑滑事件 他又奉行享乐主义 什么专情一人 他觉得都是天风夜谭 但不得不承认 初见许愿的那一瞬 一切都变了 尤其是这段时间里 他仔细想了很多 总结出来的 世间女神分为两种 许愿和女人们 玩闹 他选后者 恋爱结婚 他选前者 许愿 眯了眯眼睛 那八年前 那天的生日宴上 我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颜色 首饰之类的 米白色的长款礼服 银色的高跟鞋 长发在脑后盘着 口红 有点草莓色的感觉 而是是TTD当时 首席设计师 限量的凤维尔锥 香链也是同系列的 左手办上带了 谁送你的镯子 很丑 但你貌似很喜欢 短短数语 却让许愿说不出话了 他记忆力是极好的 所以隔了几年也还记得 都让白锦川说对了 而当年的生日宴上 那镯子是左站送的 普通的玉镯子 他却如护珍宝 许愿感觉自己可能喝多了 不然怎么会面对着白锦川 而脑中竟想着别人 他想绕开话题 也想找借口离开 而偏偏 白锦川的手机响了 是他秘书打来的 他也没避讳 直接接了 貌似发生了什么事 白锦川脸色顿时沉了几个洞 对电话发了通脾气 刮断后 军脸上泛起了歉意 抱歉啊 月月 今晚本应该陪你的 但我那边 一想到这个 白锦川就在心里 狠狠问候左站八位祖宗 如果不是他背后 传动坏事 他现在能变得这么被动 整天被查吗 明明没什么大事 但小事不断 许愿质疑 什么叫今晚陪他 但他也没说什么 白锦川走了以后 他又无聊地喝了两杯 再想起身时 就感觉到天旋地转 有服务生过来说话 但他几乎听不清楚 对方说什么 这样的状态 他只想尽快离开 不想失态 舒达 感觉腰上一道气力复来 继而他就被人抱了起来 耳边传来雌性的声线 那声音很熟悉 熟悉到令他鼻尖发酸 心头发颤 是左站吗 应该是幻觉吧 一记急刹车 许愿前卿 头磕到了玻璃的痛感 让他有悲醒的意识 缓缓睁开眼睛 转瞬他这边车门被打开 有人拉他下车 谢谢 谢谢 他胡乱地从钱包里 随手拿了几张钞票 塞给过去 便亮翘地往别墅走 高跟鞋 好像踩在棉花上 短短十几步 他却走得七零八落 好不容易推开玄关门 整个人就这样跌了进去 摔得不太疼 可能是 久经麻痹神经 他想爬起来 却只有庞大的东西 飞一扑向他 好像是狗 但哪来的 一只欢悦的哈士奇 蹦跳地冲进他怀里磨蹭 狗 许愿伸手拎起来 怎么会有狗啊 随后就跌在地毯上 又闭上了眼睛 许愿姐 你这是 燕士奇从里面跑出来 下意识地先牵起了那只大耳哈 继而在台谋时 就撞进了一脸音质的左站 他一惊 哥 左站紧着眉 你怎么在这里 还想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 我这边的房子被我爸扣了 车也没了 你又不和我住 我就来蹭许愿姐的房子住了 一张支票 连带着刚刚许愿强塞的那几张钞票 此刻 左站都扔给了燕士奇 收拾一下 出去 燕士奇感觉这种状况 往往没什么好事 他可不想留下来当跑会 想也没想 捞起衣架上的外套 牵着二哈闪人 左站扶身将地上的人拽起 抱着上楼 左站 许愿胡乱英宁一声 左站踢开主卧门 将人放在躺椅上 扶身扶去许愿脸颊的碎发 大晚上和白锦川那样的人 喝什么酒 你是疯了吗 许愿连冻一下的气力都没有 本就感冒的缘故 此刻半梦半醒地眯着眼 看着身前人 视线很模糊 也听不清他说了什么 只是无措地吸了吸鼻子 样子像是很委屈 左站注视着他烟红的中唇 莫名地有什么在心底作祟 不由自主地低头负向他 可能是他身上还带着夜晚的凉剂 许愿又含糊了声 慢慢伸手扶上左站的肩膀 不知道是想推开拒绝 还是想扶住 只是那样无力又无措的模样 好像任人宰割 又像在引人欺负 左站谋色一身 没控制住地就扣住许愿的细发 谋敌染上了讳墨 这么不乖 是不是该惩罚一下 他极快地一把扯开许愿的衣衫 俯身落向他 阵轮中 他听到许愿近乎支离破碎的泥呢 左站 学院被他折磨得难熬 狐狸的手指紧扣着抱着声音嘶哑 还带着颤音 我 我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 喜欢你 左站身形目的一顿 某种早已濒临极限的汹涌 轻易出一声低喘 他低谋注视着睡榻中的神 谋底深的 不见底 折腾了几乎一整晚 外面天气破晓 左站才抱着昏睡不醒的许愿 毁了卧榻 并顺手拿出了他的手机 将通讯录里白紧穿的号码 直接扔进了黑名单 并顺手把其他联系软件里的联系也都删掉了 无意中 既放了信息 引起左站的注意 点开 翻了翻 好像是在提醒着许愿 别忘记什么 说得很隐晦 但是提及到了一个人名 李旺瑶 左站谋底划过一丝疑虑 踏出卧房 拿出自己的电话 拨了个电话 第三十四集 左站谋底划过一丝疑惑 踏出卧房 拿出自己的电话 拨了个电话 电话那边马上传来轻快的男生 这大早上的怎么打电话了 左站沉声 让你查的怎么样了 这个呀 那边明显人还在犯困 适顿地打了个哈欠 有点难呀 差不多一年前的事了 当时好像是发生了什么 应该还是大事 但我查到有人封锁消息 所有看灯的都撤了下来 现在查也有人阻挠 根本查不到什么 我就纳闷了 这又不是什么机密 至于吗 对了 你应该算是当事人吧 你不清楚 左站没说话 但却深吸了口气 电话那边 瞧我这记性 你丢了几个月的记忆 估计就和这事有关 但能有这么大能力封锁消息的 不会是你家人吧 比如你爷爷 你爸之类的 我也就那么一说 可能根本没什么事呢 左站谈了谈烟灰 想办法一定查出来 就当我欠你个人情 说得这么客气呢 行了 我尽量再试试吧 挂了电话 左站重新谈回卧房 看着床上他熟睡的侧颜 谋色愈加伸展 许愿醒来 费力地坐起身 没忍住咳嗽 几乎要将整个肺都 咳出来的节奏 他惊慌地看了看手心 确定没有咳血 这才松了口气 只是 昨晚都发生了什么 隐约好像见到了左站 在考虑身体上这种 尴尬的酸痛 和残片记忆中 强烈的感官体验 许愿脱力般地 重新抵挡下去 用被子蒙住了头 还真是喝酒物事 醉酒乱来呀 好好过滤了一下思绪 稳定心神 许愿才强撑着 走去浴室 冲了澡 因为状态不好 也不想去公司了 就没有换正装 穿着丝直睡衣 就冲了卧房 下楼时 她愣住了 整个一楼 若摆平内遍地的玫瑰花 而就在这一片花的海洋中 纯白沙发上 左站穿着一身棉纸家居服 上了平时西装革履的 冷力霸气 多了些慵懒的随意 她微微低着头 看着茶几上的电脑 一手夹着烟 一手端着咖啡杯 迎着远处窗外 洒进来的阳光 美得像是一幅画似的 她走神时 左站也注意到她的身影 转眸看向她 昨晚睡得好吗 昨晚 这两个字 生生将许愿 微正思绪披散 眸色又顿时恢复清明 边下楼边说 昨晚怎么回事 我去酒吧时 碰到你喝醉了 就送你回来了 左站说着 喝了口咖啡 同时朝茶几抬了抬下巴 有热牛奶 喝吧 许愿哪有什么心情 喝什么牛奶啊 这满地的花海 根本无从下角 她也没心情顾虑鲜花 直接动脚踢开 走了过来 送我回来 我表示感谢 但是 你又做了什么 这个 左站不禁勾唇笑了 一双明媚的桃花眼泪 却冰寒一片欢呼 男人起了身 高大的身影笼罩的刹那 单手扣住许愿的下巴 冷笑 怎么 发现睡你的人不是白锦川 失望了 怎么又扯上了白锦川 许愿不耐地想拨开她的手 却推举不过 反被一把琴入了怀中 她那种乱七八糟的人 你和她 不怕染病啊 够了 许愿听不下去 使劲推开她 你 许愿闭了闭眼睛 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没办法补救 只能作罢 但又看下死忠 这些话 又是怎么回事 左站下巴抵在她肩上 连夜让人安排的 喜欢吗 你 你让人弄这些做什么 你说我想做什么 不知道 让人来处理了吧 许愿现在头昏脑罩 还满心欲解 看到这些话 不觉得浪漫 只觉得刺眼 左站从来不拿她的真心 当回事 现在又不知道 是触动了哪根神经 弄来这些没用的 真以为她好糊弄 好哄骗是吗 左站让她转过身 正对着自己 我想和你正式 确认一下我们的关系 不是什么床扮 也不是其他什么 是很正经的男女关系 许愿看着她那双 好看蛊惑的桃花毛 思绪渐渐冷静下来 为什么想突然正式 确认关系了 不能算突然吧 男人保检的指腹 摸索着许愿的唇败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又结过婚 而我也是单身 你又没有男朋友 我们在一起 不是很合适吗 这些太牵强 左站 你喜欢我吗 左站一笑 你是喜欢我的吧 许愿眯起眼睛 往后你可以继续喜欢我 但在此同时 只要我没提分手 你就要和除我之外的 所有男人 划清界限 你是我的 就只能是我的 许愿忽然笑了 有点冷 也有点苦 十几年的感情 最终成全的 竟是这个男人的战友欲 笑什么 许愿转身 坐去了沙发 左站 你说的这些无关爱 也无关感情 你和白锦川之间 有矛盾 但是我不想参合进来 也不接受 可你是最了解我的女人 甚至比任何人都了解我 许愿 我喜欢你在我身边的感觉 左站坐在她身旁 修长的大手慢慢向下 沿着许愿恶魔的曲线 一路慢移 轻轻点火 字衣也随着动作 暗压魅骨 喜欢你躺在我身下时 那种压抑轻难的声音 喜欢你全在我身边 磨蹭着我的波格 你不喜欢吗 男人停下动作 定定地看着许愿 早上醒来 你会第一时间看到我 一起度假 一起工作 一起游玩 一起吃饭 融入彼此的生活 这种感觉 你真不喜欢吗 许愿没说话 她喜欢左站没错 而这个男人 刚刚描绘得一起 朝朝暮暮 也确实很吸引人 尤其是对于她 可能二次手术 随时命不久矣 时日无多 能和喜欢的人共度 就变得更加的渴望又美好 许愿 闭上了眼睛 脑中一幕又一幕 不少儿时的声音回道 你别哭啊 叔叔阿姨虽然走了 但你还有我呀 别哭 你一哭我心疼 往后 你什么都不用怕 一切都有我呢 渊渊 你受苦了 哥以后 一定好好疼你 往事种种 记忆中的少年 和眼前的俊颜重点 许愿都说不上 心里是什么滋味了 你明白确定关系 代表了什么吗 只有你和我 再无他人 你真想好了 左站身谋微沉 握起许愿的手 轻拙了下 如果换成别人 她绝不会选择如此 但这人是许愿 就不一样了 许愿深吸了口气 神生世事无常 她甚至都不知道 明天和死亡 哪个会先降临 她抬手扶着男人的脸颊 死笑非笑 好 我接受了 左站抱着许愿转了一圈 脚下被什么伴主 索性直接跌入到玫瑰海洋中 轻揉着她的脸颊 许愿是真拿她没办法 推了推 好了 你让人在我家 撒了这么多花 现在负责 打扫干净 暂时不打扫 左站单手撑在她脑侧 另一只胸白的手指 描摹着许愿的肌肤 难得这么浪漫 不做点什么 不是太可惜了 许愿争松的间隙间 左站早已轻车熟路 直奔主题 花的海洋里 侄子彼此 梦幻般的场景 在阴泥中 循序渐进 许愿精疲力竭 累得一天都不想下床 我方门被推开 左站端着一杯热牛奶 给许愿 看着她疲倦得 提不起半点精神 不禁一笑 以后多健健身 别一次两次 就累得下不了床 还有 那个白锦川和席什么的 马上都断了 别和我说工作什么的 工作你就交给下属负责 反正别再联系他们了 许愿眸光威廉 果然好不到一会儿 这个男人就原形毕落啊 他握着手中的牛奶杯 轻叹息 阿湛 我们都是成年人 彼此都有分寸 工作和交际 在正常范畴之内 就不要互相干涉 好吗 你的正常范畴 就是只能和我一个男人接触 左站端着他的下巴 不管是床上 还是床下 都只能有我一个 其他人 想都别想 与感情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 但 我们之间 感情还需要慢慢培养 许愿卿拨开它 好了 我真的累了 这个话题 就先这样吧 再谈下去 也是无疾而终 不管是和喜一眼 还是白锦川 都只是正常的工作往来 从未有过任何愉悦 许愿扪心无愧 至于左站的胡思乱想 时间会慢慢解决的 左站脸色明显沉浪 悠悠的眸中 似是酝酿着什么风暴 许愿无奈地拍拍他的手 醒了一天了 你不用处理一下公司的事 你要是不用的话 帮我把电脑拿过来 他适时地换了话题 左站虽然脸色还不悦 但一投入到工作中 也好了很多 两人一天没去公司 落下了一堆工作要处理 硕大的卧房 两个人各自抱着一台笔记本 一个靠在床上 一个坐在沙发上 各自忙碌 期间 左站接到一通副总电话 提及到竞标一事 聊了很久 等挂断电话时 许愿才看向他 是七零河那个项目竞标吗 左站淡淡的 怎么 许氏也对这个项目有兴趣 许左两家以前有过不少合作 而且两个公司实力接近 很少会同时竞标一个项目 这倒不是 只是这个项目有人卸标了 内容两天前我就收到过一份 感觉这里面还有问题 所以 你真拙着点啊 许愿提醒他 既以女朋友的身份 又以同行互惠互利的角度 我这边也收到风声了 核对一下 看看谢彪的是不是同一人 两人一核对 还真是同一人 那这事就真有意思了 左站向淫淫的勾着唇 这人一定没打听过咱俩的关系 许愿苦笑 没说什么 左站又联系了瑞臣和副总 把这件事重新调查和安排 等都处理完了 许愿也忙得差不多了 左站揉了揉她的头 谢了 小事而已 而且就算我不提醒你 瑞秘书也会查出来的 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啊 那也要谢谢你 左站吻上了她 借入着周遭环境 将她押赴而下 转天 两人都没去公司 平日里再繁忙的工作 此刻也要为恋爱上路 三五十点左右 许愿和左站一起去看了一场艺术展 然后共进了一顿法餐 午休时 两人又去了一家古典音乐俱乐部 选了个独立的房间 在古典乐曲的薰陶下 左站兴致大增 将好好的一个午休 又变成了疯狂无度的战场 晚上 两人携手逛了逛知名设计师的中心大楼 逛了一整天 虽然很累 但也不得不说 确实是一场难忘的约会体验 最后 许愿累了 左站就背起她 走到停车场时 许愿磨蹭地摇了摇头 嗯 不开车 把车扔在这儿 背我回去 背着你 我走回去 嗯 背我 许愿醉酒的嗓音 风声嗡起的 莫名的 左站心里就像是被什么处了下 到底如她所愿 一路步行了几个小时 背着她回到了御锦园 第35集 可能任何事都有一个新鲜劲 恋爱也是如此 接下来的七八天 许愿和左站几乎都在一起 没怎么去公司 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约会上 但不管如何浪漫 如何精心 最后都会演变发展到床上 之后慢慢地 彼此也就恢复了正常 除了偶尔的约会外 更多的时间 都是各自在公司忙工作 难得聚在一起时 话题也是股票 管理 资产等等 聊起来更是滔滔不绝 但左站提到 许佐继续合作时 许愿迟疑了下 然后敷补言再婉拒 除非两人真的花开病地 否则许愿无法再妥协 这是原则 她绝不会违背 这样一来二去两次 左站便不再提了 两人就这样疏远疏近的 一晃就到年底了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 许愿忙得是昏天黑地 萧嘴在查一个项目的 隐含资料时 不经意地查到了一个人 正好就是之前 七零核项目卸标的 那个人 许愿思存了一会儿 批语了其他文件 上萧嘴忙完就下班 自己起身 舒展了下身体 看时间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下楼离开公司 开车回家的路上 有些堵车 不经意地 许愿余光 撇到副驾驶上 扔着的那份文件 到底还是掉头去了左侍 夜深人静 办公大楼里 空气静谧 总裁室内却是亮着灯 许愿正想扣门 里面却传出了声音 姚姚心状还算稳定 但持续昏迷不醒 确定这次心意 要没什么问题吗 散事没什么副作用 表现就好 继续研发吧 资金不是问题 门外 许愿放在 扶手上的手段中 现在和她交往的男人 不仅是在关心着李梦瑶 还大费周章地 替她安排研制特效药 作战还真是一往情深呢 许愿深吸口气 转身下楼时 遇到了水尘 左总 嗯 有份文件 和七零和项目有关的 交给你们左总吧 许愿把文件给了瑞辰 上了电梯 回家后又忙了一会儿 等洗漱完躺下时 都接近后半夜了 一夕半梦半醒中 许愿听到卧房门推开的声音 继而一道清凉的气息席卷 去我公司怎么没进办公室 你是听到什么了吗 没什么 许愿不想再提关于李梦瑶的任何了 那份文件我看到了 你送来得很及时 组阵起身 还有 下次来找我就直接进来 许愿促眉 没等说什么 继而被男人的吻烟梦 她反应过来想推开 却无果 到底被缠着置物所取 只是左站动作太粗暴 让她很不舒服 你 你 你轻一点 男人不听 全当无视 甚至越往后越过分 许愿本来就心里有事 更是无法容忍 推举不过 着急的就咬了她一口 疼 自因委屈 包含了隐藏的情愫 但左站并未理会 只是迟疑了下 还想继续 但这一次 许愿直接趁机逃开了 你休息吧 说着便踢上睡袍 往浴室走 而此时 手机响了 左站想拦她的动作也打断 不耐烦的醋眉 捞起手机 再看到显示屏时 目光沉浪 左总 李小姐情况突然不好 已经进抢救室了 可能是新药的副作用 您看 空气的卧房 听筒中的声音 清晰到 令许愿身形发僵 我这就过去 左站挂了电话 穿戴衣物时 视线 偏向许愿 复杂的目光 在暗色中 更为晦眸 是瑶瑶那边 出了点事 我过去一趟 知道了 许愿平静的 令她自己 都意想不到 她强撑着 去了浴室 不过片刻 就听到 卧房关门的声音 一瞬间 她脱离地 躺在床上 冰凉的瓷砖 贴着肌肤 却不抵心上的寒凉 看吧 神有时候都是这样 宁可装傻冲的 也想粉饰太平 不是真傻真吃 而是不愿意 去戳破 那显而易见的窗户纸 因为这是她 苦等了十多年的回应 在别人眼里 不屑一顾 在她心中 却早已渗入珍宝 哪怕作战 所谓的恋爱 不过就是 走神不走心的 一场游戏 她也想 自甘堕落的 沉浸一场 就当犯贱吧 一致 许愿元计划 是非套S室的 那边有些事宜 她想在年前 亲自处理一下 也能和其放贱一面 但偏偏不凑巧 早上就听小嘴说 燕师齐在公司等她 燕家这位小太子爷 虽说是来许事实习的 但背景特殊 又有左站这层关系 所以任何工作交接处理 都是直接和许愿对接的 许愿去了趟公司 一进办公室 就看到燕师齐正在玩游戏 见到她忙收起手机 笑盈盈地起了身 姐 一听她这称呼就知道 和药坛的公室无关 许愿微笑 示意了下 坐吧 她也走去沙发坐了下来 小鹤城那个项目 你做得不错 这几天财务正在核算呢 到时候给你发奖金 谢谢姐 就你对我最好了 燕师齐笑着 帅气的脸上撒娇都毫无违和感 只是过完年 我能不能调去蓝海那边工作呀 我不要指挥 剩余的那个项目 也出了点问题 我过去正好负责 她越说 声越小 可能也是心虚闹的 许愿想了想 难过她放在茶几上的文件 翻了翻说 嗯 剩余这个项目 问题不大 但得年后才能处理了 我半年前订了几台先两款的车 这两天就要到了 给我留下一台 剩下的四台车 你处理一下手续 给这几个人送过去吧 她点名的这几个人 都是在这几个月内 给予蓝海项目最大帮助的 这是人情债 外加也要过年了 送礼就更出师有名了 艳师琪点点头 好呀 正常办手续就行 记得我下名 这点事能做好吧 艳师琪连忙点头 能 当然能 只是我想去蓝海这个 许愿看着她 请眯了下眼睛 嗯 别去蓝海了 年后你回国外 继续读书吧 艳师琪年纪小 还在读大学 但丸酷的性子不改 在国内连换了几所学校 都被开除 震怒了艳家长辈 作战无奈 就托海外的朋友 给她安排了一所大学 之前是艳师琪父亲 生病才回来的 这一晃也就几个月了 谢 我 我 艳师琪吞吐之舞 尴尬的脸上 写完了几张 我 我好像是回不去了 我 早就被开除了 许愿一证 什么 你别和我哥说 他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我 我现在都躲着他呢 艳师琪灰溜溜的 离下了头 许愿沉默了 他如果没记错的话 艳师琪在国外的那所大学 是左站托了好多朋友 外加赞助了几百万美钞 才准许入学的 结果 他被开除了 因为什么 艳师琪雨色 姐 你就别问了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我想去蓝海 让我去吧 这件事你哥发现是迟早的 士琪 与其让他发现去抓你回来 还不如 你老实坦白 姐 他唧唧哀哀的 你不能和我哥说 我 我怕他揍我 许愿长虚了口气 也难怪艳师琪这么紧张害怕 艳家在C市也是家大业大 背景雄厚 但独子不闯气 所以大部分家业 都是在仰仗左市 等于左站一个人 要撑着左家和艳家 这两杆大旗 艳师琪怕左站 也是有原因的 行了 我交代你的事情抓紧办 其他的 你就自求多福吧 许愿说完 就起了身 艳师琪无措的 敏着嘴巴 姐 你和我哥的关系 你就帮帮我 我改口 嫂子 嫂子 住嘴巴 许愿无奈 我和你哥不熟 也别叫我嫂子 当晚 在许愿飞去艾死士时 一九四四的包厢里 左站和几个兄弟 聚在一起喝酒 一污子的神 就看着墨渊 拥着刚订婚的小娇妻 不断地撒狗粮 让这一群人看得 是义愤填膺的 轰脑不断 艳师琪本就心虚 所以更加殷勤地 围在左站身边 哥啊 喝酒不 我给你倒酒 抽烟 我给你点 先吃点水果吧 我给你包桂圆 他殷勤了半天 左站默然不动声色 两酒才收 你是不是犯事了 这话向冰锥 直接戳在 艳师琪的心口上 他红容一紧 哪 哪有啊 哥 没饭事就离我远点 左站本救心烦 满脑子都是 李梦瑶在抢救室里 反复心脏复苏的场景 以及郭凤兰 哭哭啼啼的声音 他本该是忧心的 焦急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脑中重复着 音乐的画面 而心里 却浮现着 许愿的身影 他低头看着 自己手上清淡的牙印 他昨晚 很疼吧 左站胡乱的一杯 接着一杯饮酒 等反应过来时 感觉自己是 真的醉了 艳师琪似乎在说什么 但他一句没听清 迷迷糊糊间 只觉得身边 好像多了什么 那双熟水清澈的眼头 好像是他 转天 左站醒来时 入目的就是一盏精致的手工吊灯 混沌的眼头凝至片刻 慢慢恢复清澈 是沁水院的公寓 他之前让给艳师急住了 左站随手拿过手机 习惯性的起身 却注意到胸前有些许 痕迹 冷然眼眸一沉 莫名的 就给许愿拨了个电话 记得昨晚 好像是见到了他 电话响了好久 那边才接 传来许愿慵懒的声音 左站俊颜微仰 看了眼时间 已经上午九点多了 还没醒来 我连夜来的趟S室 四点多才下的飞机呢 你去S室了 左站呼吸奇怪的不畅 许愿这边连眼罩都没推开 困倦的在被子里松了松 几天前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来这边办点事 后天回去 怎么了 父哥哥 你醒了呀 一道焦点的女音 突兀地穿插进来 左站几乎冷然地视线一瞥 就见卧房门口 一个穿着他衬衫的年轻女子 浓装艳末 用动作和表情 演绎着搓手弄滋 左哥哥 你昨晚好厉害呀 该说哥哥体力好呢 还是甚好呀 可以说 这一瞬间 左站是真懵了 就连手中电话 还在通话中都忘了 数秒的间隔 等他反应过来时 电话已经被挂断 左站好看的俊颜 也彻底沉了下来 哥哥 你这是怎么了呀 女人疑惑凑了过来 绵软的小身子 往他怀里依靠 就被左站闪身避开了 他扫了眼女人的眼睛 确实和许愿有点相似 但是 左哥哥 你别生气呀 昨晚我们是 左站没让他说下去 急快地找到自己钱包 拿了张空白支票 扔给女人 随之指了指门 滚 女人微正 还想扑过来撒会儿娇 毕竟和堂堂左少 共度一夜 可是多少人 梦梦以求的 有了这层关系 再发生点什么 这不是顺理成章吗 他抱着很多女孩子 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貌 更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又腻了过去 左哥哥 我不会要嫌你什么的 我是真的喜欢你呀 你长得这么帅 完全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呢 左站完全没看女人一眼就进了浴室 在出来时 女人还没走 左站静默地进了更衣室 在穿戴整齐出来时 女人又黏了过来 但手还不等她碰上她 就被左站错开了 正好隔壁房间门也被推开 宿醉未醒的燕尸奇 左拥右抱地走出来 一脸轻松地抬起头 哥 昨晚睡的 话都没说完 左阵促然一脚已然踢冲 第36集 话都没说完 左阵促然一脚已然踢冲 正好踹在燕尸奇小腹上 他身形猛地向后摔出数米的同时 人也疼得捂着小腹惨叫 左站俊颜犯了寒 周身力气倾泻 他怎么就没想到呢 墨渊成桓这些兄弟了解他 昨晚那种情况根本不会发生 一切的根源都出在燕尸奇 这个小蠢货身上 哥 我错了 真错了 燕尸奇虽然没弄清楚 自己错哪了 但从小到大的经验 足以提醒他 先认错 不然就真凉了 这一脚 着实将走廊上的三位小美女给吓坏了 外加此时 左站那阴冷的近乎超越常人的脸色 紧神更吓得鄙息 还哪敢多逗留 匆忙就跑了 左站健步上前 一脚又将燕尸奇踹趴在地上 精致的皮鞋踩在他肩上 冷然 谁给你的胆子 敢把那种女人带到我的宠上 燕尸奇 我是不是几天没管你 皮有痒吗 我 我 燕尸奇话都说不出来了 紧张 害怕 淡妾 本想着昨晚找个美女哄哄他哥 没想到 马匹没拍上 反而热祸了 左站一想到那种女神 可能在他床上待了一夜 就算可能什么都没发生 他也个应 极快地一把拽紧燕尸奇 一拳又中击在他小腹上 燕尸奇疼得脸都白了 趴在地上一阵干呕 左站再次将他拽紧 狠力地按在墙上 竖起耳朵听清楚了 我是看在小姨的面子上 才帮你们燕家的 也是看在两家亲戚的份上 才没对燕家做什么 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哪怕只有一次 燕尸奇 我他妈能让你连怎么死的 都不知道 燕尸奇疼得俊颜扭曲 恐惧的身形微颤连连倒 我真错了 哥 哥 但昨晚不睡玩得挺开心的嘛 怎么醒来就变脸了 燕尸奇疑惑 但这话解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说了 而S室这边 那一通电话就将许愿所有的睡衣都席卷了 他定定地看着天花板 脑中像魔咒似的 一遍遍遍回荡着那句左哥哥的声音 应该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左这 还真是处处能让他出乎意料呢 十六年了 他 他就爱上了这样一个人 许愿躺了很久 才慢慢缓过心里那种 阵阵通体发寒的寂寥 爬起身 洗漱后下了楼 许愿亲自来酒店接他 但一直没敢上楼 担心吵到他休息 再去公司的路上 许愿将这边的一些财务账目给他过目 许愿翻看了一路 最后和尚所有文件 也关上电脑 望着窗外 炫目的午后阳光有些刺眼 他不得不眯了眯 直接说 亏损了多少吧 这几个月以来 寂放和料事是水火不容 双方互相竞争 无外乎就是金钱方面的持久账 账面上的 差不多十几个亿了 寂放弹了弹烟灰 伸过来的单手握住他的手 不过料事那边 损失的更多 许愿暂时没说话 这不是资金的问题 许廖两家一旦开始金融商战 最终走向只有一个 与神俱焚 所以这些年了 许廖两家尽可能保持着相安无事 可现在的这个走向 方哥 许愿开了口 你是不是瞒了我什么 机场车祸事件后 许愿有意和廖家公开撕破脸 不管是商战还是其他 只要是能将对方置于死地 他在所不惜 但他没想到 寂放会选择如此冒进的做法 除非 寂放明显脸色沉下来 眼底有什么划过 要说瞒着 许愿 你是不是也有什么在瞒着我 他似是想到什么 冷峻的面容上 煞然威严 目光也泛漆了 你和左站 什么时候要搅和到一起去了 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沉默在车内逼泽间慢慢扩散 寂放抬手就扣住许愿的下巴 迫使他看向自己 你看着我 说实话 你骗不了 许愿眨了眨眼睛 蜜长的睫毛 遮下眼底的复杂 良久一出浅笑时 也拨开了寂放的手 没什么关系 如果这个问题 是在数个小时之前问出 许愿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 恋爱关系 但是现在 没什么关系 寂放重复着 转眸看向了别处 死寸地坚默着 直到车子时到公司停车场 司机下车为他们拉开车门 寂放下车时 回眸冷逆了许愿一眼 你说的 没什么关系 那我知道了 许愿眸色一动 还想说什么 但寂放明显不想再听下去 静止就走向了电梯 上楼的一路 也没再说什么 办公室 副总和高管们 等候许愿汇报工作 这一忙就忙到了晚上 寂放再进来时 还在低头处理着手中的什么 没看许愿 只边进来边说 饿了吗 我订了个酒楼 去吃点东西吧 没胃口 许愿倚靠在脾椅 轻熟着眉心 先说下 你是不是和什么人 联手在做着什么 不然这样工人和料室开战 做法不仅冒进 还很不明确 寂放停下手中的动作 质疑了数秒当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你先见个人吧 谁 他没说话 血余光 逆了后方秘书一眼 秘书会议便出去了 须余后 秘书重新扣门 进来时身后带了个人 事先相撞的一瞬 许愿就认出来了 是苏宜墨 但和数月前给人的感觉 截然不同 白皙英俊的面容 没怎么变 再也没有之前少年轻质和阳光 一身西装革履 趁得眉宇间也变得朗力忧深 秘书拾去的先行离开 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三人 苏义墨外部进来 冲着许愿客气的清汉手 道了句 徐总 许愿紧着眉丝亮着 还是将那句阿末换成了 苏先生 现在他恢复身份 改姓廖了 即放在旁边道 苏义墨勉强微笑 重新介绍 廖其凡 廖公子 许愿感受到 他的客气和收礼 自然也不会展现热情 尤其是考虑到 眼前这个人 可是廖东兴的儿子 那么一切就都变了 我姐还好吗 苏义墨问 许愿轻挑了下眉 廖公子这么长时间 没和姐妍联系过 她摇了摇头 欲言又止 到底没说下去 即放替她说 前段时间事太多 她几乎没联系任何人 一句事太多 涵盖了很多 许愿没质疑 又道 这次见我是有事 许总 我和纪总商量过了 廖家有过诸多对不起 许家的事 这段时间 还让许氏受了不少的亏损 我会帮着纪总 想办法补回来的 许愿沉默下来 伴上重新迎向 这个年轻的男人 这么说 廖公子是想帮我们 对抗你父亲了 对 差不多 为什么呢 许愿单手脱腮 静默地看着她 你不是忘了十岁以前的 所有记忆吗 也一直不愿意参合 许廖两家的恩怨 还坚持你遇到我 只是偶然巧合 现在又做这些 原因是什么 苏义默神习着口气 这件事 能先不谈吗 不谈可以 但你帮我和范哥 这件事 就迟早会被廖东兴知道 到时候 她来质问你时 你也准备不说吗 不能怪许愿 咄咄逼人 和廖家的夙愿 本就牵扯到 父母两条人命 还让许氏亏损这么多 换成任何人 都会有情绪的 还是你想 在许廖两家恩怨上 让廖东兴 再加上一条 拐待她幼子的罪名 苏义默 哦 不对 廖启凡 廖公子 你想大义灭清可以 但请别灌上 我许氏的名讳 许愿只是想 查清楚父母死亡的真相 找到证据 让凶手生之以法 而不是真的想要 兴起多大风浪 更不想让廖东兴 倒打一耙 反将她陷于不意 我想让廖家 换个当家人 苏义默声音平缓 面容上也不动声色 这个理由 够吗 许愿点了点头 嗯 够 但这是你们的家务事 与我并无关系 廖公子 你走吧 苏义默没走 一顺不顺地看着她 我想补偿你 补偿许家 你需要的那些证据 我也会帮你找到的 我需要的证据啊 许愿靠近了皮衣 纤细的长腿 优雅交叠 冷笑出声 哼 我想要的证据 不就是你本人吗 十四年的那场事故 苏义默是现场 唯一的目击证人 只要她敢出庭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这些 我以后也会做到的 苏义默没心紧促 给我点时间 我会和纪总联手 许愿抬手打断她 我可以给你时间 但 谁给我时间呢 谁能让我父母 现在起死回生 你能吗 不能 任何人都不能 所以现在唯一的 就是让廖东兴 血债血尝 许愿起了身 纵是情绪波澜 但面上仍然维持平和 乃至语气都是轻柔的 廖公子 如果你真想帮忙 那就试着 努力恢复记忆吧 我希望下次见面时 是在法庭上 你作为证人出席 她话落 就朝门的方向 做了一个情的手势 苏义默虽然还有千言万语 小说 但看着面无表情的她 也再无能为力 最终 转身先走了 宣吉 许愿 神色复杂地 逆了向几方 声陷威慑 什么意思 想我和你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然后呢 这只是一步计划而已 谈不上多复杂 就是各取所需 等家交换 几方仰头靠着沙发 撩着烟 阵阵白雾缭绕 隐晦的俊颜 许愿促着眉又想想 你的计划 我可以不管 但廖家的家务事 你也别跟着参合 她莫名觉得 这件事的背后 好像还隐藏着什么 尤其是今天 看到苏义默时 她的那个眼神 我自有分寸 几方轻身时 谈了下烟灰 这事先这样 再说说你 这边医疗团 详细研究过你的病例 许愿 二次手术 是必须要进行的 但具体何时 可能是半年后 也可能是一年 具体确定 第二次手术时间 只是根据许愿的身体 和病情发展而定的 在此之前 她只要按时服药 养好身体 还是可以 如一个正常人一样 生活工作 许愿知道 她想要说什么 急忙打断 这个就别提了 我累了 先去休息会儿 你等一下帮我 订点吃的吧 说完 像逃避般进了休息室 继放好多话都被噎住 还想做什么时 桌上许愿的手机 静响了 休息室 许愿先换掉衣服 冲了个澡 吹干头发以后 就躺下了 想着刚刚发生的事 不禁扯唇一笑 继放根本不是 想征询她的意见 只是想借机向她传达 已经和苏义默 联手的共识了 计放还是那个计放 深谋远虑 永远猜不到她在想什么 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样的人幸好不是对手 许愿彻夜劳断 此刻放空思绪 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等睁开眼睛醒来时 房间里黑漆漆的 她想去拿手机 才想起来好像 落在外面办公室了 熟了熟眼睛 就掀开背爬起来 喜数一发 感觉恢复了一些精神 换好衣服再出来时 就率先看到 寂放的身影 她靠在沙发上 腿上放着笔记本电脑 屏幕的荧光 打在她俊颜上 掩去她眸底的身 而那紧敏的唇线 也能看出情绪紧崩 第三十七集 许愿走过去 寂放才抬眸 醒了 休息够了 我睡了多久 文化时 许愿也看了眼时间 不经一正 竟是凌晨四点多了 这一觉睡得可够久的了 寂放指了指那边的桌子 之前我叫了些吃的 但可能凉了 想吃什么 我再让人去准备 算了吧 许愿轻柔着脖颈 走向桌子 热一下就行了 寂放合上电脑 起身时也活动了下身体 他将饭菜拿去茶水煎 在微波炉里加热了下 重新端回来 可能自己也有些饿了 就陪着许愿吃了起来 边师边聊了些工作的事 但两人都很有默契 避开料是没谈 注定了这是一场持久战 一朝一夕是得不到结果的 对了 你休息时 你手机有电话 我帮你接了 这话 季方说得漫不经心 仿佛是在议论 饭菜的咸淡 但那一双眸 却一顺不顺地重视着他 不肯放过许愿脸上 任何的些微表情 许愿也没让他起疑 只是说 哦 谁打来的 你觉得呢 许愿继续吃东西 不知道啊 季方动了动眸 极快地将剩余的米饭吃完 放下餐块 喝了口水 单手自然搭在椅背上 姿态上来看 脾气得像个大爷 修长的手指轻敲着桌面 没什么规律 你说的 和左站没什么关系了 是真的吧 许愿练就吃着东西 嗯 那就行 急放弹弹道 是西言打来的 他听说你在S时 约你今晚吃饭 我替你答应了 许愿拿着餐块的手指 顿了下 抬眸 你替我 怎么 不行吗 许愿 深吸了口气 嗯 不是不行 抛开工作层面 一个人对一个人有好感 是有很多种表现的 许愿又不傻 怎么会看不出来 喜眼对她有这种感觉呢 所以她在没和左站关系复杂时 总是刻意回避喜眼 外加前段时间 喜眼也很忙 总是来回奔走 顺个尝试 两人见面机会 真是少之又少 但现在突然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让你和她去吃饭吧 激放从烟盒里抽了支烟 放在唇边点燃 还是说 你有什么顾虑 许愿眯起眼睛 这是变相的激将法呀 算了 反正她和喜眼也有很多业务来往 又是合作伙伴 确实没有理由总回避人家 便说 没什么 我知道了 晚上 许愿准备离开酒店去赴约时 激放扶着车门 对司机到了去 去西堂 许愿微证时 激放又说 换地方了 喜眼没告诉你吗 许愿摇了摇头 但感觉就是换个吃饭的餐厅而已 也没想太多 放着她的车影渐行渐远 后方秘书上前 轻轻推了鼻梁上的眼镜 三爷 您是知道的 迹象台早就预报了 今天可能有 就当给他们制造机会了 激放轻然勾了下唇 秘书暗存下又倒 您这是想撮合他们 激放没说话 转身时谋刺暗了 撮合谁都是撮合 毕竟 他们这种关系是没法约约的 只能希望 他好吧 西塔顶层的旋转餐厅 喜眼早已到达 选了个靠窗的位置 从这里可以俯瞰 整个哀思诗的夜景 庞大都市不夜城 歌声喧闹 不复盛名 耳畔缓缓音乐流淌 面前美食相浓 一顿饭 两人话题畅谈 气氛愉悦 我有点好奇 如果昨晚电话 不是三爷接的话 那么今天 你还会和我见面吗 喜眼万初一直想问的 许愿把玩这高脚杯 美眸悠悠笑着 会啊 真的 许愿点点头 嗯 当然了 习总可是我的合伙人啊 偶尔吃顿饭 很正常吧 喜眼眸色沉了沉 光从这个称位上 就能听得出来 你再刻意和我保持距离 许愿一笑 是吗 我只觉得 喜总是一位 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值得拥有更好的爱人 而那个人选 不会是他 只是这话 他不想直接道出 感觉太失礼了 喜眼也笑了 这话 好像有点耳熟 不过 这位更好的伴侣 已经坐在我面前了 喜眼不想绕弯子 因为他每一次见到许愿 都难以控制心底的那份悸动 他见过太多的女人 却没有一人 能让他有这种憧憬和向往 许愿微眠了下唇 思量着该如何表达婉拒 却被一道砰得巨小吸引 他和喜眼纷纷一惊 转眸时 看到附近用餐的客人 已是惊吓不已 挤而砰砰砰 巨大的响声更善 连带着天玄地转 整个餐厅死都在摇晃 无数的吊灯和天花板碎片 稀里花瞎往下坠落 有的砸在精致的地板上 有的砸在逃窜的人身上 这是地震 许愿后知后觉 还未待彻底反应 手腕已经被吸引握住 对方将他紧抱住怀中 别害怕 许愿 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相信我 他轻俊地大手 温暖地握着许愿的戏外 一瞬间像一股暖流 传地弥漫 但许愿无暇顾虑这些 他只感受着不断晃动的大楼 和摇摇欲坠的地面 还有终遭尖叫逃逆的人群 若说不慌不忧 又怎么可能 喜眼拉着他往外走 走廊上都是人 财探很容易发生 就连电梯那边都挤满了人 他当机立断 我们走楼梯 这话说完 就注意到许愿早已经苍白地 褪去血色的脸颊 他伸手揉了揉许愿的脸 揉声 别怕 跟着我 神潮拥挤 嘲嚷喧喧喧 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受了惊吓 慌不择拢 喜眼和许愿 也在这纷乱的人群中 不知道被谁撞了下 许愿毫无防备的 整个人一亮枪 喜眼辅助他时 才注意到他崴了脚 没事 他说着 俯身一时把许愿抱住了怀中 我抱你下去 别怕 他反复说着别怕 清欢的语气温柔 像是一缕缕的微风 清扫着许愿心上的乱 他就这样犀里糊涂地 到了地下十几层时 剧烈地晃动停止了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可这时 楼梯门也被人推开 救援人员迅速赶来 组织人群下楼 一切都慢慢井然有序 突然一道声音响彻 小心 有人慌忙 有人着急 有人寻声忘却 就见好端端的天花板 突然出现断裂 继而零星的碎尸一类 稀里哗啦的杂落 许愿惊诧地 正了下 根本来不及躲避 只能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但 与其中的疼痛并未心卷 他慢慢睁开眼眸 就看到 近前洗眼高大的身形 正好遮在他上方 替他挡去了坠下的重物 西 习总 换 换个正乎可以吗 洗眼墙咬着牙 那坠落的石块看着不大 但高空落下 砸在人身上 多疼可想而知了 救护人员冲过来 一边除去洗眼左肩上 砸漏的重物 一边检查伤势 洗眼 你 许愿说不上自己是什么心情 震撼冲击着思绪 悲痛被胡休止放大 他颤抖的声音不稳 洗眼没让他说下去 只是更紧地握了他的手 没事 真没事 在救护人员的陪同下 众人纷纷出来 搭乘急救车去了最近的医院 他们抵达时 寄放早已经闻讯赶来 和许愿打了个照面 许愿看着闭合的诊疗室 心乱得更不成样子 许愿 寄放拉着他转过身 目光焦急地在他身上寻缩检查 你有没有受伤 说话 哪里伤到了吗 啊 寄放 我 许愿压低了紫音 视线撇向他后方的秘书和助理 示意让他们先离开 寄放 似也感觉到了什么 示意秉退了所有人 走廊里 只剩下了两个人时 许愿目光就起了 地震 你应该是知道的 对吧 像这样级别的地震 都会反复预报 许愿是偶尔来 挨死事 都没入意 更换餐厅 也是你故意的 是吗 寄放沉默了 为什么 许愿挑起了眉 明知道会地震 还故意选择 西塔那种高层建筑物 你是想让我遇到危险 他拉长话音 顿了顿 思绪还是混乱的 但理智却愈发清晰了 哦 你是想借机 让喜眼上演一幕 英雄救美的戏吗 寄放深息的口气 胡言以对 许愿冷笑 哼 那还真是要恭喜你 目的达成了 但如果喜眼真的出了任何事 就等于是你间接造成的 你这么在意他 那看来 这目的早就事半功倍了 什么跟什么 许愿凛然 我想不通 你这么做到底图什么 图让你早点找到合适的人 早点结婚 早点生个孩子 未许是传宗接代 寄放一口气 把心事都说了出来 不耐地扯了扯领带 捏着他的下巴 如果你和我之间 不是这个破关系 我他妈早把你 哪还有这么多破事 也不会让你和那个左战 勾勾搭搭的没完没了 许愿 你真是 寄放说不下去了 复杂的情绪在胸腔里奔涌 拂袖离去 许愿正在原地 恍惚中 很多记忆涌入脑海 最终脱力地跌坐在椅子上 脸上样起了笑 很凉 也很苦涩 他怎么就忘了她 寄放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 她 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 是左站塔来的 许愿习惯性地滑动接听 不是说今天就回来吗 熟悉的男生传来 许愿脑中再度泛起那句甜腻的女生 左哥哥 心里滋味无畏 哦 我这边有点事 过几天再回去 什么事 许总 习先生的治疗结束了 医生从诊疗室里推门出来 声音穿插进来 电话那边瞬间安静了 许愿知道左站听见了 但此时真的无力在解释 只对着电话说 我这边事办完就回去了 你早点休息 挂了电话 许愿回神看一下医生 她怎么样了 伤势不算严重 已经做过治疗了 近期要多加注意和休息 你可以进去看看她 许愿到了线 推门进了病房 喜眼靠坐在床榻上 精致的西装褪取 白色的衬衫也有些褶皱 左肩上带着固定器 脸上多少恢复了些血色 只是先许刘海轻垂着 透出了丝丝的病态感 吓到了吧 许愿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还疼吗 一点小伤 何况医生都打止痛针了 不疼了 她说着 还是晃动了一下左臂 但多少牵扯到伤口 有点重围 许愿忙拦阻 别乱动 要好好养着 心眼握住她的手 是不是想问我 明知道会地震 为什么还统一三夜更换餐厅 许愿愿了下 确实有点想问 但又有点问不出口 邪言敷衍地亲吻了下她的手背 因为这是难得表现的机会啊 虽说有点冒险 但我不会让你受伤的 可你受伤了呀 男人笑容放大 握着的手更紧了 如果这点伤 能换来你的一丝好感 这不是好事吗 许愿一时无话可说了 这个逻辑 好了 逗你的 喜眼盲解释 我可不会拿这点事博好感的 S市是个多地震的城市 年年地震频率高达几百起呢 都是小地震 我当时也大意了 这是真话 喜眼住在这里三十多年了 怎么也没想到 几乎隔几天上演的地震 竟然会闹到受伤的地步 许愿苦笑 收回自己的手 起身扶着喜眼躺下 这事儿 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因为我受伤的 住院期间我来照顾你 现在想要吃什么 我想和你谈恋爱 可以吗 第三十八集 许愿默得呼吸微紧 强笑 一定饿了吧 我去准备点吃的 喜眼刚要开口 许愿死担心 她在说出什么吧 抢先道 你这身衣服也皱了 我去拿一件新的 你换一下 她说着转身 却没等迈步 喜眼的助理小金 便从外面进来 手中提着这 腾腾的饭菜 还有换洗衣物 一时间 许愿感觉进退尾骨 有点尴尬 喜眼却微微一笑 让小金放下东西先出去 随后伸手拉过许愿 我只是说出了 迫切期望的心愿而已 你不用拒绝 也不用紧张 表达爱意 和接受爱意 是两码事 她只想适当地表达心意 让许愿知晓 并不是让她徒增困扰和负担 毕竟不想弄巧成拙 习总 许愿生沉了 措辞的同时 也在森子 喜眼确实是方方面面 都极具优秀的男人 可是 她的心里 早已住了另一个人 这样对谁都不公平 她必须要找个 合适的借口婉拒 一听你叫我习总 不是要谈工作 就是在回避拒绝 喜眼笑着说 就当我刚才开了个玩笑吧 可能是止痛药 我现在 头脑也不太清晰 她找了理由 还让药背了锅 许愿没接穿 也回忆一笑 你换下衣服吧 我先出去了 看着她转身的背影 喜眼真是想借着她身上的伤 让她帮下忙 但这样会不会惹她反感 虽说在追求人这方面 不择手段也算不了什么 但对方是许愿 还是克制一下吧 不然真把她吓跑了 就真的太失礼了 而许愿从病房出来 也长须了口气 喜眼对她的好感 也从那满在爱意的目光中 都能读出 虽说这样被出众的男人喜爱 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这几个月和左站一起后 整颗心早已被她搅乱了 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还是适当回避 保持距离为好 或有下次直接把话说开 但在这之前 喜眼是为了救她才受伤的 就算是轻伤 她也得负责人照料才是 许愿在医院这边 照顾了喜眼三天 说照顾其实也谈不上 大多时间 她都在处理S室这边的工作 同时和喜眼谈了些项目的事 一直到蜡月二十九这天 喜眼出了院 春节期间 她要回云苏老家陪伴父母 许愿送她走后 也打算回帝都了 她要回去陪外公外婆过春节 机场里 她看到了数日未见的寄放 对方似乎还在和她生气 看到她也冷冷的 一言没发 就带着助理秘书进了专属后期室 许愿看着她的背影 无奈地皱眉 计放这个人 怎么说呢 从小脾气就不怎么样 那性子和处事风格 还真和她父亲如出一辙 隐情不定 还冷决狂妄 也就是顾虑着她的患病 才收敛着 险些让许愿都忘了 真实的计放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 飞机起飞后 许愿就进了休息舱 睡了一觉 醒来后读不出来 那本书翻看 对旁边玩弱冷山 面存饭寒的男人 视若无懂 机放没事乱生气 那是她的事 她自己也有脾气 才懒得管 你是打算一辈子 不和我说话了吗 机放转过身 浓蒙落下她 许愿注意力还在书上 只说 我想到你气消了 才说话的 机放善笑 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 不知道 许愿翻了叶书 但我知道放哥 肯定是为了我好 机放那脾气 吃软不吃硬 许愿小时候就摸清了 果然 男人脸色变缓几分 撤走她手里的书 顺带挽起她的手臂 迫使她看向自己 知道我是为了你好 就别和我对着来 好 许愿倒是回答得痛快 机放微着 速白的手指在她额头上轻弹 死丫头 整天都能被你气死 初二我来接你 去看爷爷奶奶吧 哦 听着这敷衍的语气 机放又没忍住 在她头顶上揉了一把 留了句 你可听点话吧 便一身抽起了烟 不能怪许愿敷衍 爷爷奶奶非常重男轻女 幼年时 两位老人和她的母亲不和 随着父母的意外离世 两位老人悲痛的同时 更是主张从亲戚家 故技男丁 继承家业 这许愿能同意吗 许氏不光是她父亲 奋斗半生的心血 同时也有她母亲娘家的产业 是两家大公司 融合的结晶 凭什么让给其他亲戚的子嗣 于情于理上 她都反对 当时和爷爷奶奶闹得很僵 两位老人一气之下 就搬去了秦王岛 每年过节什么的 也很少走动 但寄放却深得这两位老人的喜爱 再忙 春节时也要抽出半个多月 来陪伴二老 漫长的航班终于抵达底东 许愿的心又不由自主地乱了 一想到要见到左站 她就有些头疼 但两人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 这个恋爱 好像除了床上之外 就再无瓜葛了吧 每每一想 许愿的心就开始隐隐发疼 出了机场 机房要去秦王岛 许愿则是驱车去了外公外婆家 本想留宿的 但晚些时有份文件需要修改 尽快发给律师 而袁建就在御锦元的电脑里 太晚了 他不想折腾旁人 就自己开车回去了 夜深人静 树大的宅底像假妹的尸湖 尤其是距离别墅不远处 那处被一年前大火焚烧的残堆 每每途经都像是一把刻骨的尖刀 在许愿欣赏玩出血淋淋的伤 养过年了 不能被坏心情左右 许愿克制压连的思绪 挺好扯进了宅子 一股扑面而来的烟味 率先引起他的注意 旋即灯亮了 突如其来的光线令他不适 抬手睁了一下眼睛 腕上才注意到 沙发上一点忧沉的男人 那清俊的外形 俊朗的侧颜 不是左站右是谁 你怎么在这里 因为这几个月的关系 左站有这边的密码和钥匙 出现在这里不足为奇 只是隐隐的 许愿只觉得 他今天的脸色不太好 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抱着这个感觉 他又问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左站灭了手中的烟 慢慢地震过身 一双阴质的冷猫逆向他 这些话 好像应该是我问你吧 他豁得起了身 随手抄起 插机上的一摞文件 走向许愿时 毫不犹豫地 朝着他藏了下去 那文件没装定 稀里哗啦地落下 不疼 但却结结实实地 全部砸在了许愿的心上 很厉害啊 打着出差的借口 其实是为了和某个人 私会吧 左站冷笑着 眯着眼睛 这种眼神 很伤人 他似又想到了什么 吃下的 似乎还不藏隐秘点 大摇大摆的 还能上新闻 许愿 能把偷情 弄得这么正大光明 是该说你厉害呢 还是当我眼瞎了 左站生给他的那些 有媒体对前几世 S式地震的报道 许愿和习眼 作为商界巨头 自然被媒体夸大了 还有一些 拍摄到他进出医院的 还有和习眼同行的 那天内通电话中 医生口中那一句 习先生 左站又看到地震的新闻 猜着许愿可能出了什么事 没想到 都不用细查 就一目了然了 许愿脸色不佳 强忍着 这么晚了 你吃饭了吗 想吃什么 我订餐吧 他不想和左站吵 更不想因为这个和他吵 因为无关紧要 报纸新闻上 虽夸大 但并未过分 准确来说 都算不上什么绯闻 他还解释什么 少转一话题 左站上前 单手前期许愿的下巴 力道大的 像是要将他的骨刀给捏碎 说清楚 你去S市是干什么 和那个西眼又是什么关系 这一天 你们都干什么了 左站 许愿疼的醋眉 却还是放缓音调 能不这样吗 左站 冷怒满腹 早已经习惯了许愿这种温柔的性子 本以为只有对他时才会这样 但想到许愿可能对别的男神时也会如此 那种庞博的狂怒 就像席卷的风暴直拱心头 他扯着她 顺势就抵上了庞侧的强柱 他碰你了 左站 许愿隐忍的身体都在颤抖 你仔细看看那些新闻 和你查到的东西 地震时 他为了救我而受伤 我在医院照料一下 就算是普通朋友 也会如此的 普通朋友 左站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 大手捏紧他的脸颊 一字一顿 西眼会和你是普通朋友 你现在连谎话都不会说了吗 还是说你和我 都已经不屑于撒谎了 从左站第一次见到 西眼和许愿在一起时 从那个男人的眼神中 他就独出了满满的占优感 那绝对不是普通的朋友 这个人比白锦川还要善 所以他不能容忍 哪怕一丝丝一点点都绝不可以 他还没玩够呢 竟让别人染指 左站不受控制的怒意 连带着清俊的手指 紧握得嘎嘎作响 许愿 我最后问一遍 你们有没有睡过 他有没有碰过你 许愿已经分不清 自己此刻什么心情了 那你呢 他被遏制的 发生有些费劲 左站 我去S市的当天 电话里 有个女人叫你左哥哥吧 你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这些许愿不想提的 好不容易和左站走到这一步 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 哪怕只是床板 他都已经不想在乎了 二次手术随时可能来到 他只想在余下的日子里 和这个心心念念多年的男人 能够好好的相伴 可是 他这是又是在做什么 许愿心里发疼 鼻息发酸 好不掩饰的眼眶就红了 这一句话 可能触及到了左站的机会 他本就冷丽的脸色 更难看了 男人和女人 能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 左站笑了 那笑容甚至是到了 渗人的地步 并一直手扣起许愿的戏腕 将人扯起时 扔到了不远处的 单人沙发内 许愿身体被磕破 疼得到吸了口冷气 仅在咫尺的俊脸逼近 却森冷地让人心疼 你是真傻 还是想和我装糊涂 我那是生意场上 逢场作戏 你一个女人和我比这个 许愿 你是脑子出问题了吗 他泄愤式的字音 似冰雹 不溜情面地砸向许愿 疼痛到树骨的同时 许愿也攥紧了手指 却激动地发不出什么声音 左站单手固执她的后脑 强迫着她仰起头 脑子不好使 记不住你男人是谁是吧 好 那就用你的身体好好地给我记住 话音落下 大受祸地向下 那强势带着怒意的侵战 再无往事半分前卷 就连一丝温度也不愿联系 这样的举动 许愿又怎么能接受 作战 许愿愤愤地挣扎推剧 你才是脑子最有问题的 你别碰我 作战怒火当头 哪里还会理会 但许愿不肯配合 挣扎得越发激烈时 许愿摔倒时 后脑磕到了地面 砰的一声 只觉得一阵阵的发欢 剧烈的举动和声响 也着实令作战混淆的思绪冷却了下 尤其是低谋 瞥见许愿隐忍强撑的表情时 心脏更是莫名的异己 身形就震住了 持续几秒降致后 他没说什么 也没在做什么 只捞固大衣大步向外 听着玄关门闭合的声音 许愿脱离般的僵在原地 心口像是被什么反复碾压成鸡粉 撒了满地 第39集 左站拉开车门 在重中甩上 一身冷烈的肃寒之气 重拾在车内弥漫 他紧绷的俊颜凝着前方 手机拨给瑞辰 安排人彻查西岸的事务所 不管往前数几年 把所有存在的问题 最短的时间内 全给我找出来 可是左总 之前就安排人查过 西总的事务所好像 真没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就制造问题 这些事也要我来教你 左站拿着电话的手指泛白 他从上这么多年 还真能面面举到 彻底干净 还有 他有个家族企业 查那个 瑞辰犹豫了下 这突然就查人家父母 貌似不太地道 但他一个秘书 也不敢过问 只能连声应下 等挂了电话 水晨还不禁常叹 这可是个棘手问题 该怎么办 接下来是大年三十 许悦按照以往的惯例 陪伴在外公外婆身边 可能是去年 患病手术时的经历 让他更加珍惜 能够陪伴在亲人身边的时光 像个小孩子似的 黏着外公外婆 吃年夜饭时 外婆扶着他的长发 我们的宝贝怨怨呀 长大了 是该考虑嫁人了 许悦不想提及这个话题 只玩耳一笑 我还想多陪外公外婆几年呢 别催我嫁人嘛 哈哈哈哈 傻丫头 姑娘大了 哪有不嫁人的 外婆慈爱的目光中 满是疼心 哎呀 我的宝贝啊 哪都好 就是这个感情啊 太曲折了 也都怪那个左家的孙子 真是的 早知道小时候就不该让你们整天凑在一起 他当初和左站的结婚 没有婚礼 没有喜宴 就连一张结婚照都未曾有过 这让外公外婆心里很不适滋味 几次都想找左家评理 幸好后来离婚了 二老这才作罢 外公也不愿提及这事 下意识地朝老伴递了个眼色 随即又说 咱们孙女儿这么好 哪儿还缺孙女婿呀 不急 等外公给你挑 保准 给我宝贝媛媛 挑个最好的 许愿哄着两位老神来 也乐呵呵的 嗯 外公最好了 吃过年夜饭 外婆非要亲力亲为 和管家佣人们一大堆人一起包饺子 许愿想帮忙 却被外婆推开了 她就和外公边看电视边聊天 其热烧烧 转天就是大年初一 许家虽然直系亲属极少 但旁系远房亲戚颇多 还有很多生意厂上的老板客户 陆续登门半年 许愿一早在消罪的陪同下 先去给父母祭扫 又去佛堂建乡 再回来时 客厅里坐满了人 她作为许家的当家人 自然被这些人簇拥 周旋应酬 忙得也是不一乐乎 好不容易倒出时间 已经到了晚上 外公没留那些人吃饭 腾出时间来 拉着许愿去的旁厅 外婆在庸人的陪同下 捧出个大蛋糕 上面还摆满了蜡烛 正好二十六根 代表二十六岁 没错 大年初一 除了祭扫进香拜年的日子外 还是许愿的生日 因为日子特殊 她从未对外宣扬 只有一些关系要好的朋友知晓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左站 但想到她 许愿极快地脸去眸中的淫慧 扬装心笑的轻声 旁边地上摆了一大堆的礼盒 都是些关系好的发小朋友们送来的 简言更是昨晚过了十二点 礼物就送到了 是两个非常精致 堪称艺术品的杯子 许愿有收集的时候 这点倒是同心对异 老先生 老夫人 来客了 保姆从客厅那边跑过来 这种日子 来客人一点都不稀奇 只能暂时忽略庆生 许愿搀扶着外公外婆 夺不出来 一台谋 几个人都愣住了 因为来的人竟然是左老爷子 还有左站的父母 以及左站本人 许愿是真没想到 在和他大吵一架 还有去年离婚这事后 左家还能登门来拜年 但伸手不打笑脸人 尤其是左老爷子都亲自出面了 众人纷纷落座 老人长辈们都在聊天 左站从始至终没说什么 只是那双璀璨的桃花眼 一瞬不瞬地注视着许愿 许愿难免觉得不自然 正想说什么必开始 左站竟开口了 许愿 我们出去聊吧 他一正 单独约他 还当着这些长辈的面 左少想和我孙女儿聊什么呀 在这里不能说吗 外公不满的情绪早已溢于言表 左老爷子适时拍拍外公的肩膀 老七啊 他们毕竟是年轻人 而且今天也是怨怨生日吧 这话一出口 旁边左夫人马上微笑地看向许愿 愿愿生日快乐 来 给你个红包 左夫人的红包是强塞进许愿手里的 她尴尬得不知所措 阿姨 我都是大人了 这真的 没事 一点心意 左夫人搂着他 还有礼物 都是阿湛挑的 等会儿他拿给你 然后 左夫人就对着儿子腻了一眼 左湛适时轻身 走过来拉起许愿 视线看向几位老人 外公外婆 我和许愿出去一会儿 出来的太急 许愿连外套都没穿 此刻被冷风一吹好冷 左湛三两步就将他塞上车 随着车子搜的一声 驶离老宅 许愿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她多少也有点好奇 左湛想带自己去哪里 所以一路上 她不说话 左湛也没吱声 最后发现 左湛带她回了御锦园 本来应该在酒店的 但你知道 我不喜欢那种地方 进去看看吧 许愿皱了下眉 猜着难道左湛又弄了满屋子玫瑰花 走进别墅开了灯 她才发现自己猜错了 没有满地的玫瑰花 取而代之的是满地的礼物盒子 各式各样 大大小小 一一摆开 几乎霸占了上百坪的客厅 左湛走进来时 带着一身的凉气 看到许愿坐在沙发上 抱了个礼物盒拆着 她走过去拿走了礼物盒 以后再拆吧 冰凉的手指端起许愿的脸颊 左湛检查了一下她的后脑勺 许愿发懵时听她说 还疼吗 许愿一愣 左湛手指按了按她的后脑 许愿眼眸动了动 撞的地方疼吗 还好 没事了已经 左湛没再说什么 静默的深眸璀璨 像困兽透出极不可耐 继而就俯身吻伤了许愿 可以说 一瞬间许愿身体就僵住了 接着和她拉开距离 左湛 你 应该没忘前天发生过什么吧 嗯 没忘啊 淡淡淡的 但我又没做错什么 谁让你瞒着我 和别人那么亲密的 许愿说不出话了 我是男人啊 哪个男人能接受这种事情 许愿 我可以不要求什么你从一而终 但最少 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能和别人乱来 许愿又沉默了 不是无言以对 而是 总觉得这话哪里不对劲 左湛俯身 埋手她的颈尖 轻轻嗅着她身上 清淡的香气富裕 将她沽得更紧了 别再因为这些事吵架 让这事翻篇吧 好吗 反正一个巴掌拍不小 只要能牵制住喜眼 就能够解大欢喜 又何必再和许愿争执呢 前段时间 他们好好的 那种感觉 左湛还是蛮喜欢的 并不想打破 而手机却突然响了 是许愿的电话 铃声太吵了 震动太闹 左湛不喜地皱了下眉 起身顺带 从她衣兜里拿出 单看到屏幕上来电显示时 整张脸就阴了 许愿大概猜到 电话是谁打来的 她极快起身 一把拿过手机 看都没看就接着电话 许愿 新年快乐 那边传来喜眼磁性的声线 许愿应声 也和她说着过年好 但眼眸却是一顺不顺地 撇着左站 看着对方 激进阴霾的脸 不断皱眉 喜眼也没说什么 这就是客套的拜年 又说了年后来帝都谈合作的事 短短几句话 确实没什么异常 左站阴朗的俊颜 多少慢慢有着丝 雨过天晴的痕迹 许愿松了口气 正要挂电话时 那边喜眼补了句 对了 生日快乐 礼物我这边寄过去了 许愿一正 只感觉到一股森寒煞失袭来 过不其然 左站刚有回暖趋势的脸色 自刻又阴了 他忙客套了一句 就挂了电话 他怎么知道你生日的 左站的质问如期而至 低等的嗓音一字一顿 还说是普通朋友 是合作伙伴 你糊弄谁呢 许愿紧了紧手指 我不知道 他怎么知道我生日的 这是实话 一般不熟悉的人 是不清楚他的生日的 喜眼怎么会 要不是刚刚 左站这副害人的脸色 他也想问问他 左站眯起凤眸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谈恋爱对吧 是不是应该专一 应该心无旁骛 你这是在做什么 谈恋爱 这三个字就像是神来之手 一把扼住许愿的咽喉 他知道 左站有些小题大做 因为他和喜眼 真的是没关系 但一句谈恋爱 就博得他哑口无言了 每一次他打算放弃 或者心累到极致时 左站总会做出些什么 将他濒临绝股的心 重新拉起 上次的玫瑰花海 这一次的谈恋爱 许愿无力的叹息 闭了闭眼睛 是我疏忽了这件事 你别生气了 年后 我会将和他的工作 交给林副总 然后抽个时间 你陪我和他见个面 我当面说清楚 从此以后 除非必要 否则绝对不会私下里见他 可以吗 左站似是没想到 他会这么说 略微正了下 许愿身手扶上他的俊颜 我道歉了 你也别生气了 以后这类事情 再也不会发生了 这话 多少许愿说的有点违心 因为他真的跟喜眼 没什么关系 而他呢 那个左哥哥 到现在也没解释 他就是顾念旧情 外家身体情况 逐多考虑 不想和左站较真计较而已 可这么想 自己也好傻 但怎么办呢 能和左站交往谈恋爱 使他憧憬多年的 就像是一场美梦 好不容易得到了 谁愿意轻易放手呢 都说 感情是相互磨合的 他们刚在一起几个月 慢慢来 说不定 左站脸色也缓和了很多 竟扶开他的手 就这一次 下不为例 嗯 左站 转换了一下心情 重新俯身 扶着许愿 细软的肌肤 差点缴了兴致 不过 你和那个人 真的没有 没让他收下去 许愿就忙截断 没有 我跟徐总很清白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解释这些 但左站就给他一种 不解释 就能永远被记挂的感觉 记住了 我喜欢干净 你从小就在我身边 你要是敢和别人 左站没说下去 其实 他都后悔 早知道身边 有这么一个美味小佳肴 早就应该享用的 竟然等到了现在 这话 许愿怎么听 怎么别扭 他不是没脾气 也不是没骨气 可以任人践踏的 只是还不等他说什么 左站就早已无法安满 汹涌的稳略夺了一切 这类的事情 他们之间做过很多 彼此都了解对方 完全清车熟路 却在临门一脚时 手机又响了 刺耳的铃声 划破防泪的热动 左站不耐地猛然起身 却发现不是许愿的手机 他没什么好心情地 拿出自己的电话接起了 左上 请你马上来医院一趟 李小姐情况突然有变 好像是 好像是好消息 电话中 传来女护士 焦急的嗓音 而那一句李小姐 清晰无误地向炸雷 在两人耳畔响彻 电话中传来女护士 焦急的嗓音 而那一句李小姐 清晰无误地向炸雷 在两人耳畔响彻 左站微醋梅 她不喜欢性头上被打扰 所以又问了句 确定吗 上几次这类情况也频发 不是说李小姐出事了 就是说什么病情恶化了 然而等她赶去医院 发现李孟瑶却好好的 是真的呀 那颗几位医生都来过了 真的挺急的 如果这次让我发现 你们在骗人 那你这份工作 也算干到头了 一收线 左站就站起身 一边整理衣服 一边扣着袖扣 忙碌地拿着外套向外 左站 许焰坐起身喊住了她 男人脚步一顿 回眸 姚姚那边有点事 我去趟医院 你说过 我们是在谈恋爱吧 左站没说话 许焰看向她 平缓的美眸沉淀如死水 既然是恋爱 那我就是你的女朋友 今天还是我生日 留下来 陪我 左站拧了眉 我也说了 姚姚那边有事 我要去医院 许焰目不转睛 也不知道怎么了 明明不该计较的 但偏偏就在此时 她是真的很想知道 在她和李梦瑶之间 左站这一次 又会选谁 我想让你留下来 陪我 哪怕左站 再为她多留几分钟 哪怕她过会儿 再说离开 许焰都绝无二话 左站深谋 剑刺且命 怎么 我走了 感觉寂寞了 她一笑 走过来居高临下的大手 抚摸着许焰的脸颊 却毫无温度 你不是不喜欢吗 每次都不主动 今天怎么突然开窍了 但开窍的不是时候 你要真实想要 或者寂寞的话 她视线一扫房内 皮皮地轻人一笑 自己解决吧 听着玄关关门声时 许焰抬手 扫漏了茶几上的一切 碎裂的茶杯 碰见到她脚踝 滑出带鞋的口子 却感觉不到半点痛意 因为心上 早已千疮百孔 兜兜转转 在她和李梦瑶之间 左站永远只选后者 不管是生死攸关的大火力 还是现在 她 以为这次只要她隐忍 不计较 不较真 用可能最后的时间 陪伴左右 就能换来相守 但残忍的 是那以为两字 许焰无力地 躺靠在沙发上 看着入目的水晶吊灯 鲜长的睫毛微动 淫晕的液体滑落眼脸 许愿是一夜未睡 回到老宅时 左家的人已经走了 外公外婆 看着她的脸色 明显有些凝重 但到底哀叹了口气 没说什么 她心里很不适滋味 都这么大了 还要让长辈跟着操心 一晚上 许愿整理了下 朋友送来的礼物 当看到 洗眼派人送来的水晶 与白玉杯时 不免争了招 看来 是该你后抽个时间 和她说清楚了 转天 许愿的状态不太好 但还是被寄放 揭去了新王岛 去车的路上 她想眯一觉 但是睡不着 寄放往她的方向 扫了一眼 适时伸手 冷过她的肩膀 让她枕在自己腿上 昏就睡 睡不着也闭眼 许愿听话地闭上眼睛 寄放动手 轻揉着她的太阳穴 听说了吗 李沫瑶醒了 淡淡的话语 像是漫不经心 实则 那双深眸 一瞬不瞬地 审视着她 许愿无须睁眼 都能够感觉到 寄放的目光 哦 是吗 她语气和平时无异 甚至很凉 寄放没观察出什么 不想说点别的 你指什么 那女人以前那么害你 还想跳楼嫁祸你 现在醒了 再恢复段时间 就和常人无异了 这也未免太便宜她了 许愿素梅 要真想对付李孟瑶 她有千百种方式方法 简单到她甚至无需出面 动动手指 就能让李孟瑶万劫不负 而这样做了 又能换来什么 何况她现在 是真没心情和精力 和一个刚刚脱离病魔的人为敌 人各有命 不想管她 许愿转了个身 换了一个更舒服点的姿势 即放一笑 也雨 我的许大小姐真是大度 就是不知道这份大度 到底是因为谁了 这话许愿当然能够听出话外音 但她不想搭桥 只扯过身上盖着的大衣蒙上了头 我睡会儿 习总送你的礼物 还喜欢吗 即放一句话 许愿掀开头上的大衣 看着她吃惊的模样 即放笑了笑 你的生日 是我告诉习总的 她送你那两个杯子 可是有事无价的啊 她本来想过来陪你过生日的 但毕竟过年 她那边走不开 你还真是 有够无聊的 许愿不耐烦的挪身叫避开她 却被寄方大手强行再拉拽回来 让她继续躺着 我都是为了你好 行了 睡会儿吧 她轻扶着许愿的头顶 目光剑刺下沉 中午 一星人就到了市中心 古文普的宅邸威严 像古堡庄园一般 子父母过世 因家业继承一事 和爷爷奶奶起争之后 许愿便再没踏过正门 就算是逢年过节 也只是遣人送来礼品 今年 一是寄方旨意拉她过来 二是爷爷奶奶年岁已高 她身体又这样 不知道过了今年 明年春节还能否 而爷爷奶奶也多年不见许愿 多少也和蔼了许多 各种拉着她嘘寒问暖 问东问西的 眼看着面前满头花白的老人 许愿也着实很不下心 配合地和爷爷奶奶聊了一下午 晚些时就自然地流送了 转眼睡到日晒三干 这边登门拜访的亲戚也不少 有寄放在应付 许愿也懒得掺和 便换了身休闲服 去附近转转 庄园后 有条小溪 东市积雪 冰面微容 有些许流水潺潺 闲逛了很久 眼看太阳落山 有人过来喊 雪院才回去 但一踏进客厅就发现了不对劲 沙发上坐了一群人 基本上都是她父亲这边的亲戚 也没几个直系的 但是都持有许氏股份 年年等分红吃红利 所以千方百计地巴结着爷爷奶奶 听闻许愿回来了 当然也在等她 许愿没什么意外 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了聊 但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个话题就心里糊涂地 绕到了女神结婚的问题 说什么女大不中流 迟早都要嫁人的 再好的事业到时候 也会成为婆家的等等 爷爷奶奶在旁边附和着 而目光却都盯着许愿 许愿不傻 这些话明摆着就是说给了她听 寂放在旁脸色已经沉了 正要有所动作时 许愿抢先拍拍她的手 随之她冷漠一批众人 诸位 叔叔伯伯 沈山阿姨 还有爷爷奶奶 你们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呢 众人都吞吐之污了 许愿冷笑 她知道这些人想说什么 无外乎劝她转让名下股份 上出总裁一职 然后再找个人结婚嫁人 但还真是笑话 她继承父母遗产 名正言顺 凭实力和能力打拼这么多年 让这些一概亲众 吃穿不愁的过逍遥日子 现在还要拐弯抹角地让她让位 凭什么 越想越窝气 加上这段时间 接二连三发生的事 许愿换情绪煞食引爆 一把就掀翻了进前的内战热茶 光当的响声 震慑得众人心声凌颤 怎么不说话了 她不急的目光 寻寻着每个人 最后落下一夜奶奶 冷笑 哼 需要我替你们说下去吗 愿愿 你是不是太累了 先上楼休息吧 爷爷奶奶起身过来打圆场 这些叔叔伯伯们 也没别的意思 你真别多想啊 奶奶拉着她起身 却被寂放放下 她冷冽的目光 疲逆向所有人 神仙冷力 许愿是个女人没错 深早要嫁人结婚也是事实 但是 许事能有今天 这些都是在靠谁 用我再挑明点吗 众人无言以对 尴尬地找了几个借口 纷纷都走了 几方没理会这些人 转而拉着许愿的手轻声道 去休息一下 厨房做了些雪梨路 等会我端给你 许愿没应声 先上楼 刚走没几步 后方就传来奶奶压低的声音 旺儿 你傻不傻呀 我们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你吗 养子也是子 何况这么多年了 你对我们 对雪家 尽心尽力 由你执掌家业 奶奶 寂放出声打断 老人叹息 唉 雪院是迟早都要嫁人的 就算你忍心看着 许家归别人 我们老两口 还看不过去呢 更何况 这些年你看看 她是怎么对梦瑶的 好好一个孙女 就是不让进家门 雪院脚步 疏然就停下了 按理来说 她是不该计较这些的 但奶奶说话时 音量不算低的 很有大层面 就是说给她听的 包括 现在这句 反正我们老两口子 都这把年纪了 有些话 也不必藏着掖着了 雪院可能不爱听 但我们还是要说 梦瑶好歹也是我们的孙女 不管她妈是什么样子 骨子里流淌着我们雪家的血 这是事实吧 凭什么当年说不认就不认 好好的一个孩子 就这么正在外面长大了 这些年 那孩子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委屈 奶奶说到这里 已经有些气不成声 可能是上了年纪 儿子又早逝 就希望儿孙成婚心下 所以感慨多了些 但这话说的 还是令雪院 忍不住笑了 是讽刺的讥笑 她是真想不通 比梦瑶 在外长大这些年 吃什么苦 受什么委屈了 年年数千万的 开销花费 这要是要吃苦受罪的话 那云云众生的普通人 岂不等于生不如死 爷爷起身 拍了拍奶奶的肩膀 也开口说 孟瑶的事先不说了 方而是杨子没错 但她也算是许家的人 爷爷 寄放出声打断 这些话 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脑人们神情会莫 透出了一股 无可奈何的感觉 许愿美眸浅密 合着这么多年了 在二老的眼里 她还是阻碍 李梦瑶进门 影响他们 祖孙相认的功敌啊 即使她和爷爷奶奶 关系不亲 但这种滋味 还是令许愿心里难受 她慢条思理地走过去 爷爷奶奶都说对了 而且呀 我话还就放在这儿了 只要有我活着一天 李梦瑶 就休想回许家认祖归宗 他们可以不为许氏 名誉着想 但许愿不呢 如果父亲还在世 多认个私生女 并没有什么 别人只会说 许董好风流啊 但问题是 父亲已经过世了 晚节不保 称何体统 而且许愿是真心 替母亲和外公不知 当年倾尽娘家 全部家产和许氏合并 才有了许氏如今庞大 凭什么在母亲过世后 还要让别的女人 领着孩子 登堂树室 指着母亲的墓碑唾码 她不想评价父母的感情 但也绝不允许 有人抹黑父母 爷爷 爷 奶奶气得都哆嗦了 许愿转眸看向极方 你的确算是许家的人 方哥 现在你说一句话 许氏总裁之位和股份 我都可以转给你 她之前得知命不久已时 季放的名字 就已经登入她的遗嘱名单了 许氏交给她 许愿放心 季放无奈的素眉 苦叹 无说什么呢 我那边一个技师都忙不过来 谁会要你的许氏 何况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惦记许氏了 她一转身扶着奶奶先坐下 奶奶 您真是考虑的太多 又误会许愿了 许愿是真被弄得没什么好心情了 随便 是你不要 不是我不给的 说完就上了楼 收拾下东西便打算回帝都 好好过个年 放着外公外婆她没陪 跑到这里受这种无名气 她能不心里呜火吗 第四十一集 季放让萧翠去取车 自己送许愿出来 替她紧了紧大衣 爷爷奶奶都年纪大了 就那脾气 你别在意 其实你不来的时候 他们总是念叨你 抽空隔三差五的过来看看 你多陪陪他们吧 季放看着她 再重申一遍 许家的家产 我可从来没想过和你争 这是真话 季放是许父 故交挚友的一父子 比许愿大了六岁 来到许家时 许愿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她已经是大哥哥的模样了 许父叮嘱 让他们好好相处 但季放那个时候 生母刚过世 又处在叛逆期 整个人从骨子里 散发出狂妄 冷漠 看一切都不爽 许愿却从小就招人喜欢 时常接近她 给她送好吃的 劝她不要旷客 她打架受伤了 给她包扎上药 父亲揍她时 她也左拦右挡 一来二去的 季放年少时 那颗冰冷的心 就被融化了 所以这么多年了 于季放而讲 许愿就似是一缕光 照进她本已贫瘠干涸的心 她追溯着 不断成长 不断强大 只为了有朝一日 能让这个女人 在她的羽翼下栖心 哪怕是以兄长哥哥的身份 只要能护她周全 恕她安稳 她在所不幸 许愿深吸了口气 吐出白霜的哈气 我知道啊 不过 还是要谢谢你 这些年 一直默默地支持 帮衬着我 这么客气 别见外 她给许愿 整理了下外套 回去路上注意 到了给我个电话 在寄放的注视下 许愿带着萧醉 返回帝都 一回来 许愿就去了外公外婆家 在这边一直住到大年十五 年节已经过半 也陆续准备工作了 这才回了玉锦园 这期间 她一直没有再见到左站 李梦瑶醒了 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点关系 也就不了了之了吧 只是 好歹都是左站提出的恋爱 就算分手 是不是也该知会上 许愿愿愁着 要不要发个分手的信息时 却被累积如山的工作 忙了一圈 之后又接了个电话 是之前蓝海项目上的人 询问了她之前 承诺送车那件事 对方说 许愿靠着皮椅 这事是她让叶师齐去办的 年前手续就该办完了 车应该是早已送到他们手中了 她就说 这车 令公子还喜欢吗 比较适合年轻人的 许总 说句话不知当不当说 那个车 我们是没见到 只是有人给我们每个人 花了一百万过来 老前觉得纳闷 就托我和你问问 毕竟 我和你外公 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如果说了不该说的 你也别往心里去呀 许愿愿住了 她半年前 从海外托人关系 预定五台全球限量十款的跑车 只自留一台 剩余四台都是走人情送出去的 怎么会 一时间 太多的思绪在脑海里回答 她先客套地结束了通话 然后就打给萧罪 她倒想看看 到底是谁 在她眼前偷梁换柱 把她承诺的跑车 换成区区一百万 再用她的车套的线 许愿先安排小子去彻查 另一边 让艳师奇马上来见她 挂了电话 许愿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这件事就委托给了艳师奇去办 不过是办下手续 然后将提到的车子送过去就行 现在出了问题 百分之百和艳师奇脱不了干系 但偏偏 这个人还是左章的表弟 许愿现在是真后悔 当初让她过来实习了 没多久 艳师奇敲门进了办公室 许总 你找我 许愿把车子的资料 往桌上一扔 你看看 艳师奇拿起翻看 脸色顺心万变 这 和我说清楚 我要听实话 许愿面色沉冷 我让你送的四台车呢 你送哪里去了 我 我不知道 艳师奇无措的脸色更白了 许愿看着她这副样子 不禁怒火更善 艳师奇虽然岁数小 但好歹也是一米八几的大男孩 整天不学无数就算了 遇事还敢做不敢当 这像什么样子 给我解释清楚 艳师奇迷的敏唇 许总 你先别生气 听我记说 说 这件事吧 我年前就去办了 但当时我挺忙的 办手续时 我遇到了郭阿姨 我们吃饭时 她无意中看到了我的文件 就说这件事 她办起来更容易 所以就 许愿思绪一正 你说谁 哪个郭阿姨 郭阿姨啊 就是 艳师奇也不知道 找什么词来形容 一时着急 脱口一句 你那个小妈 许愿大闹疯的一声 竟然是孤凤兰 丽梦瑶的母亲 你把这件事 交给她去办了 艳师奇无奈地点了下头 但我也不是白让她 替我帮忙的呀 她说缺钱 关我借十万 后来我看她帮我办事 钱我就当劳务费了 许愿眸光紧缩 没忍住拍了下桌子 艳师奇 果然 作战一次又一次说 这个表弟没出息 懒妮扶不上墙 还真对呀 她彻底被人耍了 还倒贴再补给人家钱呢 如果不是这么多年的素养薰陶 许愿只想直接骂她一句 二百五 不过 许总 这事被她办砸了 可车也没在我这呀 艳师奇焦急地眨了眨眼睛 好像也和我有关 但是能不能别和我哥说 他 他如果知道了 估计会打死我的 他越说 声越想 这事一出 他第一就想到了左站 说是让他知道了 那自己就真废了 许愿记得头都疼了 你用我走人情的车 免费送给了孤凤兰 还自掏腰包倒贴了十万 艳师奇啊艳师奇 你还真是 厉害 许愿实在挤不出 侮辱镜的粗话 只能反讽 你已经厉害到 瞅忽我想象了 艳师奇尴尬地挤出笑 姐 你先别生气了 我去找郭凤兰 他竟然蒙我 太可恶了 我把损失给你找回来 但你 能不能别告诉我哥呀 求你了 我哥之前就叮嘱过我 绝对不能坑你 不然 他真会活泼了我 许愿微正 左站还私下里 叮嘱过他这话 但 算了 这事艳师奇能说实话 已经就算是好的了 既然问题出现在 郭凤兰身上 就等于说 他大办家务事了 没必要让左站知道 何况他们现在 这个尴尬的关系 许愿真不愿意 主动开口和他说这些 这是我来处理吧 你不用再管了 我也不会和你哥说的 许愿把叶师奇打发走了 一个人夺步在落地窗旁 思绪凌乱 操持这么大个公司 爷爷奶奶又伙同公司那些亲戚 没事攒动着他让位 好像他霸占了多大的便宜似的 平时李孟瑶没事腥风作浪 现在又加上个郭凤兰 有时候想想 何必呢 直接将公司让给季放 他新闲地远去海外 过几年快乐日子 不好吗 但在齐位 早已身不由己了 之后 萧水这边也查证了 确实和叶师奇说的一致 整个问题就出在郭凤兰身上 他独吞了四台价值千万的车 许愿连钱带后 一边欠着人情 一边损失着钱 气得一阵阵心脚痛 萧醉在旁 郭凤兰应该是躲起来了 电话不通 联系不到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许愿头疼的柔眉 唉 这是不能外信 郭凤兰那边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又是李梦瑶的母亲 许愿真不想用什么恶劣的招数对付她 但让她咽下这口气 她也做不到 死来想后 把她所有卡 和每个月之的钱 都给停了 去把这几台车的手续弄回来 再派人去找她 想办法 把这几台车给我找出来 只要扣住这几台车的手续 想要找到车 并不难 但难就难在 这件事没办法报警 也不能让旁人干预 她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 只能私下里想办法解决了 是 我这就去安排 萧醉走后 许愿狐狸地闭上眼睛 她自诩 已经对这母女人之意尽了 但背后黑人 还敢坑到她头上 突然有种被白眼狼 咬了一口的感觉 不疼 但真恶心 燕师奇经此一事 也开始认真地跑业务 还算是惊艳 许愿刚松口气 没想到 DIA那边 很久之前和佐世联名的 日化产品出了问题 短短两天之内 所有许氏日化全部下架 好事者组织了受害者联盟 在媒体的配合下 剧赌在许氏大厦门口 呐喊闹事 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许愿不是一出面 只能躲着 但越闹越大 已经影响了她的生活和工作 萧醉说 要不 您看和佐世那边联系下 这个日化品牌 是许佐联名的 这事闹出来 也不该许氏一方承担责任呀 如果佐世能出面分担的话 对我们这边 是最好不过的 道理是这样 但是 许愿已经将近一个月 没和佐世联系过了 现在 就算是她主动联系 但他们都是生意人 在商言商 出事避嫌还来不及 谁会主动愿意分担责任呢 算了 这件结果出来了吧 我亲自过去一趟 许愿也不想总躲着 好像做贼心虚似的 问题既然出了 调查清楚 该赔偿赔偿 该道歉道歉 吸取经验 补偿大众 大事就能话想 萧醉劝不住 也只能陪着她 去了一线工厂 车子刚到 成批量的记者 就从四面八方窜了出来 不顾一切围堵上前 任凭萧碎和保安拦阻 都没挡住 这些人的热情 许愿闭口不回 任何采访话题 低头往工厂走 书然 有什么东西冷布丁 朝着她砸过来 等许愿反应过来 是摄影器材时 已经晚了 眼看东西要落下她时 书然 她跌出了个怀抱 抬眸看到一张熟悉的俊言 许愿亚异 没想到左站会出现在这里 这么多媒体 这么多人 都是现场直播 她就这么出现 许愿一时顾不上太多 甚至都来不及说句话 就想拉着她进工厂 但她手腕被左站拽着 纹丝未动 左站 先进去 都没让她把话说完 左站就在她脸颊上 轻抚了一下 没想到吧 她愣了下 左站确定她真没受伤后 才给瑞辰一记眼神示意 瑞辰明瞄 保镖这才放开 那位拿着摄影器材的工作人员 而左站也并未跟着许愿进工厂 更甚的是将她一把拢入怀中 视线扫向周遭跃跃欲试 根本不受保安控制的媒体人员 左绍线深了 还和许愿同框 本来两人之间结婚离婚就有绯闻 此次事件又和许左两家有关 这中千载难逢的大新闻 在场的人哪个肯错过 所有记者被这个念头鼓动着 气氛更热烈了 无数的话筒一股脑 全貌两人进千地 左绍这次现身 是想分担责任吗 左绍和许总之间 现在是什么关系呢 两位有意复婚吗 那李孟瑶小姐呢 听说左绍前夕一直在医院陪同李小姐 两人是旧情复燃吗 你们几位是三角恋的关系吗 问题层出不穷 但早已经偏离主事件 还扯出了这些八卦 就在许愿不耐地想要做到什么必开始 左站已经开了口 第二品牌是许氏和左氏联手冠名 现在出了问题 大家怎么能将矛头都指向许氏呢 左氏也有责任 但这件事还没调查清楚 大家都别太早下定论 我们都不是公众人物 请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 左站说完 在人群中挽着许愿 大步进了工厂 我要是不来 你就想单方面硬扛着了 是吧 第四十二集 这是一出 左站就等着许愿的联系 但等了又等 不仅许愿没露面 就连许氏那边也没人派人知怀 再想到他们最近这段冷战 左站脸色就越发难看 不想让你滩浑水 许愿轻描淡写 何况 只会轰到一时 没那么严重 以许氏的能力 这些只能算是小风浪 许愿有办法化解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那时我多管闲事 低估许总能力了 这阴阳怪气的 许愿中了没 也不算 谢谢左总了 谢我 左站凝着他轻眯的眼 真心谢我吗 对 左站大有介事地点点头 那只是口头上谢 你想怎样 许愿不是看不出他谋底的意思 只是想到之前的不愉快 不想迁就他罢了 男人高大的身形浮生落向他 修长的手指轻拂过他的脸颊 低雅的话语意味不明 你知道该怎么谢吗 许愿挑眉冷笑 怎么 李小姐的身体 还没恢复好吗 左站划过他嘴角的手指 也跟着一顿 刚要说话 许愿就率先注意到 门口那边走进来的几个人 下意识盲挪身避开了他 这一躲闪的动作 更令左站目光暗了 这么做其实是好的 但为什么此刻心里那么不舍 不过几个下属 就这么着急避嫌 左站无谓地再度凑向他 甚至不在乎那几个走来的下属 俯身到他耳边挡 要我说几遍你才能记住 我和他早就分手了 最后轻身时 宝纯在许愿嘴边 漏了一吻 并译出三个字 晚上见 许愿心脏绷紧 感受着下属们 错综复杂的视线 脸颊像火烧 窘迫又尴尬地连忙避开 闲上了楼 许愿才回许市时 一支围堵的媒体 不知何时撤走了 公关部经理向他汇报 说 祖室那边临时开了个发布会 承担了一大部分责任 也竭力控制现状 所以事态已经完好的趋势发展了 许愿伤松了口气 想不到所战竟能在这个时候 出面分担 但随之 就摇头自嘲一下 还是别太自作多情了 估计 只是想借机赚噱头 向大众展现好的一面吧 晚上在公司忙到九点多 许愿回御锦园时 别墅外停了一辆宾历 车牌号又微眼熟 而庭院内也停了一辆马上拉定 左站穿着黑色的长款大衣 侧身靠着车门 身形和车身几乎融为一体 一时间 许愿的心脏 像是被什么紧握了下 左站伸手夹着烟 弹了弹烟灰 顺势朝他招了招手 过来 这一副招呼小狗睡的动作 令许愿心口下沉 继而又听她说 过来让我抱抱 许愿还没反应时 已经听到皮鞋 踩在地面的脚步上 继而左站已经到了眼前 扔掉半截香烟 伸手就将她抱住怀中 庭院外 宾礼车内 男人深沉的目光 静望着这一幕 好看的面容 显有的神色 一双黑眸暗淡 说不上到底在想着什么 许愿进了别墅 左站也在后面跟着 许愿是真想不通 这一个多余的冷战 就算要和好 但是不是也该解释点什么 但左站倒好 一句话都没说 就这样仿佛一切都没发生似的 行吧 许愿早就心神俱疲 也懒得计较了 她一上楼 就拿了水衣进浴室 而左站竟然还跟着她 还调戏地在她脸颊上一拙 你洗洗 这是想做什么一目了然 但许愿没心情 航步犹豫地推住她的胸膛 我不舒服 太累了 左站将她抱住怀中时 俯身下巴抵在她肩上 那我给你按摩下 她口中的按摩指的是什么 许愿太清楚不过了 她摇头把话说清 阿湛 我不想做 左站微皱眉 抱着她的双臂不松 许愿极快地伸手 随便够了屏幕预录 塞给她 你想要 就自己解决吧 她不想计较 因为没那个心情 但不代表 她会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都不用看就知道 左站那张巨岩 沉得有多害人 许愿动手将她推了出去 你去隔壁客房解决吧 我真累了 拉上门 顺带反锁 许愿泡了个澡 垂干头发再出来的时候 本以为会离开的左站 此时静安静地躺在大床上 姿态优雅地支着单腿 手中拿了本书 随意翻着 她身上隐隐透着沐浴 露特有的芬芳 貌似刚刚在客房 浴室冲锅澡的样子 许愿没什么反应 只说 就算你留下 我也不做 她不想任何问题 都和左站在床上解决 左站没说话 许愿就走去了另一边 刚爬进被子里 就被男人一把捞了过去 许愿下意识地想逃开 却听她说 老实点 你要是敢乱动 我可保不准 会做点什么了 我不想 那就强迫 霸王硬上弓 听说过吗 她笑吟吟地 强行将许愿的脑袋 枕在自己胳膊上 许愿知道 这事左站还真是能做得出来 不免全身有些紧绷 她不适应身边有人 以前每次都是被左站 折腾的筋疲力尽 接近昏迷 就稀里糊涂地睡了 但这次 她有些睡不着 又不敢乱动 但她也真倦了 慢慢地就睡下了 但许愿身边那位 却从始至终 处在复杂的状态中 感受着怀中的均匀呼吸 左站不禁中眉 还真睡了 左站最终还是起了身 去冲了个凉水澡 许愿醒来时 身边早空了 她也没在意 爬起来收洗 换衣服下楼时 习惯性地去了厨房 以前每次左站过来 转天都会给她热些牛奶 豆浆之类的 但今早 她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毕竟是小事 许愿也没在意 收拾了一下东西 去公司吃早餐 下午 过了午休时间 艳师奇跑来办公室 一脸的无精打采 许总 我想汇报个事 但绝对不是背后搞黑状 许愿忙着东西没抬头 说 你抽空说说李副总呗 他之前安排我去跟个项目 我今天上去和合伙人见面 结果对方太不靠谱了 就值得吹牛叉 吹得我都想吐了 如果不是顾虑我代表着许氏说话 我真想当面就给他怼回去 真气人 浪费我这么长时间 许愿听着 莫名有点想象 是真的 我没骗人 艳师急信实淡淡的 许愿移开手边的文件 单手涂塞 师奇啊 你应该感谢李副总 这等于是免费给你上了一次课 往后你不管是继承燕家产业 还是自己做公司 这类不靠谱的人 你会见到更多 这次只是浪费你一点时间 有些藏得深 稍有不注意 就会造成损失 你还需要多锻炼呢 艳师急愣了道 后知后觉的感叹 哇 许总你真厉害 许愿哭笑不得 艳家在C市也是百年企业 怎么就将唯一的独子 交成了这副样子 而且这些东西 貌似都应该是 左站和艳董教他的 自己什么时候 沦落成帮人带孩子的份上了 他有点费解 对了 许总 两海那个项目 已经筹备差不多了 可以考虑一期投资了 艳师急说着 就把手里的准备文件 一一递送出去 还有京区那块地 这是李副总交给我负责的 许愿翻了翻 京区那块地 这么大的项目 李副总怎么交给 艳师起来负责了呢 估计应该是 看了左站这层关系吧 许愿留下了文件 嗯 这两个项目 邀上董事会去过一下 你先回去吧 这两个 加上离京湾 都到了投钱的阶段 这半年许氏投资的项目挺多的 董事会那边早有危言了 碍于许愿一直独揽大权 没敢表态罢了 但这种上亿的投资 她也得安排和董事们商讨下才行 快到下班时 许愿收到寄放的信息 让她晚上吃个饭 许愿看了下日期 猜着寄放这是要回S市了 便直接应下 晚上 她下班后就开车去了饭店 一进包厢 里面坐了七个男人 一个散一个地扬眼帅气 整得好像明星大聚会似的 就连包厢里的女服务生 都羞涩得眼神多闪 主位上坐着的就是寄放 脸色看不出来 是怒是心 反正见到许愿时 笑着抬了抬下巴 快坐 寄放旁边就是左站 衬衫挽起了袖口 薄矿眼镜 更是将她无所不戴的灵力掩盖 一双深色的眼眸看着许愿 没说什么 只是自然地伸手 将她拉到自己的进房入座 在周边就是墨渊和成桓 还有其他几位 私交关系极好的阔少们 唯独少了白锦川 听说她在沿海那边 因为什么官司缠身 事闹得还没解决 见到这些人 许愿一点都不奇怪 都是发小兄弟 时不时地聚在一起 但这里面多了个技范 她隐隐感觉这顿饭局不简单了 顾不其然 开喜酒过三旬 包厢门被敲开了 三位冒昧熟花的大美食 走了进来 一个个穿着 极绳布料的小短裙 艳师奇在偏见这几位一瞬 差点一口酒没喷出来 呛得不住咳嗽 这不是左哥哥吗 有个美人认出了左站 忙窜到他进前 还轻易地过来 挽起他的手 左哥哥 真的是你啊 这一句左哥哥 又一句左哥哥 和许愿记忆中的一丝东西撞上 他脸色微沉 下意识地目光就看向了寂放 这不是燕公子吗 好巧啊 这边剩余的两位小美人 马上就认出了艳师奇 扑过去就给他来了一个左拥右抱 燕公子 不会终不认识吧 那一晚上你那么厉害真忘了 一提这茶 燕师奇就尴尬到极限 那一夜过后 他差点没让左站作死 这点祸还敢提 不出他所料 这边左站俊颜阴朗 眸中蕴含着风暴 似笑非笑的 小姐 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几乎都没有看身边黏腻的美人 把玩着高脚杯 请瞎了口酒 这话可以乱说 但人 可不能乱认啊 这话音平淡 但透处的威压总已设人 小美声一浪 寒气像是从脚底传遍全身 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我 我 他知悟得喉咙发解 既不敢得罪安排他们过来的三爷 又不敢招惹左站 为难的险些要哭出来 是要找那位吗 左站给了他一个台阶 下巴朝着燕师奇的方向倾台 谋底警告的成分浓郁 燕师奇到吸冷气 这是要甩锅给他呀 不过貌似也都是他引出来的 他忍栽地打了个响指 对 都是来瞅我的 小美女 快过来 小美神哪敢不接这个台阶 刚要过去去被人拦下了 这人是寄放的秘书 也兼之保镖 一身西装 气势凛然 小美神惊讶 余光就撞进寄放这边冷烈的目光 听他说道 坐下 陪左少 左站冷声道 小美神为难了 燕师奇也看出来了 这合着就是寄放百局为难左站呢 他就是个充树的 而这种结果 弄不好过后 他哥还得揍他一顿 怎么办 该怎么办 燕师奇急得只想办法 求助的目光 看向周边的几位 墨渊饮着酒 又余光瞥着他一眼 那眼神仿佛在说 别找我 这事 我不惨合 陈寰 虽然没给他眼神 却笑呵呵地和燕师奇碰了下杯 还来了句 燕公子好风流啊 几分煞时就僵住了 左站不耐地 闭着眼眸看向几方 三爷有话 不妨就直说吧 这话一落 墨渊这边极快地反应过来 盲地某给那三个小美人 压低声 都出去 第四十三集 这次没人再拦 三位慌忙闪人了 他们几人一走 许愿也借口去卫生间离开了 他明白 这次的饭局 是寄放在变相地向他点名 左站和那个不知名的女人 之间发生了什么 都是成年人了 他会猜不出吗 恰恰就是因为他都猜到了 所以应该当断则断 用这次机会挑明质问左站 既然谈恋爱 为什么要和别的女人不清不楚 可是 一向能给予他理智判断和抉择的大脑 此时不管用了 停车场 许愿上车 刚要启动 却发现自己的手在颤 简单的钥匙怎么都插不进去 放弃地靠在座椅里 无力地闭上眼睛 分手 简单的两个字 在心底呼之欲出 竟像是刀脚腐杂 牵扯着神经 振振刺痛 是不甘心吧 许愿混乱到无法理解思绪 而此时 也有人替他做主给出了答案 这个人 就是寄放 他先敲了敲车窗 接着拉开驾驶位的车门 顺带将他拉出来 抱住怀中 我做这些 不是想刺激你什么 寄放心疼得轻浮着他的后脑 一下一下顺着他的长发 别这样 真的没事 许愿 听我说 不用为难自己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 他到底是怎样的人 把心收一收 玩就是玩 别当真就行了 只要不当真 只要把心收好 那不管最终怎样都不会受伤 这是多么明显的道理啊 但又有几人真的能做到呢 左站虽然不怎么样 但好歹还有那张脸呢 仔细一看 他基因应该也还不错 如果你想你也不是不可以和他生个孩子 让许家有个后 有个继承人 等有了孩子 你也差不多就能断了对他的念想了 往后他和你 各自婚丧嫁娶也就互不相干了 这种生孩子 有个继承人的话 寄放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出来的 如果许愿身体好好的 那他就算棒打鸳鸯 说什么都要拆散他们 让他彻底死心 但残忍的是没有输过 许愿这个病准确来说 一半靠治疗 一半靠情绪 心情是最大的调节主导剂 所以他还能怎么办 昨天晚上 在别墅外面看到他们相拥 许愿眼底的笑意时 寂放就全就懂了 作战在许愿心里的分量 是无人可取代的 许愿先长的睫毛轻颤 不受控制的因晕夺眶而出 他是不想哭的 但是他又忍不住 是哭自己的吃傻呢 还是哭自己的命呢 疑惑者 是感叹造话弄人吧 听话 早点看清了 各取所需 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 几方疼惜的不知所措 只能紧紧的这样抱着他 许愿勉强吸了吸鼻子 不是还有你吗 以后 你会有孩子的 我有孩子 也会跟着我妈姓季的 才不会姓许的 许家的延续 只能靠你 许愿低下头 从想好好爱一个人 私守一生 竟变成了互惠互利的各取所需 还真是有够可笑的 但他为什么笑不出来 差不多是不是该放开他了 数大的停车场 这道音量不高 却尤为突兀 激方回眸 就看到从电梯这边走来的左站 披着大衣 临到近处时 一把就将许愿扯拽过来 注意到许愿脸上的泪痕 左站倾诉了下眉 不竭地又看向激方 因为什么你把他弄哭了 只要不是你把他弄哭的就行 激方拧着眉 甚至不愿再多看他一眼 绕过时肩膀撞了左站一下 记住你之前说的话 都是男人 别他妈出尔反尔 左站脸色不太好看 激方也不想多留 深深地溺了许愿一眼后 便跟着跑过来的秘书上车走了 你没事吧 左站扶着许愿的脸 眼眶还有些红 能看出刚刚情绪很激动 那个女人是个误会 你相信我 啊 声色场所偶尔有这些都正常 左站也不想提 但激方这么一整 就好像在逼着他必须解释两句似的 许愿复杂地望着他 一句误会还真是轻描淡写啊 但现在他已经不想管了 说是误会 那就是误会吧 就像激方说的 只要不当真 就不用有负担 心也就不痛了 多好 许愿点点头 嗯 我相信你 真怪 左站轻然地松了口气 摟着他上车时余光又瞥见了什么 电梯这边 也是其左拥右抱 搂着两个小美女走了出来 金匿的棚肉无人 左站冷沉的凤眸暗了暗 回身看着已经上车的许愿 敲了敲车窗 在车窗滑下时他道 一个人回去 可以吗 要不我让瑞神送你 许愿心情不佳 他不是看不出来 何况这么一闹 他现在也没什么兴致了 与其跟许愿回去相顾无言 倒不如先分开冷静冷静 不用 我没事 许愿淡淡的 也看不出到底在想些什么 左站没多想 又叮嘱了两句 便目送着他车影离去了 然而 这边艳诗棋 早已经搂着佳人上了超跑 只是没发动车子 因为他正搂着其中一位上演激情呢 左站没走过去 只清了清嗓子 嗯 艳诗棋 这音量不低不高 却突兀的像是一道晴空霹雳 猛的让艳诗棋身形顿住了 他这么多年了 见到自己的亲老爹都没这么怕过 唯独惧怕左站 估计也是从小被他打的 都打出心里阴影了 下车 过来 左站再度开口 艳诗棋 心里不住的冒冷汗 反复的想着自己哪里又招惹表哥了 但想来想去也没发现什么 就多少放了点心 和两位小美神留了话 才一下车走了过来 眼看凑近时 左站猝不及防的一脚直击他小腹 瞬间就将艳诗棋踹翻在地上 艳诗棋都懵了 但也不敢问什么 毕竟左站历来如此 好像不和他动动手 就不是左站了似的 所以他疼得脸颊抽搐却只说 哥 能先别动手不 我 我做什么了 左站还谋情咪 你说你做什么了 用我提醒 不不不不不 艳诗棋忙摇头 但左想右想还是想不起来 左站也没时间和他耗费直说 你被学校开除了 艳诗棋惊恶地张大了嘴巴 我 我 哥 谁告诉你的 我 还他妈谁告诉我的 恭喜你啊 你学校老师和校长先后给我打了电话 你是不是忘了 你那个学校 是我花钱托人帮你安排的 也不能怪左站生气 艳诗棋从小不学无数 长大些又和圈内纹固二代们混在一起 一身恶习 光学校都不知道被多少个开除了 艳家二老是真管不了他了 要不然也不会送左站这来 我 我 我错了 真错了 哥 饶了我 我下次肯定好好学习 再也不得了 可 可 艳诗棋连滚带爬都跪到左站腿边 像个可怜虫似的抱着他大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左站嫌弃的皱眉又将他踢开了 这种烂眼睛你从小用到现在不腻吗 艳诗棋心里苦叹 只要好使他就得用啊 不然谁愿意挨打挨骂 学校的事我两个月前就知道了 左站只是没捣住功夫收拾他 而且不管他做什么 艳诗棋都是这副德行 真让他头疼 这次不光是学校的事 许愿那边四台车是怎么回事 艳诗棋一惊 刚要说话 竟被左站腿身一把捡起了衣领 硬生生将他摔抵在旁侧的车身上 车子发出警报声 震耳的同时也震动着艳诗棋的小心脏 哥 我是不是说过 你他妈不管要钱还是要坑人 左家艳诗棋你随便来 谁他妈让你动许事的啊 左站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到底还是发生了 现在他真是恨不得直接弄死这个婚小子 但一想到小姨夫妇 这么大的事还想瞒着我 你他妈能瞒得住吗 左站很利益收利 将人往地上摔去时 又捕踹了好几脚 一直踹到艳诗棋 哀嚎都叫不出声来 才稍微停歇 动手整理了一下西装 左站转身时扔了句 你整个就是个废物 明天去找瑞辰提车去 不管这小子再怎么混怎么烂 好歹都是亲表弟 不看僧面看佛面 左站为了小姨 也不能真把他怎么样 但弄赔了许愿 他也得想办法补上 虽然不会是同款车系 但能补一点是一点吧 收拾完艳诗棋 左站新气也没顺过来 正好莫冤他们要去一九四四 他也就没有犹豫地跟着过去了 弱大的包厢里做了他们五位 除了被做的万死的艳诗棋外 还有几个结婚的 回家陪老婆去了 莫冤刚订了婚 电话叫来了小未婚妻 陈环搂着交往了几年的女朋友 其他人叫来几个水灵灵的小美女 除了左站 他一个人坐在单人山发内 看着这边一水水的一男一女组合 也有几个小美人往他身边走 但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这些怀着什么乱七八糟的 往怀里挤 让人倒胃口 不自然的脑海中就泛起了许愿的身影 可能是之前几个月两人如胶似漆吧 习惯了吧 刚冷却了一个月 他以为适应了 但昨晚那一夜虽没做什么 但搂着许愿睡觉的感觉 一瞬间就在他身体里复苏了 本来今晚也该喝他 都是这个激方 左站满心欲解 一杯接一杯的好饮 等感觉自己有点喝多了 索性就提前离了场 走廊上 他高大的身形略微有些摇晃 睡晨早先行去开车 他扶着墙时 似是有什么人跌入了他的怀中 没太注意 只是那一抹清新的富裕 味道有些特别 清晨的眼光洒落 唤醒人的生物中 左站睁开眼时 只觉得宿醉的头痛欲裂 果然 昨晚是真喝多了 他起身时 注意到腰上搭了个什么 定睛一看 竟然是 左哥哥 你醒了呀 嗯 旁边传来嗡声嗡气的女生 还顺带打了个哈欠 左站猛的遗证 竟然有除了许愿以外 第二个女人在他床上 好像也不是第二个了 但之前那是夜失其弄的 左站这方面非常洁身自好 也相当有洁癖 就连当初李梦瑶 都没在他床上待过一整夜 最近这是怎么了 酒还真不是个好东西 左哥哥 女人爬了起来 还顺带用被单裹住了鲜瘦白皙的身体 只是脖颈上的那些触目的痕迹 无法遮掩 你昨晚喝多了 现在偷疼吗 我去给你弄点新酒汤吧 左站看着他的身形 大脑发沉 这个女神好像有点熟悉 就是之前夜失其安排 昨晚还见到过的那个 女人弄好行酒汤时 左站已经下楼了 又恢复了一身西装革履衣冠楚楚 沐浴过后的周身散发着清香 隐隐混着涕须水的味道 出其好温 女神看着他有些尴尬 也有些窘迫 但眼底划不开浓浓的爱慕与期许 左站瞥了一眼 多少年了 他在无数女人眼中看过类似的 又岂会觉得新鲜 你收拾一下 等下会有人来来派你 扔下这句话 左站走向玄关 捞齐大衣门一开一盒走了 那个 到底是怎么回事 车子驶立宅邸时 后车坐上左站低雅的声线一出 水沉清道 忙措辞道出重点 您没碰他 你们是清白的 他得先说出重心 否则一老板这一性子容易活寡了他 水沉又补充 我可以证明 也有监控是真的 左站这才松了口气 但源于心底的那种厌护 也各引了他有种想毁灭一切的冲动 水沉木讷的愣了愣 他要怎么说 老板昨天喝醉了 错把那个女人当许总 这才没让他离开的 第四十四集 水沉道 左总 那个女人姓芬 叫温暖 是第一大表演戏的 好像家里是地势的 挺困难的 所以您看 左站没心情理会这些 直到 去我个人财务之前 顿了下 他似乎想到了 有关昨晚的一些灵性记忆 而且 那个女人长得多少 有点像许愿 把她加进资助名单里 一切按规定做 水沉点点头 左站靠着座椅沉思了会儿道 你说有监控 发给我 好 左站看了一遍监控 视频是贯穿整夜的 但可以看出 她醉了倒下就睡 那个女神也没在做什么 她存了下视频 脑中又泛起昨晚被寄放摆的一道 脸色渐渐有些沉 拿手机拨了个号码 喂 既老三认识吧 对 就是她 查查她名下那个安保公司 对 越快越好 嗯 行 你看着安排 这边 电话内容露出到瑞辰耳中 心里不忠叹息 老板确实是牙字必报 但这位可是济放济三爷啊 不说看许总的面上 就光说这个人在S市和海外的影响力 也不能动她呀 算了 她一个秘书也所用不了老板的意思 但愿别出什么大事吧 下午 许愿去了一趟医院 是来探望病人的 至于这个病人是谁 她忍不住贪了口气 是燕诗奇 昨晚 左站对燕诗奇做了什么 她是真不知情的 所以今天接到消息 带着疑惑和疑问就来了医院 燕诗奇泱泱靠在病床上 一见她就戚戚爱爱 许愿姐 那拉长的音调里 宰了撒娇的成分 令许愿都无奈地笑了 你这是怎么了 我疙瘩的 肋骨骨裂了 她说话时还装委屈地吸了吸鼻子 一米八戒的大男孩 明明颜值与气质并存 此刻却可怜兮兮的 就算是装出来的也令人无措 也无语 过问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儿 尤其是那四台车的手续问题的 之后许愿道了去 好好养着吧 许愿说完便要走 而手却被燕诗奇拉住了 她一正 燕诗奇下意识急忙放开 又说 我知道你和我哥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你只是我姐 不不不 你是我嫂子 有事说是 燕诗奇看着她 姐 你损失的那四台车 我哥知道了 她让我今天过去提车的 但我这样的 我让别人去提 然后把车送哪儿啊 许愿迟疑的想 左站这是代替弟弟弥补啊 但这事儿除了燕诗奇 还有郭凤兰 损失也不能光让她陪吧 她想了想 车先别提了 这事儿我这边能够解决的 然后如果你哥在催你的话呢 你就去提一台 自己留着开吧 不行啊 那车是我哥给你的 估计也是什么限量款的 不是超跑也是 许愿没空听她说这些 直到 听我的吧 她要是问 就说是我的主意 哦 嗯 好好养着 公司这几天先不用去了 等会让肖秘书给你安排几个护工 许愿也看出来了 燕诗奇这次受伤 都没敢和家人报备 估计是担心父母问出原由再挨骂吧 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医院 也怪可怜的 除去工作层面 燕诗奇在她眼中 就还是一个小弟弟 还是那种没长大的 从病房出来 许愿一边叮嘱萧嘴做事 一边下楼 走着走着 似想到了什么就道 哦 郭凤兰找不到 就派人去盯着李孟雅 他们母女 肯定会有联系的 小弟说 李孟雅上周已经出国了 要想盯她的话 李三爷那边的人了 我要去安排吗 许愿飞正 哦 她出国了 是的 好像身体恢复的不错 但不清楚为什么出国 好像也没有打算再回来的样子 临走前把名下的不动产都变现了 许愿有些吃惊 李孟雅就这么走了 不声不响 连作战都放弃了 怎么总觉得有点蹊跷呢 她正想着忽然遇到了温医生 喝到几句话后 温医生建议她顺便做个身体检查 想到之前 既放一次又一次苦口薄心的叮嘱 许愿便也没拒绝 跟着又上了楼 例行检查有些麻烦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 结果都出来时 门医生翻看着所有的检查单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酝酿着措辞 从目前来看 一期手术结果还是很不错的 但没有遏制的趋势 还是得进行二次手术 没让她说下去 许愿微笑地打断 我知道要二次手术 但在此之前 我想要生个孩子的话 您看我的身体能行吗 温医生斟酌地考虑片刻 许总 实话实说 你上次非正常性流产造成的损害极大 会影响此次受孕 但也并不是不可能怀孕 只是几率会很低 这个结果许愿不是第一次听说 但还是不免心头一震 文医生又说 目前你身体保持得还不错 若真想要个孩子 也是可以试试的 合理饮食 适当运动 注意排卵期 增大受孕几率 但是 最好的话 是别太着急 你还年轻 往后再推延几年 等你身体真的稳定了 会更好的 再拖延几年啊 许愿一笑 迎着窗外的夕阳眯起眼睛 她还能再有几年呢 二次手术 就有可能是死神的再度降临召唤了 后面文医生在说什么 许愿也只是惯性地应合着 想不到 到底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那就 趁着还有时间 生个孩子吧 这么做不仅为了许氏 也是为了许愿自己 或许有了孩子 她就能彻底断了和左瞻的念想 而且 新的小生命也能让她生活多点意义 对 生个孩子 属于她和左瞻的孩子 一转眼匆匆过了十天 这期间 左瞻和许愿都没联系过 好像一切都趋于了平淡 但许愿既然已经打定主意生个孩子 那么就要提上日程了 她看着APP上的危险日正好就是这几天 所以提前下班回了预警员 先泡了澡 舒缓放松下心情 再给主卧换了个四件套 并顺手点了香薰 一切具备后 许愿躺在床榻上 拿着手机抽出不已 有点打退堂鼓 即使 他们这样富贵家庭出生的孩子 必经的一道成人礼 就是要在私密医生的安排下 提取生理要素 冷冻管理 以备不时之需 所以不管是为了许家 还是为了家业 她都要生个孩子的 与其用科技选择基因 制造出一个陌生人的孩子 能和左站生个宝宝 是最好不过的 许愿脑海中幻想着 左站孩童时的样子 忍不住地微笑 她给自己做了一遍心理疏导 然后给左站发微信 还是打电话 两者中选择时 楼下传来玄关门所启动的声音 许愿一正 下意识地拿了件薄外套走出去 旋转楼梯这边 左站带着一身夜晚的凉气走上来 抬眸时 视线就和许愿撞在一起 你怎么来了 许愿一时有些发症 左站慢步走过来抱了抱她 想你了呀 你都不想我吗 想了 是吗 不是违心的 许愿笑得尴尬 什么时候起 彼此之间连最简单的情话 都要猜忌了 她只是点点头 本来也想联系你的 左站颇感兴趣 也不想计较是真是假 只将人拦腰抱着进了主卧 将许愿放下时俯身倾倒 等我去洗个澡 嗯 去吧 浴室很快传来哗哗的水声 左站闭着眼睛迎接着热水的洗礼 已经分不清几天没好好休息过了 临时那边一忙起来就应接补侠 她工作一多 就会自动进入到一个亢奋的状态 即使是不眠不休也毫无异样 可不知为什么 再触及到许愿的一瞬 顷刻间席卷 再出来时 许愿已经躺下了 但没睡 感受着旁侧床底一沉 听着男人慵懒的嗓音 睡了 许愿没说话也没动 其实很紧张 整个身体都是僵着的 虽然两人也不是第一次通床共枕了 但要说做点什么 她真是不知道该怎么主动 许愿享受飞飞的思绪 被辗转的动作打断 左站挑扔了一个舒服点的姿势入眠 感觉到男人带着湿气的短发 许愿开着台灯 起了身 嗯 头发不吹干 睡觉会头疼 再过来时拿着吹风机 左站单手遮住了眼睛 明显对着台灯的光线不适了 很累 许愿调整了一下吹风机 那你别动 我帮你把头发吹干 左站从小就习惯了这样被人伺候 所以就算许愿不说话 她也不想动荡 但是 纤细的手指轻轻地穿梭在她的发间 随着吹风机的热浪 煞时就像无意中的凉薄 聊得她心上莫名发痒 下一秒 她攥住许愿的手腕 许愿不得已停下动作 看向男神睁开的凤眸 嗯 怎么了 想睡你 左站够了下唇 顺势轻声 一下子将她压了下去 那个叫温暖的小丫头 这段时间在调教下 少了些陈氏的廉价 倒也挺清纯的 只是和许愿还真不是一种感觉 果然 从小一起长大的就是不一样 左站轻笑着 修长的单手扯开许愿的睡衣 一日 许愿是下午才爬起来的 家里空无一人 左站什么时候走的她都浑然未觉 但也习惯了 在厨房找到左站温着的牛奶和咖啡勾兑 在冰箱里拿出那些切好的食材 随手做了两个菜洗一手吃饭 左站过来时 许愿正抱着电脑窝在沙发上 旁边散落了一落落的文件 许愿下意识扫了眼电脑上的时间 下午五点 左站这么早就来 是第一次 还在忙 左站脱了外套坐在她身边 还顺带歪着头 扫了眼许愿手中的文件 不会忙了一下午吧 不累 听这语气 貌似心情不错的样子 许愿顺着点点头 嗯 您不提醒我都忘了 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有事 左站笑了笑 伸手揉了揉她的脸蛋 难道每次来都非要有事不可吗 早点过来陪陪你都不行了 许愿醒下微妖 转眸看向远处的落地窗 左站纳闷 看什么呢 嗯 看夕阳 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哼 还敢调侃我 左站确实心情不错 可能是昨天睡得很好的缘故 一整天都情神奕奕的 不得不说 于她而言 许愿的确是特殊的 只要能够见到许愿 或者在她身边 就有一种让人心安的感觉 这一点少 是其他女人给予不了的 念及此 左站又揉了揉她的头 还没忙完 要不我帮你 帮着给点意见吧 许愿伸展了下身体 不自然地揉了揉补颈 随手将近几份文件都递给她 嗯 你看看 左站看完 就用了二十多分钟时间 这期间 许愿去厨房榨了杯果汁 端过来 又从抽屉里拿出盒巧克力 包开一块塞嘴里 一边嚼着 一边看着她凝重的俊颜 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好有坏 你想先听什么 男人眼底浓稠波澜 非同小可 什么好的坏的 一块说了吧 许愿嚼着巧克力撑着下巴看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